西域大落 青阳城 青州府 王宝林过了好多天 才适应穿越的生活 王宝林不是这方世界的人 本是一个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的青年 因为半夜登上黄山 观看几十万年一遇的流星雨 然后就被流星无情地砸了 当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穿越到一个古代社会 看着家徒四壁的房屋 王宝林并没有其他穿越者一样 立志改变世界 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填饱肚子 好在这个世界的文字和前世没有区别 王宝林很快找到了一个教书先生的工作 有机会接触书本 王宝林很快了解清楚 此方世界的格局 没想到此方世界内居然有仙人 一开始看见书中记载的仙人事迹 王宝林是不太相信的 前世很多书中也记载了很多仙人仙事 但那都是谣传和书写者的一想罢了 可是看见当地县制都清楚记载着何人何地 某某时辰被引入仙宗 仙门的时候 王宝林有些动摇了 知道这一切之后 王宝林并没有盲目地追求仙道 而是不断打探有关仙人的线索 等打探清楚 正够盘缠之后 再出发寻找仙缘 这日布置好课后文章之后 王宝林伸了伸手臂 转身离开了茅草屋学堂 哈哈 王先生下课了 这是我们家老母鸡下的新鲜鸡蛋 您拿几个尝尝 一位皮肤白皙的大婶满脸热情地说道 可以看得出来 眼前大婶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村里的大美人 王宝林则是背后一凉 心中暗暗道 怎么又遇见她了 躲都躲不开啊 躲她原因无她 因为李大婶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自己 一开始 王宝林并没有拒绝 因为李大婶长得那么漂亮 其女儿也不会瞅到哪里去 虽然自己有追求仙缘的志向 但是也不抵触 先找个女人成婚 可是王宝林第一次上门 看见身材魁梧 满脸屈黑 单手独拎着两只猪仔的李翠芬之时 王宝林承认自己年轻了 看了看风姿错约 半老徐娘的李大婶 再看看单手拎起两只猪仔的 李翠芬不禁开口发出灵魂质问 这真是你的女儿 是不是亲生的 得到肯定答复之后 王宝林找了一个借口 连忙离开 李大婶见王林宝不说话 热情地把鸡蛋递给了王宝林 李大姐不用客气 鸡蛋你留着自己吃吧 王林宝面带干笑地说道 哎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家翠芬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们家翠芬早有心上人了 她不喜欢瘦瘦弱弱的书生 她喜欢会种地 会养猪的男人 李大婶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嘴角一阵抽搐 我还被嫌弃了 恭喜 恭喜 下个月就成婚了 就是我们隔壁的那小子 到时候 你一定要来喝杯洗酒啊 李大婶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好好 一定 一定 王宝林抱全道 鸡蛋你收着 这鸡蛋不是白吃的 有劳先生帮我们写一份婚书 李大婶笑着说道 可以 婚书明天写好给你 这鸡蛋你还是拿走吧 谢谢 这个鸡蛋你一定要收下 说吧 李大婶把放鸡蛋的篮子 递给了王宝林 转身离开了 茅草屋学堂离家不远 没走多久便回到了家中 王宝林升起火 架上锅 锅内放了点水 放了五个鸡蛋在锅内 晚饭吃水煮蛋 过了数分钟之后 王宝林拿着烫手的水煮蛋 来到书桌前 点燃煤油灯 只见宽阔的书桌之上 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地图 一个乡村就有前世 一个是那么大 那一个小镇 恐怕比一般省都要辽阔 一州之地 恐怕比前世的一些大国还要大 那一城之地 该有多大 看到这 王宝林叹了一口气 茫茫大路 去哪里寻找仙缘啊 咚咚咚咚 就在王宝林满脸忧愁之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 那么晚了 什么人来找我 难道是黎神 知呀 木门被打开 只见门口站着两位手里 拎着灯笼的年轻人 面带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 黄兄 孙兄 你们这是 黄兄 好消息 好消息 镇上的传来消息 有些人来收图 这个消息 村长已经确认过了 孙长风强忍激动地说道 当真 王宝林也强忍住激动的心情反问道 确定 确定 王兄要不要去参加仙人试炼 还要试炼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反问道 孙长风 黄帆开口说道 当然要试炼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修仙的 王宝林点点头 心中也有些忐忑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质可以修炼 黄兄 孙兄 仙人什么时候来我们长天村收图 明日就会有仙人来我们这里 大家把握住机会啊 孙长风满脸激动地说道 如果不能修仙 我就安心考个功名 取其生子了 黄帆已经想好自己的退路了 好了 消息告诉黄兄 我们要赶紧回去了 好好休息 告知消息之后 孙长风和黄帆 提着灯笼离开了王家 目送二人走远 王宝林脸上露出一阵笑意 正愁着何处寻找仙缘呢 没想到机会那么快就送上门了 躺在床上的王宝林 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海中里面全是 明天仙人收图的场景 想着想着 王宝林迷迷呼呼睡着了 动动 门外有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音 这又是谁啊 孙长风和黄帆 还有事情吗 说着 王宝林打开了木门 只见一位身穿灰蓝色道袍的老年男子 见到男子如此打扮 王宝林困意瞬间消失不见 敢问道长找谁 王大树是你什么人 说着 男子全身放出一阵恐怖的威压 王宝林膝盖一软 差点跪在地上 立刻明白 眼前这个人是修宪者 王大树是我父亲 王宝林不急不慢地说道 有何凭证 男子问道 他是我爹 我是他儿子 这个如何证明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听见王宝林这样说 男子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是宝林吧 是的 你是 王宝林心中一阵疑惑 难不成眼前这个人 是自己父亲的故人 我是你二叔 我是王林 你的名字 还是我给取的呢 二叔 王宝林满脸诧异之色 脑中寻找了半天的记忆 还是没想起来 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二叔 我自小就拜入仙师门下修炼 一直没回来过 这些年都是书信和你父亲联系 王林解释道 原来如此 二叔快进来坐 王宝林连忙做出一个请进的姿势 王林点了点头 转身进入院内 看着破败不堪的房屋 王林叹了一口气 王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是的 王宝林回答道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修宪 王宝林如实说道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只是我的资质 不知道能不能修炼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等明天我帮你测试一下资质 就算你不能修炼 跟我一起回徐家打理陵园 好 说吧 王宝林快速收拾干净隔壁的房屋 二叔 今天晚上 你就将就一晚上吧 王宝林开口说道 不用了 我练七六层的修为 就是一个月不睡觉都没事 二叔 能不能给我说说修仙界的事情啊 王宝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修仙界又称作修真界 先距离我们太远了 你二叔 我现在是青州府徐家的客卿长老 原来不是仙门仙宗寿徒啊 王宝林上露出一丝遗憾之色 整个西域大陆有规定 想要开宗立派 必须有一位金丹修士坐镇 或者有十位筑基期的修士 整个青州府 只有一位金丹修士 就是筑基修士都非常少 青州府在青阳城内 算是非常中下等之地 徐家才两位筑基修士 就可以横行整个青州 你说厉害不厉害 听完二叔的解释 王宝林点了点头 玄机开口问道 二叔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修真界的基础情况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青州府 属于青阳城的地盘 据我所知 西域大陆一共有三城 分别是青阳城 黑水城 万里城 青阳城内有很多像 青州府这样的地方 比如隔壁的徐州府 庆州府等等 不说这些 我跟你说说修真界的境界吧 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 分别是炼器期 共十三层 前三层炼器初期 四到六层中期 七到九层后期 第十层到十三层 为大圆满 然后是注姬 金丹 元阴 化神 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大圆满 至于元阴之后的修为 我不知道 对于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二叔 我也才是炼器六层修为 放在青州 也算是中下层修士了 听完二叔的解释 王宝林对修真界 有一个初步了解 不要小看炼器六层 我可以无病无灾地活到八十岁 突破到炼器后期 可以活一百岁 炼器大圆满境界 可以活一百三十岁 注姬期呢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初期二百年 中期三百年 后期四百年 注姬巅峰 可以活五百年 三百年 五百年 那金丹期 岂不是可以活千年啊 王宝林一脸向往之色地说道 没错 确实可以活千年 前提是 不受伤 不遇见危险的情况下 不过 修炼需要灵根 没有灵根的人 压根无法修炼 说到这王林面带忧虑地 看向王宝林 大哥大嫂都没有灵根 宝林有灵根的机会不大 二叔 我父母都没有灵根吧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是的 大哥大嫂没有灵根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有灵根 说明我们王家血脉不都是麻瓜 不过你不用担心 就算没有灵根 我会把种植灵药的技术交给你 王林开口说道 王宝林看了看窗外 开口说道 二叔 眼看着要天亮了 不如你帮我测试一下资质吧 看着神情坚毅的王宝林 王林点了点头 他害怕王宝林 无法面对 自己没有灵根的现实 王林叹了一口气 拿出一枚黯淡的绿色金石 别紧张 把手放在侧灵石上 王宝林深深呼出一口气 决定命运的时候来了 凭住呼吸把手放在了侧灵石上 刷 一阵微弱的灵光闪烁 见到这一幕 王林脸上露出一丝狂喜之色 宝林 你有灵根 而且侧灵石那么快就亮了 搞不好不是五星灵根 王林满脸狂喜之色 王宝林脸上闪过一丝狂喜之色 不过有两世的经验和心性 立刻平复了心情 王林立刻从储存袋内 取出一个精美的铜制罗盘 只见罗盘上 闻着密密麻麻的符纹 四周还相刻着精美的金石 快点把手放在罗盘内 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灵感 王宝林点了点头 立刻把手放在罗盘之上 刷 罗盘上的金石快速亮了起来 王林脸上的笑意消失不见 神情有些凝重 一头雾水的王宝林开口问道 二叔 我是什么灵根 你是五星灵根 王林解释道 王宝林更加疑惑地问道 二叔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灵根的等级 没事 你不用担心 你的资质比我好一点点 王林开口说道 听见王林这样说 王宝林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自己不能修炼呢 灵根又称作灵脉 灵根越少 资质越好 天灵根 双灵根 三灵根 四灵根 然后就是五行灵根 至于一些传说中的灵根 我没见过 我不知道 我就是五行灵根 你比我好一点 你五行灵根中有一根是费灵根 如果把这条费灵根剔除 你就是四灵根 不过想要剔除费灵根 需要园音七以上的老祖出手 而且需要大量的灵丹妙药 除非是双灵根 三灵根 或者是四灵根 这样才有剔除费灵根的价值 像你这样的五行灵根 剔除费灵脉的价值不大 就算剔除费灵根 晋升四灵脉 消耗的价值 足够一位五行灵根 突破筑基巅峰 甚至这些资源 可以让一位气运好的五行灵根 修饰 凝结成金丹 听王林这样解释 王宝林也清楚了 自己除非有大机缘 要不然 一倍都是五行灵根 没机会剔除费灵根 不过你不用灰心 五行灵根也可以修炼 也有机会助击 王林开口安慰道 二叔 你放心 我非常知足 能修炼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王林满脸欣赏地说道 不错 不错 你能这样想最好 说吧 王林抬头看了一眼屋外 开口说道 天也亮了 你收拾一下 徐家收图完毕之后 你直接跟着我回徐家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家中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简单带点干粮和衣服 准备离开 片刻之后 王林带着王宝林 走出王家房屋 回头看去 唉 这次我们叔侄二人离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返回家里 王宝林倒是没有那么多愁善感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满打满算才几个月时间 谈不上对王家祖屋 有多深厚的感情 走吧 王宝林跟着二叔来到村口 此时虽然天蒙蒙亮 但是已经有好多人在排队 王仙师 你来得好早啊 王宝林转头看去 只见一位身穿道袍 头戴紫色云差的俊美女子 徐璐小姐 这就是我的侄子王宝林 五行灵根 可以修炼 王林主动介绍 徐璐面带好奇地看了一眼王宝林 面带微笑自我介绍道 我叫徐璐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仙子 王宝林面带笑一道 说话间一位长相俊美 面容硬朗的男子走了过来 王师说 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测灵了 说吧 青年男子悄悄地瞥了一眼王宝林 神情略带警告 王林似乎看出了男子的警告 开口介绍道 谢臣失职 这是我的亲侄子王宝林 谢臣连忙收起脸上的威胁之情 面带微笑 对着王宝林说道 谢臣 多多指教 王宝林看了看谢臣 又看了看徐璐 脸上露出一丝了物之色 远处的黄帆和孙长风 看见王宝林和仙师站在一起 连忙走来询问道 王兄 你这是 没错 负责收徒的仙师 是我的二叔 二叔 二人仙师一愣 接着脸露出一丝羡慕之色 只要你们有灵根 也可以修炼 王林对着二人说道 好好好 我们去排队 二人满脸激动 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 年纪六十岁以上的人退出排队 以前参加过侧林的人退出队伍 王林满脸冷色地 对着乱哄哄的排队众人说道 哗啦啦 排队的人瞬间少了一半 王林点了点头 对着徐璐和谢臣开口说道 赶紧开始吧 徐璐 谢臣 王林三人分为三组开始对众人进行测灵 把手放在测灵石上 什么都不用做 王林对着众人说道 连续测试几波下来 没有一个人通过测试 本来吵闹的场面显得有些沉闷和压抑 王林并没有感到惊讶和失落 旁边的谢臣和徐璐也仿佛已经习惯了一半 转眼半天时光飞逝 目前为止一个有灵根的人都没有 很快轮到孙长风和黄帆二人测试灵根 二人激动地看了一眼王宝灵 旋即黄帆把手放在测灵石上 可是测灵石上没有丝毫反应 你再试一下 王林开口对着黄帆开口说道 脸色苍白的黄帆再次把手伸向测灵石 可是测灵石上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你没有灵根 王林面无表情地说道 黄帆满脸失落落魄地走到一旁 孙长风静止朝着测灵石摸去 测灵石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你依然有两次机会 王林笑着说道 孙长风没有任何犹豫 再次把手放在测灵石上 半天过去 测灵石依然是没有任何反应 哈哈 看来我也没有修炼的资质 孙长风面带苦笑道 以后我们还是安心考取功名 好好娶妻生子吧 黄帆满脸苦涩之色 说吧 二人把目光投向王宝灵身上 开口说道 王兄 祝你一路顺风 先路长青 多谢 王宝灵报全道谢 半天之后 整个村子里的所有人 全部测试完毕 徐璐满脸无奈地说道 当真是一个能修炼的都没有 璐璐 这次也没白来 最起码王师叔的侄子 可以修炼 谢尘笑着说道 徐璐小姐 是指 我们就先带着侄子返回徐家 剩下的几个村子 你们去测试吧 王林开口说道 好好 谢尘见有机会 可以和徐璐单独相处 立刻答应了下来 徐璐看了一眼 谢尘 旋即开口说道 好 王林点了点头 抬手从存储袋中 取出一辆马车 宝林 我们走吧 王宝林好奇地踏上了马车 只见车厢内有四个铺团 车厢内还闻着密密麻麻的神秘符文 王林取出两枚零石 往车厢上面按压去 马车快速朝着天空飞去 见到这一幕 王宝林也是面带惊讶之色 好了 我现在给你说一下徐家的情况 王林开口说道 好的 二说 青州一共有四大家族 分别是李家 徐家 陈家 以及冯家 其中徐家和冯家实力最弱 只有两位住击修士 不过 徐家有一位住击后期的老祖 所以不是垫底的存在 除此之外 青州最强的势力 是太极先门和万福宗 据说太极先门内 有金丹老祖坐镇 而万福宗内 也有十几位住击修士 除此之外 青州还有一些家族 不过没有住击修士 或者只有一位住击修士 不值一提 徐家一共分为三脉 长房徐国辉 也是徐家组长 住击后期修为 徐家二房徐景辉 住击初期 刚刚那个徐露 就是他的孙女 徐家三房徐宇辉 练气十三层 二叔 我就是属于这一脉 王宝林点了点头 既然二叔这样说 徐家三房之间 肯定有争斗 三房只有一个儿子 徐飞 负责三房一切事务 徐与辉基本不管三房的事情 徐飞和我一样 都是练气六层的修士 年纪比你大一些 你要和他交好 王林嘱托道 放心吧 二叔 王宝林点了点头 接着 二叔又把徐家的长房和二房 需要注意的事情说了一遍 经过二叔半天的讲解 也弄明白了徐家长房和二房的情况 徐国辉有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又生下了二十多个孙子孙女 不过能修炼也就十个 徐景辉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又是招揽散修入坠的 一共为徐家生了九十多个孩子 可以修炼的大约有三十多人 这也是徐家的主力军 徐与辉就一个儿子徐飞 而且独苗还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不过徐与辉年轻的时候 喜欢到处游历 结交了不少散修 门下大约有十位散修长老 王林就是属于这十位散修长老之一 负责培育灵药和灵财 打理徐家一半的灵园 片刻之后 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小山脚下 看着光秃秃 颓废的小山 王宝林好奇打亮了一眼小山 你不失望 王林好奇地问道 山内应该别有冬天吧 哈哈 想不到你居然有如此眼见 说吧 王林腰间的令牌 朝着天空飞射而去 本来眼前荒芜的小山 瞬间出现一道亮光 再次抬头 朝着山顶看去 只见山中云雾缭绕 灵气盎然 有许多以山而建的精美房屋 仔细查看 还有各种奇异小兽走动 撑得上人间仙境 王长老你回来了 一位扛着锄头的老头 主动打着招呼 是 刚刚回来 王林转身面带 笑意地示意道 继续带着王宝林 朝着山内走去 二说 为什么这里还有凡人 王宝林满脸不解地问道 说话间 突然来到一处 错落有知的村落之中 只见不少人在田间种地 还有人在学堂内读书 这都是徐家的血脉 只是他们没有林根 就住在山下生活 王林解释道 原来如此 说话间 王宝林和二叔 来到一条热闹的街道之中 只见街道两旁有凡人 也有身穿道袍的修炼者 有卖红薯的小贩 也有贩卖林服的小贩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这个徐家方式 除了徐家内部人 再次兑换资源之外 还有外来散修再次开 店 王林开口解释道 王宝林好奇地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走吧 我们这些有修为的 都住在山腰 至于山顶 则是住基老祖 和三爷居住的地方 王林开口解释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跟着二叔 来到一座通天台阶面前 顺着通天台阶 朝山上看去 只见山腰有一大圈建筑 阁楼殿宇错落期间 在这群殿宇的外面 还有许多造型奇特的建筑 那些精美的房子 都是三房重要人物居住 都是徐家二代 和三代居住的地方 旁边那些奇特的宫殿室 我们这群外来供奉长老 和徐家年轻一辈居住的地方 王林开口解释道 不知不觉 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一座建筑在树上的别院内 别院内就一层 一共有四间房屋 院落中间还有一棵树米高的大树分支 说是大树的分支 可是看起来和凡间的树木一般大小 小树之下有一个石桌 石桌之上放在精美的玉制茶壶 现在刚刚入春 还没发芽 等发芽之后 院落内会飘满红叶 我们整个房屋都会被红叶包裹 那时候还要漂亮 二叔面带笑意地解释道 王宝林明显感觉到这里的空气更加清新 贪婪地大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我的别院内有初级距林阵 这是三爷特地给我们建造的林阵 王林解释道 这里是大殿 是我传道 会客的地方 旁边的房间是我的书房 里面有各种炼气功法 王林指着正面的两个房屋开口道 旁边的两个房屋 大些的房间是炼药的地方 旁边小的地方是我闭关的地方 王林继续介绍道 后面还有一块小地 是我用来研究培养灵药灵财的地方 王林带着王宝林 整个别院的前前后后 全部逛了一遍 王宝林点了点头 这个小别院确实非常不错 以后你就住在炼丹市 反正这个房屋我也用不到 说着王林递给王宝林一枚玉佩 有了这个玉佩 可以自由进出这处别院 要不然你会被禁止挡在门外的 多谢二叔 不用客气 家里熟悉清楚了 我带你去见见徐飞 他现在是三房掌舵人 好的 二叔 接着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了山顶一处豪华庄园内 还没等王林开口 庄园内传来一道声音 王长老 你终于回来了 只见一位身穿蓝色道袍 头戴发际 留着长发的古风美男子走了出来 小飞 这是我的侄子王宝林 你侄子 亲侄子 徐飞满脸惊讶地看向王宝林 没错 亲侄子 王林开口介绍道 什么灵根 徐飞好奇地问道 对外宣称是五行灵根 王林笑着说道 对外宣称 实际呢 徐飞更加好奇地问道 他有一条肺灵根 王林开口说道 哦 一直是听说过这种肺灵根 今日终于见到现实案例了 徐飞满脸诧异之色 小伙子不用气馁 我们徐家大不仁都是五行灵根 好好修炼有助击的机会 一道鼓励的声音 从庄园内部传来 三一 王林面带恭敬地连忙行李道 只见一位身穿道袍 并脚微白 脸庞沧桑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侄子看起来 果然是一表人才 初次见面 没有什么好给你的 这三枚聚气单 给你当作见面里吧 王宝林看着递过来的精美词评 一时之间 也是不知所措地看向二叔 还不快谢谢三爷 哦 多谢三爷次要 王宝林快速把词评接了过来 好好好 老王你带他回去好好修炼 让他尽快进入练气期 有了三爷的聚气单 宝林三个月之内 一定可以引气入体 王林拍着胸脯说道 哈哈 好好好 接着 王宝林跟着二叔 返回了自己的别院 王林从储存袋内 拿出几枚通体有黑的正旗 立刻用灵力催动 正旗立刻消失不见 这是阵法 我接下来要给你传道 免得被外人打扰 王林开口解释道 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闭关室内 这是那气诀 你看一下 王林递给王宝林 一本蓝色的封面的书籍 那气诀是修真界最常见的练气功法 一个月内背熟他 一定要倒背如流 王林面带严肃地吩咐道 好 王宝林立刻接过那气诀查看起来啊 那气诀顾名思义 是引入灵气入体的功法 修炼完毕之后 最高可以到达练气三层 王宝林看书上详细的口诀 以及周天运转路线 即便之后就深深刻在脑海中 我的记忆力貌似增加了 看来浑川也有好处啊 王林见王宝林聚精会神的模样 悄悄地起身 准备离开闭关室 不打扰他背书 二叔 我背下来了 王宝林对着欲要离开的王林说道 什么 你背下来了 你把那气诀详细说一遍 王林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 我直接写下来吧 这样也能把周天运转路线画下来 说吧 王宝林拿起旁边书桌上的笔墨 立刻把那气诀完完全全墨写了出来 一旁的王林越看越心惊 因为自己侄子写得非常正确 望着完整且无措的书本 王林笑着说道 你没有修为 居然一遍就能把书本背下来 想必你的神识也是天赋一饼 顿了顿王林面带严肃地吩咐道 你神识强大的事情 千万不能泄露 二叔 神识不就是窥探得更远 有那么厉害吗 王宝林有些不解地问道 修真戒非常残酷 杀人越货的事情特别多 如果你能看得远 洞察先机相当于多了一条小命啊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原来如此 二叔 你放心 我一定保守秘密 王宝林同样面带严肃地回复道 好 现在我教你修炼 我先用灵力 引导你的经脉运转周天 说吧 王林缓缓催动一道灵力 沿着王宝林体内运转了一个小周天 学会了吗 王林接着问道 会了 我自己试一下 说吧 王宝林运转周天 开始吸纳灵力 运转小周天 一个小周天运转下来 王宝林忍不住发出一阵身影 太舒服了 体内的浊气和疲惫都洗卷空 不错 你成功了 王林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二叔 为什么那些灵气留在我体内的非常少啊 因为是我灵根的问题吗 王宝林不解问道 是的 我们五行灵根吸收灵气的速度特别缓慢 灵根越少 泄露的灵气就越少 留在体内的灵力就越充沛 不过 你还好 我看你留在体内的灵力 比二叔我一开始修炼多很多 想必那条费灵根 虽然帮不上忙 但是也没有泄露灵气 你的资质总体来说 比不上四灵根 但是比我五行灵根好多了 如果有大纪元 剔除这条费灵根 你有机会冲击金单七 王林开口鼓励道 二叔 不用安慰我 修炼本来就是逆天行 走一步算一步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 对对 快点把三爷给的锯气单拿出来 你要尽快突破炼气一层 王林笑着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立刻把精美的瓷瓶拿了出来 锯气单可是一转中阶灵单 炼气三层之前都可以服用 我服下一枚锯气单 应该可以突破炼气一层吧 王宝林不确定地问道 不一定 在此之前 你先洗水炼鼓 这样能提升你吸收灵力的速度 我有一枚一转高阶 洗水单 说吧 王林递来一枚精美的檀木药盒 二叔 这太珍贵了吧 王宝林现在也不是修真界的小白 一枚一转高阶灵单太珍贵了 普通炼气中期的散修全部身价 也就值一枚一转高阶灵单 你 我之间不用如此小而姿态 二叔我已经服用过洗水单 还有就是 二叔 我有种植灵药的技术 比一般修饰要富裕一些 王林满脸得意地说道 好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吧 王宝林接着服用了洗水单 片刻之后 洗水单在体内消解开来 伴随着小周天经脉运转 接着 王宝林便赶到体内传来一阵阵刺痛 皮肤毛孔传来阵阵黑色恶臭无垢 疼痛持续了一个时辰 当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泥人 全身散发着恶臭 洗水成功 哗啦啦 说吧 王林凝聚水球术 直接把王宝林身上的污垢 全部冲散开来 污垢全部洗干净之后 王宝林突然发现自己皮肤变得白皙 体内的疲惫和沉重感也消失不见 就连视力也变得更加清晰 去换个衣服 好的 片刻之后 王宝林换了一身衣裳 再次来到闭关室 现在运转纳气绝 我来为你护法 就按照刚刚我引导你的路线 运转小周天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 王宝林立刻开始运转纳气绝 见到王宝林入定 王林开口道 张嘴 刷 说吧 聚气单快速进入王宝林嘴巴之内 王宝林突然感觉自己的周身经脉 被一团灵力包裹 传来一阵阵刺痛之感 运转纳气绝 不要分神 听见二叔的话 王宝林立刻稳定心神 运转珠天 片刻之后 王宝林突然发现 自己能看见自己的五脏六腑 同时 丹田内出现许多浓稠的灵力 哈哈 不错 成功了 就在王宝林感到好奇的时候 耳边传来王林爽朗的笑意 王宝林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体内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 你已经是炼气一层的修饰了 而且根基非常不错 哈哈 王林一脸满意之色 你好好稳定修为 我就不打扰你了 等你再熟悉几天 我就教你法术 说吧 王林转身离开了闭关室 王宝林也是神情一阵 等学习法术之后 自己算是一个合格的修饰了 想到这王宝林 开始运转神识 开始查看自己体内的情况 可就在这时 丹田的一枚玉牌 引起了王宝林的注意 这玉牌 不是前世的家传之物吗 他也跟着我穿越了 看着悬浮在丹田内的玉牌 王宝林眼中 闪过一丝激动之色 刷 就在王宝林激动之时 玉牌突然爆裂开来 自己的神识 瞬间被吸入玉牌之内 还没等王宝林发出惨叫 就被眼前的场景给惊呆了 只见玉牌内部 居然有三亩 冒着无尽灵力的有黑土地 这 四周混混顿顿朦胧一片 只能看见眼前三亩灵田 当王宝林准备再往前看看的时候 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拦 算了 先修炼要紧 等二叔叫我种植灵药之术 再来研究玉牌内的灵田 连续数日 王宝在闭关室内修炼 已经完全能控制 体内微弱的灵力 哈哈 看来你已经完全掌控灵力了 我现在来教你法术 王林突然出现在洞府内 好的二叔 灵力是法术的基础 法术是灵力的另外一种展现 这是修真界最基础的五行灵术 水球术 火球术 金光术 木春术 土形术 王宝林查看了一下手中厚厚的书本 点点头道 已经记住了 好 先为你展示水球术 说吧 王林催动灵力 掌内出现一团水球 王宝林点了点头 也有样学样 运转灵力 催动水球术 刷 掌心传来一阵微凉之意 一道清凉的水团浮现 只是自己掌心的水球 比二叔的水球要小很多 还不错 还不错 多多练习 要做到瞬间释放水球术 今天你再多练习几遍 我明天我教你火球术 好的 二叔 王宝林点了点头 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 王宝林跟着二叔学习完五行灵术 好了 恭喜你正式踏入修真界 多谢二叔亲自受到 王宝林起身恭恭敬敬地行礼道 哈哈 你是我亲侄子 唯一在人世间的亲人 我肯定要照顾你啊 说吧 王宁递给王宝林一枚玉筒 释放神识 便可看清楚 里面种植灵药的经验 都是我亲自写的 这也是以后 你在修真界立足的本钱 王宁满脸严肃地说道 见王宝林重重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对了 我最近要闭关 你自己好好修炼 好好看看 玉筒内的种植之术 好 二叔终于要突破练七后期了 是啊 我卡在练七六层很久了 你不用担心 没有把握 我也不会闭关的 王林笑着说道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走出闭关室 返回自己的洞府内 返回自己的洞府之后 王宝林开始练习五行灵术 必须要做到 随心所欲的释放五行灵术 徐家山顶 三爷 我儿子死得好惨 你要为我做主啊 徐与辉看着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谢云 开口说道 赶紧起来说说 谢臣是怎么没的 别跪着了 谢云满脸悲伤地起身 开口说道 我儿子代表徐家去收徒 惨死在荒郊野外 还请三爷一定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菲儿 你去把王林叫来 爹 王林长老闭关突破练气七层呢 现在应该是联系不上他 徐飞笑着解释道 对了 去把徐露叫来 徐与辉开口说道 好 徐飞快速朝着山腰飞去 片刻之后 徐露和徐飞一起出现在三房庄园内 三爷爷 徐露乖巧地说道 谢臣死了 徐与辉仔细盯着徐露的表情问道 死了 徐露满脸诧异地看向旁边的谢云身上 我儿子死在荒郊野外 你们收徒的时候 有没有惹上什么羞使 谢云连忙开口问道 没有 我和王林长老先回来的 后面的事情我不知道 徐露面带轻松地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等王林出关 我再来问问他 好 三爷爷 那我先离开了 说吧 徐露离开庄园 三爷 这谢云看着离开的徐露 脸上露出一丝怒涩 等王林出关 你再问问他 人都已经死了 你不能怨天尤人 当务之急事找到凶手 徐雨辉开口说道 三爷说得对 是我失态了 谢云快速调整了心态说道 看着离开的谢云 徐露看了一眼父亲 小心翼翼地说道 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谢臣的死和徐露 这个丫头有关系 徐雨辉叹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这个谢臣 像个狗皮膏药一般 天天缠着徐露 我猜测 也是徐露动的手 那怎么办 要不要警告一下 二房的人 徐飞满脸严肃地说道 没有证据之前 不要乱说话 徐雨辉面带严肃地说道 爹 如果有证据呢 徐飞面带好奇地问道 有证据就抹出证据 二房不好惹 一切等我拿到注鸡丹再说 徐雨辉满脸笑意地说道 谢云那边怎么说 徐飞满脸无奈地问道 李家 冯家 陈家 就说 疑似是他们干的 徐雨辉满脸无奈地说道 就在徐雨辉父子二人交谈之时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淡淡的威压 哈哈 看来王林突破练气七层了 徐雨辉满脸笑意地说道 正在练习法术的王宝林 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把目光投向二叔的闭关室内 只见王林走出洞府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恭喜二叔突破练气七层 是啊 我们徐家又多出一位练气后期的修士 这时 门外传来徐雨辉的笑声 三爷 王林收起笑意 满脸严肃地抱拳行礼道 唉 王宝林也引灵入体了 徐雨辉有些惊讶地说道 多亏了三爷的聚气蛋 王林笑着说道 一番寒暄之后 徐雨辉开口问道 谢臣死了 你们收徒的时候 有没有遇见什么仇人 王林对谢臣的死亡 也是感到一阵惊讶 没有 更何况 谢臣第一次离开徐家 怎么可能有仇人 老谢是有些仇人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 谢臣是他的儿子 所以仇人寻仇的可能性很小 王林皱着眉头说道 好吧 这事情我们查了 大概率与冯家 陈家 李家脱不了干系 徐雨辉满脸怒涩地说道 是的 除了他们 青州还有谁敢对我们徐家动手 王林满脸怒涩地说道 徐雨辉看着暴怒的王林开口 笑着说道 你不用生气 等我突破助击再说 当务之急是拍到助击单 王林神情微微一变道 三爷 终于有助击单的消息了 我们一定要拍下这枚助击单 唉 助击单非常珍贵 李家 陈家 冯家 都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 徐雨辉满脸愁涩地说道 所以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聚凌单依然要练 两手准备 我和大哥 二个 去拍卖助击单 聚凌单还插最后一位气味草 太极先门的大鼠方式 有气味草 王林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让谢云 王家兄弟 唐军和我一起去 不 你们一起去 飞儿也跟着你们一起 免得夜长梦多 徐雨辉面带严肃地说道 什么时候出发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明天 你和老谢关系好 告诉他 一切事情等我突破筑击再说 说吧 徐雨辉带着徐飞离开洞府 送走二人之后 王林脸上神情显得格外凝重 二叔 谢臣居然死了 死了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会不会是徐露所为 王宝林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之色 二房的人都是疯子 你都猜到是徐露杀了谢臣 老谢应该也猜测到了 王林满脸无奈之情 说吧 王林满脸凝重地 看向王宝林开口道 刚刚你也听到了 获得筑击丹的机会不是特别大 后天我和徐飞 要一起去太极仙门的如意方式 二叔我和你一起去吧 王宝林笑意地说道 不行 气味草关乎到聚灵丹的成败 虽然聚灵丹没有筑击丹效果好 但是服用之后 能增加一倍筑击击率 关乎到三爷能不能突破筑击 事情重大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顿了顿王林舒展愁眉头道 等三爷突破筑击 我欠他的人情也就还清了 这些天 你在家好好学习种植之术 二叔你放心 你回来之前 我一定培养出一株灵药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 我去找老谢 你好好在家修炼吧 二叔小心点 王宝林开口关心道 放心吧 谢云洞别愿内 老王 你来了 谢云满脸颓废地说道 三爷让我告诉你 一切等他注击再说 王林淡淡地说道 颓废的谢云 一下子激动地站了起来 当真是三爷和你说的 谢云满脸激动地问道 这件事情 我不敢乱说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好好好 谢云眼中重新燃起一抹金光 准备 准备 后天出发大数方式 王林对着谢云说道 好 谢云点头道 徐家大房洞府内 恭迎大哥出关 徐景辉和徐宇辉面带恭敬的行礼道 嗯 临时准备好了吗 徐国辉开口问道 一万下品临时已经准备好 徐景辉面带笑意地说道 不够不够 能不能再准备一万下品临时 徐国辉问道 这 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徐家一些生意的运转 徐景辉面带犹豫地说道 哼 什么生意比老三突破还要重要 徐国辉面带冷色的反问道 徐景辉脸色顿时一凝固 也不解释什么 好 我一定准备好两万下品临时 见状徐国辉满意地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我们徐家三位助击 以后在青州也有更大的话语权 多谢大哥 多谢二哥 徐与辉满脸感激之情 我们兄弟之间说 这些干什么 徐景辉故作不悦地说道 助击单在万福宗拍卖 我们现在就出发 接着 徐国辉带着徐家高级修士 朝着万福宗飞去 与此同时 王林 谢臣等十位客亲长老 离开了徐家 徐家二房大院内 爹 谢云和王林等人 全部离开了徐家 要不要监视他们 徐璐对着徐红说道 不用了 他们跟我打招呼了 他们出去购买阵法了 徐红淡淡地解释道 哦 没事就好 这次购买助击单 消耗我们徐家大半资源 以后爹想要突破 又要等很久 徐璐一脸不满地说道 闭嘴 长辈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多嘴 也不是你能议论的 徐红面带严肃地呵斥道 爹 我知道了 徐璐立刻闭上了嘴巴 谢臣的死 和你脱不了干系吧 徐红开口问道 这个臭虫天天追着我 烦死了 我就送他归西 徐璐满脸厌恶地说道 糊涂 你怎么如此蛮横 就因为你不喜欢他 就要杀了他 谢臣可是谢云的亲儿子 再怎么说 谢云也是练弃九层的修士 你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吧 徐红越说越怒道 爹 谢云如何能配得上我 他天天缠着我 李家的公子都不敢接近我了 我也是没办法 徐璐满脸无奈地说道 哦 李家那位公子和你有联系 徐红面带好奇地问道 哎呀 爹 你不要问那么多啊 徐璐面带娇羞道 爹 谢臣和三房的人 不会找我报仇吧 徐璐突然面带担忧地说道 哼 你三爷再怎么说 也是你亲三爷 不会为了门下的客亲长老 就要杀了你 徐红面带冷色地解释道 好吧 三爷爷不是最讲义气吗 外人都说他一泊云天 就怕徐璐依然面带担忧地说道 徐红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之色道 哼哼 一泊云天 等他助击成功之后 还会依靠这群伞修吗 这些年 他只是依靠这些伞修 对抗大房和我们 爹 要不要把谢云杀了 徐璐面带冷色地问道 哼 你还真敢想 杀一个炼器九层的修士 除非是炼器十三层修士出手 要不然就是助击出手 你能单独杀了他吗 徐红满脸无奈地看向徐璐 我警告你 别打谢云的注意 就是你大哥也不是他对手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他也不知道是你杀了谢臣 不要多惹事情 徐红满脸严肃地警告道 我知道了 爹 说吧 徐璐转身离开了洞府 徐红望着离开的女儿 也是感到一阵头疼 这个女儿比自己还要心狠手辣 唉 真是随根啊 二叔洞府内 坐在蒲团上的王宝林 缓缓睁开眼睛 经过这些天的琢磨 自己似乎已经摸清楚了 丹田内林田的作用 松林草居然数日就发芽了 不用了几个月就能成熟 看来这个林田有催熟的作用 有了这个东西 先到可期 先到可期啊 叮叮 就在这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 王宝林收敛起脸上的笑意 满脸诧异地自言自语道 徐家出什么大事情 居然召集所有弟子 虽然诧异 可自己并没有出去 因为二叔说过 不论徐家发生什么 自己只需好好修炼便可 更重要的是 自己不算徐家的人 连徐家的令牌都没有 过了片刻之后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音 王长老的侄子在家吗 一道嚣张跋扈的声音 在门外响起 王宝林心中也是一愣 难不成是二叔的仇人 不对 这是徐家 怎么可能有仇人 想到这王宝林 直接打开了别院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 徐露和一位长相白白净净 面带微笑 和神情不羁的男子 今日是我和李明纯订婚之日 明纯买了很多开灵单 刚刚钟声响起的时候 大家都来了 就你没来 我特地给你送上门来 徐露面带笑意地说道 恭喜 恭喜 男才女貌 天作之和 天作之和呀 王宝林面带笑意 不要钱的好话 一连串地说了出来 哈哈 好好好 别人一枚开灵单 你必须两枚 李明纯满脸笑意道 说吧 递给王宝林 一枚蓝色瓷瓶 里面放着两枚开灵单 多谢李明纯公子 王宝林抱全道谢 好 我们不打扰你修炼了 说吧 二人离开了别院 望着远去的二人 王宝林收起脸上的笑意 看着手中的两枚开灵单 心中不禁感叹道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订个婚 我这种不相干的人 都能获得好处 另一边离开的李明纯面带不屑地对着徐璐说道 你多虑了 这个王宝林也是一个士快之辈 再者说 谢臣是我杀的 他当时还是一个凡人 能知道什么 是啊 没事就好 等爷爷他们回来 我们就立刻成婚 徐璐满脸爱意地看向李明纯 好好好 李明纯满脸猴急地说道 另一边王林和谢臣等人来到徐家山下 几位叔叔勃勃辛苦了 七位草终于顺利拿下 下一步就是炼制巨灵单 徐飞满脸笑意地说道 炼单我不擅长 这就交给谢云和三爷了 王林满脸疲惫地说道 放心 交给我吧 谢云满脸淡定地说道 快点来人 快点来人 一道急切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王林回头看去 发现了身受重伤的徐景辉 三爷 二爷这是怎么回事 王林和谢云等人都是 一脸诧异地看向重伤的徐景辉 过来帮忙 先把二哥扶进去 徐雨辉开口说道 爹 爹 徐红慌忙从山上飞了下来 三伯 这是怎么回事 大伯呢 徐红满脸不解地问道 先不说这些 赶紧把二哥扶回房间内 徐雨辉满脸着急地说道 片刻之后 徐家大殿内众人刚刚安顿好徐景辉 三伯赶紧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徐红满脸着急地说道 我们遇见了不明驻鸡修士的追杀 他一共有三人 徐雨辉面带严肃地说道 三位驻鸡修士 大伯人哪 对面阵容的疑问 徐雨辉面带苦笑地说道 大哥独自拖住三位驻鸡修士 为我们撤退赢得了时间 这 徐家上上下下顿时沉默不语起来 大家不用慌张 爹有脱身的办法 他身上有顺衣服 徐国辉的长子徐志诚 满脸平淡地说道 怪不得大哥有自信 拖住三位驻鸡修士呢 徐雨辉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爷爷醒了 徐露突然开口说道 众人立刻把目光投向 刚刚苏醒的徐景辉身上 不要慌张 大哥驻鸡后期的修为 整个青州能对他造成威胁的 也就那几个人 我们在外地也有没有仇人 无非是为了我们手里的驻鸡丹 老三 既然你得到驻鸡丹 就赶紧闭关吧 大哥那边你不用担心 徐景辉有条不紊地解释道 二哥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徐雨辉满脸严肃地说道 好好 老三也要闭关 我要养伤 家族的安全就交给徐志诚了 徐景辉对着长房长子徐志诚说道 二伯 三伯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徐家 爹 徐璐和李家李明纯已经订婚 能不能先把婚事举办好 徐红开口说道 好 你看着办吧 徐景辉淡淡地说道 山腰别怨呢 二说 你那么快回来了 七味草找到了吗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王林点了点头 脸色有些凝重 怎么了 二说 王林叹了一口气 把徐景辉受伤 徐国辉下落不明的事情 说了一遍 不会吧 拍卖一个助击单 居然如此惨烈 王宝林满脸诧异之色 王林看了一眼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谁说不是呢 还好我们顺利得到了七味草 一路上没有遇见任何危险 王林突然伸手使用正旗 把整个徐家别院 全部隔绝起来 二说 你这是 不要多问 徐家现在是多事之秋 徐家三兄弟虽然是亲兄弟 但不是一个妈的 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这次被袭击非常蹊跷 王林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二说 你意思是 三爷出手 暗算了大房和二房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不对 也有可能是二房和长房暗算三爷 无论是哪一种结果 都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我以道心启示 徐与挥部突破助击 我无法脱离徐家 但是你不一样 你和徐家并无瓜葛 等你突破练七二重 我就送你离开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 我听二说的 王宝林并没有贪恋在徐家的优渥生活 毕竟生活在优渥 也得有命享受才行 王林看着满脸淡定的侄子 心中忍不住感叹道 丝毫不贪恋富贵生活 而且无论遇见什么危险都如此淡定 单单这份心态 自己就远远不如他 也许宝林在先途上比我走得更远 二说 我觉得事不宜迟 我可以现在就离开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正在内心感慨的王林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侄子貌似不是星星好 只是单纯的怕死 不用 徐宇辉突破助击 最快也要一年时间 这段时间 你就好好闭关突破练气二层 还有两枚聚气单 足够让你突破到练气二层 王林开口说道 对了二说 那个徐璐和他未婚夫李明纯 给我两枚开灵单 说是订婚的礼品 整个徐家所有弟子都有 我没敢服用 你看看 王林仔细查看了一番 开口说道 没错 就是开灵单 没有问题 两枚聚气单 两枚开灵单 足够你突破到练气三层了 赶紧闭关吧 就算用灵单堆 也要尽快突破练气二层 王宝林点了点头 立刻转身 开始闭关去了 青州李家 李明纯满脸严肃 对着李军人说道 爷爷 我已经和徐家徐璐订婚 下一步就是成婚 至于爷爷 你说的徐家宝贝 我也旁敲侧击地问过 徐璐似乎真的没听说过 李家家主李军人开口道 不可能 徐老二上次醉酒亲口告诉我的 不可能有错 徐景辉 他不是受伤了吗 李明纯满脸诧异地问道 受伤个屁 袭击他们的人 是我们李家人 本想着夺取助击单 没想到徐国辉那么厉害 一个打我们三个 这个老东西 绝对已经是筑计巅峰了 李军人满脸忌惮地说道 这李明纯心中 也是掀起滔天巨浪 没想到袭击徐家的人 居然是自己家 爷爷 徐家到底有什么宝贝 李仁军满脸不解地问道 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看徐景辉如此紧张 应该是重宝 李仁军满脸贪婪地说道 好吧 转眼半年时光飞逝 徐家上空突然一阵恐怖的威压 朝着众人袭来 正在闭关的王宝林 也被这股威压吓了一跳 也是满脸惊恐地看向远处 徐雨晖突破了 恭喜三爷突破注击 徐家众人满脸激动地怒吼道 宝林 你突破练气二层了吗 王林询问道 还没 差一点 王宝林对着二叔解释道 徐家不要再呆了 大鼠方室内 还有我一个商铺 那里属于太极仙门的地盘 我和管理方式的长老有些交情 你在那里没人敢动你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虽然不知道 二叔为什么那么着急 但也没问原因 而是开口说道 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 趁着徐雨晖沉浸在喜悦之中 后院的灵要你 全部带走 王林吩咐道 片刻之后 王宝林收拾好一切之后 跟着二叔一起朝着山下走去 刚刚来到山下 户门的徐家弟子面带好奇地问道 王林长老 这是去哪里啊 去一趟大鼠方市 想要给我侄子买一枚洗髓丹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户门的徐东满脸羡慕地看了一眼王宝林 自己虽然是徐家弟子 也没有洗髓丹链体的待遇 徐家的弟子太多了 不可能每一个都给一枚洗髓丹 如果每个人都给一枚洗髓丹 徐家分分钟就破产了 王林长老慢走 王林带着王宝林 直接朝着大摇大摆 乘着马车朝着大鼠方市走去 我用了全部身价 在大鼠方市买了一个商铺 要不然这些年 我的修为也不会停在原地不动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这个大鼠方市的商铺很值钱吗 王宝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哼 那当然 我当初买这个铺子 可是花费了我两千下品铃食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那么多 王宝林也是满脸诧异地说道 现在大鼠方市的商铺 要五千下品铃食 王林满脸得意地说道 王宝林 果然宇宙的尽头是炒房 经过半个月的路途 终于来到一片荒芜的山野之中 二叔 这里附近也没有树木 也没有小山 大鼠方市在哪里 王宝林环视一圈 满脸疑惑地问道 稍等 王林拿出一枚玉佩 灵力催动 眼前一阵强光闪过 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古建筑群 里面还有来往叫卖的声音 这就是青州最大的方市之一 是太极仙门建造的 青州另外一个大的方式 是如意方 背后是万福宗 一开始 万福宗的如意方式 是青州最大的交易市场 毕竟万福宗擅长制作灵符 整个青州七城灵符 都是来自万福宗 放在整个青阳城来说 万福宗的灵符出货量 也算是比较大的 所以当时太极仙门建造 大鼠方式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看好 我趁机买了一个小商铺 准备养老用的 没想到太极仙门出现了一位 金丹真人 大鼠方式也随之变得热闹起来 说吧 王林嘴角不禁露出一丝 得意得笑意 外面的阵法和禁止 是为了防止凡人误入方式 王宝林点了点头 跟着二叔穿过阵法和禁止 进入了大鼠方式内 一眼看去 只见一条长道无边际的街道 街道两旁是三层高的商铺 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道友 看看我这里的灵符 童所无欺 道友 我这里有灵丹 过来看看 一阵阵小贩叫卖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起 王林并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带着王宝林 朝着前方走去 走了大半天 穿过大半街道 来到一座大门紧闭的三层商铺 停了下来 这就是我买的商铺 王林拿出一枚玉佩 瞬间打开了商铺的禁止和阵法 王宝林好奇地跟着王林进入商铺内 商铺一层大约有四十多平米 一共三层 一层就是商铺 第二层是储存室 里面放着炼丹炉和原材料 第三层是闭关室 顶部还有一个小型距林阵 不错 不错 王宝林忍不住感叹道 你先在这里住下 等我处理好徐家的事情之后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王林笑着说道 你熟悉熟悉这里 等一会我带你 去见见马长波长老 他是这个方式的管理者 以前他和我一样 都是练器修饰 后来把大鼠方式建设得特别成功 太极仙门赏赐他一枚注击单 前些年注击成功了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二叔 我不理解徐家为什么要斗得死去活来的 就算不是一个母亲 他们也是同一个爹的 你记住修真界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我多多少少也猜测到了一些事情 徐家应该有一件重宝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应该是为了这件宝贝 王林面带凝重地说道 原来如此 这样一切就能都说得通了 王宝林面露恍然之色 二叔 你还是尽快离开徐家吧 反正徐三爷突破筑基了 你欠下的人情也还清了 赶紧离开徐家这个是非之地 王宝林满脸担忧地说道 唉 这次谢云他们炼制出了两枚巨灵弹 我必须要弄到一枚 我已经和谢云商量好了 条件就是杀了徐洛 王林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二叔慎重啊 徐家就是一个烂摊子 现在徐宇辉已经突破筑基 你的誓言也已经完成 没必要冒如此大的风险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唉 你就不用多劝说了 为了助击我必须拼一把 先路崎岖 不赢男儿上是没有机会的 王林神情坚定地说道 王宝林健壮 也只能闭上了嘴巴 话已至此 再多说什么都废话 二叔你多加小心 王林点了点头笑道 好 我带你去见见马长波长老 王宝林点了点头 跟着二叔来到街道 最繁华的一座商铺面前 这里就是管理大鼠方式的地方 看着眼前巨大的商铺人来人往 门头上方挂着一块金色长匾 上面写着多宝格三个仓镜的大字 王先师 师父在楼上 我领你去 一位练气五层的青年 面带恭敬地走了过来 你是黄涵吧 上次见到你 还是练气三层 谢 再都练气五层了 这才几年时间 后生可畏啊 王林满脸诧意地说道 哈哈 王先师说笑了 黄涵嘴角扬起一道得意之色 但还是非常谦逊地说道 王宝林跟着黄涵从后门进入 瞬间来到多宝格三楼 只见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 满脸热情地迎接道 哈哈 王兄 许久不见啊 见过马长老 我们是好久没见了 王林满脸笑意地附和道 坐坐坐 马长波对着二人说道 坐下之后旁边的侍女立刻奉上茶水 王林浅浅尝一口忍不住开口道 好茶 好茶 喜欢你就带些走吧 马长波笑着说道 那就多谢马兄了 王林并没有拒绝道 马长波见到王林没有拒绝 心中闪过一丝异动 这位是王兄的弟子吗 马长波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 他是我的侍子 宝林过来拜见马长老 王林开口笑道 王宝林不卑不亢地说道 拜见马长老 好好 坐 看了一眼王宝林之后 马长波把目光投向王林身上 王兄 许与辉突破助击了 你自由了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大数方式 一切待遇和太极仙门的内门弟子一样 马长波满脸笑意地说道 这时旁边的王宝林才意识到 原来马长波是想招揽二叔 终于知道他一个助击修士 为什么对一个练气七层的散修那么客气了 哈哈 马兄已经第二次招揽我了 上次我有誓言在身上 这次再拒绝就是不识好歹了 我愿意加入大数方式 但是我先要和徐家做一个了断 王林开口说道 好好 我等你 马长波满脸笑意地说道 我这次就是带侄子来拜见马兄 以后他就在这里经营商铺 王林笑着说道 你放心 我在这里罩着他 没人能伤害到他 马长波面带笑意地说道 多谢马兄 我处理好徐家的事情之后 便会立刻返回大数方式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 哥令牌你拿着 关键时刻 说不定能救你一命 我可不想 得到一个死的灵钥匙 马长波笑着说道 哈哈 多谢马兄 王林不客气地接过令牌 不用谢 我在大数方式后面 开更了24万亩的灵园 就拜托给你了 马长波满脸严肃地说道 王林嘴角一阵抽搐 24万亩的灵园 这不把我累死啊 我还有时间修炼吗 道友不用诧异 宗门内有人和你一起 打理灵园 灵园每年产生的灵药和灵财 你可拿走3% 马长波开口说道 好好好 告辞 处理好徐家的事情 我这就过来 王林立刻答应下来 慢走 小孩你去送送他们 好的师父 说吧 黄涵恭恭敬敬地 把王宝林二人送出多宝阁 片刻之后 黄涵送走王宝林 叔侄二人返回三楼 送走他们了 马长波开口询问道 嗯 送走了 师父 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练器师那么客气 还给他们3%的奖励 黄涵一脸肉痛地说道 哼 其实宗门给了5%的奖励 我不动一根手指 就白白赚了2%的差价 你也不用不服 有本事你去打理那些灵源 能把那么大的灵源打理好 是需要技术的 筑基修士 不可能亲自打理灵源 练器器能打理好那么大灵源的人 屈指可数 知根知底 又有技术的人只有他 马长波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还是师父考虑的周到 马长波看了一眼黄涵 开口解释道 宗门内的灵源 只供内门弟子 和清传弟子 大数方式的灵源 就是供外门弟子修炼用的 不可马虎 黄涵点了点头 玄机开口说道 好 我全力配合他们 另一边王宝林 送王林走出方式 我处理好徐家的事情就回来 有马长波给的令牌 徐家不敢动我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 二叔你小心点 王宝林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回去吧 说吧 王林的身影 消失在方式门口 徐家 王长老 怎么只见你一个人回来 守着山门的 徐东面带好奇地问道 哎 别提了 我在大数方式 有一个商铺没有人打脸 我那个侄子一听 就自告奋勇地答应了下来 现在赖在大数方式不走了 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王林长老在大数方式 还有商铺 徐东满脸诧意地问道 哈哈 我与马长波乃是顾交 当时他建立大数方式的时候 我就咬牙支持了他一下 要不然我也不会现在才练起七层 王林满脸无语地说道 原来如此 徐东满脸羡慕之情 这是大数方式的令牌 进入买东西 可以打九九折 王林递给了徐东一枚令牌 徐东满脸喜悦地接过令牌 满脸激动地说道 多谢王长老 别看只是大数方式的令牌 也别看优惠力度小 如果徐东拿着此卡 获得家族采购权 过不了多久 他就能成为徐家最富有的人之一 王林自己 一共也才有两枚玉牌 一枚给了折王宝林 另一枚就给了眼前的徐东 倒不是王林有多好心 主要是给徐东一个好印象 方便自己实施计划 好喜刷自己的嫌疑 都是自己人 客气什么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对了 最近徐璐小姐和李家公子 婚礼办了吗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还没 二人这些天 外出完成家族任务去了 还没回来 徐东如实禀告道 好 我先回去闭关了 说吧 王林返回自己的洞府内 王长老慢走 远处的徐东满脸热情地欢送道 另一边王林刚刚返回洞府 便看见自己的洞府内 多了一枚玉筒 谢云这个老鬼 居然私自进入我的洞府 不过这老鬼对阵法和静止的理解 确实有一套 吐槽完毕之后 王林用神识查看了一下玉筒内容 里面是徐璐的踪迹 王林叹了一口气 旋即朝着院子内的大树走 只见王林在大树边上摸索了半天 找到了一个机关 使劲按下机关 大树突然出现一个狭小的入口 王林环视一圈 立刻跳了进去 半天之后 王林出现在山下一处荒野外 还好我挖了一个密室 要不然 还真无法躲过徐家眼目 王林满脸得意地说道 王林也不敢怠慢 立刻按照玉筒上的地址走去 另一边李明纯陪着徐璐 刚刚完成家族任务 璐璐 这次你回去 一定要搞清楚 徐家的宝贝是什么 只要我们二人获得了这个宝贝 我们二人就能突破筑击 就是金丹七也有希望啊 李明纯满脸激动地说道 明纯哥 你放心吧 为了我们俩的未来 我一定打探清楚宝物的下落 徐璐满脸坚定地说道 仿佛为了二人的未来 他宁愿背叛家族 其实也不怪精明的徐璐 突然变得白痴 主要是李明纯给其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李明纯说 只要得到徐家的质保之后 他不会把宝物交给家族 而是留下来给二人使用 徐璐为了自己的小家 便答应下来 李明纯听见徐璐答应下来 脸上露出一丝激动之色 我先走了 想一个借口应付我们家的老左 你也小心点 说吧 李明纯和徐璐就此分开 徐璐返回的路上心不在焉 一直在想如何打探族内宝贝的下落 我在徐家那么多年 没听说过有什么宝贝啊 不过既然明纯哥说了这件事 应该不会有假 我要在不惊动大家的情况下 获得这个宝贝 徐璐小姐 你怎么现在还没完成任务 一道诧异的声音 突然在徐璐耳边响起 徐璐也被吓了一跳 满脸诧异地问道 王林长老 你不是外出了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三爷和二爷打起来了 王林上来就是王炸 徐璐脸上露出不解和诧异之色 这是为了什么 徐璐话音还未落下 突然感觉自己的腹部一凉 旋即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王林 王林没有理会徐璐 抽回手中的刀子 立刻催动藏在衣袖之中的火爆符 哄 汹涌的火光瞬间把徐璐烧成一团焦炭 王林见到自己如此轻松 就杀了徐璐 满脸无奈地说道 那么轻松就被我袭杀 看来你的经验还是太难 王林哪里知道 徐璐刚刚在思考徐家宝贝的事情 突然又被徐家二房和三房开战的消息 打乱了思绪 这才被偷袭了 王林把徐璐身上的存储袋收了起来 旋即准备返回徐家 你那么快就搞定了 这个徐璐那么好杀吗 就在这时 谢云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王林看见来人是谢云 忍不住吐槽道 老谢 你吓死我了 这是聚灵丹 就到我们之间没见过呀 王林接过聚灵丹查看一下 发现没有问题 旋即开口说道 慢着老谢 我是从密道离开徐家的 这样 他们就怀疑不到我身上了 你这样大摇大摆地返回徐家不好吧 谢云冷笑一声 我已经完成徐宇辉的恩情 他也突破住击了 没有我炼制的聚灵丹 光靠住击丹 徐宇辉压根就无法突破住击 人情我已经还清了 顺便和你说一句 我现在是陈家的合作伙伴 王林满脸惊讶之色 开口道 你你 厉害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徐璐死了 他们肯定会怀疑到我头上 到时候 我会面临徐家和李家的双重追杀 我只能投靠陈家获得庇护 你也赶紧离开徐家吧 徐景辉和徐宇辉要开战 应该是为了那件宝贝 谢云开口劝说道 我回去说清楚就离开 王林开口说道 多多保证 后会无期 说吧 谢云转身离开了现场 徐家山顶 徐宇辉看着突然拜访的王林 叹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你也是来辞行的吧 是的 三爷突破住击了 我帮不了三爷什么忙了 王林满脸唏嘘地说道 可是 你可以帮我们打理灵天啊 一旁的徐飞满脸着急地说道 听见徐飞的话 王林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不见 自己什么时候成为你们徐家的奴仆了 真是搞笑 徐宇辉仿佛看出了王林的不悦 连忙对着徐飞呵斥到 飞而住嘴 王林道友又不是我们的家奴 赶紧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徐飞连忙道歉道 徐飞公子不用道歉 我又没有生气 我们后会有期 说吧 王林不给徐宇辉挽留的机会 直接抱拳告辞 望着离开的王林 徐宇辉并没有阻拦 只是悠悠叹了一口气 满脸愁色地说道 又少了一个助手 爹 你就这样放他离开 这些年 我们没少给他安慧 徐飞满脸不愤地说道 哈哈 我已经突破住机 他们离开就离开吧 徐宇辉满脸笑意地说道 徐飞只能善善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十门外传来一阵怒骂声音 徐宇辉 徐宇辉 徐璐陨陨落了 是不是你们三房的人干的 就在这时候 徐景辉带着一群气势汹汹的人来到三房庄园内 徐璐陨陨落了 徐宇辉满脸诧异之色 徐宇辉你别装了 徐璐就是你们杀的 今天我就要代替大哥执行家法 说吧 徐景辉不给徐宇辉狡辩的机会 抬起手中的飞剑快速刺来 动手 徐宇辉怒喝一声 只见十几位练气后期的修士 全部从庄园内跳了出去 一时之间 兵强马状的二房 居然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老三 你早就包藏祸心了吧 见此情形 徐景辉满脸怒涩地问道 二哥 把宝贝交出来 我们依然可以和平相处 徐宇辉满脸笑意地说道 那件东西 不是在你手里吗 徐景辉满脸诧异地看向徐宇辉 放屁 我亲眼看见 大哥把那件宝贝递给了你 徐宇辉满脸怨毒地怒骂道 大哥解不开那件宝贝的用处 让我试试能不能解开 最后还给大哥了 大哥说 把那件宝贝给你试试 看看你能不能解开 这件宝贝应该在你手里 这也是我亲眼所见 徐景辉满脸怒涩地说道 放屁 你就是想要独吞宝贝 今天不把宝贝交出 来 我就灭了你 徐宇辉满脸恶毒地咆哮道 白痴 你一个助击出妻 还想灭了我 说吧 徐景辉把飞剑悬浮在胸前 剑身被一阵蓝色亮光覆盖 搜 飞剑快速划破长空 朝着徐宇辉杀去 轰轰 一阵火光在徐宇辉的周围爆裂开来 徐宇辉面前的护盾立刻被打碎 身体重重飞了出去 老三 把宝贝交出来 我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徐景辉满脸得意地说道 好 我给你 倒地的徐宇辉突然催动 藏在衣袖之中的灵符 刷 一团巨大的火鸟 快速朝着徐景辉袭来 徐景辉早有准备 掌中多出一枚精致盾牌 灵力注入 盾牌迎风渐长 一道巨大的盾牌 护在徐景辉上空 轰轰轰 一阵巨响 尘土飞扬 碎石乱飞 火光四射 徐景辉满脸狼狈地倒在地上 兄弟二人两败俱伤 此时旁边的战斗也接近尾声 二房的人死伤无数 旁边刚来劝架的大房 也有很多人受伤 碰 就在双方打得热火朝天之时 一具尸体掉在战圈中央 众人定眼一瞧 正是掌房长子徐志诚 什么人 就在众人都把目光 集中在徐志诚身上的时候 身为助机修士的徐景辉和徐国辉 立刻把目光投向门外 一阵冷笑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李军仁 你要和我们徐家开战不成 徐景辉满脸怒涩道 开战 你们现在也配 我们李家随时能消灭你们 李明纯满脸不屑地说道 你 你可是我们徐家的女婿 居然如此歹多 闭嘴 要不是为了套出徐家宝贝 我早就踹了徐露那个纯女人 李明纯满脸不屑地说道 你你你 我和你拼了 徐红手持武器 朝着李明纯袭击去 爷爷 李明纯立刻躲在李军人身后 碰 一阵剧烈震动 徐红直接重重飞了出 倒在地上大口吐血 眼看着活不了命 徐景辉和徐宇辉对视一眼 二人运转最后的力量 朝着李家的人群冲去 杀光李家 此时 另一边刚刚通过秘境 走出徐家的王林 心有余悸地 看向远处的徐家山脉 王林离开没多久 二房和三房便开战 然后李家的人 又气势汹汹地赶来 这一刻 傻子都明白 徐家应该是彻底没落了 还好老子离开得及时 徐家内讧 反而让外人占了便宜 王林心中满是唏嘘地说道 徐家山顶 爷爷 徐家除了一个叫徐东的人 逃跑之外 无意活口 李明纯满脸严肃地说道 宝贝找到了没有 李军人对着身后的二弟 李军德问道 大哥 整个徐家上下都找遍了 徐家山脉都派人寻找了一番 还是没有找到那件宝贝 李军德面带严肃地说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李军人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大哥 二哥 有没有可能宝贝被徐国辉带走了 年纪最小的李军义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有这个可能 上次他摆脱了 我们三人的追杀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可能带着宝贝藏起来了 李军人点了点头 徐家都被消灭了 徐国辉老贼还是不出现 这件宝贝不得了啊 李军德满脸贪婪地说道 还是徐国辉心狠 为了宝贝连家族都不要了 李军义满脸唏嘘地说道 但是只有一旁的大哥李军人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徐国辉可是筑机巅峰 自己三兄弟连手都奈何不了他 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灭掉徐家 难不成他还有什么后手 全力追击那个徐东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李军人开口吩咐道 爷爷 徐家还有两个客亲长老谢云 王林刚刚离开徐家 宝贝会不会在他们身上 李明纯开口问道 这种可能不大 如果他们拿走了宝贝 他们徐家还会内讧吗 不过抓住他们再说 李军人开口说道 好 我这就去找他们 李明纯立刻行动起来 身在大数方式的王宝林 还不知道徐家的巨变 白天修炼 晚上研究玉牌内的灵田 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经过这些天的研究 王宝林对玉牌内的灵田 也渐渐熟悉了起来 灵田内的松林草 已经完全成熟 虽然松林草 不是什么珍贵的灵药 可正常发芽成熟 也需要三年时间 在灵田内种下松林草 到现在一共才过了十个月 成熟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就这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店铺外响起 宝林 我回来了 二叔终于回来了 王宝林立刻下楼迎接道 二叔你没事吧 王宝林上下打量着王林 没事 没事 我跟你说你 这次还好我跑得快 晚一点 我就回不来了 王林心有余悸地说道 杀徐鹿的时候 遇见危险了 王宝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徐鹿被我两招杀死 是徐家的事情 接着 王林把徐家内发生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听完徐家遭遇的事情之后 王宝林也是愣在原地半天时间 徐家在青州已经横行几百年了 就这样被灭族了 王林看着吃惊的侄子 笑着说道 这不很正常吗 千年仙门也有被消灭的时候 修真戒是非常残酷的 就是金丹老祖也有陨落的可能 王宝林点了点头 开口接着问道 徐国辉现在还下落不明 会不会寻仇 不知道 我也感到非常奇怪 难不成徐国辉真的陨落了 王林满脸疑惑道 不知道 不说他们了 我看你也快突破了 这些日子 确实没有偷懒 王林面带笑意地 打量着王宝林 二叔没回来之前 我心静不下来 现在就去闭关了 王宝林开口说道 好 我在楼下为你护法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转眼数日时光飞去 闭关室内 坐在蒲团上的王宝林 缓缓睁开了眼睛 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灵力 又增加了不止一倍 王宝林自言自语道 服用了两枚开灵单折 才突破 突破炼气二层的难度 比炼气一层高了数倍 想到这王宝林 朝着楼下走去 你已经是炼气二层的修士 不错 不错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多亏了李明纯的开灵单 服用了两枚开灵单才突破 还剩下两枚聚气单 不知道能不能突破到炼气三层 王宝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不用担心 等大鼠方式外的灵源 进入正轨之后 我们就不愁资源了 王林笑着说道 就在舒直二人 畅想未来的时候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 哀嚎的求救声音 救命 救命 王林长老救命啊 王林和王宝林 都是神情一愣 什么人在店铺外求救 舒直二人把目光投向门外 只见一位衣衫褴褛 全身漆黑的男子 跪在店前求救 你是何人 王林满脸疑惑地看向他 心中暗暗道 我不认识乞丐啊 这是谁啊 我是徐东 这是你给我的大鼠方式令牌 徐东连忙拿出一枚令牌 徐东 你逃出来了 王林立刻认出了眼前的人 我一路装作乞丐 这才逃过了李家的追杀 徐东满脸苦涩地说道 徐家 还有其他人吗 王林开口问道 没有了 我侥幸逃脱 实在是无路可退了 这才来投靠王长老的 徐东满脸苦涩地说道 好好好 你就暂时在大鼠方式住下来 这是太极仙门的地盘 李家不敢放肆 王林开口说道 多谢王长老收留 徐东喜出望外地说道 你先换一身衣服 我带你去找马长波长老 让他给你安排一份职位 这样才能保住你的安全 多谢 多谢 徐东满脸感激地说道 一番整顿之后 一行人来到多宝阁 一见面 马长波还没等王林开口 率先开口问道 徐家到底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 徐家一夜之间就没了 王林叹了一口气 开口说道 是徐家内讧 被李家承虚而入 李家 原来如此 马长波脸上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稍等片刻 我来把这个消息递给宗门 马长波朝着另外一个房间走去 片刻之后 马长波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林元已经准备完毕 我带你去看看吧 先不急 能不能先给徐东在大数方式 安排一份职位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马长波立刻把目光投向徐东身上 上下打量着什么 传闻徐家有一件宝贝 徐家内讧是因为他 李家不顾一切攻打徐家 也是为了他 你知道这件宝物的下落吗 徐东满脸怒涩地说道 没有什么宝贝 李家就是为了吞并我们徐家找的借口 如果真有什么领宝 我怎么听都没听过 看着暴怒的徐东 马长波确定徐东什么都不知道 玄机开口说道 大数方式还缺少一个寻接侍卫 愿意不愿意干 我可是练弃六层的修士啊 徐东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一个月三十块零食 马长波补充道 我练弃六层 足够适应寻接侍卫的工作 徐东立刻答应了下来 徐东在徐家一个月才二十块零食 工作是守大门 现在是寻接侍卫 工作本质没有改变 工资反而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 不用担心李家的追杀 傻子才会拒绝 黄涵 你去带徐东小友熟悉工作 马长波转过头 对着身后的弟子说道 好 徐东道友跟我来 黄涵领着徐东走了出去 目送徐东离开之后 马长波笑着对着王林说道 你们叔侄二人跟我走吧 去看看大鼠陵园 大鼠陵园 王林神情一愣道 对 我给他起的名字 就是大鼠陵园 马长波一脸激动地说道 宗门会不会有意见 王林试探性地问道 你放心 我是金丹老祖的人 只要产量上来 宗门内没人为难我的 其实我本来想叫长波要员的 想想太高调了 就改成大鼠陵园 马长波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王林忍不住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笑谈间 王宝林跟着马长波 来到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脉脚下 抬头看去 前方有一座座高达三四百丈的高峰 山间隐隐约约还能听到瀑布的声音 面前则是一大片望不到边的 郁郁葱葱树木 和一座座美丽的梨园 阳光照射下 大片翠绿仿佛和天空融为了一体 显得格外的壮丽 马长波笑着说道 阵法还没布置 等上号金丹老祖出关 他来亲自布置阵法和禁制 那时候 外人就无法看见这片陵园了 居然是金丹老祖亲自布置阵法 看来宗门对这个要员投入很大 王林满脸诧异地说道 我们太极仙门的外门弟子太多了 不仅是青州的人来拜师 隔壁青州 徐州的人也来拜师 现在外门弟子保守估计二千多人 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基本资源 马长波满脸无奈地说道 原来如此 不知道能不能把我的侄子送入外门 王林开口说道 他现在的待遇比外门弟子好 为什么想不开嫁入外门 必须想办法进入内门啊 马长波开口说道 我侄子只是五行灵根 不过有一根灵根是废灵根 进去内门的机会不大 王林解释道 他现在已经是外门弟子的待遇了 青传弟子不要想了 但是成为内门弟子 还是有希望的 通过试炼就可以了 马长波解释道 暂时不说这些 先把灵源打理好再说 王林摆了摆手道 说话间 众人来到灵源门前 这时 三位强横的气息 突然降临在众人眼前 闲人直播 王宝林也是背后一惊 眼前三人清一色 都是助击修士 三位助击修士 看护大鼠灵源 这个阵容够豪华的呀 是我 马长波 马长波连忙解释道 原来是老马啊 这个人就是灵药师吧 三人把目光投向王林身上 马长波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王林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太极仙门的 王浩岳长老 李长空长老 刘秋长老 王林拉着王宝林 立刻恭敬地行礼道 见过各位长老 花果树生虫 该如何治理 刘秋长老 突然开口询问道 王宝林也是一愣 玄机明白过来 这是刘秋长老 在考验二叔 只见二叔非常淡定地回答道 最常用的办法是 白石灰覆盖根部 然后剪除生虫的枝头 最后注意补充灵液养护 刘秋点了点头 虽然心中已经认同了 王林的能力 但脸上还是淡然地说道 这都是常识 稍微懂一点的灵药师都知道 其实只要保护好 花果树不会生虫的 王林开口说道 好 你通过考核了 以后灵园主要是你打脸 我会不定时来查看 刘秋开口说道 还请各位长老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地打理灵园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老马 你带着他们进园内看看 先熟悉这脸 刘秋开口说道 好 你们跟着我来 王宝林叔侄二人 跟着马长波 朝着灵园内走去 望着大片的灵田 王林笑着说道 不错 不错 这里的灵田倒是非常肥沃 那是自然 这里的灵田连接下方的灵脉 灵田能不肥沃吗 马长波开口说道 好 你就放心吧 这里交给我了 王林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所有人来集合 马长波对着众人说道 很快 灵园内的工作人员都聚拢过来 这是王林 以后刘秋长老不在 他说的算 有任何不服气者 王林有权力击沙不服从者 马长波脸色严厉地说道 打理灵园的众人 连忙开口保证道 我们一定服从命令 哈哈 不用紧张 各位道友不用紧张 以后还要多多仰仗 各位道友的帮助 王林面带笑意地 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你们去忙吧 过些天 我们就播种 大家好好准备 马长波开口说道 马长波转过头开口说道 王林我带你去看看 灵园内的洞府 以后 你就住在这里 还在灵园内 给我准备了洞府 王林有些受宠若惊地说道 灵园内的灵力非常充沛 能在这里修炼非常不错 当然了 也是为了你能好好打理灵园 我带你去看看 说吧 马长波带着王宝林和王林 来到山脚下一处小溪边 只见小溪旁边 还有一座精美的两层楼宇 进入院内 王宝林忍不住发出一阵感叹之色 居然还有后花园 前院是待客厅 后院是炼丹室 和一片灵田 二楼上面是两个巨大的洞府 里面还布置好了聚灵阵 别说王宝林叔职二人感到满意 就是一旁的马长波 也忍不住感叹道 琉秋长老办事的效率还真不错 王兄 这个洞府你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王林面带笑一道 持令牌就可以自由进出灵园 这身份牌是给王宝林的 说吧 马长波递来一块玉牌 王宝林立刻接过玉牌 放入自己的储存袋内 另一边李明纯带着大批打手 寻找到了谢云 就在李明纯准备拿下谢云之时 突然跳出一群陈家修士 还没等李明纯开口 谢云就下令围攻李明纯等人 一顿毒打之后 陈家放言道 谢云是我们陈家的供奉长老 你们李家再敢为难他 我们陈家就和你们李家开战 李明纯不敢废话 鼻青眼肿地离开了陈家地盘 看着狼狈的李家众人 李明纯不甘心就这样回去 稍作修整 带着人马朝着大鼠方式飞去 大鼠方式 李家一位弟子 小声对着李明纯说道 大哥 这里是大鼠方式 我们还是不要惹事 低调抓人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李明纯淡淡地说道 快看 那不是徐东吗 一位眼尖的李家弟子 指着前方正在巡逻的徐东 还真是他 先抓住他 李明纯满脸凶狠地说道 巡接的徐东 也认出了李明纯等人 不过他并没有慌张 徐东束手就擒吧 李明纯满脸凶狠地看向徐东 你是白痴吧 赶来大鼠方式捣乱 徐东满脸 不懈地看向李明纯 呵呵呵 等一下我就让你知道 谁是白痴 李明纯满脸讥笑之情 徐东见到李家众人动手 怒吼道 各位同僚 这里有人闹事 登登 瞬间数十位巡接护卫 全部围了过来 一脸不善地看向李明纯等人 李明纯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开口问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是李家的大少爷 什么狗屁大少爷 这里是大鼠方式 你是第一次来吗 黄涵面带不善地看向李明纯 李明纯看着数十位 清一色的恋气后期护卫 咽了咽口水开口说道 给一个面子 我们只是来缉拿徐东 无意和太极先门为敌 黄涵对着重巡接侍卫说道 告诉他们 徐东现在是什么身份 众人齐声怒吼道 徐东现在大鼠方式的巡接护卫 相当于太极先门的外门弟子 咿 什么 李家众人都是一脸惊讶地看向徐东 他什么时候成为大鼠方式的巡逻护卫 他不是徐家的人吗 黄涵也没理会惊讶的徐家众人 满脸严肃地说道 我警告你们李家 如果徐东出什么意外 我们太极先门第一个找你们李家 不敢 告辞 说吧 李明纯带着李家弟子狼狈地离开了大鼠方式 大鼠方式外 李明纯满脸阴沉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大鼠方式 恶狠狠脆了一口浓潭 神气什么 等我们李家获得宝贝突破金丹 第一个就把大鼠方式拆了 此时 李家众人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 本来顺利灭掉徐家让李家上下都气势大阵 没想到在谢云那里吃了亏 现在又在徐东面前吃了亏 就在李家众人垂头丧气的时候 眼尖的李明纬突然开口说道 快看前面是不是王林 就是他们 旁边是他的侄子 抓住他 无处泄愤的李家众人 立刻朝着书直二人走去 王宝林也看见了气势汹汹的李家众人 王林伸手示意王宝林不要紧张 王林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让我们打一顿 跟我们走 第二 让我们打一顿 当场击毙在这里 李明纯把满枪怒火 全部发泄出来 呵呵 有没有第三个选择 一旁的马长波 释放出助击气息 本来凶狠的李家众人 顿时脸色变得苍白 顿时变得如同小绵羊一样乖巧 妈妈 马这长老 您怎么在这里 李明纯有些紧张地问道 哼 王林叔侄二人 是我们太极仙门的人 特别是王林长老 他可是外门长老 你动王林 你爷爷李军人知道吗 马长波面无表情地问道 呃呃 普通 李明纯直接跪在了马长波面前 马长老 我不知道王林仙师加入了太极仙门 还请前辈 看在我爷爷面上饶顾我们吧 李明纯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说道 一旁的王宝林对眼前的李明纯感到一阵棘手 这家伙能屈能伸 比徐家那几个死鬼天才更难对付 王林帮我们太极仙门打李林田 这可是上号老祖亲自定夺的 如果王林叔侄二人有什么意外 那么上号老祖会亲自去上门和李军人谈谈 马长波面带玩味地说道 马长老 王林仙师 王宝林道兄 我李明纯向你们保证 我绝对不会找你们麻烦 我已道心起事 李明纯满脸严肃 仿佛从灵魂深处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马长波不屑地道 滚吧 多谢马长老 说吧 李明纯不等李家 其他人反应过来 如同兔子一般消失不见 旁边的其他李家众人也是面带怒色的看向 已经不见踪影的李明纯 望着狼狈离开的李家众人 马长波对着王宝林说道 以后他们再找你们麻烦 直接和我说 我会直接杀了这个白痴 这次不用二叔提醒 王宝林立刻抱拳谢道 多谢马长老替我们解围 应该的 你们可是 我的财神爷 林元打理好 一切都好说 马长波满脸笑意地说道 李家 李军人望着跪在地上哭诉的李明纯等人 满脸诧异地说道 王宁 谢臣那么快就找到新靠山了 一旁李军得连忙开口说道 徐家的那个宝贝 会不会被太极掀门 或者是陈家得到了 李军人看了一眼二弟 叹了一口气说道 可能性不大 我现在严重怀疑 那件宝贝压根不存在 大哥 二哥 不好了 就在这时候 李军一慌慌忙忙从外面跑了进来 老三 你已经是住机修士 不要在家中 后背面前慌慌张张的 李军得满脸严肃地批评道 哎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外面已经传开了 李军一满脸紧张地说道 传开什么 李军人面无表情地问道 外面说 我们李家得到了徐家的质保 李军一开口说道 什么 刚刚还教训自己弟弟淡定的李军得 一下激动地跳了起来 这还没完 他们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说那件质保可以突破原因境界 李军一满脸苦涩地说道 碰 李军人一掌拍在梨花桌上 可怜上好的梨花桌顿时变成一片木渣 狗屁 那个王八蛋的心那么很多 这是要把我们李家彻底放在火炉上烤啊 大哥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这种流言蜚语 应该不会有人相信吧 李军得弱弱地地说道 哼 严重一万倍 能突破原因期 谁管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为了能突破原因期 肯定会有人找我们李家的麻烦 李军人满脸愤怒地说道 听到这里家众人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都是面露一副忧怨之色 三弟 这个流言从哪里流传出来的 李军一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 现在不仅是青州有人知道 旁边的徐州府 庆州府都知道这个消息 李军人深深呼出一口气 满脸郁闷地说道 肯定是徐国辉那个老鬼散步的消息 这次我们李家亏大了 虽然消灭了徐家 但是那件宝贝的影子都没见到 我们李家恋气大圆满的修士 全部陨落了 现在除了我们三个人 李家已经没有高端战力了 说到这气愤的李军人 一掌又打碎了旁边的梨花木耳 李军人一阵发泄之后 贫富郁闷心情之后 对着李家众人说道 听我命令 现在不要找徐家的宝贝了 全力澄清这个流言蜚语 再搞下去 别说徐家的宝贝了 就是我们李家都要完蛋 诺 李家众人立刻准备行动起来 李军人 你快点出来 一道嚣张的声音 在李家上空响起 李军人脸色微微一变 开口说道 不好 麻烦上门了 让冯杰道友进来 李军人对着外门的族人说道 话音刚刚落下 只见冯杰 冯奎兄弟二人走了进来 李军人道友 能不能给我看看徐家的那件宝贝 冯杰也没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是的 拿出来给我张张眼 我非常好奇 什么宝贝居然能直接突破原音器 冯奎面带笑意地说道 呵 实不相瞒 我们是为了徐家的宝贝才和他们火拼的 但是真没找到那个宝贝 那个宝贝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我以道心启示 我说的都是真的 李军人满脸认真的说道 冯家兄弟二人 见状对视眼 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李兄你别误会 我们只是好奇那件宝贝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是图谋那件宝贝的吧 冯杰故作不悦地反问道 没有 各位道友请便 还请冯家能帮忙 对外解释一下这个谣言 李军人抱拳请求道 一定 一定 说吧 冯家兄弟二人 带着冯家所有弟子 离开了李家 望着浩浩荡荡离开的冯家弟子 李军人脸色有些难看 大哥 冯家出动那么多人 一看就是准备夺宝的 我们就这么放他们离开 李军得满脸不甘地说道 我用道心启示 这才让他们相信 徐家宝贝不在我们手里 你还想直接和他们开战 攻打徐家 我们已经元气大伤 现在真不能再出事端了 李军人满脸苦笑地说道 陈家 谢云满脸恭敬地 对着陈岚行礼道 芝家主叫我来 所为何事 最近流传关于李家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毕竟你以前在徐家待过 想必你知道一些内情 陈岚满脸好奇地问道 谢云点了点头 玄机满脸严肃地说道 我在徐家之时 确实听过徐家有一件宝贝 这也是徐家二房和三房内讧的 主要原因 至于那件宝贝是丹药还是灵宝 我不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 徐家是有一件重宝 谢云开口说道 那件宝贝 有没有被李家获得 陈岚接着问道 这个不清楚 不过既然徐家都被灭了 那个宝贝肯定在李家手里 他们辟谣也没用 谢云满脸笃定地说道 好好好 陈岚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其实谢云也不敢肯定 那件宝贝在李家手里 但是他前些日子 被李明纯带人围攻 心中对李家非常怨恨 如果陈家为了那件宝贝 灭了李家 谢云是举双手双脚赞同 大鼠林园内 刘秋长老 把众人全部召集在一起 今日是播种的十日 这是林根 说吧 刘秋拿出数十个麻袋 王林看了一眼麻袋内的林种 开口说道都是二转极品林根 当然了 现在开始耕种 我挑选了几十位外门弟子 帮忙耕种 刘秋开口说道 旋即刘秋转过头 对着这群外门弟子说道 你们负责给他们打下手 他们负责栽种 你们不是灵钥师 不要煽动灵根 好 太极先门的外门弟子 重重点了点头 说吧 数百人开始在林园内忙碌起来 宝林 你跟在我后面 看我怎么种林根 不懂的 自己先记下 等回去我再为你解惑 王林对着王宝林说道 好的二说 王宝林点了点头 一旁的众人 则是面露羡慕之色 经过数日的相处 他们都知道王林的本事 不过这是王林自己的本领 不愿意泄露 这群人也只能羡慕 王宝林不敢怠慢 仔仔细细拿着笔墨和书本 疑惑不懂的 就先记下来 回去再问二叔 转眼数月过去 因为宗门弟子帮忙的缘故 24万亩林田 很快播种了22万亩林田 剩下两万亩林田 因为林根不够 只能闲置放在那里 这几个月 你们辛苦了 凡是参与播种的外门弟子 额外获得一年供奉 刘秋对着外门弟子说道 多谢刘秋长老 众人欢呼雀跃道 林园内工作的弟子 则是满脸苦涩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待遇比外门弟子好 心中也没有怨言 这时候 马长波突然出现在 林园田间处 哈哈 播种终于完成了 阵法也布置好了 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了 大鼠林园的工作弟子 也一律同样 获得一年供奉奖励 马长波对着 王林身后的众人说道 多谢宗门 多谢马长老 众人面带激动之色 立刻抱拳道谢道 不过王宝林心中 倒是没有多大波澜 自己和二叔没有工资 只拿3%的产出灵财和灵药 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短暂休息一下 王林 宝林 你们跟着我来一下 马长波开口说道 王宝林跟着二叔 一起走到远处 最近外面 疯传李家 获得了徐家的宝贝 这件事情 你们知道吗 马长波开口问道 李家灭掉了徐家 应该是获得了那件宝贝 这没有问题啊 王林感到一阵莫名其妙 那件宝贝 真能突破原因境界吗 马长波接着问道 王林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 不过能让徐景辉 和徐与辉兄弟二人 反目成仇 肯定是重要的宝贝 你见过那件宝贝吗 马长波满脸激动地问道 没见过只是听过 不仅我们没见过 想必身为徐家弟子的徐东 也没见过 王林满脸笃定地说道 马长波看了一眼王林 满脸无奈地说道 是的 我已经问过他了 徐东也是没见过那件灵宝 本来上号老祖 是不相信这个谣言的 主要是李家现在疯狂辟谣 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架势 马长波笑道 看着面带笑意的马长波 王林同样笑道 马兄对哪件宝贝有兴趣 哎 不是我有兴趣 是上号老祖让我问一下 如果我能获得那件宝贝 把宝贝转交给上号老祖 不仅我能更上一层楼 你和王宝林也百分百助击成功 就是用灵丹堆 也把你们推上助击期 听见马长波的话 王林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旋即开口说道 直接带着五位助击长老 一起去李家看看 我也跟着你一起去 应该能试探出他的口风 马长波有些犹豫地说道 这不好吧 毕竟我们太极仙门 也是要注意名声的 如果那件宝贝被万福宗拿走 到时我们后悔都来不及 王林开口说道 你说得对 名声值几个钱 我这就回去找助击长老 马长波直接消失在眼前 李家 李军人满脸陪笑地 送走一位青州助击家主 李军德满脸怒涩地说道 我们李家什么时候 需要向这种货色解释 唉 我们不应该灭掉徐家的 都没搞清楚宝贝是什么 太冲动了 李军人满脸无奈地说道 陈家陈兰求见 听见这个声音 李军人都头大了 连忙开口说道 二弟 快去把陈兰道友迎入府内 片刻之后 只见陈兰带着陈家四位助击修士 一起出现在李家大堂之中 许久不见 各位道友安好啊 陈兰满脸笑意地主动打招呼道 见过道友 我们是好久没见了 来人 看茶 李军人面带笑意地说道 大哥 门外马长波拜访 李明纯立刻走进来汇报道 太极仙门居然也相信了这个留言 李军人立刻起身 朝着门外走去 频道有失远迎 还请各位长老见谅 李军人态度非常谦虚地招呼道 我们不请自来 还请李道友见谅 马长波同样面带笑意地说道 很快 王林和王宝林跟着马长波等人进入了李府内 哎 陈兰道友你也在 琉秋满脸诧异之色 是啊 我们也是来问问那件宝贝在不在他们手里 如果在李家手里 我们就直接抢过来 陈兰毫不避讳地说道 王宝林心中也是一惊 暗暗道 好久没见过那么实诚的人了 李家众人也是当场实话 顿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哈哈 开个玩笑 李兄你还当真了 陈兰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 我知道 李军人面带江笑地附和道 各位道友 我以道心启示 徐家那件宝贝 真不在我们手里 我们都从没见过 那件宝贝长什么样子 李军人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一旁的李军德和李军义 也连忙开口说道 是的 我们三兄弟已道心启示 真没获得徐家那个宝贝 见三兄弟满脸慌张的模样 王宝林心中是相信了他们 看来徐家的那件宝贝 真不在他们手里 马长波和陈兰对视一眼 玄机面带笑意地说道 我们是相信你的 但是其他人不一定会相信啊 你们好自为之吧 说吧 马长波带着王林等人 离开了李家 一旁的陈兰 见状也抱拳道 我们就不打扰了 告辞 待陈兰和马长波走远之后 李军人满脸无奈地说道 哎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不过这场危机总算结束了 大哥 眼下的危机是解决了 但是隐藏在暗中的徐国辉 始终是一个隐患 李军一面戴愁色地说道 哎 我现在是真后悔啊 李军人满脸苦涩地说道 大哥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还是想办法找到徐国辉 好 我们三个分头行动 先在青州内寻找徐国辉的踪迹 哼 一声巨响 李家大门直接被轰炸开来 一声声惨叫从前院传来 正在商量 事情的李家三兄弟都是一愣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连太极仙门和陈家都好好上门拜访 什么人敢直接打上门来 此时三兄弟顾不得一切立刻朝着前院飞去 不过刚来前院 一股刺鼻的血腥味道便扑面而来 地上 倒着李家弟子的尸体 就连一些没有修为的女眷也没有放过 站在尸体中央的是三位气势强大 身穿黑色香精铠铠甲的男子 只见三位男子脸上有着触目惊心的伤痕 一看就是不好惹的角色 手持猙獰鬼影斧头的男子 一脸冷漠地看向李军仁 把徐家的宝贝交出来 再把徐国辉的下落告诉我 我们不知道什么狗屁徐国辉的下落 你杀我李家那么多人 今日我要让你血债血还 李军义满脸怒涩地咆哮道 李军仁拦住了冲动的李军义 满脸疑惑地问道 各位道友就算是死 也要让我们死个明白吧 哼 徐国辉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拿到太子的东西 跑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隐姓埋名二百余年 既然那件宝贝在你们手里 今天你们也要一起死 手持鬼影斧头的男子 满脸争鸣道 太子 你们是哪个先朝的侍领 李军仁此时一副死了爹妈的表情 自己都没见到过哪件宝贝 为什么我们李家要遭此劫难 我没见过哪件宝贝啊 而且我们也在追杀徐国辉 我们可以合作呀 李军仁慌忙解释道 杀 这三人压根没多说废话 直接运转武器 朝着李家人群冲去 拼了 他们用阵法把李家封住了 只能拼一把 说吧 李军一手持飞剑 朝着三人攻去 一时之间 整个李家上空火光四射 五彩缤纷的亮光闪烁 刚刚离开李家的陈兰和马长波 意识到出事了 立刻折返 宝玲 我们回去 这和我们无关 王林拉住了准备看热闹的王宝玲 对对 你们先回大数方式 注意安全 说吧 马长波 刘秋 王浩月 李长空四位长老 预期飞行 快速朝着李家驶去 片刻之后 马长波和陈兰等人 来到李家大院内 此时 李家院内已经没有一个活口 李家三兄弟 也死不明目地倒在地上 只见屠杀李家众人的三位男子 两人还站在原地 另外一人重伤倒在地上 马长波 陈兰等人 看着李家数百口人没有了生机 也被眼前三人的狠辣吓了一跳 队长 我已经把整个李家上下 全部寻找了一遍 没有找到玲珑河的下落 旁边手持长枪的男子 对着手持鬼影斧头的男子会报道 看来他们说得不错 玲珑河还真被徐国辉带走了 希望老妖和首领 他们能抓住徐国辉 你们是什么人 陈兰满脸好奇地问道 领头的男子 冷冷地看了一眼陈兰 旋即把目光投向马长波身上 你们是太极先门的人吧 正是 马长波连忙回答 我们是北面来的 说吧 男子直接拿出一枚令牌 递给了马长波 北域大陆大众先朝 马长波等人脸色巨变 不错 我们是大众先朝的龙位 徐国辉偷了太子的宝贝 躲在青州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下落 没想到这个废物 居然跟我们来一个金蝉脱桥 自己家族被灭了 他也不出面 不过 我们已经找到他的下落 很快就会找到他 黑衣男子满脸阴沉地说道 不对啊 徐国辉才多大年纪 满打满算才一百多岁 不可能拿走你们太子的领保啊 徐国辉就是徐飞辉 徐景辉和徐宇辉 都是他的儿子 为了摆脱追杀 就改变名字和身份 他的长子就是一个凡人 早就被他杀了 黑衣男子满脸不屑地说道 虎毒不食子 家族被灭不出手就算了 还亲手杀自己的儿子 马长波脸色有些诧异地说道 哼 这算什么 他为了脱身 还故意透露宝贝的消息 让徐宇辉和徐景辉恶斗 这种败类死有余辜 陈兰满脸愤怒地说道 三人没有理会众人 直接搜刮李家完毕之后 背着受伤兄弟 转身离开了李家 青州府四大家族之一的李家 正式被除名 短短一年时间内 两大家族消失 让众人感到修真界的残酷 徐州府郊外一处不起眼的洞府内 徐国辉缓缓睁开眼睛 走出了洞府 准备朝着城内走去 一番打探之后 得知李家被龙卫消灭 徐国辉放松了心情 他们只会以为 玲珑河被李家藏起来了 我终于安全了 想到这徐国辉 准备再返回青州一趟 因为玲珑河被他藏在青州 徐飞辉 徐国辉听见有人 叫自己以前的名字 下意识转过头去 刷 徐国辉脸色顿时变得 如同死人一般苍白 只见五位筑机巅峰的大众龙卫 一脸冷漠地看向徐国辉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徐国辉满脸惊恐地问道 呵呵 你以为你做得很高明吗 还想来金蝉托鞘 这次看你往哪跑 老妖别废话了 一起动手 说吧 五人直接动手朝着徐国辉打去 碰 碰 数招之后 难以招架的徐国辉 慌忙催动顺一服 周围一阵强烈的空间波动 徐国辉并没有逃出去 反而直接爆裂开来 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首领 五位龙卫满脸慌张 对着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行礼道 玲珑宝和不在他的身上 龙卫首领满脸冷漠地说道 早知道就先别杀了他 搜魂之后再杀了他 老妖满脸苦涩地说道 我不出手他就跑了 玲珑和梅在他身上 应该被他藏在什么地方 徐家还有活着的人吗 有一个漏网之鱼 在太极仙门的方式内 当巡接护卫 徐家不该有活口 杀了他 好 我们这就去行动 大鼠陵园 此时 王宝林和二叔 也知晓了李家灭亡的消息 二人对视一眼 沉默许久才出声道 李家也完蛋了 是被徐家的仇人消灭的 这一切真得好迷话 王林长老 外面有一个叫徐东的人找你 王宝林和二叔走出洞府 跟着李威来到陵园门口 王林长老 徐家的仇人把李家都给灭了 会不会找我的麻烦啊 徐东跪在地上 磕头求救道 不是我不帮忙 徐家的仇人是大众 仙朝的龙卫 弄死你我像弄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你让我怎么帮忙 王林苦涩地说道 哈哈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话音刚刚落下 手持鬼影斧头的黑衣男子 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还没等黑衣男子出手 只见徐东抽出长剑 直接自尽了 徐东非常清楚 落入这群人手里 肯定会生不如死 既然都是死 不如来个痛快 咦 人已经死了 几位道友离开吧 刘秋和马长波 突然出现在黑衣男子面前 黑衣男子也不废话 转身离开了大鼠陵园 见到他离开 如灵大敌刘秋和马长波松了一口气 他们也不想惹上大众仙朝这个庞然大物 王林看着地上死不瞑目的徐东 对着王宝林说道 好好安葬他 好的二说 王宝林满脸严肃道 王宝林背着徐东 在郊外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准备挖了一个坑 给他埋了 片刻之后 王宝林挖出一个深坑 我就不给你买棺材了 请你见谅 说吧 把徐东丢入深坑之中 就在这时候 旁边掉落出一个储存袋 王宝林眼前一亮 立刻把储存袋打开查看一番 发现里面只有数十枚零食 还有三个浴桶 以及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盒 里面有什么宝贝 马长波和刘秋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王宝林身边 这一嗓子 差点把王宝林的魂都吓掉了 两位长老请看 说吧 王宝林把存储袋内的东西 全部抖落出来 马长波和刘秋 看着地上三瓜两枣 脸上露出浓浓的失望之色 你好好安葬他吧 给他买一副棺材 说吧 刘秋和马长波 转身离开了 王宝林心中暗暗吐槽道 这一下该死心了吧 都说徐家有质保 现在死了那么多人 也没见到那件宝贝是什么 无奈的王宝林 砍了旁边一棵大树 使用飞剑 快速雕刻出一个简易的棺材 安葬好徐东之后 王宝林望着奇墓碑说道 我安葬了你 你储存带归我了 虽然里面什么也没有 徐州府内 手持鬼影斧头的龙卫开口说道 首领 徐东已经被杀了 没有发现玲珑宝盒的踪迹 没有就算了 杀了徐飞会已经解恨了 太子殿下也不会怪咎我们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返回大众仙朝了 很快 这群仙朝龙卫 离开了青阳城地界 大树林园内 王宝林埋了徐东之后 返回在大树林园内的洞府 发现二叔在闭关修炼 我来看看 徐东的储存袋内 有什么宝贝 哗啦啦 三枚玉筒 和十几块零食 还有一个破烂的盒子 拿起手中的玉筒 释放神识查看一番 发现里面 是那弃绝 一本剑术之法 还有一本炼器中期的功法 炼器中期的功法 意外惊喜啊 这个盒子 有什么用处啊 说吧 王宝林打开了盒子 发现里面是一份砌书 内容大概是凭借此砌书 可以取回寄存的东西 寄存了什么东西 去哪里领取啊 算了 还是等二叔出关再说 动动 陵园内突然响起一阵悠扬的钟声 发生了什么事情 闭关的王林 突然走出房间 不知道 是不是刘秋长老召集我们有要事宣布 王宝林猜测道 说吧 叔侄二人来到田间 只见一位陌生的青年 满脸傲涩地站在原地 时不时打量着众人 马长波开口介绍道 王林快快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苏云 是苏锦城长老的儿子 他爷爷苏丹 是驻姬巅峰修士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是先二代啊 家里有两位驻姬修士 惹不起 惹不起 你就是王林吧 以后你好好辅助我打理陵园 我不会亏待你的 苏云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看向王林 苏云公子放心 我一定好好协助你 绝对听从你的命令 王林开口说道 哈哈 好好好 苏云见王林如此实相 自然非常满意 大家通力合作 把大鼠陵园做大做强 马长波面带笑意地说道 大家要每天用心教 助林根 如果让我发现有人偷懒 我绝对不会饶过他 苏云收起脸上的笑意 突然变得有些严肃地警告道 此话一出 所有都愣住了 这不是拔苗助长吗 眼前这个苏云 什么都不懂啊 马长波也是一愣 旋即悄悄地在苏云耳边 低声说了些什么 片刻之后 苏云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苏云不敢对马长波生气 旋即一脸怒涩地看向王林 王林你为什么提醒我 诚心看我出丑是不是 不是 我 王林满脸气愤 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一旁的王宝林开口说道 是是是 我们考虑不周到 是我们的失误 做错了就要认 哼 说吧 苏云冷哼一声 离开了林园 望着离开的苏云 马长波一阵头大 让这个废物来管理大鼠林园 估计会一塌糊涂 王林这陵园 有劳你多多用心 马长波抱拳 对着满脸阴沉的王林说道 王林满脸无语地说道 先说好 如果灵药 灵财产量低 你别怪我 放心吧 有刘秋长老在一旁 他不敢乱来 顺便和你说一句 刘秋长老和苏锦成有过节 说吧 马长波转身离开了陵园 王林和王宝林对视一眼 立刻返回陵园洞府 洞府呢 二叔 我们不能直接和苏云对着来 大鼠陵园好不好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小聪明 先不说大鼠陵园 和我们的资源息息相关 就说说苏云这种 纨绔子弟的德性 如果陵园产量不高 他第一个把责任推给我们 王林满脸愁涩地说道 王宝林仔细一想 觉得二叔说的有道理 二叔 那我们怎么办 唉 只能尽量把陵园打理好 希望苏云不要瞎指挥 王林满脸愁涩地说道 对了二叔 我这是我在徐东身上 得到了气数 这是如一方万福格的气数 王林淡淡地说道 不对 是在徐东身上搜到的 王林突然反应了过来 是啊 当 石马长波和刘秋 也看了存储带 他们非常失望地走了 王宝林开口说道 他没发现这个气数吗 王林非常不解地问道 气数藏在一个破烂的墓盒内的 他们应该是没看上 王宝林开口说道 你是怎么打开那个墓盒的 一巴掌就拍碎了 非常普通啊 王宝林满脸疑惑 王林朝着洞府外看去 衣袖之中飞出树莓正旗 把整个洞府全部隔音 徐家的那个宝贝很有可能藏在万夫阁 王林强忍住激动的心情道 不会有那么巧吧 王宝林有些不相信自己运气有那么好 去看看 就算不是那件宝贝 估计也是徐家遗留的其他宝贝 王林眼中闪过一丝金光道 悄悄地去 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力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 顺便买些灵符 王林补充道 好 书职二人借口去如意方买灵符 顺利朝着如意方式走去 太极先门的众人也没有怀疑 虽然大鼠方式也有灵符出售 但是品质没有如意方侍候 毕竟万福宗的特长就是制符 所以众人也没有怀疑什么 经过数日的奔波 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一座热闹非凡的小镇之中 这一座小镇就是如意方 在整个青阳城都是非常有名 王宝林点了点头 不用二叔介绍也看出来 这里的人比大鼠方式还要多 王宝林和王林 故意在方式内停留了一晚 确认没有人跟着自己 第二天一早 直接来到了万福阁 两位道友里面请 我们这里有各种灵符 就是中平顶阶灵符 我们也有 一位年轻修士 热情地推荐道 中平顶阶灵符 堪比金丹初期 老祖的权力一击 我们可买不起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我们还有其他上百种灵符 供道友选择 王兴脸上的热情 丝毫没有减弱 我们是来 拿走我们的东西 宝林 把气书拿给这位道友 王宝林点了点头 把气书递给了王兴 王兴接过气书 仔仔细细查看了一下 玄机开口说道 是我们这里的气书 稍等 我这就帮你取回寄存物品 见到匆忙离开的王兴 王宝林和王林 忐忑地对视一眼 片刻之后 只见王兴手中 多出一个檀木盒子 盒子上 还有各种五颜六色的宝石 显得非常漂亮 这就是你们寄存的东西 寄存费一百块下品零食 王兴开口说道 好 这是一百零食 王林拿出一百零食 递给了王兴 对了 这里有没有出品 低阶的火灵符 王林把盒子扔给了王宝林 接着开口问道 王兴眼前一亮 开口说道 有的 二十零食一张 你要几张 二十太贵了 十八一张 我要五张 王林开口说道 你是新客户 这一单不赚钱 我做主了 卖了 王兴满脸笑意地说道 说吧 王兴取出五张火红的符 赚递给了王林 加上寄存费 一共一百九十块零食 我在付给你九十块零食 王林付了零食之后 带着王宝林 离开了万福阁 离开之后 万福阁之后 王宝林不解地问道 二叔 我们为什么 不在大数方式买零福 我们有优惠啊 算下来比这里便宜啊 哈哈 你经验还是太嫩了 买点零福 防止引起万福阁的警觉 记住我们这次 只是来为了买零福 淡定 要淡定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和二叔 并没有离开如意方式 而是在客栈洞府内 好奇打量着手中的玲珑盒 只听二叔开口解释道 听大众龙卫说 这个盒子叫玲珑宝盒 徐家父子到死都没解开这个宝盒 二叔 确定这个是玲珑宝盒吗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问道 你试试能不能解开宝盒 王林笑着说道 王宝林抬手一拳 朝着玲珑宝盒砸去 哄 一声巨响之后 王宝林捂住帐红的手掌 满脸吃痛之色 用水和火试试 王林开口提醒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立刻用火烧 水泡折腾了一番 可是玲珑宝盒 依然没有反应 王林用神石测试了一番 也没有窥探出一丝痕迹 算了 徐家三位助击修士 都无法搞清楚这个宝贝 我们两个练器修士 当然也弄不清楚 王林满脸失望地说道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也太鸡肋了 还浪费了寄存费用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这一波自己亏大了 不对 还有一个办法 说吧 王宝林抬手割破自己的手臂 血滴旋即滴在玲珑宝盒上 宝林 你这是干什么 王林面露不解之色 滴血认宝啊 王宝林开口说道 啊 还有这种办法 王林满脸诧异之色 王宝林并没有理会王林 因为这是前世 网络上的办法 有灵之宝 可以滴血认主 荒谬 怎么可能有这种办法 王林皱着眉头说道 话音刚刚落下 玲珑宝盒立刻裂开 献出一份书信 和一枚有黑无光的丹药 这 王林顿时闭上了嘴巴 满脸的震惊之情 这是什么情况 二说 你快来看看这些 王宝林对着王林道 王林看完书信之后 脸色有些凝重 没想到大众的太子是三灵根 居然也有一根费灵根 这没丹药 就是剔除费灵根的丹药 二说 我服用此丹药 是不是就能剔除费灵根 成为四灵根修饰 王宝林满脸激动地说道 哈哈 还不行 此丹药散发出的灵力 除非是助击器 你一个炼器修饰服用它 肯定会暴体的 王林提醒道 是啊 除非有金丹老祖在一旁看护 要不然 以我炼器二层的修为 压根就承受不住此丹药的威力 王宝林认同地点了点头 对了二叔 这个丹药叫什么名字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这种丹药都是四转顶尖 我都没见过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顿了顿王林接着说道 不过徐家也够倒霉的 这个宝贝虽然好 但是必须有费灵根才行 普通人服用它 压根没有一丝用处 不过对于你来说 这是至宝 这是你改变命运的丹药 接下来 你一定要想办法 突破助击器 王宝林点了点头道 二叔放心 我一定加倍努力 走吧 回去吧 不知道苏云那个白痴 在不在陵园内 说吧 叔侄二人 离开了如意方式 大鼠陵园 王宝林和二叔 刚刚返回陵园 就被苏云带人拦住了去路 你们二人去哪里偷懒了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出去 苏云满脸严肃地说道 我们出去买些灵符 已经打过招呼了呀 王林开口说道 你和谁打招呼了 灵园内我做主 苏云满脸阴沉地说道 好好好 那按照苏公子的意思 该怎么处理我们 王林也是满脸不懈地反问道 看着王林不懈的眼神 苏云顿时火冒三丈 满脸阴沉地说道 滚出大鼠陵园 好 王林压根没废话 直接带着王宝林扭头就走 看见离开的叔侄二人 苏云嘴角扬起一道不屑的笑意 二说 我们怎么办 王宝林满脸忧虑地问道 说实话 如果我们一直待在青州 以我们五星陵根的资质 很难突破助击期 特别是得到 踢除费陵根的灵单之后 你只有突破助击期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如果一直留在青州 我们突破助击的机会都不大 听完二叔的解释 王宝林点了点头 青州确实是青阳城内最穷的城市之一 那么久才有一位金单老祖 如果不是特别偏僻 徐飞辉也不会藏在青州 王林见到侄子不抵触 接着开口说道 我也从马长波嘴里打探到一些消息 太极先门的金单老祖 为了拉拢苏丹和苏锦成两父子 就把大鼠陵园交给苏云打理 本来是在大鼠方式和大鼠陵园之中选择一个 大鼠方式是马长波的命根子 他只能放弃大鼠陵园 听完二叔的解释 王宝林深深呼出一口浊气 开口说道 原来如此 我没有意见 我们获得了玲珑盒内的丹药 虽然我们很小心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毕竟徐家在青州二百多年了 总归有蛛丝马迹留下来 万一那群龙卫知道了 我们都会死的 好 既然决定了 我就卖掉商铺 等你突破炼气三层 我突破炼气八层 我们就出发 王林开口说道 好的二叔 王宝林点了点头 王林返回大鼠方式 就把店铺挂牌出售 另一边刘秋和马长波 还不知道苏云把王林等人赶出去 还以为叔侄二人 外出购买灵符 直到这日 王林把商铺出售来多宝格登记 这时候 马长波才反应过来 王兄 你为什么要突然卖掉商铺 修炼资源不够 只能把商铺卖掉 王林面带苦笑地说道 没事啊 我可以预知点资源给你 马长波开口劝说道 王宝林见到马长波是真不知情 开口说道 我们已经被苏云公子赶出大鼠陵园了 什么 马长波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苏云这个白痴 他有什么权利赶走你 你是上号劳足指定的药灵师 他有什么权利 马长波满脸怨恨地说道 走 跟我走 我要问苏云想要干什么 王林面带苦笑地说道 苏云对我们有意见 就算我们留在陵园 我们疏值二人 也没有好果子吃 我们就先离开一段时间 等陵园产量上不来 你再找他说说 王林来了一个缓兵之际 等处理好一切之后 我们早就离开青州了 大鼠陵园好不好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呵呵 不用说了 我已经找了一个灵药师 整个青州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灵药师 苏云不屑的声音 突然在耳边响起 王宝林和王林对视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是的 相信在苏公子的打理下 灵园一定可以创造辉煌的 王宝林满脸恭敬地说道 哈哈啊 你比你叔叔有眼光 苏云满脸得意地说道 一旁的马长波 则是面带忧虑地问道 苏云你找是 哪位要灵药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他也是一位精通种植之树的人 而且是从隔壁徐州府过来的 苏云满脸得意地说道 好 让他试试吧 马长波开口说道 对了 你的商铺还没出售吧 马长波开口问道 还没 已经有人感兴趣 我这才来登记王林开口说道 这个商铺我要了 六千零食 马长波豪气地说道 好 王林立刻答应了下来 这个店铺市场价格最高 也才五千多零食 马长波明显是多给了一成的价格 也有补偿王林的意思 片刻之后 得到临时的王林和王宝林 离开了多宝格 马长波对着苏云说道 林园完全交给你了 马长老你就放心吧 苏云满脸自信地说道 另一边得到临时的王宝林 和王林二人来到一座客栈洞府前 两位道友是不是住店 我们这里最高级洞府 有中级聚灵镇加持 掌柜满脸热情地迎接道 我们不是来住店的 我们是来购买聚灵镇的 我是谢云道友介绍来的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一旁王宝林心中满是疑惑 这里是客栈 怎么会有聚灵镇出手 张言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原来是熟人介绍的 怪不得知道我们这里有聚灵镇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聚灵镇 张言接着问道 初级聚灵镇就行了 王林笑着说道 二千零食 张言伸出两根手指 王林皱了皱眉头开口说道 太贵了 一千八百零食 我还要从你这里 购买一些其他东西呢 可以 都是熟人介绍的 我也就不小气了 张言豪爽地答应了下来 有没有聚气丹和开灵丹 王林开口问道 这是练气器必备的丹药 肯定有啊 张言满脸笑意地说道 怎么卖 王林不动声色地问道 聚气丹二百零食一枚 开灵丹二百二十零食一枚 王林皱了皱眉头道 开灵丹二百零食 聚气丹一百八十零食 不行 不行 这个丹药不像聚灵镇 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 都是透明的 张言面带苦笑地说道 一点都不能便宜吗 王林有些失望地问道 这样吧 我给你聚气丹 开灵丹一样的价格 都是二百零食 张言满脸肉痛地说道 好 两枚聚气丹 两枚开灵丹 好好好 还需要什么 我一起帮你拿了 张言一脸笑意地说道 炼气丹多少钱一枚 王林接着问道 如果你要五枚以上 我可以给你四百零食一枚 好 就来五枚炼气丹 王林满脸豪气地说道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张言满脸喜悦地问道 王林笑道 没有了 算算多少零食 一套初级聚灵镇 两枚开灵丹 两枚聚气丹 五枚炼气丹 一共四千六百零食 稍等 我去帮你拿丹药 说吧 张言朝着客栈后院走去 片刻之后 张言捧着大盒子走了过来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倒有茶看一下 王林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 玄机开口说道 没问题 这是四千六百零食 说吧 王林递给了张言一包零食 张言也仔细查看了一番 满脸笑意地说道 没问题 欢迎下次再来 对了 青州有没有去外地的非洲 王林开口问道 去外地 去哪里 徐州府是青州府 张言面带好奇地问道 去青阳城 王林如实回答道 原来是去主城 一个人需要八百零食 有筑机修饰护航 张言开口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我就问一下 到此 说吧 王林带着王宝林 离开了呼云洞府客栈 二叔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问道 一下子 叔侄二人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老谢在陈家附近 给我们找了一个洞府 我们就暂时在那里住下 说话间 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一处位于无名小镇之中的别院内 看着眼前干干净净的别院 王林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里什么都挺好的 就是灵气一般般 所以我买了一套聚灵阵 这里闹钟取静 没有人来打扰 我们修炼 说吧 叔侄二人进入别院内 王宝林开始打扫房间 二叔开始布置聚灵阵和静置 半天之后 前院后院全部打扫好 聚灵阵 防护阵 静置也全部布置完毕 感受到这里的灵力浓郁了一倍 王宝林忍不住呼出一口浊气 这两枚开灵丹 两枚聚气丹你收下 我记得 你手里还有两枚聚气丹 这些丹药 足够你突破到炼气四层了 王林递过来两个瓷瓶 多谢二叔 我尽快突破炼气三层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哈哈 不用那么紧张 等我突破炼气八层 你突破炼气三层 我们就坐非洲前往青阳城 王林笑着说道 好 王宝林也不耽搁时间 直接返回自己的洞府内 默念三遍进心觉之后 王宝林开始运转那气觉 运转数十个周天之后 王宝林服用一枚聚气丹 一阵庞大的灵力在体内游走 王宝林感觉到 灵力还是不够 旋即又服下了两枚聚气丹 体内的灵力到处乱窜 仿佛要爆裂开来 王宝林立刻运转那气觉 运转周天 磅礴的灵力伴随着周天 慢慢冲刷着体内的每一寸角落 转眼半年时光飞逝 王宝林感受到 自己体内庞大的灵力 比练气二层的灵力 又要增加两倍有余 王宝林释放出神识 查看旁边二叔的洞府 发现没有任何动静 二叔还没有出关 想到这王宝林释放出神识 查看一下自己体内灵田 种植的灵药和灵财 大鼠灵源耕种的时候 王宝林把一些破损的灵根 捡了回来 放在体内的灵田内 至于能不能生根发芽 心中也没有底 当神识看到 体内灵田内的灵根 已经发芽的时候 王宝林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意 忍不住感叹道 没想到还真发芽了 这三亩灵田有些厉害啊 松林草都已经 有十年年份了 不过这里还有空地 没必要把它采摘了 要想办法再弄点灵根 这样就能把灵田种满了 过了数日之后 旁边的洞府传来一阵威压 王林面带笑意地走出洞府 宝林 你突破了 王林面带笑意地走了出来 是的二叔 我突破炼气三层了 使用了三枚聚气丹 还剩下两枚开灵丹和一枚聚气丹 不知道能不能突破炼气四层 王宝林满脸愁色地说道 王宝林心中清楚 自己的修为 看似进步神速 其实都是靠丹药 如果没有丹药 自己修炼的速度 最起码要减少十倍 算算时间 你踏入修真界 也才两三年时光 能突破炼气三层 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这次闭关使用了三枚炼气丹 才突破炼气八层 不用使用炼气丹 我想要突破炼气八层 最快也要五年实践 王林笑着说道 我带你去拜访一下谢云 然后我们就离开青州 去青阳城 去大城市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 我们把这里的聚灵阵带走 王宝林开口说道 收拾完毕之后 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了谢云的洞府内 离得老远就听见 女生嘻嘻的声音 老谢 你又去小老婆了 王林吐槽道 哈哈 老你来得刚刚好 我准备去找你呢 只见满脸潮红的谢云 走了过来 哎呀 你居然突破炼气八层了 谢云满脸惊讶地说道 你不也突破炼气九层了 我还想劝你不要沉浸女色呢 看来是我多心了 王林笑道 哎 我唯一的孩子死了 我此生也不知道 有没有突破助击的机会 当然要生一个孩子 继承我的道筒 谢云满脸严肃地说道 对对对 你为了道筒 绝对不是为了女色 王林面带玩味地说道 你就别嘲讽我了 这次找我所为何事啊 谢云立刻插开话题 王林也收起脸上的笑意 满脸严肃地说道 我准备去青阳城发展 毕竟那里是大城市 我们的机会也多一些 你疯了吧 青阳城不缺你一个炼气修士 不入筑基在主城都是蝼蚁 你考虑清楚了 谢云满脸担忧地解释道 老谢你就别劝了 现在青州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了 与其留在这里 我们宁愿出去拼一把 王林笑着说道 谢云看见王林心意已决 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不阻拦你了 你什么时候出发 与你告别之后就走 那么急 谢云满脸诧异之色 王林点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哎 这一边 我们哥俩此生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见面了 这是我在炼丹和阵法上的心得 给你侄子吧 说吧 谢云递过来两枚玉桶 多谢师叔 王宝林满脸喜悦地 接过两个玉桶 老谢 我们走了 如果我们筑基成功了 肯定会回来的 说吧 王林带着王宝林 转身离开了谢云洞府 呼云洞府客栈 两位道友许久不见 张言满脸热情地打着招呼 我们要去青阳城 只有1500零食 接不接这一单 王林开门见山地说道 可以 都是老客户了 少100零食 就少100零食吧 张言面带笑意地说道 什么时候出发 王林面带笑意地问道 晚上就有一艘非洲 可以吗 张言开口说道 好 王林点了点头 你们放心 这艘非洲 有三位筑基修饰随行 路上只要不遇见金丹长老 绝对不会有危险 张言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你办事我们放心 王林笑道 你们就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就不收 你们零食了 晚上非洲来的时候 我送你们上非洲 张言满脸客气地说道 多谢道友 多谢前辈 王宝林和二叔 一起抱拳道谢道 不客气 以后你返回青州 也可以找在青阳城内的呼应客栈 抱上 我的名字就行了 张言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一定 王林开口笑道 王宝林心中暗暗感叹道 看来这个呼应客栈 背后有大势力啊 大数方式 刘秋 王浩月 李长空 马长波 都是一脸阴霾地看向苏云和苏锦成父子二人 灵园内的灵种居然只有一半结果 苏云你是怎么搞的 马长波耐着性子地问道 这不怪我呀 肯定是王林舒直二人搞鬼 苏云满脸慌张地推脱道 刘秋面带冷色地嘲讽道 呵呵 他们都离开快一年了 你说是他们搞的鬼 我也是灵药师 王林他们耕种的时候 灵种都是发芽的 你忽悠别人可以 你想骗过我有些难吧 面对刘秋的发难 苏云脸色有些苍白地躲在苏锦成身后 刘秋长老 既然都发芽了 为什么才有一半的灵药结果 苏锦成面带笑意地问道 是因为你的蠢儿子 天天在陵园内胡作非为 白吃一样的东西 刘秋面带不屑地骂道 苏锦成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刘秋长老过了 过个屁 你们父子二人都是白痴 外门二千弟子的资源你们来付 我已经把这个蠢货的所作所为 告诉了外门弟子 宗门的资源 还能供养外门弟子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 灵园内没有产出资源 你们想想 怎么面对二千外门弟子吧 刘秋满脸阴沉地说道 这不怪我一个人 宗门让你辅助他 打理大鼠灵园 你刘秋也有责任 苏锦成满脸淡然地说道 你可真是无耻且不要脸 忘记和你说了 王林走了之后 我就已经向老祖辞任大鼠灵园的工作 现在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宝贝儿子的责任 刘秋面带玩味地说道 我们的责任是看护灵园 至于产量不好 或者压根没有产量 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王浩月和李长空 同样开口说道 见此情形 苏锦成心中终于有些慌张了 连忙开口说道 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想想如何补救 这一举动 不仅王浩月 李长空 刘秋三位长老感到鄙视 就是一旁马长波心中 都忍不住吐槽道 刚刚第一个推卸责任的 就是你吧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都把目光头像面容猥琐 留着八字胡的灵药师身上 这位就是苏云 从徐州府找来的灵药师 看着他猥琐的形象 众人都是皱着眉头 灵药师孙风 满脸愁容地说道 有办法 但前提是 再来一个灵药师 这件事情 苏云公子就不用再管了 听见孙风的话 众人立刻想到亡灵 苏锦成开口问道 这都是你的失误 问题交给你了 孙风满脸无奈地说道 苏公子不能看着灵园内的人 休息一刻 天天让他们施肥 我劝说过苏公子 可是苏公子说 多施肥 才能让灵种茁壮成长 是的 他天天让我们施肥 天天修剪灵种 灵园内的众人 开口说道 你们要造反 苏锦成眉头微微一簇 灵园内群情激愤的众人 立刻安静了下来 哈哈 苏锦成你把他们都杀了 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就行了 刘秋满脸讥讽之色 哼 这就不用你幸灾乐祸了 苏锦成满脸愤怒道 你们先别吵了 公孙长老问我灵药长得如何 他要炼制开灵丹 需要一批灵药 马长波满脸愁色地说道 这苏锦成有些犯难 这样吧 他需要什么灵彩 我来出 苏锦成开口说道 好 马长波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孙丰 我去帮你把亡灵找回来 你们二人联手 能不能把这片灵园打理好 应该可以 需要把整个灵园全部翻新一遍 最起码需要两位有经验的灵药师 看护灵根 免得灵根离开土壤 快速枯萎 孙丰开口说道 一旁刘秋长老开口说道 这是一个浩荡的工程 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你多多努力吧 我可没空陪你们玩 说吧 刘秋转身离开了灵园 苏锦成也是满脸肉痛之色 两年时间才能修复好灵园 岂不是这两年 外门弟子的资源都要我出 你们去找王灵 我再去找几位灵药师帮忙 孙丰你还认识其他资深灵药师吗 孙丰满脸无奈地说道 资深灵药师哪里那么容易找 那就先去找王灵 等一下你要好好和王灵认错 要不然以后 我不会再给你任何资源 苏锦成对着苏云说道 爹 你就放心吧 苏云连忙开口答应下来 呼云洞府客栈 苏锦成 马长波来到客栈 只见张岩刚刚从外面回来 各位道友那么晚找我所为何事 张岩面带微笑地问道 你去哪里了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苏云满脸恼怒地问道 张岩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不见 开口说道 你们又不住店 有什么事情 直接说吧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苏云顽固子弟的脾气 突然起来了 知道 你们是太极仙门的人 我不认识你们 还不认识马长波吗 张岩淡淡地说道 你 闭嘴 滚回来 丢人现眼的东西 苏锦成怒喝道 苏云听见父亲的怒斥 立刻乖乖 退到身后来 同时心中恶狠狠地想道 一切的一切都怪王林 我奈何不了你 我还不能动你那个废物侄子吗 是我们唐突了 还请道友见谅 苏锦成满脸歉意地说道 不用 什么事情直接说吧 能帮忙一定帮忙 张岩面带微笑道 王林和王宝林 是不是在这里面 马长波开口问道 不巧 他们刚刚走 我亲自送走的 张岩开口说道 去哪里了 众人都是一脸诧异地问道 去青阳城了 乘坐非洲走的 现在应该已经到徐州府了 张岩开口说道 什么 他们离开青州府了 众人满脸愁色道 是的 怎么了 他们书职二人惹你们太急先门了 张岩好奇地问道 那倒没有 只是想要让他帮个忙 哎 马长波满脸愁容之色 哦 你们现在去追他们 还能来得及 不过他们 必须要跟你们走才行 非洲上有三位住机修饰护航 你们强来是不行的 张岩好心建议道 好 多谢道友提醒 打扰了 说吧 马长波一行人离开了客栈 马长波满脸后悔地走出呼云客栈 苏锦成满脸无奈地问道 马兄 接下来怎么办 他们把商铺卖掉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离开青州了 苏云这样刻意针对 他们只是练器修饰 也只能离开青州 马长波满脸无奈地说道 王浩岳长老开口说道 我不理解 苏云为什么要弄走王林和王宝林二人 他们一直都是 以你马首是瞻 不理解 不理解啊 马长波无奈了看一眼苏云 他心中清楚 苏云就是看上王林和王宝林手上的3%了 李长空接着开口说道 苏锦成长老 刚刚那个张岩别看他 只是练器大圆满的修饰 其实大有来头 呼云客栈开满了我们整个青阳城范围 不仅我们青州府 就是其他州也有分店 背后的势力 不是我们太极仙门可以惹得起的 听完李长空的话 苏锦成脸色更加阴沉地 对着满脸不愤的苏云说道 你还不服气 就是老爷子来了 也不敢小觑张言 你脾气再不改改 那就外出历练吧 一听要外出历练 苏云满脸慌张地说道 爹 我服气 我没有不服气啊 苏锦成旋即把目光投向马长波身上 开口说道 老马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要不要追上王林 让他回来 马长波叹了一口气说道 既然他都走了 我们再去找他 也是徒劳 还是想想办法找其他人吧 另一边王宝林跟着二叔 已经穿过徐州府 来到庆州府 二叔和非洲上的其他人聊着天 眉飞色舞 神情激动 我们要在庆州府停留一夜 你们不用下非洲 操控非洲的老者开口说道 我们听王长老的 有认识王云的散修开口说道 你们放心 明天一早就走 旁边两位助击修士开口说道 好 王林和王宝林点了点头 反正二人也不着急 见到众人没有意见 老者直接操控非洲 降落在庆州府 非洲如同移动的巨大洞府 王林和王宝林 直接进入自己房间 没打算下船 不过王宝林透过窗户 还是看到了窗外繁华的景象 二叔 这一路上 这非洲走走停停好多次了 但是都没有停留一夜 这庆州有什么特殊的吗 庆州有三位金丹长老 比我们庆州富裕 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王林开口解释道 哦 王宝林脸上露出一丝明雾之色 一夜无雨 第二天一缕阳光照入房屋内 二叔 为什么还没走 不是说天一亮就走吗 王宝林不解地问道 王林缓缓睁开眼睛 开口说道 我也不知道 出去看看 说吧 二人来到非洲甲板 此时甲板上已经站满了乘客 王前辈怎么还没来 不是说好天亮就走的吗 众人纷纷嚷嚷道 碰 一声巨响 王云满脸狼狈地掉落在非洲之上 王长老 你这是怎么了 众人立刻围了过来 杜老左 你还不出来 我就要陨落了 王云哀求道 刷 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流光快速降临在非洲上 只见一位年轻男子 手里拎着两位助击休士 满脸冷色地说道 你们胆子好大 什么货都敢带走 我只是负责运转货物 其他的我们一概不知 王云满脸惊恐地说道 哈哈 这位道友给呼吁客栈一个面子 这是一个误会 一位白发老者迟迟出现在非洲之上 你就是杜金吧 年轻男子直呼大名道 正是老朽 道友应该不是我们青阳城的人吧 杜金开口说道 我来自万里城 我姓何 何农 青年淡淡地说道 万里城何家 不对 你是何家天才何农 杜金满脸诧一道 我们何家有一批灵药和灵财 运往青阳城府贩卖 但是被一群助击休士劫走了 一番调查 东西居然在你们庆州府 而且 他们还打算利用非洲 发往青阳城 何农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 能不能先把这群无辜的人放了 他们都是练气休士 不可能参与这种事情 就算是抢你们何家的东西 也不可能带一群练气休士 杜金开口说道 不行 没找出幕后之人 都要留下来 何农满脸怒涩地说道 王宝林满脸苦涩 自己第一次出远门 就遇见这种事情 真是够倒霉的 好 我们愿意留下等待事情查清楚 王林开口说道 是的 我们愿意 相当一部分人附和道 哼 我们都是着急 去青阳城 耽误不起 你说得倒轻松 碰 一声巨响 刚刚出生的人变成一滩血迹 这样就彻底不用担心了 何农满脸不屑地说道 众人静若寒蝉的低头 不敢多说一句话 眼前的这个人 可是金丹老祖 就是把非洲上的所有人全部杀掉 也是常规操作 何农满意地看了众人一眼 旋即对着王云问道 据我了解 平时你们非洲 只有一位助击修士护航 最多两位助击修士 这次你们一次出动三位助击修士 这群练器修士 很值钱吗 需要三位助击修士护航 王云看了一眼 杜金老祖 开口说道 我确实收到一笔丰厚的零食 让我们来庆州府 运输一批贵重的零药 因为这一单没有经过我们护云客栈 是我们独自接单的 听完王云的解释 何农开口问道 能不能找到那个人 现在联系不上啊 王云满脸苦涩地说道 哼哼 好吧 我也懒得查了 就当是你们三个人 截斗我们何家物资 说吧 何云再次抬起手掌 准备直接了结王云三人 见此情形 杜金连忙开口说道 放走他们 一切正常交货 对方不可能不接货呀 对对对 引蛇出洞 找出幕后黑手 王云三人 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疯狂解释道 何农放下蓄力的手掌 接着问道 我喜欢简单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给一个说服我的理由 理由 在场众人都是神情一致 包括杜金老祖在内 看着众人诧异的神情 何农淡淡地说道 还是送你们归西吧 太浪费 我时间了 眼见何农身上 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王云连忙开口说道 老祖 这次不把幕后之人引出来 下一次说不定 还会解你们何家的货物 这次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 对对对 要斩草除根 杜金老祖连忙开口说道 呵呵 就是一群小毛贼而已 敢和我们何家作对的势力 绝不会藏头露尾 何农面带微笑地说道 面子 这是打你们何家的脸啊 王云求生欲爆棚地说道 旁边两位助击休士 连忙复合道 是啊 传出去之后 何家面子往哪里放啊 何农低头沉思片刻开口说道 好 如果没有找出截我们何家的黑手 你们都要死 此话一出 王林和王宝林都是满脸苦涩 这也太倒霉了 所有人全部下船 都站住庆州 等抓住幕后黑手 才放你们走 杜金开口说道 何农满意地点了点头 因为搞不好这非洲之上 有暗中监视货物的人 杜金此举正合自己的想法 王宝林和二叔满脸无奈地 被安排到一处空旷的洞府客栈之中 只见一位身穿轻衣 圆脸男子对着众人说道 没有命令 不得走出客栈 这里灵力充沛 你们可以好好修炼一段时间 前辈 如果没有找到幕后黑手 我们该怎么办 一位练器十一层的修士 满脸忧虑地问道 不要问那么多 能活下来就够幸运了 还敢废话 圆脸羞逝 满脸怒涩地说道 王林带着侄子 转身朝着自己洞府内走去 推开洞府大门 看着古色古香洞府内部 王林心情不错地说道 这里的环境还不错 王宝林认同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哎 居然还有聚灵阵 就在这里住下吧 好好修炼 动动 二人刚刚闭目入定 便听见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音 何人 王林突然警惕地睁开了眼睛 是我柳大志 王林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这个柳大志 是他在非洲之上认识的朋友 咫压一声 王林打开房门 把柳大志迎了进来 道友找我所谓何事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没事 就是想问问道友 有什么打算 如果找不出幕后黑手 我们都要死 与其都是死 我们不如拼一把 柳大志满脸严肃地说道 呃 我们还是留在洞府客栈内 就不参与道友的计划了 王林果断地拒绝了柳大志的邀请 见到王林拒绝得如此果断 柳大志开口笑道 我只是开个玩笑 客栈外面有住机修饰看守 我们压根出不去 是啊 只能听天由命了 王林面带苦笑地说道 告辞 就不打扰道友休息了 说吧 柳大志转身离开了房间 这时 王宝林开口说道 二叔 这个柳大志有问题啊 还没开始行动 他们就笃定 找不到幕后黑手 他和截获的人认识吧 不要瞎说 王林立刻呵斥道 二叔 我们拒绝了他们 他们会不会报复我们 我们还是在洞府外 布置一套正法吧 这样安全一些 王宝林不放心地说道 没事 这里是客栈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外面的住机修饰 就会察觉 王林开口说道 还是小心点 我们已经够倒霉的了 更加倒霉的事情 随时会发生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王林看着面带忧虑的王宝林 也不废话 直接把阵器布置好 这样就安全了 外面还布置了静止 这样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王林开口解释道 隔壁房间呢 刘大志刚刚返回房屋 对着其他三人说道 王林不愿意逃出客栈 说白了 还是胆子小 是啊 毕竟只是练七八层 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已经说动隔壁的五人 等晚上我们就悄悄地离开 碰 一声巨响 房屋大门被踹开 你们还想 出去 难不成你们之中 真有人是劫匪 圆脸助肌修士 满脸阴沉地问道 柳大志等人 满脸疑问和惊恐 鱼露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居然告密 躲在珠连山身后的鱼露 满脸不屑地说道 你们要是逃跑了 我们这群人都要死 卑鄙 柳大志满脸怨恨地说道 废话真多 珠连山抬手一道锋利剑气 朝着四个人打去 碰 一声巨响 柳大志趁着火光 使用灵符逃窜出去 其他三人 则是面带苍白地捂住胸口 嘴角带着血迹 望着逃跑的柳大志 朱连山满脸不屑地说道 我要是让你跑了 我就不是住机修士 话音刚刚落下 掌心飞出一枚飞剑 快速朝着柳大志方向追去 啊 只听见柳大志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片刻之后 只见被斩断双腿的柳大志 被两位恋气弟子 如同拖着死狗一般拖了回来 你跑什么 我又没说要杀你 朱连山面无表情地问道 此时巨大的动静 已经引起了客栈内其他的人注意 王宝林跟着二叔也走了过来 柳大志这就被抓住了 还好我没跟他一起跑 等事情查清楚 我们就可以放心离开了 何必那么着急呢 是啊 是啊 还好我没答应他的计划 众人纷纷心有余悸地 看向凄惨的柳大志 我也懒得和你们废话 暂时不要走出客栈 这就是下场 朱连山满脸警告之色道 来人把柳大志带回去好好审审 查清楚这个家伙 与抢劫和嘉玲药的人 有没有瓜葛 朱连山开口说道 这三个受伤的也带回去 我要举报 他们都要和我们一起逃出客栈 受伤的三人 对着刚才答应晚上一起逃跑的人说道 被指认的众人慌忙解释道 瞎说污蔑 我一直都在房间内 你们这群人活该 是的 这是污蔑 我们又不着急离开 朱连山轻蔑一笑 冷冷说道 整个庆州府都进入紧急状态 你们走不出庆州府的 王宝林跟着二叔在洞府闭关数日 本以为又是一个无聊的日子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朱连山的声音突然响彻整个客栈 唉 我们在这里带出幻庭来了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不仅王林以为自己是幻庭 其他人也没有反应 都以为是听错了 客栈外的朱连山 也是满脸疑惑之色 这群人什么情况 前些日子偷偷摸摸地离开 现在让他们走却不走了 你们走不走啊 幕后黑手已经找到了 你们再不走 防飞灵石需要自己单独付 终于在第二遍的时候 屋内的众人反应过来 可以走了 不是幻庭 可以走了 说吧 众人慌忙走出客栈 对着朱连山问道 前辈 幕后黑手是谁啊 朱连山心情不错 开口说道 是几位驻击巅峰的散修 有我们青阳府和万里城的人 也有北域大陆的散修 如何处理他们 朱连山淡淡地说道 只杀了接货的人 其他人躲在北域大陆 何家再厉害 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好了 其他不是你们能问的 赶紧走吧 朱连山不耐烦地说道 众人离开客栈之后 一位炼器十二层的修士 对众人说道 这次不能就那么算了 耽误时间不说 还被吓了个半死 我们去找护云客栈 要个说法 护云客栈在青阳城 有很深的背景 我们惹不起啊 一位炼器七层的散修 面带担忧地说道 哼 搞出这种事情 他们不负责 以后呼吁云客栈 在青阳城的名誉就没了 好 我们去找庆州府的呼吁客栈 反正他们都一家的 说吧 一行人浩浩荡荡 来到庆州府的呼吁客栈 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们呼吁客栈有没有幸运 我们差点小命都丢了 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张浩看着愤怒的众人 立刻开口安抚道 各位不用紧张 我已经把此事告知了总部 炼器七出七 中期奖励一枚聚器单 炼器后期 奖励炼器单一枚 听到有补偿 吵吵闹闹的众人 顿时安静了下来 那我们的路费怎么办 是啊 我可是花费了八百零食 张浩看着群情激愤的众人 开口说道 明天有非洲送你们离开 你们放心 好 多谢 众人立刻抱拳道谢 有些人心中依然非常不满 差点小命都没有了 居然就给梅一转中阶丹药就打发了 但是大家清楚 如果再闹下去 呼吁客栈 肯定会收拾自己 第二天一早 一艘巨大的非洲 出现在上空 王宝林领到一枚聚器单 二叔王林领到一枚炼器单 旋即登上了非洲 解除危机之后 再次出发 从非洲抬头看向蓝天 众人的心情显得格外轻松 二叔快看 前面有一片大海 王宝林满脸激动地说道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还是王宝林第一次见到大海 听见王宝林的呼喊 非洲房间内瞬间走出数位伞修 纷纷把目光投向远处的大海 操控非洲的助击老者笑着说道 过了这片海就快到了 大家耐心等待 众人点了点头 但是有几位散修面带忧虑之色 大海有什么好看的 这片海虽然不是火海 但死海里依然有妖兽 一位炼器十二层的修士面带忧虑地说道 哈哈 你就别吓唬他们了 哪里那么容易遇见妖兽 助击修士面带笑意地说道 哼 话语还未落音 前方一道冲天水柱 冲破云霄 王宝林抬头看去 发现水柱是一条如同小岛一般的巨金发出的 这是胖头鲸鱼 一级中期妖兽 我们在空中它奈何不了我们 不用担心 操控非洲的流点满脸笑意地说道 听见流点的话 王宝林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自己炼器三层的修为 压根不是胖头鲸鱼的对手 因为一级中期 妖兽堪比炼器六层修为 而且妖兽皮操肉厚 战斗力比炼器六层的修士 强上不少 坐稳了 我要加速了 说吧 流点加快非洲的速度 一阵强烈的推背 赶袭来 一天之后 顺利飞过这片大海 此时神经紧绷的王宝林 也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几天 非洲顺利飞行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还有几天就到青阳城 我们能在这条船上 相遇就是缘分 大家举行一场交易会 各位觉得如何 一位炼器十二层的老者笑着说道 可以啊 反正闲着也没事情做 好好好 说吧 有人已经在地上摆上长布 拿出自己不用的物品兜售 宝林 把我以前在徐家种植的灵药和灵财 全部拿出来 说吧 王林盘腿坐下 把一块干净的布放面前 王宝林点了点头 立刻从储存袋内 拿出几株灵药和灵财 一转中阶灵药 大家来看看 王林吆喝道 你是灵药师吧 众人纷纷围了过来 王林笑着说道 是的 我是灵药师 青州的大鼠灵园灵种 就是我来播种的 听见王林这样 众人纷纷露出诧异的神情 你有这个本事 太极仙门还不把你收入门下 众人都是满脸诧异的之色 唉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啊 王林面带苦涩地说道 这朱松灵草 三十灵石卖不卖 一位灵气九层的女修士 面带好奇地问道 这朱松灵草有十年年份 是炼制聚气丹 和开灵丹的主要材料 王林开口说道 女修士由于片刻 开口说道 三十二灵石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格 只能卖你一桌啊 王林满脸肉痛地说道 好 女修士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付了三十二灵石之后 女修士满意拿着松灵草 离开了 女修士离开之后 一位炼气十一层的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道友 有没有二十年份的松灵草 你要炼制炼气丹 王林笑着问道 是的 周诺开口说道 二十年份的松灵草 炼制炼气丹 成功率特别低 最起码要三十年份的松灵草 就单单炼制炼气丹来说 二十年和十年的松灵草 意义差不多 王林开口解释道 听见王林的解释 周诺满脸尴尬地说道 我知道 但是囊中羞涩呀 哎 松灵草看似特别常见 但是年份长的松灵草 确实非常少 二十年份的松灵草 我没有 王林摇了摇头说道 好吧 这三株松灵草 我给你一百块零食 我全部打包了 道友觉得如何 哈哈 好好 王林笑了笑把剩下的三株 松灵草递给了周诺 周诺离开之后 旁边一位老者 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走了过来 道友 这珠峰花多少零食 老者面带好奇地问道 二十零食 这可是制作金创丹的主要之一 王林笑着说道 这五珠峰花 我全要了 老者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王立刻把五珠峰花打包好 递给了旁边小女孩 爷孙离开之后 一位身材壮硕的男子走了过来 道友 这个盐铁树多少钱 你眼光真好 我本来准备用盐铁树 给我折儿炼制一剑法器 既然你要 那就五百零食吧 王林笑着说道 能不能便宜点 壮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四百八十零食行不行 王林开口反问道 好 成交 壮汉满脸肉痛地说道 短短半天之后 王林在徐家积攒的灵药和灵财 全部出售完毕 一共获得了一千六百零食 宝林 我们去买点东西 说吧 王林带着王宝林 朝着其他摊位走去 逛了一圈之后 王林没有找到满意的东西 玄机直接开口问道 各位道友 你们有没有铸鸡工法 铸鸡工法 众人都是一脸诧异 我有 一位炼器十二层的老者 跳出来说道 王林脸上闪过一丝惊喜之色 连忙开口说道 多少钱 两千零食 你先别着急还价 我这个工法温和凭证 资质好坏都可以修炼 老者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先给你一半零食 让我瞧瞧工法 王林说道 一旁王宝林立刻递给老者一千零食 老者犹豫片刻 旋即开口说道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道友应该不会坑我 说吧 老者拿出一枚玉筒 递给了王林 王林释放出神识茶看玉筒 过了半天之后 满意地示意王宝林 把剩下的零食补齐了 二叔 还差四百零食 王宝林开口说道 刚刚卖零药和零财 一共收到了一千六百零食 自己身上一块零食也没有 王林连忙又拿出四百零食 递给了老者 宝林 我们回房间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跟着二叔来到房间内 赚到了 这门先天助击法 确实非常好 虽然修炼速度非常慢 但是没有危险 没有走火入魔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 里面包含了炼器初期 到助击中期的全部过程 更更重要的是 这门功法和那气绝不冲突 等我先熟悉一下 再传授给你 王林面带激动地说道 王宝林看了一眼先天助击法 有些头疼地说道 这也太灰色难懂了 可是他不挑资质 需要悟性 但是不需要资质 这适合我们修炼 对于悟性高的人来说 非常不错 王林满脸激动地说道 是的 王宝林认同地点点头 好了 还有几天时间就到青阳城了 我先初步修炼一下这门功法 好 我来为二叔护法 说吧 王宝林来到外面房间 转眼一周过去 非洲顺利停留在一座千丈巨城之上 王宝林看着如此宏伟壮丽的城墙 也是一阵感叹 前世一些高楼大厦和青阳城墙一笔简直弱爆了 好了 青阳城已经到了 城内不许飞行 你们独自进城吧 宝林 我们走吧 这时候 王林面带笑意地张开了眼睛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王宝林也感觉到二叔的喜悦 叔侄二人一前一后下了非洲 抬头看着青阳城 王林有些唏嘘地说道 我就是在青阳城外遇见了须与辉 哎 不说了 二叔你来过青阳城 王宝林满脸惊奇地问道 年轻的时候 在青阳城生活修炼 来就跟着徐宇辉去了青州 王林开口说道 二叔 你是怎么踏入修真界的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王林看了一眼王宝林 开口解释道 当然是有师父领路 我师父没能成功驻击陨落了 其实师父突破失败也是 意料之中的事情 王林略带伤感地说道 什么意思 王宝林满脸惊奇地问道 你师祖铸鸡失败过一次 第二次铸鸡也失败了 最后 寿元耗尽作画了 王林开口说道 还能二次铸鸡 就当王宝林准备开口问个究竟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道友请留步 王宝林和二叔转过头看去 出生之人是刚刚操控非洲的流点 见过注鸡真人 王林拉着王宝林 连忙恭恭敬敬地行李道 哈哈 评到流点 突然打扰两位道友 见谅 见谅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和二叔对视一眼 知道流点要招揽自己 因为叔侄二人都是练气修士 全部身价加起来 注鸡修士也看不上 除非是奈眉踢除 林登的四转顶级林丹 但是这个消息 除了叔侄二人知道之外 没人知道 排除所有事情之后 那就一种可能 他们看上自己林药师的身份 两位道友是林药师 想必也猜到我的想法 没错 我准备招揽你们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道友是呼云客栈的人吧 你是代表呼云客栈招揽我们 还是代表个人招揽我们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都有 流点笑着说道 王宝林和二叔顿时有些诧异 都有 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一天给呼云客栈帮忙 一天帮流点干活 看着疑惑的叔侄二人 流点笑着解释道 一句两句说不清 我们还是进城之后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再慢慢和你们说 二叔王林开口说道 好 我们进城之后慢慢说 谈谈条件 对对 你们放心 条件绝对让你们满意 绝对不会比你们在大数方势地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 王林跟着流点真人顺利进入青阳城 值得一提的是 进城之前 每人还要交一枚临时入城费 王宝林看着城内耸入云霄的穷楼玉宇 和悬浮在空中的古色古风的建筑 也是感到一阵惊奇和感叹 哈哈 小友 是第一次来青阳城吧 流点笑着问道 是的 我第一次来青阳城 王宝林如实回答道 我们先去呼云客栈 等明天我派人带着你在城内 好好玩玩 流点笑着说道 多谢 王宝林连忙抱拳道谢 交谈间 众人来到一座占地数万尺的六层高楼面前 这就是呼云客栈的总部 流点主动介绍道 流互法 你终于回来了 门口的护卫满脸热情地说道 是啊 刚刚回来 说吧 流点带着叔侄二人来到自己的洞府内 呼云客栈的幕后大佬是原阳老祖 是金丹巅峰修士 流点开口说道 哦 王宁和王宝林点了点头 并没有感到惊讶 因为 能把呼云洞府客栈开满整个青阳城 没有金丹老祖坐镇 肯定是不现实的 呼云客栈现在也准备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贩卖灵药 灵财 灵丹 镇法 法器之类的 我们呼云客栈一共有28位住基修士 我分到了2.4万亩灵田 灵田是原阳真人租给我的 每年收取固定灵药和灵财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宁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道友想让我们打理灵田 没错 除去上交原阳老祖的灵药和灵财 剩下的资源 你们拿三成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但是我也有一个要求 王宁开口说道 尽管说出来 流点满脸豪爽地说道 把灵田交给我们打脸 道友不要插手 也不要派人插手 我们离开大鼠陵园 就是因为苏云那个白痴 到处瞎管理 我这才离开青州的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你放心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况且 我对打理灵田一窍不通 灵田已经被我找人翻新过 随时可以播种灵根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灵田 王林笑着问道 你们不先休息一下吗 不 直接去看看灵田 好 跟我来 说吧 流点带着王宝林和二叔走出客栈外 有点远 我们还是乘车前往吧 说吧 门口的侍卫立刻释放出一只全身白色病毛的独角兽 流点掌中飞出一架马车 白色独角兽主动上前拉动马车 上车 震惊之中的王宝林被二叔拉上马车 王宝林好奇打量着车内精美的装饰 同时也感觉到车辆在快速前进 比前世一些跑车要快多了 需要半天时间 你们可以稍稍休息一会 流点笑着说道 半天时间 灵田在城外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不在城外 在东城 流点笑着说道 整个青阳城该有多大 王宝林满脸诧异之色 哈哈 青阳城的面积 在西域三城之中不是最大的 万里城才是最大的 青阳城面积只能排到第二 黑水城面积最小 流点笑着说道 不知不觉 马车来到一片热闹的陵园内 王宝林透过窗户看去 有些诧异地说道 这不止2.4万亩陵田吧 这个陵园一共有30万亩陵田 我只占2.4万亩 其他陵田被呼云客栈的其他住击真人打理 流点笑着回答道 王林面带好奇说道 原阳老祖居然把陵田承包给你们 不直接管理 这个模式倒是挺新颖的 哎 没那么简单 如果不是特别厉害的灵药师 一亩陵田产生的灵药要上交九成 不过有一点 灵根是原阳老祖直接提供的 流点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我有一个疑问 既然原阳老祖是金丹巅峰修士 为什么不直接开宗立派 或者成立家族啊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宝林不要多问 金丹老祖的事情不是我们能打探的 王林开口提醒道 哈哈 没那么严重 可以和你们说说 原阳老祖没有弟子 虽然有道旅 但是没有孩子 他们夫妇二人都是一心向道 流点开口笑着说道 呼云客栈 居然有两位金丹老祖 王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没错 原阳老祖的道旅木子一 也是金丹初级境界 你以前听说过他大名 流点好奇地问道 没有 原阳老祖是金丹巅峰修士 他的道旅 肯定是金丹老祖 哎 对了 我还有一事不解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说来听听 王林开口问道 何农是怎么抓到幕后黑手的 多亏了庆州府的朱连山 他是从柳大志口中得到的消息 就是那个提出逃跑的柳大志 王林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对 就是他 他负责看守货物 要不是他 我们还真找不到幕后黑手 流点笑着说道 对了 王云三位筑基真人 怎么处理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流点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道 当然是全部赶走了 违反规定必须离开护云客栈 三位筑基修士 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王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嗯 流点点了点头 不过他们是筑基修士 去哪里都有人接纳他们 王宝林笑着说道 何家不会放过他们的 他们的下场只有死 流点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 好了不说这些了 我们来看看林田 王林插开话题说道 说吧 众人走下马车 朝着田间走去 这片插着蓝色旗帜的 都是我们的 流点指着前方说道 林田虽然不多 但是质量比大鼠林园好太多了 王林满脸感叹之色 是啊 比太极仙门的林田好太多了 王宝林也是满脸诧异之色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大鼠林园是供应外门弟子的 当然没法和我们这里的林田比 太极仙门有些林田的质量非常不错 我以前见到过 不过那些林田都是供应给内门弟子的 王林点了点头 认同地说道 确实如此 太极仙门上好的林田 都用来种植高级林根 全部供应内门弟子和长老 普通人确实见不到 顿了顿王林接着问道 什么时候播种 这种林田必须要播种二转高阶林种 要不然就浪费了 你放心 最差都是二转高阶林种 稍后有人送来林根 话音刚刚落下 两位青年急匆匆走了过来 见过流点直视 您的需要林根全部带来了 说吧 二人递给流点一个储存袋 流点只是释放出神石 查看了一下储存袋 玄疾交给了王林 起罗草 酒居花生 这都是二转顶阶林根 也是硬通货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对了 原羊老祖每个月会发放施肥的林叶 你们注意查收 流点笑着说道 还有林叶 王宝林和二叔 都是面带诧异之色 对 以后这2.4万亩林田交给你了 流点笑着说道 王林收起脸上的惊讶神情 满脸严肃地说道 还请道兄放心 一定尽心尽力 好好好 我就不打扰你们修炼了 对了 我看你在非洲之上 买了一部助击功法是不是 流点开口询问道 是的 王林有些不解地回答道 我这里有一门功法 可以修炼到助击出气 你拿去参考一下 说吧 递给王林一枚玉桶 多谢道兄 王林面带狂喜之色 立刻抱拳行礼道 不用客气 这里完全交给你了 说吧 流点对着送林根的两位年轻修士道 你们今天不用返回客栈了 帮他们把林根种植好 遵命 两位青年连忙答应下来 说吧 流点潇洒离开了林园 王宝林把目光投向两位青年身上 两位道友怎么称呼 张伟 张礼 二人笑着说道回答道 张浩 张言你们认识吗 王林好奇地问道 认识 他们出去掌管分店去了 说吧 二人露出一丝羡慕之色 你们怎么都姓张 南部 成元阳老祖本姓张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答 不是 训练我们的助击真人 姓张 二人如实回答道 原来如此 你们以前种过林根吗 王林开口问道 没有 第一次耕种林田 二人满脸紧张地回答道 好吧 你们跟着宝林 说吧 王林拿出一个小锄头 开始耕种起来 要说修真界还是比较奇特的 播种从来不用看气候 因为林根比较特殊 只要有灵力 它就发芽生长 转眼一个月过去 在王宝林和二叔辛苦耕种下 终于把2.4万亩林田 播种完毕 不知不觉 你们在这里忙一个月了 我会向流点真人 为你们请公的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多谢 多谢 张伟和张力疲惫的脸上 露出一丝喜悦之色 片刻之后 收到通知的流点 急冲冲地来到林田边 望着刚刚播种成功的林田 刘点满脸激动地说道 好好好 本以为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短短一个月就成功了 这也多亏了张伟和张力道友的帮忙 他们功劳也很大 王林笑着说道 好好好 美人两枚开灵单 刘点满脸笑意地说道 多谢刘直氏 二人满脸喜悦道 对了 我们二人准备在林田旁边 建造一个洞府 就住在这里了 只是这里可以建造洞府吗 王林开口问道 因为青阳城内不像城外 可以随便建造洞府 这里建造洞府都要经过允许才行 如果城内可以随便建造洞府 整个青阳城内 估计到处都是洞府了 没事 你可以买一个现成的洞府放在田间 没有人敢说什么 这里的林田 是原阳老祖的私人地盘 刘点开口说道 县城的洞府去哪里找 王宝林满脸疑惑道 有 几百零食就能买到 张伟你带着他们去挑选洞府 顺便买四枚开灵单你们分 一切消费记在我名下 刘点满脸豪气地说道 宝林 你跟着张伟 张礼二人去挑选洞府 我要继续 打理一下林田 王林开口说道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王宝林跟着张伟 张礼二人朝着东城方氏走去 刘点也对王林抱拳道谢之后 转身离开了林田 东城方氏 张伟和张礼带着王宝林 进入一家较大的店铺内 希克呀 你们准备买些什么 一位老年男子满脸笑意地问道 老姑你别嘲讽我们了 你这里的东西我们买不起 但是今天不一样 张伟开口笑道 文言老姑立刻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 虽然看到王宝林只有炼气三层的修为 但还是面带笑意地问道 这位道友需要什么 我们顾铭格什么都有 洞服 你是要洞服法器 老姑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听见他那么说 王宝林此时才反应过来 原来洞服也能炼成法器 过来看看 拿出三个精美小巧的洞服模型 出现在掌心之中 这三个都是基础的洞服 里面有炼丹室 闭关室 我们带你去空旷的后院 展示一下洞服 老姑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啊 王宝林眼前一亮道 很快 一行人来到后院一大片空旷之地 老姑催动灵力 只见掌心精美小巧的洞服模型 迎风见掌 变成一座实体洞服 王宝林见到这一幕 也是感到一阵惊奇 旁边的张伟和张力二人 并没有感到奇怪 小友来看看 老姑对着狮神的王宝林说道 王宝林走入洞府观察了片刻 里面大约有一百平方 有两个闭关式 一个炼丹式 总体不算大 但是看起来不拥挤 就这个吧 王宝林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有其他两款 你要不要也看看 对比一下 老姑面带笑意地问道 不用了 价格都一样 估计也是大同小业 王宝林开口说道 我们还有带距临阵和防御阵法的洞服 要不要看看 老姑继续推销道 买不起 就这样吧 王宝林如实说道 哈哈 小友倒是一个爽快人 张伟和张力开口问道 王宝林倒有你 确定就买这个洞服吗 王宝林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就这样吧 老姑再给我们来四枚开灵单 老姑满脸笑意地点了点头 从自己的储存袋内取出四枚开灵单 二百灵十一枚 四枚开灵单一共八百灵十 加上这个洞服一共一千六百灵十 张伟和张力 结果开灵单 面带笑意地说道 记账 老姑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了 开口说道 你开什么玩笑 不是我们 记在留点直视账上 张伟连忙补充道 当真 老姑有些犹豫地问道 还没等张伟和张力开口解释 老姑开口说道 好了 你们走吧 要不要让留点直视 和你说一声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不用了 你们走吧 我相信留点 老姑面带笑意地说道 老姑很清楚 三个炼器修士 不敢拿留点名号芯片 离开顾民阁之后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 对着张伟和张力说道 我们自己回去 两位倒有不用麻烦了 好 告辞 你独自一人小心便 说吧 二人拿着开灵丹 美滋滋地离开 转眼太阳落山 王宝林这才慢慢返回到灵园 宝林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王林坐在田间 满脸无奈地问道 嘿嘿嘿 在东城逛了逛 王宝林满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洞服法器买到了吗 王林好奇地问道 买到了 说吧 把洞服法器递给了二叔 王林查看了一下洞服法器 玄机在田间找到一处空旷之地 片刻之后 洞服准备完毕 二叔把聚灵阵 防御阵布置好 第二天早 王林对着刚刚起床的王宝林 开口说道 先天助击法太难了 我承认我开心早了 被那个老王八蛋坑了 这东西 两千零十太激烈 我们被坑大了 不会吧 这门工法不是中正温和吗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问道 我给留点真人看了 他自己都是满脸无奈 看不懂 特别难修 练 王林满脸苦涩地说道 啊 这不是骗人吗 能不能找到那个老者 把灵石要回来 王宝林连忙说道 哎 这门工法是真的 只是我们自己 悟性滴没法修炼 压根找不到别人的麻烦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顿了顿 王林接着说道 不过还好有留点给的 水火绝 这门工法主修水火元素 威力巨大 正巧适合我 二说 把先天助击绝给我看看 我来试试 王宝林开口说道 也行 毕竟你神是天生强悍 说不定能领悟这门工法 说吧 把玉筒递给了王宝林 放心修炼 这门工法 虽然晦涩难懂 但确实没有一点危险 你放心修炼 二叔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拿着先天助击法 返回自己的洞府内 而二叔则是朝着灵田走去 一开始 王林对自己的种植技术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可是 看见旁边其他灵药师的技术 王林心中那抹得意 顿时消失不见 只有强烈的紧迫感 洞府内的王宝林 看着晦涩难懂的先天助击法 也是满脸愁色 读书百遍奇异自现 多读几遍吧 想到这王宝林 开始仔仔细细 耐着性子 一字一句朗读功法 转眼数日过去 王宝林慢慢收声 进入了一个非常玄妙的境界 王林见到侄子还没出来 害怕出现问题 连忙释放出神识查看一番 唉 宝林不会真得领悟了这门功法吧 眨眼数日过去 王宝林缓缓睁开了眼睛 宝林 这门先天助击功法 你修炼成功了 不知道算不算成功 但可以运转周天了 王宝林开口说道 我也能运转周天 但是越往后越看不懂 你修炼着看看吧 王林有些无奈地说道 没有啊 我可以运转大周天 王宝林开口说道 好吧 也许是前期没那么难 王林猜测道 王林倒有在不在家 一道笑声突然在洞府外响起 王林也是一愣 旋即看清楚来人的面孔 李兴华 二叔 李兴华是什么人 王宝林满脸疑惑 自己闭关几天 怎么冒出这么一个人 哦 他是隔壁林田的负责人 前几天认识的 说吧 二叔带着王宝林 走出洞府 哈哈 李兴华道友 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做客 王林面带笑意地问道 这不是无聊吗 特地过来找道友聊聊天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林从衣袖之中 飞出一道石桌 石椅 以及一套完整的茶具 坐 请喝茶 王林笑着说道 李兴华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满脸笑意地说道 这茶真不错 这可是铸鸡真人 送我的灵茶 当然好了 王林满脸得意地说道 嘿嘿 以后我要多多来沧茶了 李兴华笑着说道 对了 你听说了吗 旁边那几个林田的负责人 准备举行一个交流会 主要交流林根种植的经验 王林脸上露出一丝诧异 开口说道 没人找我啊 是不是觉得我是外来户 没邀请我 不可能 他们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还有从隔壁万里城过来的灵药师 李兴华立刻解释道 交谈间 突然三人都把目光投向远处 只见一位练气十二层的老者走了过来 走近才看清老者的面容 是一位皮肤有黑 全身没有一丝灵力泄露 乍一看以为是一位普通老农 王兄我为你简绍一下 这是廖正寅道兄 李兴华连忙介绍道 见过廖正寅道兄 王林主动抱拳行李道 我看过你的灵田 你很用心 而且也非常有章法 你不是野鹿子出身 廖正寅满脸好奇地看向王林 道兄谬赞了 我师父只是一个普通的散修 最后没有助击成功 作画了 王林满脸忧伤地说道 哈哈 道友不用难过 你师父的一身本领 没有白费 这片灵园内的灵药师之中 你修为最低 但是你达理灵田的技术 名列前茅 廖正寅面带笑意地说道 能得到一个老牌灵药师的赞赏和认同 王林嘴角露出一抹自得之色 得意片刻之后 二叔立刻摆正心态 对着廖正寅问道 道兄进来喝杯茶 廖正寅刚刚准备拒绝 突然闻到浓郁的茶香 嘴边拒绝的话顿时没说出来 一旁王宝林非常有眼色 拿出一个杯子 立刻倒水珍茶 廖正寅也不客气 坐下喝了一口 脸上露出一抹舒展之色 好茶 好茶 道友哪里来的灵茶 这是一位助击道兄送的 王林笑着说道 其实这个灵茶 就是上次马长波为了招拉二叔 特地送的 二叔一直没舍得喝 我准备举行一场灵药师交流会 都是我们护云客栈的人 没有外人 廖正寅开口说道 好 什么时候举行交流会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明天 到时候你和李星华一起去就行了 廖正寅开口说道 道兄放心 明天我一定到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那我就不打扰了 到辞 说吧 廖正寅转身离开 道兄 我也走了 明天我来找你 好的李兄 我来送送你 王林满脸客气地说道 送走李星华之后 王林面带笑意地走了回来 二叔 明天的灵药师交流会 我要不要去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去啊 那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去 二叔有些诧异地问道 一夜无雨 第二天一早 李星华便传言给王林 简单收拾一番之后 王宝林跟着二叔走出洞府 两位道友跟我来 交流地点就在廖正寅的洞府内 李星华笑着说道 好 有劳李兄带落 王林抱拳客气道 没走几步 众人来到一座巨大豪华的洞府内 此时 洞府内还有七八位陌生的修士 哈哈 人都到齐了 我们开始交流吧 廖正寅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个王林怎么来了 他只有练气八层修为 让他来干什么 一位三脚眼的枯瘦男子 一脸不悦地说道 哈哈 要是其他人这样说 我也就忍了 你一个练气九层的修士 有什么资格嘲讽我 王林毫不承让地反驳道 你 贾明脸色顿时变成阴沉无比 二叔并没有理会愤怒的贾明 接着嘲讽道 再者说 这次是灵药师交流会 又不是修为比拼会 单单以灵药师的水平来说 我比你厉害 你找死 说吧贾明就要动手 住手 你居然在我洞府内动手 廖正寅出声拦住了 准备动手贾明 贾明看了一眼廖正寅 转身对着王林恶狠狠地说道 今天我给廖兄一个面子 你可以不用给面子 要不然这样吧 今天交流会之前 我们先较量一场 就当是是开胃菜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旁边王宝林也是眼皮猛跳 不知道二叔态度 为什么那么强硬 怕你不成 贾明也是满脸怒火地说道 住手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是来看你们打架的吗 廖正寅满脸暴怒地说道 王林和贾明顿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 顿时不再说话 这次交流会正式开始 每个人提出一个关于灵药师的问题 然后大家一起回答 廖正寅开口说道 众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这时候 贾明不怀好意地说道 哼 既然王林对自己的种植之书那么自信 第一个问题 就让他来提出吧 好 我在青州大鼠林园的时候 遇见一个难题 什么难题 李兴华非常配合地询问道 顿了顿二叔 王林接着说道 如果灵田被过度施肥 而灵药产量并不好 这该如何解决 听完这个问题 在场各位灵药师 都是一脸诧异 纷纷不可思议地问道 还有这种白痴吗 只听说过少施肥的 没见过多施肥的 这是真事 就在大鼠林园 王宝林开口补充道 众人点点头 纷纷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过大同小异 都是把灵田翻新 重新播种灵根 这种情况 我们的办法都差不多 你有什么好办法 廖正寅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都是面带好奇地 把目光投向王林身上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办法 那就是在灵根旁边 再种一些比较容易成熟的灵根 比如松林草 这样土壤之中多余的营养 就会被吸收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呵呵 你还是脑洞大开 荒谬 荒谬 贾民满脸计讽之色 廖正寅 李星华等人 则是低头沉思着什么 并没有理会上蹦下跳的贾民 过了片刻 众人开口说道 你这个办法倒是可行 可以一试 这种办法虽然看起来荒唐 仔细一想 确实行得通 廖正寅开口说道 看见众人都认同 贾民脸上不屑的神情消失不见 只觉得自己脸上火辣的 贾民也不出声了 但是一旁王宝林知道 这货肯定憋着什么坏心思 转眼数日过去 林药师交流会顺利结束 在旁边打酱油的王宝林 也是收获肥浅 毕竟这群人是真有本事 林田中遇见的问题 都有解决方案 怎么除虫 怎么提高产量 一句话 都是干货 这次交流会到此结束 大家回去消化消化 廖正寅起身抱拳 对着众人说道 王林带着王宝林 朝着自己的洞府走去 身后的贾民三角眼 闪过一丝阴霾 返回洞府之后 王宝林开口说道 二叔 那个贾民不是好人 我怕他会背后捅刀子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王宝林看着满脸阴沉的二叔 开口说道 其实我们没必要得罪贾民 你这孩子什么都好 就是性子有些软 不给贾民一个下马威 他就会一直欺负我们 王林满脸严肃地教导道 万一他偷偷给我们灵田下毒 或者悄悄地对我下手 这该怎么办 王宝林满脸愁色地说道 你多虑了 这里的灵田不是我们的 是流点真人 是原羊老祖的灵田 他只要脑子没有问题 都不会动灵田 就是怕他会对你下黑手 王林认真的分析道 看着二叔担忧的眼神 王宝林背后一凉 满脸惊恐地问道 二叔 这该怎么办 自己只是一个 练气三层的小白 而且压根没有动手的经验 二叔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你这孩子不仅性子软 而且胆子也小 你就住在灵田的洞府内 没人能懂得到你 王林笑着说道 好吧 王宝林无奈地点了点头 总觉得有些不安全 转眼数月过去 日子过得倒是非常充足 白天打理灵田 晚上修炼 因为二叔得罪假名的缘故 王宝林压根不敢走出灵园范围 王林道友 宝林你在不在 李兴华的声音再次在门外响起 李兴华 道友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的 王林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满脸笑意地问道 好事情 好事情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呃 你捡到助鸡丹了 王林面带笑意地打去道 那倒不是 呼云客栈发布了一个任务 我们可以见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什么任务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解决妖兽 青阳城外的小镇上出现了一批妖兽 都是一级初期妖兽 领头的是一级中期妖兽 那么简单吗 这不应该是城主府发布的任务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上个月轮换城主轮到原阳老祖了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城主的位置居然是轮流荡的 王宝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是啊 青阳城有五大巅峰金丹老祖 轮流当城主 这次轮到原阳老祖了 李兴华开口解释道 老祖以后会把简单没有危险的任务 发放给我们 算是一个福利吧 李兴华笑着说道 廖正英他们去不去 王林好奇地问道 应该会去 这个任务目前为止 只有我们陵园内的灵药师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杀死一级初级妖兽 奖励二百零十 杀死一级中期妖兽 奖励五百零十 只要前往围剿妖兽 都有 基本费一百零十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解释道 王林本想拒绝 但是想到身上的灵石 已经所剩无几 如果还不想办法转灵石 距灵阵都无法运转了 灵田里的灵药 最快成熟 也要两年时间 难不成又要过两年苦日子 想到这王林开口说道 好 什么时候出发 不知道 廖正英正在和其他六位灵药师 商量组队事情 我们一起组队完成任务 这样也安全一点 李兴华开口说道 能不能带弟子去 王林突然开口说道 可以啊 反正去了都有灵石拿 不过危险还是有的 你要考虑清楚 不是出去捡灵石 李兴华看了一眼 王宝林开口说道 宝林你怎么想 王林准备 还是问一下侄子的意见 去 我缺少实战 这是一个好机会 王宝林满脸坚定地说道 二叔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之色 他本以为王宝林软性子 会拒绝这次外出行动 没想到答应得如此果断 咦 片刻之后 廖正迎带着其他几位灵药师 走了过来 王林道友 想必李兴华道友 已经和你说过了吧 廖正迎面带笑意地说道 说过了 什么时候出发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现在就出发 廖正迎笑着说道 好 宝林收拾东西 我们一起出发 王宝林小友 也要一起去吗 廖正迎有些诧异地问道 这次任务虽然好转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接的 死在外面 可怪不得我们头上 贾明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就不劳道友操心了 王林一脸不屑地回复道 眼见着二人又要吵起来 廖正迎连忙开口说道 好好好 没事了 我们出发吧 见到廖正迎开口 王林和贾明 立刻沉默不语 我们先去任务堂领取任务 廖正迎开口说道 很快 一行人来到城中的任务堂 顾名思义 任务堂就是领取任务的地方 青阳城内出现危害稳定的事情 任务堂就会 发布相应的任务和奖励 虽然众人来得比较早 但是前面 还是有很多人排队领取任务 那么多人 王林看着前方长长的队伍 满脸诧异之色 排队 这是规矩 廖正迎满脸无奈地说道 快看那是什么 排队的众人 立刻把目光投向远处的空中 只见一艘通体白玉所造的灵船 船身雕刻着各种飞行团 显得格外漂亮和神秘 灵船 停在任务堂的广场之上 接着数十位薄纱蒙面的妙龄女子 缓缓从灵船上走了下来 这是难遇大陆 冰临天宫宗的人 廖正迎满脸诧异地说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众人都是一脸诧异地看向廖正迎 廖正迎小声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 去过南瑜大陆 见过冰临天宫宗的标志 你们看这个临船之上 也有一朵白色雪莲花 白色雪莲花 就是冰临天宫宗的标志图案 原来如此 这种庞然大物 来我们青阳城干什么 众人继续问道 廖正迎满脸无奈地说道 我哪里知道 就在众人说话间 只见从任务堂内 走出一位身穿紫色紧色长袍的女子 走了过来 廖正迎见到此女满脸诧异说道 这是我们呼云客栈的主母穆紫衣 能让金丹真人出来亲自迎接 这非洲上的女子是谁 哎 容妹妹 你怎么才到啊 我都等你好久了 穆紫衣满脸称怪道 抱歉穆姐姐 我在路上耽误了一点时间 只见领头的女子满脸清冷地说道 旁边排队领取任务的众人 看着女子清冷高傲气质 忍不住释放出神识 窥探薄杀后面的面容 啊 突然前方一位公子哥模样的俊俏修士 突然发出一阵惨叫 旋即眼神呆滞 流着口水在广场之上脱掉衣服 埋头狂奔 见到这一幕 准备释放神识 一探芳容的众人 顿时安耐住了心中的好奇心 眼前这个公子哥 就是神识遭遇重创 虽然修为还在 但是已经变成白痴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自生自灭了 王宝林看着变成白痴的修士 心中暗暗道 红颜祸水啊 不过这小子 还真是色欲蒙了狗眼 旁边的众人开口小声说道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王宝林满脸黑线 从没听过看一眼花 变成白痴的 公孙荣略带寒意地 看了一眼刚刚小声说话的人 乱哄哄的现场 顿时安静了下来 容妹妹 我们赶紧回家吧 慕子依连忙岔开话题道 公孙荣玩耳一笑地点了点头 跟着慕子依 离开了任务堂广场 目送冰临天宫中的女修士 全部离开之后 排队的人群之中 有人开口说道 刚刚那位仙子 是东玉大陆冰临天宫中的 大师姐公孙荣 据说已经是筑机巅峰的修为 差一步便可凝聚金丹 不知道来我们青阳城干什么 公孙仙子 长得肯定很漂亮吧 一位年轻修士 满脸痴迷地问道 那是当然 谁能和他结为道旅 就是死也值得了 一位修士 满脸痴汗模样道 哈哈 你们都没看清楚 公孙仙子的面容 就在这里幻想 还是回去做梦吧 梦里什么都有 一位女修士 满脸不屑地嘲讽道 哈哈 众人发出一阵嘲讽的笑意 小插曲过去之后 众人开始排队 继续领取任务 一个时辰之后 王宝林终于来到任务堂大厅 任务堂大厅 比自己想象中要大很多 有很多穿着青阳城衣服的弟子 正在给领取任务的修士服务 同时 大厅上方 还有一道巨大的透明虚影 屏幕流动 上面写着各种任务和奖励 王宝林注意到来来往往的人 有些人是领取任务 有些人则是完成任务之后 开始兑换奖励 有些人满脸喜悦 有些人则是满脸沉重 就在王宝林好奇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之时 二叔王林开口说道 好了 走吧 那么快 任务领取完毕了 王宝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搞定了 弟子已经拿到了 走吧 廖正寅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 很快 王宝林跟着众人乘坐马车 朝着目的地狂奔去 车厢的 廖正寅面代言 速地说道 这根据任务牌上的提示 那里有24只四目灰狼 24只 二叔王林等人都是一脸凝重之色 廖正寅笑着说道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 没有超过一级高阶的妖兽 基本都是一级低阶妖兽 原来如此 我就说 元阳老祖 不会把送死的任务给我们 众人深深呼出一口气道 那群孽畜还在镇上伤人 必须要尽快铲除 要不然 一个镇子的人都有危险 廖正寅满脸严肃地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 虽然修仙者高高在上 对凡人不屑一顾 但是大家也都有一个共识 不能滥杀凡人 因为凡人是修仙者的后备军 正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凡人 修真戒才能蓬勃发展 很快 一行人来到一座热闹的凡人小镇之前 廖正寅收起马车 看着前方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的小镇 满脸诧异地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也不像遭到妖兽袭击的样子 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贾明满脸疑惑地问道 廖正寅看了一眼贾明 没好气地说道 老夫虽然年纪大 但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地步 说吧 直接把地址拿给众人观看 大家看了一眼 纷纷表示没有走错路 我们隐藏身份 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王林面带一丝忧虑地说道 贾明冷笑一声 满脸不屑走到街道中央 趾高气昂地说道 呵呵 镇里的人听着 我们是仙师 听说你们这里有妖兽 赶紧把妖兽的踪迹告诉我们 王宝林见此情形满脸黑线 这货不会是来捣乱的吧 不仅舒直二人心中不满 一旁的廖正寅和李星华等人 也是皱了皱眉头 本来还热闹地接到 听见贾明的话 顿时变得一片萧条 大家如同见到土匪近村一般 快速躲进店铺内 见到这一幕 众人更加好奇和不解 我们又不是妖兽 他们害怕什么 王宁满头雾水地说道 贾明恼怒 朝着附近的一个店铺走去 碰 碰 开门 可是敲了半天门 依然没有开门 哄 贾明一拳打碎了店铺的木门 从里面拽出一位身材臃肿的土财主 说 为什么跑 贾明满脸怒涩地问道 真不怪我们 都是绿野仙宗的仙师 太会压榨我们了 我们这才无奈寻找妖兽庇护 土财主被吓得把所有事情 全部抖了出来 廖正英健壮开口说道 贾明 你不要这样吓唬他 说吧 廖正英满脸和煦地说道 道友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不是绿野仙宗的人 土财主看了一眼廖正英 和王林等人的装扮 玄机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听完土财主的叙述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个小镇因为有铜矿 所以启明铜山镇 绿野仙宗看上了这片地方 虽然修真戒很少用到铜 但铜可以提炼成铜精 这东西可以用来炼器 算是一级高阶灵彩 可是绿野仙宗太贪婪了 把铜山镇的居民往死里逼 让居民每年上交固定量的铜 如果不完成下场只有死 以前居民为了活命 只能冒着风险去寻找铜矿 可是伴随着暴力开采 铜越来越少 小镇居民本想着 绿野仙宗会看在那么多年 辛辛苦苦上贡铜矿的份上 不会大开杀戒 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绿野仙宗一口气杀了上百人 吓得众人瑟瑟发抖 并且绿野仙宗放言 明年不把铜矿交齐 那就继续杀 听完土财主的描述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所以你们和妖兽合作 杀了绿野仙宗的弟子 扑吃 一旁的甲鸣 突然没忍住大笑起来 你还真是一个白痴 妖兽能和人类合作吗 他们不吃了这里的居民 就算好事情了 再者说 绿野仙宗又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在西域大陆开宗立派的条件是 要不有金丹老祖坐镇 要不然门内有十位筑机修士 绿野仙宗虽然没有金丹老祖 但是有十位筑机修士 难道二十四只四目灰狼 能打推绿野仙宗 甲鸣满脸不屑地说道 只是甲鸣这个乌鸦嘴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背后感到一阵莫名的冷意 众人感到背后一凉 机械地转过头去 只见阵子外面出现大片狼群 领头的狼王一身白色银豪 虽然体型娇小 但身上释放出恐怖威压 让众人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背对着众人的甲鸣 还是一副侃侃而谈的姿态 看见王宝林没有反驳自己 甲鸣以为王宝林输职二人 被自己说服了 县师 你还是转过头看看吧 胖财主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甲鸣不明所以地转过头去 只见几十头恶狼狠狠地看着自己 咕咚 甲鸣咽了咽口水 心中大骂道 不是说只有二十四只四目灰狼吗 各位先师 他们就是你们要找的妖兽 赶紧动手吧 胖财主非常没有眼色地说道 众人一脸怒涩地看向胖财主 心中大骂道 这狼王肯定是二级高阶妖兽 自己这群练气修饰 压根不是对手 而且 这群狼妖都是一级高阶妖兽 不是说好 大部分都是一级出阶妖兽吗 廖正迎愣神半天 发现狼王没有动手 玄机抱拳说道 狼王前辈 杀居民的是 绿野仙宗的人 不是我们 对对对 我们不是绿野仙宗的人 王林和李星华等人 连忙开口解释道 这群滥杀无辜的败类 杀光他们 敖屋 小狼王发出一阵稚嫩的嚎叫 说吧 狼群快速朝着众人袭来 众人也不想坐以待毙 立刻运转法器 朝着狼群杀去 王宝林拿出二叔给的下接法器 躲在众人身后 宝林快跑 不要动手 王林出声提醒道 王宝林拉着土财主 朝着旁边的店铺飞奔去 此时 众人在狼群的围攻下 已经节节败退 虽然也使出了各种手段 但是对面的狼群修为非常高 压根不是对手 退开 让我来 小狼王发出奶里奶气的声音 说吧 一道筑基后期的威压 席卷了整个铜山镇 二叔等人 直接膝盖一软 全部跪在了地上 全身发软 别说动手就是开口的机会 都没有 孽出助手 千钧一发之际 一味绝美 孤傲的倩颖 出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看清 来人 廖正寅用尽全身力量 开口求救道 公孙仙子救命 我们是呼云客栈的人 木子一是我们的主母 公孙荣看了一眼狼狈的亡灵众人一眼 旋即把目光投向银色狼嚎的狼王身上 小东西跟了我 你要什么有什么 成为高级妖兽 不是梦想 你这个坏女人 我才不要投靠你呢 小狼王奶里奶气地说道 呵呵 敬酒不吃吃罚酒 乖乖当我的灵宠吧 说吧 公孙荣双指之间出现一道蓝色浮转 只见公孙荣抬手 把蓝色浮转投掷在空中 浮转快速式放出一阵蓝色光芒 顷刻间 蓝色光芒化作一道蓝色光链 朝着白豪狼王复去 白豪小狼王 阳天长笑一声 身躯陡然变大树百丈 口中一道透明圆球能量汇聚 哄 一声巨响 火光耀目 小狼王的攻击 被公孙荣轻松挡下 但是光链已经把小狼王团团绑住 哈哈 小东西 等一下我们签下七月卷轴 你就是我的灵宠了 公孙荣冰冷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是吗 我不觉得 一道细血的声音突然在公孙荣耳边响起 还没等公孙荣反应过来 便感到一阵强烈的巨疼 旋即重重摔倒在地上 跪在地上的二叔王林抬头看见 只见一位一袭白衣俊美到无法形容的男子 满脸玩味地看向受伤的公孙荣 公孙荣则是脸色非常难看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男子 爷爷抱抱 白豪小狼王满脸委屈地爬到俊美男子脚边 看着委屈巴巴的孙女 男子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两位道友还要躲多久 白黎君淡淡地说道 话音刚刚落下 原杨老祖和盗吕木子一现身 哈哈 道友这是一个误会 原杨老祖满脸真诚地说道 我要是不出来 我宝贝孙女恐怕就成为你们的灵宠了吧 而且 你们也跟着公孙荣一起过来 想必也发现了隐藏在暗中的我 只是没想到我是原杨老祖吧 白黎君面带笑意地问道 原杨和穆子一都是一阵夜雨 他们确实是这样打算的 道友这次我们认栽了 你说怎么办 原杨老祖满脸无奈地说道 好 虽然你们夫妻二人图谋不轨 但毕竟没动手 我放你们和这群炼器修饰走 但是这个公孙荣不能走 白黎君满脸平淡地说道 不行 行 一言为定 原杨老祖立刻打断了穆子一的话 夫君 如果公孙荣死了 兵临天宫宗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穆子一满脸着急地说道 兵临天宗宗再厉害 也管不到我们青阳城 这里是西域大陆 原杨老祖也有些动怒 眼下活命都是问题 还管什么狗屁 兵临天宫宗 穆子一只能满脸无奈地 看向公孙荣 神情异常内疚 赶紧滚 白黎君突然释放出恐怖的威压 周围空气陡然吸薄了三分 原杨老祖脸色一白 转过头对着廖正寅等人说道 赶紧走吧 宝灵 王灵对着躲在店铺内的王宝灵说道 听见二叔的呼唤 王宝灵立刻走出商铺 看着只有炼气三层的王宝灵 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原杨老祖也是感到好奇 王宝灵跟着二叔 飞快离开了同山镇 来的时候有多嚣张 逃走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逃出很远之后 贾民心有余悉地说道 倒霉 普通炼气修士 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位金丹老祖 我们倒好 不仅遇见金丹老祖 还遇见了原鹰老怪 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王灵认同地点了点头说道 说得对 不过这个任务信息 是绿野仙宗提供的 什么信息都是错的 一定让原羊老祖问罪于他们 对对对 一定要问罪他们 这群坑货 杀害普通人就不说了 还差点让我们全军覆没 贾民也难得没有 和王灵抬杠倒 先别说这些 狼族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青阳城 难不成狼族 要进入我们西域大陆 廖正寅满脸忧虑地说道 这些不是我们担心的事 应该是那群高阶修士担心的事情 现在这个任务算是完了 还是算没完成啊 李兴华满脸愁色地说道 听见李兴华的话 廖正寅没好气地说道 这个时候还担心任务 我们能活命 都是祖上烧高香 任务的事情 就你别担心了 原羊老祖在现场 什么情况他能不知道吗 一直低头没说话的 王宝林开口说道 既然老祖知道 公孙荣要捕捉小狼王 也知道小狼王身边 有高手护道 为什么还让我们去同山镇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沉默不语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就在众人沉默不语 气氛诡异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我也不知道 公孙荣要找的目标 就在同山镇 更加不知道 你们领取的任务是 前往同山镇剿灭妖兽 拜见原羊老祖 王宝林只是一个小白不懂事 乱一老祖 还请老祖怪罪 王林慌忙拉着王宝林 跪在了地上 呵呵呵 下不为例 多谢老祖 王林满脸喜悦地叩头道谢 原羊老祖顿了顿开口说道 唉 实话和你们说了吧 免得你们不好好打理林渊 众人一脸 仔细地看向原羊老祖 生怕错过什么精彩的片段 公孙荣只是路过青阳城 突然发现了小狼王 知道他身边有高手护道 便让我和夫人出手帮忙 公孙仙子知道 哪个是狼祖小狼王吗 廖正迎面带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要知道那是狼祖小狼王 别说我们不会帮忙 就是濒临天公宗也不敢打其他的主意 看着还陷入沉思的众人 原羊老祖开口说道 好了 你们回去领取奖励吧 这个任务算你们完成了 说吧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原羊老祖消失在眼前 众人面带喜色地对视一眼 开口说道 这下好了 事情说清楚了 任务也算完成了 回去吧 众人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一起返回了青阳城内 因为是外出执行任务 入城费用倒是免了 一行人很快来到任务堂 把令牌交给了工作弟子 这时候 旁边一位弟子 看了一眼令牌 开口 说道 你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基础奖励每人一百零食 二十四只一级出街妖兽 一只妖兽二百零食 一共四千八百零食 加上王宝林 一共十一人 廖正英把四千八百零食 全部分好 开口说道 每人四百四十零食 王林宝小友四百零食 这样分大家没有意见吧 我有意见 这家伙纯属是躺赢 身上连伤都没有 压根就没有动手 凭什么给他四百零食 贾明开口反驳道 是啊 他又没有动手 旁边其他零药师 也是满脸不服气地说道 如果不是原羊老族等人出现 狼族会放过王宝林吗 李兴华开口反问道 这 不会吧 这个奖励 必须有王宝林一份 本来有些犹豫的 廖正英拍板道 我们都算是王宝林的前辈 没必要和他为难 况且 他也是 冒了生命危险的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咦 对 再者说 我们不是比他多四十块零食了吗 廖正英笑着说道 好好 我们为了四十零食 没必要和一个后备计较 众人开口笑道 贾民听见众人都不再计较 如果自己再斤斤计较 这样显得自己特别没度量 还不快谢谢各位前辈 贾民板着脸说道 王宝林虽然心中不爽 但还是面带微笑地对着众人抱拳道 多谢各位前辈 分好临时之后 众人在任务堂前分开 王宝林带着二叔来到顾明阁 见到王宝林前来 老顾满脸熟络地说道 这位道友有些眼熟啊 我前些日子刚刚来你这里购买了洞服法器 留点真人把临时结清了吗 王宝林笑着说道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们护云林园的灵药师 说到这老顾的脸上露出一抹热络之色 灵药师不缺钱啊 比一般家族弟子都要富有 这是我二叔王林 王宝林开口介绍道 王宝林道友好 这次你们需要些什么 老顾满脸热情地问道 二叔王林也被老顾的热情吓了一跳 眼前这个老顾好歹也是助击休士 没必要如此第三下四吧 我们需要一枚炼气后期的丹药 和一枚炼气初期的丹药 王林开口说道 炼气丹和开灵丹可以吗 老顾满脸笑意地问道 王宝林和王林一同点了点头 炼气丹450临时 开灵丹2010 开灵丹价格合适 但是炼气丹太贵了 我在青州府买的炼气丹 才4010一枚 不可能 除非你买很多枚 一枚的价格 不可能那么便宜 老顾满脸笃定地说道 你说得不错 我一共购买了五枚 但是你单枚的价格太贵了 410零时行不行 二叔笑着解释道 420零时 这是最低价 老顾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之色 好 王宝林率先答应了下来 没必要为了10块零时浪费时间 爽快 下次你们购买五枚炼气丹 我也给你们400零时的价格 老顾笑着说道 王林点了点头 递给了老顾620块零时 老顾递过来两个词评 王宝林和二叔一番查看之后 玄机抱拳道 告辞 道友慢走 我来送送你们 老顾非常客气地说道 王林和王宝林也被吓了一跳 这个老顾也太客气了 不不不用了吧 书职二人连忙婉拒道 好好 道友慢走 老顾满脸堆笑地说道 书职二人走出店铺 王林满脸不解地问道 这个老顾真是助机修士吗 这样也太 太谄媚了 是不是 王宝林笑着补充道 是啊 太客气了 二叔满脸诧异地说道 他是想让我们呼应林园的灵药师 都来照顾他的生意 要不然 他对店里其他客户 可没那么客气啊 王宝林笑着对二叔解释道 二叔王林顿时毛色顿开 笑着说道 差点以为他有其他算计呢 毕竟是一个助机修士 这也太第三下四了 太丢助机真人的脸皮了 看着二叔满脸不屑的神情 王宝林笑着说道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张伟和张开 跟我提过老顾的事情 他没有背景 资质也不是特别好 能在青阳城内站稳脚跟 靠的就是八面玲珑 王林一愣 玄机笑骂道 我还没说你呢 你居然先教训我来了 胡言乱语 什么人都敢乱说 金丹老祖是你能议论的吗 要不是原羊老祖脾气好 现在我们叔侄俩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王宝林立刻认错道 我的错 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王林见到自己侄子 认错得如此果断 点了点头道 绝对不能有下一次 放心吧 二叔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不知不觉 二人返回洞府内 宝林 你把剩下的零食 全部放在聚灵阵和防御阵上 王林开口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把剩下的四百二十枚零食 镶嵌阵法内 闭关之前 我们还是先去灵田内看看 算算时间 还有一年时间 灵药就要成熟了 好的二叔 说吧 王宝林跟着二叔 来到灵田边 仔仔细细 查看每一株灵药的情况 一番周折之后 王宝林返回洞府 开始闭关 默念鼠变静心觉之后 开始运转周天 伴随着周天运转的速度 越来越快 体内的灵力 也变得狂暴起来 就在这时候 王宝林直接吞了两枚聚气丹 正 一阵强烈的灵力 冲击袭来 王宝林眼中 闪过一丝果断 直接又把两枚开灵丹 吞入空口 旋即只觉得 自己咽喉一阵刺痛 体内的灵体 不断冲击经脉 脸上顿时变得胀红 体内的灵力 仿佛要爆炸开来一般 王宝林努力告诉自己 一定要冷静 同时不断运转那气绝 就当准备运转一个大周天 消化体内肆虐的灵力之时 突然感到丹田 传来剧烈的疼痛 见此情形 王宝林立刻停止运转周天 但此时体内的灵力 不断乱窜 随时有暴体的风险 千军一发之际 王宝林直接运转 先天助击 发 一个小周天运转完毕 一道清凉之意 传遍整个肺腑 见状有效果 立刻开始运转大周天 一个大周天运转完毕之后 王宝林惊奇发现 自己体内的灵力 增加了数倍 而且释放出的神识 也是扩大了数倍 成功了 终于突破了炼气四层 这门先天助击法果然神奇 虽然晦涩难懂 但是修炼成功之后 突破确实非常简单 就在这时候 神识突然看见了 室外的二叔 二叔那么快就出关了 看来没有突破 炼气九层啊 王宝林心中 暗暗思索道 想到这王宝林 直接走出洞府 满脸疑惑地问道 二叔 你怎么出关了 仿佛看出了 侄儿的疑惑 王林笑着说道 三枚炼气单 想要突破炼气九层 还是不太有把握 我想再等等 看着面带笑意的二叔 王宝林心中 升起一阵愧疚感 要不是供养自己 二叔资源足够他突破 炼气圆满境界 二叔 等灵要成熟了 我们就有资源了 王宝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这还要一年时间 你突破的速度倒是非常快 已经炼气四层了 你踏入修真界 满打满算 也不过四年时光 不错 非常不错 王林一副比自己突破 还开心的模样 你们终于出关了 我找你们几次都不在家 李兴华神出鬼没地 出现在洞府外 李兄 有何事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我有件事情 想要和你商量一下 李兴华一副小心翼翼地说道 看着李兴华如此姿态 王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什么事情 你手里还有多少营养灵液 李兴华开口问道 还有三瓶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灵药基本已经成熟 等待明年就可以采取了 这些多余的营养灵液 可以卖掉 李兴华小声说道 王林脸上闪过一丝异动之色 旋即开口说道 这不好吧 万一被发现了 贾民和其他几人 都已经贩卖了多余的灵液 李兴华开口说道 这不好吧 要是被发现了 肯定会被赶出灵源的 王林有些抗拒地说道 哎 王兄 反正灵药已经正常开花结果了 我们只需要细心看护就行了 根本就用不到营养灵液 多余的营养灵液 还不如卖了呢 李兴华开口说道 廖正寅有没有私自都受营养灵液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 李兴华摇了摇头 马无叶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但我们还是等灵药结果之后再做打算吧 王林开口说道 有道理 等这批灵药成熟之后 下一批营养灵液到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批没有用完的灵液出售 这样不怕呼晕客栈的调查了 李兴华眼前一亮道 其实廖正寅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假明这个目光短浅之辈 以后死也死在他目光短浅 心胸狭窄之上 王林满脸不屑地说道 李兴华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玄机抱拳告退 目送李兴华走远之后 王林对着王宝林说道 宝林 你怎么看 二叔做得对 人不能太傻 也不能太机灵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好修炼 有空看看谢云给你的炼丹之术 王林开口吩咐道 王宝林突然反应过来 连忙开口说道 对啊 我差点都忘记了 接下来的时间 王宝林开始查看 谢云留下的阵法和炼气心得 春去秋来 一年时光转眼飞逝 这一年的时间 王宝林把阵法和炼气 全部学习了一遍 但也只是限于学习 没有具体操作过 毕竟学习炼丹和阵法非常烧钱 一般散修 压根无法接触到这些 一般炼气修饰 最多会布置两个阵法 其他高深的阵法 压根一窍不通 至于更加烧钱的炼丹术 基本不是散修可以接触到的 宝林 过几天流点真人会来收取灵药 我们好好准备准备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好的二叔 王宝林点了点头 这日清晨 王宝林如同往常一样 前往灵田查看灵药 流点突然出现在田间 王宝林连忙转头呼喊道 二叔 流点真人来采灵药了 王林立刻出现在灵田间 开口对着流点说道 真人 灵药基本都成熟了 这是清单 你看着摘 剩下的灵药都是我们的 流点递过来一个浴桶 王林看着浴桶 沉思片刻开口说道 这清单上的数量还真多 不过我可以确定 除了上交的灵药 还能剩下一五成灵药 当真 流点脸上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因为来之前 流点和其他护云客栈的 另外两位住机修士交谈过 他们一致认为 除去上交灵药之后 还能剩下一成灵药 没想到王林居然给他了一个惊喜 这时当然 灵药都在填脸 做不了价 王林满脸笃定地说道 好好 不错 不错 流点面露非常满意之色 只能算是重规重矩 如果根据这个清单来算的话 旁边的李新华和廖正盈 除去上交的灵药 应该能剩下两成 王林推算道 我们不说其他人 只说我们自己 流点笑着说道 开始采摘灵药吧 要不要我帮忙 不劳真人出手 我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真人商量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什么事情 流点面带好奇地问道 能不能留些好的灵药 这些灵药 有成为百年灵药的潜力 王林面带难色地说道 好好 留下来 你看有潜力的起螺草 酒屈花生全部留下来 流点满脸笑意地说道 宝灵 开始干活了 说吧 叔侄二人拿着储存袋 立刻开始采摘灵药 数日过去 王林和王宝灵 满脸喜悦地说道 好了 已经按照清单 把灵药采摘完毕 好了 我回去交田租 等把多余的灵药出售之后 再给你们分灵食 流点满脸笑意地说道 不着急 真人慢走 王林和王宝灵 抱拳恭送道 流点离开之后 旁边的李兴华也是开始收割灵药 我们去帮帮李兴华 他没少帮你说话 王林开口说道 好的 正在辛苦采药的李兴华 看见王林输制二人帮忙采药 开口问道 你们忙完了 忙完了 流点真人刚刚带着灵药离开 王宝灵一边帮忙摘药 一边开口回复道 你们除去上交的田租 还能剩下多少 李兴华满脸好奇地问道 一点五成 王林如实说道 差不多 都差不多 李兴华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剩下的你们能分几成 王林好奇地问道 三成 你们呢 李兴华同样面带好奇地问道 同样三成 王林笑着说道 很快在王宝灵 舒直二人的帮忙下 灵药全部采摘完毕 庞之中真人走了过来 开口问道 灵药才好了吧 好 李兴华立刻把灵药 递给了庞之中 好 你们慢慢聊 等卖了灵药之后 我再把你的那份给你 庞之中满脸笑意地说道 没事 李兴华笑道 目送庞之人离开 李兴华转过头 对着王宝灵舒直二人说道 今天心情不错 我请你们吃饭 聚仙楼 太破费了 走吧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李兴华 就在众人刚刚走出灵园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面带苦涩的贾民 李兴华面带好奇地问道 贾民道友你这是怎么回事 贾民看见王林等人 立刻恢复平淡的神情 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 你们灵药收拾好了吗 好了 我们准备去聚仙楼拒绝 李兴华开口说道 看着面带笑意的王林和李兴华 贾民眼中闪过一丝极度之色 好好好 贾民强装镇定地说道 一行人打完招呼之后 朝着巨仙楼走去 王兄 看来贾民道友的灵天收成有问题啊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不知道 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过他技术也就那样 我看过他田里的灵药 如果上交的灵药和我们差不多 他应该没有利润分红 王林开口说道 我估计他要离开了灵园了 如果没达成目标 那群筑基真人肯定会翻脸不认人的 李兴华满脸嘲讽地笑意道 说话间众人来到一座豪华的酒楼边 客观里面请 巨仙楼的侍女面带笑意地迎接道 坐下之后 众人点了几个小菜和灵酒 便开始聊起天 王宝林则是满脸好奇 看着端上来的菜 发现都是灵兽和灵财烹饪而成 赶紧吃吧 吃这些东西能增加灵力 李兴华开口解释道 王宝林也毫不客气地大块朵一起来 酒过三巡之后 李兴华开口说道 王兄 我们可以准备筑基的事情了 我猜练七八层 是不是有些早 王林有些诧异地说道 我现在已经准备谋划筑基的事情 这种事情已早不宜迟 李兴华解释道 没有灵食啊 实力不允许啊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哈哈 可以去任务堂领取任务 趁着这十年 是元阳老祖轮值成主 我们一定要把筑基的灵食全部捞起 李兴华满脸兴奋地说道 这很好赚吗 王林有些不解地问道 简单的任务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 这就是优势 李兴华开口说道 王林看了一眼李兴华 开口问道 你是想和我们组队 不错 我们认识也有一年多时间了 你们疏值二人的人品 我还是非常信任的 李兴华开口说道 好 答应了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能不能带上宝林一起完成任务 可以不用分他奖励 只收基础补贴零食 王林开口说道 本来准备拒绝的李兴华 听见王宝林不需要奖励 玄机开口说道 可以 但是如果遇见危险 这需要自己负责 这是自然 我只是为了锻炼宝林 没想着让他正灵时 你放心 王林开口保证道 一言为定 就这样 二叔和李兴华 二人立下组队约定 据仙楼门外 九族饭饱的王宝林等人 伸着揽腰 准备返回洞府休息 很快 一行人来到呼应林园 李兴华抱拳说道 王兄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不可变动了 一言为定 你放心 王林收起脸上的笑意 神情异常严肃地说道 一番客套之后 王宝林跟着二叔 返回自己的洞府 宝林 你没意见吧 二叔突然冷不丁地问道 王宝林立刻明白过来 连忙开口说道 没有 我需要实战经验 与其单独外出冒险 跟着二叔外出完成任务 还有一份安全保障 听见王宝林的话 王林满脸笑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不错 你的心性比你的天赋好太多 有时候我感觉 你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王宝林 穷人家的孩子当家 这些年你吃苦了 但是你要记住 以后先途更加艰难 你现在已经是 炼器四层的修士 已经算是修真界的 主流人员之一 一定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王林苦口婆心地说道 二叔你放心 我一定做好训道准备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王林一时间雨夜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修炼 直到这日 流点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流点真人 灵药符合 原阳老祖的要求吧 符合 非常不错 除去上交的 剩下的灵药和灵财 一共卖了八千零食 归你们所有的 一共是两千四百零食 这是账单 你们看看 说吧 流点递来一份账单目录 这就不用看了 我们肯定信得过真人 王林笑着推托道 哈哈 信任归信任 想要长久合作 必须要一马归一马 流点笑着说道 好 我也不客气了 王林笑着拿过账目 不过并没有观看 直接递给了王宝灵 灵田内还有几十株灵药 你们要好好打理 如果能成百年灵药 你们叔侄二人 可以拿走四成 流点笑着说道 多谢 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王林面带笑意的点头 好 我就不打扰 你们修炼了 告辞 真人慢走 王宝灵满脸笑意的恭送道 送走流点之后 看着储存内两千四百块零食 王林和王宝灵 露出一丝满意的笑意 两年不到的时间 就获得了两千四百零食 最主要的是 以后灵药一年一熟 每年都有两千四百零食 这一千二百零食归你了 王林递给王宝灵 一半零食 二说 这不好吧 你现在突破炼器九层 正是需要零食的时候 我不能要 王宝灵立刻果断拒绝道 王林看着王宝灵坚决的态度 心中闪过一丝暖流 旋即开口说道 你突破炼器五层 需要最起码五枚锯器丹 或者开灵丹 你先去买五枚丹药 剩下的全部换成炼器丹 这算下来 我还是花了一千零食 没必要啊 就这样说了 一言为定 你还和我 分得那么清楚干什么 王林故作不悦地说道 好吧 我也不矫情了 王宝灵面带笑意地说道 我们去顾民阁 把需要的东西 一次性购都买齐了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王兄 大消息 大消息 李兴华的声音 突然在洞府响起 二叔和王宝灵对视一眼 连忙走出洞府外 李兄 发生了什么大事 王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贾民被赶出去了 李兴华满脸幸灾乐祸地说道 贾民被赶出陵园了 王林和王宝灵 满脸诧异之色 是的 他背后的真人 以他贩卖营养灵液的借口 把他赶走了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灵天没打理好 其他几位贩卖营养灵液的师傅都没事 李兴华笑着解释道 唉 怪不得别人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老王 现在能不能把营养灵液卖了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再等等 等下一批营养灵液到了再说 王林淡淡地说道 看着有些犹豫的李兴华 王林开口说道 灵根已经播种好了 想要长出好灵药 除了细心打理之外 就是要足够的营养灵液 如果这次元阳老祖发下来的营养灵液不够 到时再买就贵了 王林开口提醒道 李兴华脸色微微一变 认同地点了点头 廖正寅把营养灵液卖了吗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应该没有吧 自从收了灵药之后 就没见到他人 李兴华同样满脸疑惑地说道 不管他了 我们去顾名阁买些东西 你去不去 王林开口问道 你们拿了多少灵石 李兴华好奇地问道 2400灵石 王林如实说道 我3000灵石 比你们多600灵石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不一样 我留了一批灵药没有采摘 准备养成百年灵药 王林开口说道 百年灵药的成功率不高啊 这样会不会有些冒险 李兴华满脸担忧地说道 一共就30株灵药没摘 就算都失败了 我们也亏不了多少 王林笑着说道 好吧 你心里有数就行 走吧 我们一起去顾名阁买些东西 说吧 李兴华跟着王宝林 书职二人 朝着顾名阁走去 老顾见到众人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接道 欢迎 欢迎 这次几位道友需要些什么 五枚开灵单 一枚炼器单 先别说价格 听听李兴华道友需要的东西 给我们一个优惠价格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还没等老顾说话 门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王林 李兴华 你们还买东西啊 众人转过头一看 正是廖正寅等人 道兄 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啊 王林好奇地问道 我准备购买养灵丹冲击炼器13层 廖正寅满脸笑意地说道 养灵丹 一转顶接灵丹 我这里有一枚 道友要不要看看 老顾满脸笑意地问道 你这里有吗 廖正寅身后的罗长林 满脸嫌弃地说道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罗兄不要小看青阳城内的任何一家店铺哦 好 给你和王林倒有一个面子 如果这里有 我们就在这里买了 廖正寅笑道 各位道友请进 老顾热情地把廖正寅和罗长林等人 引入店内 说话间老顾故意释放出 助击真人的威压 这时候 廖正寅等人才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如同小丝一般的人 居然是助击秀氏 真人见谅 我这个兄弟唐突了 廖正寅立刻抱拳陪李道 一旁的罗长林 也是满脸忐忑地道歉 我有眼无珠 唐突了助击真人 唉 在我们顾民阁 没有什么助击真人 来者皆是客 各位道友请坐 老顾一脸正色地笑道 哈哈 养灵丹拿出来看看 廖正寅笑着说道 好的 各位道友稍等 翠儿给各位道友上茶 说吧 老顾转身朝着后院走去 侍女翠儿给众人奉上灵茶 等待片刻之后 老顾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各位道友久等了 说吧 拿出一枚精致的盒子 递给廖正寅 打开盒子 从中取一枚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 放在在众人眼前 多少零食 廖正寅满脸好奇地问道 我还想和你们继续做生意 这枚养灵丹就算三千零食吧 老顾淡淡地笑道 只有这一枚吗 廖正寅开口说道 老顾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开口问道 你要几枚 两枚 这是六千零食 廖正寅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拿出零食 刚刚廖正寅也看了其他商号的养灵丹 虽然价格一样但是品质远远没有 眼前这枚丹药好 我也要一枚养灵丹 罗长林连忙开口说道 刚刚得罪了眼前的顾明 罗长林本来不想买丹药的 但是为了讨好顾明 只能出手买一枚养灵丹 好的 顾明满脸堆笑地 又从盒子里面拿出一枚养灵丹 递给罗长林 我要五枚炼气丹 李兴华开口说道 四百零食一枚 顾明满脸笑意地说道 李兴华也没废话 直接拿出两千零食递给了顾明 我们是五枚开灵丹 一枚炼气丹 王林开口笑道 开灵丹一枚二百零食 炼气丹算你四百零食 一共十四零零零食 以后你们呼应灵源的零药师 来我们顾明格买东西 一律按照团购价格 向炼气丹单独出售四百五十零食 买五枚才有优惠 但是你们一律按照四百零食 顾明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 你放心 以后我们一定会多多来顾明格的 罗长林没有了刚刚的锐气 满脸陪笑地说道 多谢各位道友的捧场 顾明非常客气地说道 我们不打扰你做生意 告辞 说吧 众人抱拳离开了店铺 返回灵源之后 众人也没多废话 直接各自返回洞府 开始修炼 回到洞府内的王林开口说道 宝林 我要闭关突破炼气九层 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你千万不要出城啊 记得给灵药施肥 说吧 二叔递过来三瓶营养灵液 二叔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打理灵源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二叔点了点头 旋即转身 朝着自己的洞府走去 王宝林拿着营养灵液 朝着灵田走去 大半天之后 把灵药全部浇灌了一遍 灵药虽然采摘没有多久 但是灵根已经重新发芽了 可惜 这都是二转高阶灵根 不像在大鼠林园 可以减一些破损的灵根 王宝林满脸无奈之色 一根完好无损的二转高阶灵根 价值一千灵石 就算是破损的二转高阶灵根 也要二百灵石 压根就无法简陋 全部统一回收 王宝林看着自己丹田内 已经完全成熟的十几株灵药 松灵草更是已经有百年要力 不行 这些灵根太低级了 必须想办法 买些二转顶阶灵根 想到这王宝林直接利用神石 把灵药全部取了出来 玄机把灵药放在存储袋内 王宝林直接朝着东城方式走去 很快来到热闹的东城方式 看着街道两旁的商铺 以及摆摊的散修 王宝林第一次感受到了 什么叫热闹 青州的如意方式和大鼠方式 虽然人多 但是远远没有人挤人的程度 望着前方人头攒动的景象 王宝林被震撼片刻之后 便开始在方式内闲逛起来 王宝林转身进入一家 名叫千灵阁的店铺 看见东张西望四处打量的王宝林 一位长相甜美的侍女走了过来 道有需要什么 我们这里有丹药 福转 法器出售 王宝林看了一眼甜美可爱的侍女 开口问道 你们回收灵药吗 回收 请问你有什么灵药 侍女甜甜一笑道 王宝林立刻把储存袋内的灵药 取了出来 当看见王宝林手中百年松林草 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连忙开口说道 公子和我来房间内说话 跟你去房间内 王宝林眼中闪过一丝警惕 道有放心 我们这是千年老字号 对所有顾客都是一视同仁 请你放心 甜美侍女笑着解释道 好 跟着侍女来到一座环境优雅的客房之内 道有这株百年松林草是哪里来的 别误会 你可以不用解释 侍女面带笑意补充道 我是一位灵药师 我师父也是 王宝林半真半假地说道 你是灵药师 一道诧异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突然走进来一位老年男子 我是千灵格的负责人之一 这株松林草 你准备卖多少钱 呵呵 你不用试探我 这株灵药一千灵石 其他灵药按照市场价格 一株也要二百灵石 我对灵财的价格波动比你们熟悉 王宝林面带玩味说道 曹卫东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他只是简单试探一下 没想到被王宝林轻松化解 好 就按照道友说的价格收购 曹卫东满脸爽快地说道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并没有反驳 一共两千八百灵石 道友要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些东西 曹卫东面带好奇地问道 有没有灵根 王宝林开口问道 曹卫东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哟 你要什么品级的灵根 二转顶阶灵根 三转低阶灵根 也行王宝林毫不犹豫地说道 曹卫东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没想到 只有炼气四层的王宝林 需要三转灵根 看着曹卫东诧异的神情 王宝林也是满脸疑惑地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千灵格没有三转灵根 不不不 有有有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起罗草和九曲花生的灵根 多少灵石 还没等曹卫东开口 王宝林眼前一亮道 哈哈 既然道友认识这两株灵药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一株一千灵石 曹卫东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吧 三转灵根我也就不看了 下次吧 就要这两株灵根了 王宝林开口说道 好 道友还需要些什么 还剩八百灵石 有没有什么好的灵符推荐 王宝林开口询问道 火爆符 这是初级中阶灵符 堪比炼气九层的权力一击 只需要四百灵石 好 能不能再来一张防御灵符 王宝林接着问道 有 水灵符 释放灵符 可以出现一面水灵护体 可抵抗炼气九层的权力一击 不过这枚灵符 需要五百灵石 毕竟防御灵符比攻击灵符贵 这是共识 曹卫东开口解释道 火爆符和水灵符 一共八百灵石 你看可以吗 王宝林笑着说道 曹卫东仿佛早知道 王宝林会这样说 连忙开口说道 以后道友要多多 照顾我们生意 有灵药和灵财 可以优先来找我们千灵格 这个你放心 王宝林面带笑一道 一番寒暄之后 王宝林拿着起罗草 和九屈花生的灵根身 离开了千灵格 返回洞府内的王宝林 直接把起罗草 和九屈花生的灵根种 入玉牌内灵田之中 看着体内三亩灵田 只有起罗草 和九屈花生的灵根 显得格外荒凉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把三亩灵田 种满灵根 就在王宝林 刚刚把灵根种植好 门外突然响起 流点真人的声音 王林 我来给你送 营养灵液来了 流点面带笑意地 走了过来 二叔再闭关 王宝林连忙走出洞府 满脸恭敬地汇报道 好 这是灵液 灵田内的灵药 就交给你了 流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真人放心 灵药已经发芽了 一切正常 每天我都有查看 王宝林如实会报道 好好 我就不打扰你了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说吧 流点把营养灵液递给了 王宝林 转身离开了洞府 转眼一个月时间匆忙飞逝 洞府内传来一阵 剧烈的灵力震动 正在修炼的王宝林 突然睁开了眼睛 满脸诧异到 二叔突破了 宝林 灵田内的灵药怎么样了 二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王宝林立刻走出房间 看着面带笑意的二叔 连忙恭喜道 恭喜二叔突破练气九层 这有什么恭喜的 练气圆满期 需要更多的资源 越来越艰难了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先图艰难 重要的是迎难而上 这不是二叔教给我的道理吗 王宝林笑道 哈哈哈哈 你说得对 二叔 前些日子 流点送来了一批营养灵液 王宝林开口说道 哦 有什么交代吗 王林念带严肃地问道 没有 就是送了一批营养灵液 其他什么也没说 王林点了点头道 好 我知道了 我们去灵田内看看 好 走吧 交谈间 叔侄二人来到灵田边 不错 都发芽了 我给你的三瓶营养灵液 都用了吧 要不然 不会长得那么喜人 王林满意地说道 是的二叔 王宝林点头道 哼 我不是开心灵药长得如何好 而是开心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灵药师了 王林笑着说道 多亏了二叔的全力培养 王宝林面带感激地说道 哈哈 不说这些煽情的话 对了 这次他们给的营养灵液数量如何 王林开口问道 没有第一次多 但是也不少 毕竟灵根已经种植下去了 不需要多次施肥 总体算下来还是戳戳有余的 王宝林如实说道 你们叔侄二人在聊什么 那么入神 就在这时候 李兴华 罗长林 以及一位陌生面孔走了过来 道兄 怎么有空来我们这脸 王林好奇地问道 李兴华打量了一眼王林 满脸诧意地说道 你突破了 刚刚出馆 王林强忍住笑意说道 对了 我来给介绍一下 这位是江大海道友 他是刚刚来的灵药师 他接手了假名的灵田 李兴华开口解释道 王宝林二人 把目光投向陌生面孔身上 满脸笑意地说道 见过道友 见过两位道友 江大海同样面带笑意地打招呼道 见到双方熟悉之后 李兴华开口说道 这次来 不仅是为了介绍 你们认识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你接到了什么任务 王林好奇地问道 哈哈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道友的眼睛 不错 我接到了一个简单任务 前往城外的一个小镇剿匪 李兴华开口说道 听见这个任务 王宝林舒直二人脸上 露出一丝诧异 王林开口问道 剿匪可是危险的任务 这个任务不好完成啊 道友听我解释 其实这个任务不难 已经打探清楚了 那群劫匪都是练气初期的修士 而且都是魔修 不用担心 这个任务的基础费用 每人三百零十 完成之后 每个人还能获得三百零十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解释道 那个地方偏僻 灵力稀薄 资源更加贫瘠 与普通凡事差不多 如果那群劫匪真的厉害 也不会在哪里作威作福 江大海开口分析道 好 我们跟你们去了 王林开口说道 听见王林答应 李兴华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道 好 明天出发 一共五个人 等一下 廖正英不去吗 王林有些惊讶地问道 不去 他正在闭关 准备冲击炼器十三层 灵田都是我帮他打理 其他人也外出执行任务去了 灵园内只有我们几个人 罗长林开口解释道 好 我们这就回去准备准备 明天一早 我们就在这里集合 王林点头道 众人点了点头 旋即返回了各自的洞府 返回洞府的王林 对着王宝林说道 拿出两瓶营养灵液 我们去一趟顾明阁 好的 二说 王宝林点了点头 片刻之后 书职二人来到顾明阁 两位道友快快里面请 这次需要买些什么 顾明满脸堆笑地迎接道 这两瓶营养灵液 你要不要 王林拿出两个绿色瓷瓶 递给顾明 顾明看了一眼 营养灵液 旋即开口说道 一千灵石一瓶 好 给我两张初级高阶防御符传 王林开口说道 这两个金光灵符 一共一千四百灵石 你们收好 老顾拿出两张符传 递给了王林 剩下六百灵石 能不能给我一张初级高阶攻击符传 王林笑着问道 顾明低头沉思片刻之后 开口说道 好 再给你一枚寒冰符传 好 就那么定了 多谢道友知识 王林满脸感激之色 顾明满脸肉痛地 拿出一张白色符传 递给了王林 告辞 拿到灵符之后 王林带着王宝灵 立刻转身离开了顾明阁 这枚金光灵符你拿着 此次外出执行任务 如果遇见危险了 你就毫不犹豫地使用它 王林递过来一枚黄色符传 好 多谢二叔 王宝灵并没有客气 毕竟这是自己第二次外出执行任务 因为第一次外出完成任务的时候 出现了点意外 所以 这次外出执行任务 王宝灵输职二人 还是心有余悸的 第二天一早 众人准时来到洞府前集合 李星华把地址分享给了大家 王林看了一眼地址开口说道 这个地方挺远的 都快离开青阳城范围了 没事 我们乘坐马车 几天就到了 江大海笑着说道 好 走吧 说吧 江大海拿出一辆奇特的车厢 旋即在车厢内放了树莓零食 众人坐上车 快速朝着城外奔跑去 数日之后 众人来到一座安静的小镇前 古堂镇 古堂镇是青阳城的重镇 只是这里力量稀薄 所以凡人居多 修 恋者比较少 江大海解释道 王林眉毛微微一动 开口问答 道友是青阳城本土人吧 江大海哈哈一笑道 不是 我只是在青阳城待的时间久了一些 所以对周围镇子比较熟悉 哦 原来如此 众人点了点头 交谈间 众人走下车 朝着小镇的街道走去 看着充满烟火气的街道 人来人往 小贩吆喝着 就是一个安静温馨的凡人小镇 去镇长家 李兴华开口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 随便找了一个人 询问到了镇长的住址 片刻之后 众人来到一座豪华的府邸前 哦 好气派啊 王宝林一脸玩味地说道 李兴华故意释放出一抹气息 不一会 大门立刻打开 只见一位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此人就是守护古唐镇的修士 见过几位道友 你们就是城区派来剿匪的道友吧 中年男子面带期盼地看向众人 是 这位道友怎么称呼 罗长林开口问道 平道王康 各位道友先进来坐坐 王康满脸笑意地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进入府内 片刻之后几位漂亮的侍女奉上茶水 微胖的镇长乖乖站在王康身后 一副小弟姿态 听完王康的汇报之后 王宝林这才反应过来 那群劫匪抢劫的不是凡人 而是抢劫前往古唐镇交易的散修 而且专挑练气初期和练气中期修士下手 要是练气后期和练气圆满境界的散修 路过古唐镇 那群劫匪就不会出手 众人沉默片刻 李兴华率先开口问道 你知道劫匪的位置吗 不知道 我也尝试故意引出他们 可能看见我是练气七层的修士 他们压根不出手 这群劫匪最高也就对练气六层的散修出手 专挑软柿子动手 王康面带苦涩地解释道 不如让王宝林小友引出这群劫匪 然后我们速战速决 解决这群小猫贼 罗长林开口建议道 这李兴华有些心动地看向王林 王林则是有些犹豫 他心中并不想让自己侄子冒险 这次奖励 我会一分不少地给王宝林小友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我答应了 王宝林立刻答应了下来 本来欲要开口劝说的二叔 看见王宝林坚定的神情 只能开口说道 宝林你 小心点 见到王宝林答应下来 李兴华转过头 对着王康说道 没引出劫匪之前 还请镇长和道友 不要走出洞府 这 微胖镇长面露不解之色 好 我们就在府内不离开 劫匪就交给你们了 李兴华点了点头 转过头 对着罗长林说道 道友留在府内 保护镇长和王康道友 罗长林看了一眼 王康和镇长 重重点了点头 这一举动 就是摆明了告诉王康 我们不相信你 不过王康并没有感到不悦 反而面带笑意地说道 你们放心 我们不会离开府内 但外面有没有通风报信的人 这我就不知道了 很显然 王康也赞同众人的行为 只有微胖的镇长面带 善善的笑容 道友能这样想最好 李兴华点了点头 说吧 李兴华带着王保玲 叔侄二人 以及江大和 离开了镇长家 走出镇长府邸之后 李兴华快速说道 等一下我们分开行动 保玲你要独自离开古堂镇 我们远远跟在后面 记住 就按照我们来时的路线走 好 王宝玲点了点头 一旁的江大海开口补充道 你不要见面就动手 想办法拖延时间 只要劫匪不是见面就动手 我们就能来得及救援 王林面带担忧地 又递来一枚黄色符传 宝玲 这枚金光灵符也给你吧 这样也有一个保证 王林不放心地说道 好 收下灵符之后 王宝玲直接独自朝着镇外走去 王宝玲显得非常平静 仿佛一个散修前来古堂镇办事 现在事情完成了 准备匆忙离开 没走几步 拥有强大神识的王宝玲 便察觉到前方有人隐藏 王宝玲虽然察觉到了 前方有修士隐藏 但是也没法判断他是不是劫匪 总不能不分好坏的直接动手吧 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杀 瞬间一道黑影快速冲了出来 道友不要紧张 我是古堂镇长的儿子前墙 一位胖胖的男子走了出来 听见他的话 王宝玲仔细一看 发现眼前这个男子 和刚刚那个镇长还真像 简直一个模样刻出来的一般 哦 你在这里干什么 王宝玲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路过这里 前墙面带憨厚地说道 王宝玲心中闪过一丝冷笑 要不是自己神识强大 看见你藏起来 也许会相信你的鬼话 更重要的是 前方还有树道身影 埋伏在道路两边 哦 告辞 王宝玲故意背对着前墙 转身就要离开 顺路 我也准备去一趟青阳城 要不要一起走 听说这里有劫匪 我们一起也有一个照应 前墙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啊 不过没听过 这里有什么劫匪啊 王宝玲满脸诧意地说道 道友是第一次来古堂镇 前墙同样满脸震惊地说道 是啊 我来这里出售一批灵药 第一次来 王宝玲故意说道 听见王宝玲刚刚出售一批灵药 前墙心情一阵激动 好 原来你是第一次来啊 以后来古堂镇的时候 提前和我说一声 我做东 请你吃饭 好好好 王宝玲淡淡地点了点头 前墙感到了王宝玲的疏离感 和戒备心 不过他不在乎 因为前面就是埋伏圈 前墙 王宝玲突然转过头来 嗯 身后的前墙 顿时露出满脸疑惑的神情 一道寒光快速飞过 前墙下意识用手抵挡 扑哧 前墙的手臂瞬间被砍了下来 啊 我要杀了 扑哧 扑哧 王宝玲不敢丝毫怠慢 抬手就是竖剑 只有炼气三层的前墙 瞬间没有了生机 哈哈 前墙这个废物死了 我们又能多分一分 说话间 四位劫匪跳出来 拦住了去路 王宝玲释放出神识 查看了一眼周围 发现还有一个人没有现身 估计是要伺机而动 呵呵呵 你们是劫匪 王宝玲面带冷色的问道 不错 零时 零要全部留下 命也要留下来 说吧 四人快速朝着王宝玲袭来 王宝玲知道自己 压根无法抵抗众人的攻击 手中的火爆浮转 快速朝着前方打去 哄 一团灼热的火光 快速朝着四人打去 四人也没想到 王宝玲手中 居然有火爆浮 而且催动得如此果断 啊 四人都发出一阵惨叫 其中两个练气四层的年轻修士 顿时失去了战斗力 可是一胖一高两位修士 没有受伤多严重 因为他们都是练气五层 和练气六层 反应比练气四层要快很多 所以火爆浮产生的火光 并没有完全打中他们 你找死 本来准备给你一个痛快 这次一定好好折磨死你 说吧 二人快速手持法器 一个攻击上路 一个攻击下路 配合得非常默契 王宝玲也不练战 转身运转体内 全部力量埋头狂奔 哪里跑 躲在暗中的那位练气七层的修士 一箭快速朝着王宝玲刺来 王宝玲也来不及思考 立刻催动金光符 一阵金色盾牌浮现在头顶上方 碰 一声巨响 练气七层修士 竟然被反弹退出树部 才稳住身体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王宝玲继续埋头狂奔 这是一条大鱼 他身上可能还有浮转 大家小心 发财了 领头的炼气七层修士 满脸狂喜之色 一高一胖两人神情一震 立刻追了过去 前面埋头狂奔的王宝玲 看着身后的三人拼命追杀 怒吼道 二叔 快来救我 身后埋头狂追的三人 听见王宝玲的喊话 顿时脚步 都慢了三分 满脸疑惑地看了周围一圈 难不成不是一个人 就在三人暗暗诧异 放慢脚步之时 王宁 李兴华 将大海三人手持法器 朝着三人袭来 看着朝着自己奔跑过来的 王宁等人 三人立刻掉头就跑 可惜二叔等人的修为 高出他们太多 几个呼吸间 便把他们团团围住 你们是什么人 领头的劫匪 满脸紧张得 看向王宁等人 在古堂镇打劫的劫匪 就是你们吧 李兴华面带玩味地说道 就是他们 镇长的儿子 和他们是一伙的 王宝玲心有余悸地补充道 刚刚要不是自己神识强大 察觉到不对 肯定会被阴了 动手 二叔王林怒吼一声 立刻朝着三人杀去 留一个活口 说吧 李兴华朝着领头劫匪打去 江大海看了胖子劫匪一眼 冷冷道 受死 几个呼吸之后 领头劫匪已经死得不再死 胖子劫匪也被江大海砍成肉块 只有重伤的高个子劫匪还活着 想不想活命 李兴华面带玩味地看向高个子劫匪 想想想 高个子劫匪连忙开口答应道 只要你不耍花招 我们三人肯定不会杀你的 李兴华开口说道 好好好 别杀我 我一定配合你们 千万别杀我啊 你们还有没有同伙 为什么镇长的儿子和你们有关系 江大海开口询问道 没有同伙了 我们一共就六个人 镇长的儿子资质不好 全靠这些年打劫散修 才能突破练气三层 高个子劫匪慌忙解释道 六个 其他两个人呢 李兴华满脸疑惑地问道 高个子劫匪连忙指着前方解释道 刚刚这位小友使用火爆服打伤了两个人 他们就在前面 听闻此话 王林快速朝着前方走去 果然看见两个倒在地上的练气四层的修饰 还有镇长儿子前墙的尸体 王林没有丝毫犹豫 抬手弄死了受伤倒地的两个劫匪 旋即拖着三个人尸体来到众人身前 就是他们 一共六个人 没错 王宝林开口说道 李兴华和江大海有些诧异地说道 没想到宝林如此厉害 可以 非常可以啊 听见李兴华和江大海的夸奖 王宝林满脸苦涩地说道 全靠灵符 我消耗了两张灵符 一张初级中阶的火爆符 一张初级高阶金光符 不会亏待你的 这前墙和你打伤的这两个劫匪的储存袋 都归你了 李兴华和江大海笑着开口说道 听闻二人的承诺 王宝林立刻来到三人身边一阵摸索 找到了三个储存袋 玄吉又在其尸体上 仔仔细细查看了一遍 确定没有东西 这才满意离开 这时候 众人又把目光头 向高个子劫匪身上 开口问道 你们在这里劫到很长时间了 应该有很多零食和资源吧 有 但是你们必须以道心起事 不能杀我 高个子劫匪 满脸狡黠地说道 好 我们以道心起事 绝对不会杀你 王宝 李兴华 将大海三人 立刻保证道 高个子劫匪 立刻把目光头 向王宝林身上 王宝林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 连忙开口保证道 好 得到众人的保证之后 高个劫匪说道 零食都在我们大哥储存袋内 众人立刻走到劫匪头子身边 王林上前一阵摸索 找到了一个储存的袋 二叔用神识 看了一眼储存袋内的东西 满脸诧异地说道 里面有一千零食 和一些法器 丹药 初步估计有五千零食 什么 那么多 李兴华和江大海 也是微微面露诧异之色 破 李兴华抬手废掉 高个子劫匪的修为 你们不讲信用 说好不杀我的 高个劫匪 满脸怨毒地 看向众人 我们没有杀你啊 不是留着你一条小命吗 江大海反问道 你们 高个劫匪 满脸愤怒和不甘 李兴华拿走了高个劫匪的储存 满脸不屑地说道 滚吧 能不能把储存带留给我 要不然我 无法重新修炼啊 高个劫匪 满脸哀求之色 滚 众人满脸黑线地怒吼道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防止你死灰复燃 居然还敢提要求 说吧 众人转身朝着古塘镇 内走去 镇长釜底上空 突然掉落一道黑影 罗昌霖和王康 立刻走了过来 冲天降的黑影 正是镇长的儿子 前强的尸体 我呆 我呆 镇长满脸悲伤之色地哭泣道 罗昌霖见到这一幕 满脸疑惑 难不成劫匪是镇长的儿子 想到这罗昌霖 一脸警惕地看向王康 李星华仿佛看出了 罗昌霖的疑惑 开口说道 他的儿子就是土匪之一 前强负责用镇长儿子的身份 让散修放松警惕 然后伙同其他人 动手杀害过往散修 王康道友你怎么看 众人把目光投向 罗昌康身上 毕竟他是看守古塘镇的修士 不可能一点也不知情 我的失职 不过明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领取的任务 就是守护古塘镇十年 明天刚刚好到期 王康面带轻松之色地说道 这个镇长也太不合格了 该杀 扑吃 李星华一见杀了微胖的镇长 王康并没有阻拦 只是悠悠说道 其实你不用杀他的 他只是一个凡人 什么都不知道 他对我那么恭敬 只是想给儿子谋求一个好未来 众人点了点头 李星华开口说道 他肯定活不成 死了那么多伞修 他必须死 既然任务完成了 我们告辞了 说吧 众人乘坐马车 返回青阳城 车厢内 众人把劫匪身上的灵石和灵丹 全部分好 望着手中的两千灵石 王保林心中不禁感叹道 杀人放火天金腰带 修桥补路无尸骸 果然还是舔包来得快 这次任务 我们赚大了 古唐镇那群劫匪存在很久了 他们有不少灵石 李星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那个王康 真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二叔王林 满脸狐疑地问道 王康知道不知道都不重要了 那高个劫匪 也没供出王康 再者说他也无能为力 劫匪头子 也是练起七层修为 他不占优势 我推测 他肯定知道 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任务快完成 只能请求城主府派人 来解决这群人 罗长林开口说道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仔细一想 发现罗长林的推测有些道理 欢声笑语间 众人返回青阳城 入城之后 众人直接来到任务堂 把任务提交 片刻之后 工作弟子 把零食分发给了众人 这次任务完成得真不错 简单轻松 而且还获得劫匪的财富 要是多遇见几个这样的任务 我注迹就不用愁了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众人也是哈哈哈哈大笑道 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的 半天之后 王宝林跟着二叔返回洞府 宝林 你现在是炼器四层 怎么说 也算是炼器中期修饰 换件中阶法器吧 王林开口说道 好的二叔 我也正有此意 杀钱强的时候 居然砍了数箭才弄死他 如果一箭杀了他 我就不会浪费一张火爆符 王宝林满脸赞同之色道 对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 你哪里来火爆符 王林满脸疑惑地问道 我在大树林园的时候 捡了很多破损林根 一直收藏着 现在卖了很多零食 购买了一张火爆符 王宝林 半真半假地说道 虽然二叔对自己很好 但是王宝林除了自己谁也不相信 只能半真半假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 王林点点头道 王宝林也不在这个话题上过多停留 插开话题道 二叔 你已经是炼器九层修饰 拿着中阶法器也不行 不如你把中阶法器给我 你去买一件高阶法器护身 哈哈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准备买件高阶法器 毕竟现在手里有2600石呢 王林笑道 笑吧 王林把自己的飞剑递给了王宝林 看着散发着微微寒光的飞剑 王宝林开口说道 二叔 我给你买一件高阶法器 这个零食我出 你的零食 还是尽快买两颗养灵丹吧 二叔你先别拒绝 听我说 只有二叔尽快突破助击 我才有机会服用那枚 剔除费灵根的丹药 这不是为了二叔 我这是为了我自己 王林听完王宝林的话 沉默片刻旋即笑道 好 既然你一片笑心 我就不多说废话了 好 我们去趟顾明阁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片刻之后 叔侄二人来到了顾明阁 正在招呼江大海的顾明 突然看见王宝林叔侄二人 立刻热情地迎接到 两位道友里面请 这次需要些什么 见过道友 我们这次准备买件法器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亦 真巧 两位道友也在 江大海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主动打招呼道 见过道友 我和侄子来买些丹药和法器 我也是来买丹药的 听李兄说 这里有优惠 我便过来看看 江大海笑道 你们先买吧 我已经买好养灵丹了 回头见 说吧 江大海面带笑意地离开了顾明阁 道友慢走 有空常来啊 顾明非常热情地欢送道 送走江大海之后 顾明把目光王宝林和王林身上 两位道友这次要点什么 高阶法器 王林笑着说道 稍等 顾明立刻从自己的储存袋内 拿出三件高阶法器 王林并没有看旁边的刀和枪 直接选择中间的飞剑 这柄飞剑多少零食 王林抚摸着飞剑 满脸好奇地问道 顾明笑着说道 道友真有眼光 这柄飞剑非常锋利零食 最低价格 不还价 我给你的 都是最低价格了 哈哈 这种品质的飞剑零食 确实不贵 我要了 王林直接答应了下来 老顾前辈 我这柄低阶飞剑 能值多少零食 王宝林拿出自己不用的飞剑 对着顾明问道 顾明并没有直接给价格 而是仔细端看了一眼 开口道 三百零食 这件法器太刺了 王林笑着说道 这是我一位朋友帮忙炼制的 它只有炼器修为 所以炼器的品质不是特别好 原来如此 最高三百零食 不能再高了 顾明非常严肃地说道 好 再给我一枚养灵丹 王林笑着说道 顾明看了一眼 王林 有些犹豫地说道 有一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道友但说无妨 王林笑着说道 道友刚刚突破炼器九层 购买养灵丹 突破炼器十层太浪费了 炼器十层之后 必须要一转高阶灵丹 才有效果 我个人建议 没突破炼器十层之前 没必要使用养灵丹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你可以当作参考 顾明开口说道 你说的有些道理 再给我五枚炼器弹 王林点头说道 顾明虽然没有 助击真人的架子 但他是货真价实的 助击修士 他给的建议 还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好嘞 一共四千零十 再减去三百零十 一共三千七百零十 顾明开口笑道 二叔健壮 拿出两千零十 递给顾明 宝林 你再给一千七百零十 王宝林点了点头 从储存袋内 拿出一千七百零十 递给了顾明 小友要不要买点开灵丹 顾明面带笑意地 看向王宝林 我还有九百零十 能不能给我五枚开灵丹 顾明无奈地点了点头 王宝林立刻把身上 所有零十递给了顾明 五枚开灵丹 应该可以让你突破 炼器五层了 王林笑着说道 当书职二人走出顾明阁之时 再次变成穷光蛋 二叔用身上最后六百零十 换购了一张初级高阶火名符 宝林 你去修炼吧 接下来一个月是 灵要结果的重要时间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 王林开口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 盘腿坐在蒲团之上 默念三遍静心咒之后 突然想到 那三个劫匪的储存袋 还没来得及查看 一番查看之后 从他们存储袋内 搜出一千零十 和两件低阶法器 没想到他们身价不菲 同样是炼器四层 要不是二叔 我身上别说法器了 就是一块零十都没有 这两件法器 最起码值六百零十 火爆符和金光符 价值一千一百零十 算下来 我还是小赚一笔 王宝林嘴角 忍不住扬起一道笑意 春去秋来 转眼半年时光飞逝 王宝林闭关一阵子 发现突破还是遥遥无期 便不再主动追求突破 而是白天打理灵田 晚上开始修炼 值得一提的是 玉佩内的灵田 再次给了一个惊喜 灵田内的九曲花生 和起罗草早已经成熟 王宝林也初不亏得灵田规律 在体内灵田种下灵根之后 成熟的速度是外面的三倍 但是并没有使用任何灵液施肥 唯一让王宝林疑惑和担忧的是 三转四转的灵根 会不会依然成熟得那么快 宝林 今年的灵药收成 不是特别突出啊 王林突然开口说道 二叔 我感觉这片灵田的灵力 在不断衰退 这是什么情况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二叔看了一眼 面带疑惑的侄子 面带忧虑地说道 你也察觉到了 王宝林脸色也是微微一变道 二叔 你的意思是灵田出现问题了 是的 应该是灵田出现问题了 我准备召集灵园内的各位灵药师商议一下 王林开口说道 二叔 灵田出现问题 一般都是地下灵况出现问题 或者是地下灵脉出现问题 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王宝林满脸忧虑之色 如果失去灵田 自己和二叔的修炼生活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滋润 这就你放心吧 灵田一时半会不会荒芜的 我们还是有饭吃的 王林笑道 就在这时候 王宝林和二叔 突然朝着洞府外走去 刘点真人 叔侄二人立刻行礼道 怎么回事 你说灵药长得不好 刘点满脸着急地问道 灵田出现了点问题 王林满脸苦涩地说道 灵田出现问题 怎么可能 这是原羊老祖的灵田 刘点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真人过来看看 王宝林领着刘点 来到灵田间 本来愁容满面的刘点 看着结果的灵药 顿时面露笑意地说道 这不是好好的吗 顿了顿 刘点满脸狐疑地说道 怎么可能出现问题 不会是你们 把营养灵液卖掉了 导致了灵田灵力不够吧 看着满脸狐疑的刘点 王宝林心中非常不屑 眼前这个刘点 就是属狗的 能给它带来好处 你当它爹都行 现在还没出现点问题 这个家伙唧唧歪歪的 让人感到不迟 刘点真人 这个和营养灵也没有关系 就算二叔一个人作假 其他九位要灵师 不可能一起作假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刘点神情一致 发现王宝林说的有道理 老祖正在闭关 等他出关 我会把此事汇报的 你们要好好打理灵田 说吧 刘点转身离开了灵田 刘点离开不久 李兴华突然不知道 从哪里冒了出来 你们也发现 灵田有问题 我以为就我自己发现有问题呢 李兴华满脸诧异地说道 唉 真是够倒霉的 我们的好日要结束了 王林满脸愁色地说道 不用那么悲观 其他灵药师没说这个问题 也是抱着能待多久待多久 反正今年的灵药肯定可以收获 我们还能分一笔 明年最不济也能分一笔 最后实在不行 再和助击真人摊牌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认同地点了点头 这也是自己所想的 二叔 说难听点 我们就是地主家的电农 灵田出现问题导致灵药不好 这一切跟我们没关系 王宝林淡淡地说道 反正和他们说了 这灵田虽然灵力在退化 但最少也能坚持三年 到时候你都已经炼气后期了 不管那么多了 王林豁然开朗道 就在众人交谈之间 突然撂正迎 罗长林将大海三人连忙走了过来 你们也发现了吧 灵田出现问题了 灵力居然在衰退 廖正迎面带忧虑地说道 知道了 流点真人会把这个消息 告知元阳老祖的 王林开口说道 这片灵田是天意先宗 卖给元阳老祖的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啊 廖正迎开口说道 什么 众人都是一脸诧异之色 唉 这下有好戏看了 处理不好 青阳城要大震动啊 将大海面带凝重地说道 这种事情 不是我们这种炼气修饰可以议论的 过些日子 又可以采摘灵药了 我们还是好好准备吧 罗长林开口说道 聊天片刻之后 众人各自离开 转眼又是半年飞逝 王宝林叔侄二人 刚刚把灵田内的灵药 全部采摘完毕 怎么样 灵药采摘好了吗 流点真人直接飞了过来 面带好奇地问道 好了 除去上交的灵药 我们还能剩下一成 王林开口说道 怎么减少那么多产量 流点带着笑意的脸色 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其他人也和我们差不多 灵田有些问题 王林接着说道 原阳老祖还没出关 我还没来得及汇报这个事情 不过我也感觉到 灵田的灵力在衰退 流点满脸严肃地说道 是的 要早做打算 灵田还能延长一些时间 王林附和道 好了 你们放心 一切等原阳老祖出来再说 说吧 流点就要转身离开 这时候 二叔开口挽留道 真人且慢 我还有一事汇报 什么事情 流点面露疑惑之色 去年留着的灵药可以摘了 二叔面带蓝色地说道 不会那么快 就成百年灵药了吧 流点满脸诧异地问道 没有 不过现在灵田衰退 如果继续培养百年灵药 会导致明年的收成不好 还不如直接把它采摘了呢 流点沉思片刻开口说道 好 你去把灵药采了 等我出售之后 再把灵石分给你 一切听从真人安排 叔侄二人满脸笑意地说道 流点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灵园 目送远去的流点 王宝灵说道 二叔 这次我们不知道能分多少灵石 不知道 只会越来越少 我们也够倒霉的 如果这个片灵园能坚持十年 我有机会住击 王林满脸唏嘘地说道 接下来的日子 灵园内其他人的灵药 也采摘完毕 李星华 罗长林等人都是愁眉苦脸的模样 你们的灵药收成也不好吧 王林面带苦笑地问道 一般般 只能说 没有去年好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各位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说 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江大海面带严肃地说道 众人一脸好奇地问道 什么事情 江大海环视一圈 确认没有其他人 悄悄地说道 我听说灵园要收回忽云客栈管理 这些助击真人全部退出 更重要的是 我们十个灵药师 只能留下五个 听完江大海的悄悄话 众人都是满脸诧异 半天才反应过来 这个消息当真吗 大家不可置信地问道 贾民告诉我的 江大海开口说道 二叔则是满脸不屑地说道 他都被赶出灵园了 他的话不能信 道友有所不知 贾民加入了呼云客栈 他能得到消息 肯定比我们准确 而且 他一直记恨我 代替他的位置 忍不住开口嘲讽 我这才知道了这个消息 江大海开口解释道 听到这 众人都是一脸严肃之色 王林 李新华 罗长林 廖正英 加上我一共五个人 只要我们五个人团结 走的就是其他五人 江大海满脸严肃地说道 对 只要我们团结 走的就是他们 众人非常认同地点了点头 江大海非常认同地说道 是的 我们要早做打算 就在这时候 留点真人面带 严肃地走了过来 众人见状非常识趣地走开 留点面带笑意地 对着叔侄二人说道 这一千三百零十 是你们的分红 王宝林和二叔对视一眼 玄机满脸堆笑地说道 好 多谢真人 留点面带笑意地说道 原样老祖出关了 我已经把事情汇报上去 过些日子 老祖会亲自过来处理 好 说吧 留点转身离开了灵远 头也不回 确定留点彻底走远 王宝林和二叔的脸色 阴沉得可怕 这次灵药 虽然没有上次收成好 但是有去年保留的年份灵药 算下也要分到三千多零十 没想到 留点只给了一千三百零十 半天之后 王宝林开口说道 算了 这个留点明显知道 明年就没有他的份了 摆明了 要捞最后一笔 王林也无奈地说道 他是助击真人 我们只是练器修饰 惹不起 以后我们和留点两清了 日后离他远一些 这日叔侄二人 一如既往地 在洞府内修炼 我是张本才 林园内所有灵药师过来见我 王宝林和二叔疑惑地对视一眼 立刻朝着洞府外走去 只见一位身穿黄色道袍的中年男子 一脸严肃 站在众人面前 身后还跟着张伟和张开两位道童 林田出现了问题 这一点你们都是知道的 张本才开口说道 见到众人点头 张本才接着说道 天意仙宗把这片陵园卖给我们的时候 已经明确说过 下面灵脉枯竭了 你们也不用瞎猜 这点我们是知道的 青阳城内的陵园 可是稀缺资源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出售的 听完张本才的解释 众人面露恍然之色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说 陵园内的灵药师要走一半 只能留下五位 啊 廖正寅等人都是一脸诧异地看向江大海 没想到还真被江大海说中了 你们谁愿意离开 张本才继续开口说道 还没等王林和廖正寅等人说话 一位白发老者 带着其他四位灵药师走出来说道 我们愿意主动退出陵园 约要开口的廖正寅和李新华等人 顿时面露诧异之色 好 既然你们的物心那么高 我们呼应客栈也不会亏待你们 每人补贴四千灵石 张本才满脸正色地说道 话说到这 王宝林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提前知道了 有补偿的消息 看着白发灵药师几人得意的眼神 王宝林心中也是一阵无语 拿到灵石之后 赶紧走人 张本才开口说道 旁边的张伟和张开 立刻给五人分发了灵石 告辞 说吧 这五位灵药师转身爽快地离开了灵园 目送五人走远之后 张本才嘴角露出一丝不屑之色 他们肯定是提前知道了 离开有补偿 加上灵田枯萎 没有前途 这才选择拿着灵石走人 众人 王宝林也是没想到 张本才直接赤裸裸地 把真相说出来 看着沉默的众人 张本才接着说道 本来我准备让你们带到灵田枯萎之后 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没有任何补偿 但是现在我决定 你们离开依然补偿四千灵石 多谢张真人 众人面带喜悦地感激道 张本才摆了摆手 开口说道 谁是王林 众人立刻把目光头像 疏直二人身上 王林也是忐忑地向前一步 满脸恭敬地说道 在下就是王林 好好好 不错不错 那么多灵药师发现灵田的问题 也就你如实汇报 原阳老祖非常欣赏你 王林顿时面露震惊之色 连忙回答道 大家都发现了 让我转告得流点真人 看见王林不贪功 而且还给廖正寅等人一个台阶 脸上露出一抹欣赏之色 这没养灵丹 就是给你的奖励 说吧 张本才递过来一个锦盒 多谢真人 我一定好好打理灵田 回报老祖和真人的厚爱 王林面带激动地说道 张本才点了点头 满脸严肃地说道 从今天开始 助击真人退出灵园 园内所有灵药 全部上缴给我 你们每个人 能拿到产出灵药的百分一 田里的灵药越好 你们得到的越多 众人听见这个待遇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张本才真人 有没有办法延缓灵田的衰退 廖正寅开口询问道 张本才叹了一口气说道 谈何容易 除非是可以移山倒海的 园阴老祖 重新搞来一片灵脉 王林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结果 并没有感到惊讶 好了 事情和你们说清楚了 顺便把营养灵液也给你们 说着旁边的张开和张伟 给众人发放营养灵液 你们好好打理这片灵渊 说吧 张本才直接遇见飞走 目送张本才真人离开之后 张伟开口说道 老师最讨厌自作聪明的人 那群家伙以为获得了内幕消息 殊不知自己亏大了 两位小友说得对 我们一定好好打理灵田 绝对不会糊弄 张本才真人 说吧 李新华悄悄地递给二人 三十块零食 你这是干什么 张伟和张开一脸诧异之色 唉 两位导游跑来跑去 给我们送营养灵液也辛苦了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李新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旁边的王林等人也反应过来 纷纷拿出三十零食递给二人 一番客套之后 张伟和张开 每人带着一百五十零食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陵园 看着一脸喜色离开的二人 李新华悠悠地开口说道 张本才是筑基巅峰修士 远不是刘典等人可以比拟的 张伟和张开是他的童子 现在教好他们 以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听见李新华的话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 王宝林跟着二叔后面打理灵药 要打理的灵田 陡然增加了一倍 让廖正寅等人叫苦不迭 王林看着忙碌的王宝林开口道 宝林 还好有你的帮忙 要不然 我要被累死了 廖正寅和李新华 都已经一个月没修炼了 这不是应该的吗 灵药长得越好 我们获得的奖励越多 再者说 最多忙三年 三年之后 灵田就废了 想忙都没地方 王宝林笑着说道 宝林 这片灵跟你出虫了吗 还没 等一下就准备出虫 宝林 出虫之后 就使用营养灵液 记住要少一点 分多次是非 王林开口嘱托道 就在这时 一道笑声 在叔侄二人耳边响起 哈哈 两位道友都在忙啊 王宝林和二叔转过头 发现是张伟和张开二人 还没等王宝林叔侄打招呼 二人对着灵园内喊道 各位到凶宿来 片刻之后 李兴华 廖正宁 罗长林 将大海缓缓走了过来 两位小友 张本才真人有何吩咐 众人面带好奇地问道 看着众人疑惑的神情 张伟笑着说道 这次来找 你们不是坏事 是有一个好事情找你们 好事情 众人更加好奇地疑惑道 张伟和张开对视一眼 笑着说道 我们就直接和你们说了吧 本来这件好事是要在任务堂发布的 现在便宜你们了 众人神情一正 连忙问道 什么任务 追杀绿叶先宗的余念 张伟开口说道 听见这话 王宝林顿时面露疑惑不解之色 绿叶先宗是名门宗派 为什么要追杀他们 他们屠杀凡人 已经被青阳城五大金丹老祖 一起下令追杀 张开面带笑意地说道 可是绿叶先宗有十几位铸鸡修士 就我们这群人去 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呢 廖正寅满脸愁色地说道 是啊 我们去也是送死 众人面带愁色地附和道 绿叶先宗的宗主已经被杀了 筑基修士全部加入其他势力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绿叶先宗的顽固分子 而且都是炼器修士 你们不用担心 张伟笑着说道 绿叶先宗的宗主应该是被狼王杀了 惹到了小狼王 算他倒霉 传成了上千年的仙门 就这样完蛋了 众人满是唏嘘地说道 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 可以不去 这个任务的危险程度非常低 但是也要你们自己愿意才行 张伟开口说道 奖励如何 廖正寅面带笑意地问道 一共需要六个人 每个人三百零十 击杀一位弟子 奖励一百杠三百零十 以得到他们的令牌为证明 练器初期和中期奖励一百零十 练器后期二百零十 练器圆满三百零十 见到身份牌才会给奖励 张开解释道 廖正寅和二叔等人商量片刻之后 开口说道 这个任务我们接了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说吧 众人又给他们每人奉上一百五十块零十 哈哈 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是绿叶先宗余孽的信息 你们赶紧出发吧 祝你们好运 二人满脸堆笑地说道 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 众人虽然肉痛 给了二人三百零十 这也是第二次给他们零十了 不过这个零十 给的确实值得 张开和张伟拿钱办事 有好处 还真是想着大家 大家看看浴桶内的线索 准备准备 名誉出发 廖正寅对着众人说道 好 第二天一早 廖正寅催动马车 带着众人朝着城外走去 车厢内 廖正寅说道 根据御桶上的信息提示 绿叶先宗那群余孽计划 离开青阳城 前往青州府 这次务必把他们消灭在海澜方市 好 我建议还是先观察一下他们的修为 免得像上次一样 落入被动 李兴华开口提醒道 上次要不是假名那个白痴 我们也不会落入如此险境 王林开口不懈地吐槽道 廖正寅点了点头道 是的 要小心点 摸清情况再动手 还有一个事情要和你们说 海澜方市是城区外最大的交易市场 创立海澜方市的人 也是一位金丹老祖 绿野先东的余孽 就藏在方市内 如果他们不出来 我们切记不可在海澜方市内动手 江大海开口说道 是的 我们尽量不在方市内动手 很快 众人来到一座繁华的方市面前 看着热闹的方市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说道 这是方市 感觉比一般的村子都大 走 进去看看 说吧 一行人朝着方市内走去 看着方市门口的侍卫 众人对视一眼 心中暗暗诧异道 居然是十三层修士 侍卫众人看了一眼王宝林等人 面露一丝微笑 只以为众人是来购买资源的修士 片刻之后 廖正寅带着众人 来到方市内的呼云客栈 几位道友住店吗 我们这里有 还没等小四介绍 廖正寅拿出呼云客栈的玉牌 哦 原来是自己人 里面请 小四连忙说道 把你们的负责人找来 李星华开口说道 小四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好 我先带你们去洞府休息 片刻之后 一位年轻的住机修士 走入众人休息的洞府内 在下张冲 是海澜方市呼云客栈的负责人 你们来这里执行什么任务 廖正寅开门见山地说道 绿野仙宗的余孽弟子 藏在哪里 不好吧 他们藏在海澜方市的店铺内 压根就不出去 张冲面带愁色地说道 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 王宝林淡淡地说道 一筹莫展的众人 立刻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 面带好奇地问道 你有什么好办法 把他们逼出去 王宝林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道 谈何容易啊 众人面带苦涩地说道 在方市内散播一个消息 就说 他们身上有 绿野仙宗的质宝 还有可以突破 金丹七的灵丹 而且身上 还有很多助机丹 王宝林淡淡地笑道 张冲有些狐疑地说道 这个消息也太假了 会有人相信吗 会的 会有人相信的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是是 有劳真人在方市内散布这个消息 廖正寅请求道 好 既然都是自己人 这个忙我帮了 张冲爽快地说道 很快 海澜方市内流传出 绿野仙宗弟子 身怀至宝和助机丹 大家并没有怀疑 毕竟绿野仙宗 传承了千年时光 这点底蕴 还是有的 方市内的一处店铺内 几十位绿野仙宗的弟子 全部汇聚一堂 大师兄 现在外面 都传我们身怀至宝的消息 还说我们手里 有十几枚助机丹 是啊 大师兄 如果你真有助机丹 就赶紧拿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 看着七嘴八舌的师弟 师妹们 王丹阳一脸阴沉地说道 你们是白痴吗 都不动动自己的猪脑子 如果我手里 有助机丹 我还至于卡在练器十三层吗 听见王丹阳的话 各位师弟立刻反应过来 顿时安静了下来 碰 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 店铺的大门 直接炸裂开来 正在争吵的绿野仙宗 各位弟子 突然被一声巨响吓了一跳 今天不开夜 赶紧走 哼 你们这群绿野魔宗的余念 今天我就要为同山镇的无辜百姓报仇 只见数位散修满脸正色的 看向王丹阳等人 王丹阳等人 也是满脸猛逼 自己什么时候成为魔宗了 反应过来的各位弟子 满脸愤怒地说道 你们敢在方室内动手 我看你们是不要命了 住嘴 你们这群邪魔歪道 人人得而诛之 说吧 这群人就要一拥而上 不正 只要他们动手 就全部杀了 王丹阳同样强势地说道 住手 只见一道流光飞过 一位铸鸡初期蓝色道袍的修士 出现在众人面前 你们要干什么 全在方室内动手 赵海峰释放出铸鸡器强大的威压 感受到强大的威压 各位修士惶恐地低了头 赵海峰 你少在这里装好人 你不也冲着绿野仙宗的宝藏来的 一位炼气十三层的少年 满脸不屑地说道 对 别人怕你 我们雷火宗可不怕你 看着不依不饶 剑拔弩张的一行人 王丹阳脸色阴沉得可怕 愤怒地吼道 如果真有宝藏 我们还会是炼气修士吗 废话少说 把灵丹交出来 我们雷火宗可以庇护你们的安全 炼气十三层的郑文 满脸嚣张地说道 什么人敢在我们海澜方式闹事 一群寻接侍卫 快速围了过来 无真人 我们这是除魔未到 绿野魔宗的余孽 人人得而诛之 我们这是维护正义 郑文一脸正色地说道 郑公子说得没错 我们这是除魔未到 还请道友明鉴 赵海峰满脸正色地说道 是啊 我们这是除魔未到 铲除妖魔 众人齐声附和道 无真人脸色顿时阴沉地 可以滴出水来 哼 他们在方式内那么久了 也没见你们除魔未到 搞笑呢 另外 我可以告诉你们 绿野仙宗没有什么宝藏 如果真有 可以突破金丹的灵丹 他们的宗主也不会被杀 这群家伙也不会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躲在方式内 用脑子好好想想 听见无真人臭骂 上头的众人渐渐冷静了下来 望着低头沉思的众人 吴子少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突然赵海峰和郑满脸狐疑地说道 绿野仙宗的宝藏 不会让你们海澜方式得到了吧 估计是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庇护这群东躲西藏的老鼠 看见众人又怀疑自己 这时候吴子少差点没忍住动手 凭借着最后一丝理智克制 强忍住怒涩地解释道 他们的宝藏都被小狼王带走了 他们惹上了狼王才倒霉的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里凑热闹 回去问问你们的金丹老祖就知道了 听见吴子少的解释 众人面露恍然之色 郑文和赵海峰对视一眼 转身离开了店铺 看样子是回家询问金丹老祖事情的真相 看着两个刺头走了 吴子少缓缓松了一口气 开口对着其他人说道 赶紧滚 可是我们 扑吃 这位刚刚准备开口的炼器 十二层修士 顿时被吴子少出手击杀 望着倒在地上的伞修 旁边众人立刻乖乖散开 丝毫不敢多说一句废话 看着一哄而散的众人 吴子少面带不屑道 一群剑骨头 待众人散去之后 王丹阳带着各位师弟师妹上前一步 面带感激之色道 多谢吴前辈 你们这个店铺我买了 你们赶紧走吧 吴子少直接下达了逐客令 本来面带感激之色的众人 神情巨变 慌忙问道 吴真人 我们没地方去啊 对不起 如果你们继续在方式内 我们海澜方式 压根无法进行正常交易了 方式外的侍卫 已经赶走数拨外来者 他们都是冲着你们来的 普通修士 我们可以直接杀了 像赵海峰 郑文这种背后有金丹老祖的 如果他们天天惦记着你们 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保护你们 吴子少满脸苦涩地说道 可是 王丹阳直接打断师弟们的不满 恭敬地说道 好的 我们理解吴前辈的难处 我们离开 但还请前辈 能不能把我们悄悄地送出方式 拜托了 吴子少点了点头说道 好 这个要求不过分 今天晚上 你们藏在我们方式的车辆出去 外面那群心怀不轨者 绝对不会发现你们的 多谢吴前辈 日后我们绿野先踪东山再起 一定好好报答前辈的恩情 王丹阳满脸激动地说道 这个就不用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只求你们 以后别滥杀 烦人就行了 听见吴子少的话 王丹阳等人 面露一丝尴尬之色 现在他们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对同山镇的百姓动手 更重要的是 伸张正义的 居然是狼王 人族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这群孽畜插手 每每想到这王丹阳 都恨得牙痒痒 好 我答应前辈 我们保证 不会滥杀无辜 王丹阳保证道 嗯 今天晚上 我们有马车外出 你们躲在马车里面就行了 对了 把商铺契约拿出来 这个商铺归我了 说吧 吴子少拿出一包零食 递给了王丹阳 前辈 能不能把零食换成丹药 我要助击丹 王丹药开口说道 好 可以兑换三枚助击丹 看着递过来的三枚助击丹 王丹阳连忙接过来 旋即对着身后 蠢蠢欲动的师弟 师妹们说道 我只用一枚助击丹 剩下的两枚助击丹 就看各位师弟 师妹的本事了 听见王丹阳的话 众人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都对助击丹势在必得 吴子少非常欣赏王丹阳 绿野先宗都解散了 连门内的助击长老都跑了 他还能带着师弟 师妹不离不弃 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欣赏 如果你们在外面走投无路 可以放弃绿野先宗弟子的身份 我们海澜方式 永远欢迎你们 我们老祖准备开宗立派 如果你们愿意来 就是第一批开宗弟子 吴子少开口挽留道 开宗弟子 绿野先宗的各位弟子 先是一愣 旋即满脸火热神情 别说现在绿野宗已经完蛋了 就是绿野宗巅峰时期 也没有出现一位金丹长老 现在能成为金丹老祖的开宗弟子 这以后的日子还不起飞啊 没错 别看绿野宗已经传承上千年 但是一直没有出金丹长老 最高也只是筑基巅峰期 王丹阳脸色微微一变 连忙开口说道 如果我们连养育之恩的宗门都可以抛弃 想必也不是真心加入你们 也只是为了利益 多谢真人的厚爱 身旁的各位师弟 师妹们都是一脸怒涩 不明白大师兄为什么要坏了自己的好事情 走吧 晚上离开方式 别忘记了我们的使命 绿野宗的传承不能败在我们的手里 小师妹满脸不悦地说道 就我们这群炼器修士 怎么重振绿野宗 就是 还不如加入海兰方式呢 我们就是第一批开宗弟子 大家都有筑基的机会 是啊 成为筑基修士 才是真正的修炼者 看着嚷嚷不停的师弟和师妹们 王丹阳只能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说道 谁要敢背叛宗门 别怪我执行门规 众人直接沉默了起来 顿时不敢出声 晚上我们就离开方式 前往青州府 王丹阳一锤定音道 转眼到了晚上 趁着夜色王丹阳等人 悄悄地潜入车厢内 远处暗暗观察的廖正迎 和李新华等人 满脸笑意地说道 还真走了 王林 你这个侄子太聪明了 听见众人夸奖自己的侄子 王林笑得嘴巴都合不拢 是啊 是啊 这一招真厉害 李新华看了一眼王宝林 满脸诧异地说道 王宝林笑了笑开口说道 我记得 只要得到他们的身份令牌 就可以获得奖励吧 是的 这有什么问题 众人满脸疑惑地问道 王宝林念念地说道 其实我还有一个计划 可以并不卸认 得到他们的身份令牌 怎么可能 王林也连忙说道 宝林 你别吹牛啊 是啊 别夸你两句 你就不知道好歹了 廖正寅开口提醒道 王林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开口说道 跟着他们出去 等他们离开方式之后 我们就揭穿他们的身份 现在方式外面是什么情况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全部都是想要得到 绿野仙宗宝藏的散修 好计划 好计划 你也太聪明了 众人都是满脸惊讶地说道 这样就能兵不血刃地拿下他们 就算那群散修无法拿下他们 也会消耗他们的实力 最后还是我们坐收渔翁之力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赶紧出方式 再等一会 他们就跑了 众人点了点头 立刻朝着方式外走去 另一边躲在车厢内的王丹阳 见到顺利走出方式 悬着的心顿时放松了下来 就在这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在他们耳边响起 绿野仙宗的余念 就藏在马车里 杀 树道身影快速飞了过来 停下 绿野魔宗的余念 就在马车里 数十位散修拦住了车辆 驾驶车辆的老孙 满脸怒涩地说道 放肆 知道这是谁的车队吗 哼 这里不是海澜方式 你们少在这里放大放厥词 我看你们海澜方式铁了心 要包庇这群余念 一位中年男子 满脸愤怒地说道 让我们检查车辆 对 让我们检查一下车辆 看着气势汹汹的散修 海澜方式的众人 也是脸色一变 显得异常为难 车内的王丹阳 知道跑不掉了 怒吼道 动手 刷 十几位练气弟子 快速朝着散修杀去 散修们也被绿野仙宗的弟子 打得措手不及 连忙运转法器抵抗 一时之间 周围变成一片战场 驾驶马车的老孙 立刻驾着马车 加速离开了战圈 孙哥 我们这样走 不会被吴真人怪罪吧 旁边一位胖修士 面带忧虑地说道 哼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他们已经平安走出方式了 其他不管我们的事情 孙哥面带笑意地说道 另一边战圈内的王丹阳等人 凭借着默契和战阵 打得散修节节败退 半天之后 散修全部被击退 王丹阳看着倒在身边的湿地湿体 脸上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哈哈哈哈 你们终于打完了 话音刚刚落下 王宝林带着众人 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们是 王丹阳脸色有些难看 我们奉命追杀绿野宗的余念 廖正寅释放出练气十三层的威压 就要准备动手 且慢 廖师叔且慢动手 王宝林拦住准备动手的廖正寅 王宝林并没有理会 众人诧异不解的目光 转过头对着王丹阳等人说道 我们只是追杀绿野仙宗的余念 如果你们交出令牌 脱离绿野仙宗 我们放你们离开 当真 王丹阳身后的弟子 面带好奇地问道 当真 你们门内的住基长老 都可以脱离宗门 你们这群练气修士 当然也可以脱离宗门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你们要干什么 要造反 王丹阳面不善地 看向身后的师弟们 大师兄收起你的威风吧 只怕我们还没到青州 我们就都死光了 就算我们到了青州 又能如何 就凭我们十几个人 能做什么 开宗立派吗 笑话 你连住基修士都不是 我们要脱离绿野仙宗 说吧 数位绿野仙宗的弟子 直接把令牌交给了王宝林 转身就要离开 你们这群叛徒 受死 说吧 王丹阳就要对他们动手 答案 一声清脆的声音 剩下的几位弟子 拦住王丹阳的攻击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也要背叛宗门 王丹阳面带冷色地问道 大师兄希望你能认清形势 我们受够了这种生活 我们这群练气修士 能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对得起 老师的培育之恩了 就是 就是 那群助击长老脱离宗门 怎么不见 你去追杀他们 今天我们就要脱离宗门 加入海澜方氏 做开宗弟子 说吧 剩下的这群弟子 直接扔下绿野宗的身份令牌 转身朝着方氏方向走去 王丹阳看见师弟 师妹全部脱离宗门 脸上露出暴露之色 旋即把目光投向王宝灵身上 都是你这个王八蛋 你居然动动嘴巴 就解散了我们绿野仙宗的火种 说吧 王丹阳运转练气 十三层的全部力量 朝着王宝灵攻击去 王宝灵见到王丹阳突然抱起 也是被吓了一跳 连忙催动手中的金光符护体 哄 一声巨响 王宝灵身上的金色顿罩 立刻被打碎 王宝灵也重重飞了出去 见到自己一击不成 王丹阳再次挥动手中的飞剑 快速袭击而来 旁边的廖正迎和李新华 早已反应过来 二人抽出法器迎战上去 宝灵 你没事吧 宝灵 王灵立刻来到王宝灵身边 查看伤势 可嗨嗨 没事 我没事儿说 王宝灵满脸狼狈地 吐出一口鲜血 江大海立刻走到王宝灵身边 查看一番 旋即拿出一枚绿色丹药服下 王宝灵本来感到自己五脏六腑 火辣辣的 服下绿色丹药之后 顿时一股清凉之气 快速在体内散开 没事了 没有生命危险 好好养伤就可以了 江大海面带轻松地说道 多谢道友出手相救 王灵连忙感谢道 无妨 不用客气 你还看着宝灵 我去帮忙 说吧 江大海也加入了战圈 一旁罗长林健壮 也加入了战斗 虽然王丹阳非常厉害 手中也有福壮护身 可廖正寅是练气十三层 李星华练气十一 江大海练气十一层 罗长林练气十二层 在四人联手围攻之下 王丹阳显向环升 劈头散发的持剑 半跪在原地 师父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宗门 说吧 王丹阳直接拔剑自吻 保留了自己 也保留了绿野宗最后的尊严 看着到死都不愿意脱离宗门的王丹阳 众人都是面露敬佩之色 这时 众人把目光投向王丹阳身上 开口问道 保丹你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江大海前辈的林丹 我现在已经可以走路了 王丹阳脸色苍白地说道 没事就好 这次你立下大功了 是我们大意让你受伤了 这个王丹阳的 储存带归你了 廖正迎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苍白地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立刻走到王丹阳身边 把其身上的储存带收了起来 宝林 他储存带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廖正迎面带好奇地问道 看着众人期待的眼神 王宝林知道 不可能像上次那样装傻充愣 然后把储存带拿回去独自查看 王宝林释放出神识 查看了一眼储存带 突然一道座标清晰的藏宝图 吸引了注意力 看着脸色微微变的王宝林 廖正迎一行人更加好奇地问道 里面有什么 就当王宝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余光看见了存储带角落里的三枚助击丹 慌忙间 王宝林直接把三枚助击丹拿了出来 M.I.O.T.A. 助击丹 三枚助击丹 王宝林面带无奈地说道 助击丹 众人脸上面露惊讶和喜悦之色 我和二叔只要一枚 其他两枚 你们自己分 王宝林非常识趣地说道 所有奖励都归你们 我另外给每人两千零食 我要一枚助击丹 廖正迎神情渴望地说道 众人对视一眼 玄机迟疑地点点头 王宝林也点了点头 玄机递给廖正迎一枚助击丹 廖正迎小心翼翼地接过助击丹 满眼喜悦之色 接着他从储存袋内 拿出零食分给了众人 众人得到零食之后 立刻把目光投向最后一枚助击丹身上 看着大家火热的目光 王宝林把最后一枚助击 递给了廖正迎 廖正迎也是面带不解之色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要给我一枚助击丹 最后一枚助击丹 还是让前辈安排 我不敢擅自主张 说吧 王宝林拉着二叔后退一步 表示最后一枚助击丹 和我们叔侄二人没有关系 李兴华 罗长林 将大海等人 立刻把目光投向廖正迎身上 见到众人目标不在自己身上 王宝林小心翼翼地 把王丹阳存储袋内的藏宝图 放入自己的储存袋内 这时候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助击丹身上 压根没人注意到王宝林的小动作 罗长林开口说道 这枚助击丹给我吧 奖励我不要了 另外 我给王林 王宝林 李兴华 江大海 每人2500零食 如果你们给的比我多 我愿意让出 这枚助击丹 就在罗长林自信满满的时候 江大海开口说道 我给你们每人3000零食 啊 众人都是 满脸诧异之色 听见江大海的话 众人并没有反对 毕竟四个人要给零食 外加奖励 算下来 也要多零食了 正常一枚助击丹的价格 也就零食到零食 没必要跟价了 算了 归你了 罗长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江大海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立刻把目光投向李兴华身上 我也没意见 大家商量着来 没必要商量何浅 李兴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江大海立刻拿出零食递给王林 王宝林 李兴华 罗长林四人 廖正寅也不废话 直接把助击丹递给了江大海 刚刚分好助击丹 吴子少带人飞了过来 快点 把三枚助击丹交出来 众人回头看去 发现是海澜方式的吴子少 吴真人 这丹要归我们了 而且王丹阳是自吻而死 不怪我们啊 廖正寅面带正色地说道 什么 大师兄自杀了 真人 帮大师兄报仇啊 看着骚动的绿野仙宗弟子们 吴子少脸色阴沉地对着廖正寅说道 快点把三枚助击丹交出来 我可以既往不救 我们是奉命追杀绿野宗的余念 而且是城主的命令 我们还是护云陵园的灵药师 廖正寅满脸笑意地说道 听到这吴子少脸色微微一变 没想到他们是元阳老祖的人 你们把三枚助击丹交出来 我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吴子少面带冷色地说道 呵呵 助击丹到我们手里 哪有返还的道理 一道讥讽的声音突然在众人耳边响起 一旁的王宝灵也是心中一沉 暗暗道是哪个王王者那么勇敢 没错 来人正是呼云客栈的张冲真人 吴子少满脸阴霾地说道 张冲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是什么意思 张冲毫不退让地问道 这三枚助击丹是绿野仙宗的 你们应该把助击丹还给他们 吴子少面带严肃地说道 哈哈 你还真是搞笑 他们现在还是绿野仙宗的弟子吗 张冲满脸玩味地反问道 吴子少脸色阴沉得可怕 知道助击丹压根无法要回来了 把大师兄的存储带交出来 小师妹满脸怒涩地说道 呵呵呵 你觉得可能吗 廖正英满脸不屑地说道 走吧 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说吧 吴子少直接转身离开 当张冲出现之时 吴子少就知道 今天这三枚助击丹压根无法要回来 见到吴子少离开 本来苟杖人士的绿野宗弟子们 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目送众人离开之后 张冲对着众人说道 每人给我一千零食 我可不是白出手的 廖正英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是自然 张冲看着手中的零食 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着众人说道 赶紧回去吧 记住没突破助击期 别来海澜方式了 好 我们这就离开 再次感谢真人出手相助 廖正英面带笑意地说道 一番收拾之后 廖正英释放出马车 众人上车返回了城区 车厢内的亡灵面带好奇地问道 是不是廖兄提前找了张冲 要不然 他也不会来得那么及时 是啊 这个张冲真人出现得也太及时了 要不然 今天我们肯定要把助击单交出去了 李兴华神情后怕地说道 是的 我提前通知了张冲真人 不过他也不愧 一下子搞到了六千零食 廖正英开口笑道 这时候 王林拿出一千零食 递给了江大海 道友 你这是江大海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 多谢道友的疗伤灵药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王林笑着说道 王宝林健壮连忙复合道 是啊 那枚治愈丹药 最起码值一千零食 不能让钱被破费 好 我也就不客气了 说吧 江大海也不矫情 直接收下了一千零食 数日之后 众人返回任务堂 结算零食之后 除了廖正英和江大海之外 每人又分了两千零食 分到零食之后 众人各自散去 有些人准备回去闭关突破 有些人则是选择购买零丹 王宝林跟着二叔返回零园 先是查看了一下 林田内的零药 发现 有些零药已经枯萎 二人把零田里 发育不良的零药剪除 二叔 今年的零药 估计比去年 又要减少一成 王宝林念 带愁色地说道 是啊 最少要减少一成 王林念 带愁色地说道 唉 走一步看一步吧 处理好零田之后 叔侄二人 直接返回洞府 二叔 这没助击丹交给你了 说吧 王宝林把助击丹 递给了二叔 宝林 你 二叔你什么都不用说 你不突破助击器 我无法使用那枚零丹 逆天改命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这好吧 我就不客气了 二叔沾你点光了 王林笑着说道 有聚零丹和助击丹 我想二叔突破助击器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王宝林同样笑着说道 我要闭关突破练器十层 林田先交给你打理了 王林神情严肃地说道 二叔你放心闭关吧 我会好好打理林田的 王宝林点了点头说道 好 说吧 二叔直接去闭关 王宝林则是返回自己房间 立刻开始查看 体内林田的情况 只见起螺草和酒屈花生 已经成熟结果散发出浓郁的药香 上次留下的松林草林根 也渐渐发芽 用不了多久就能成熟 不过王宝林压根不打算把林药采摘 因为现在压根不缺修炼资源 还是想办法搞点其他林根 把三亩林田全部栽满 唉 路还很漫长啊 王宝林暗暗嘀咕道 王林 王宝林道友在不在家 张伟和张开 他们来干什么 王宝林满脸疑惑之色 难不成又有新任务 想到这王宝林朝着洞府外走去 见到面带笑意的张伟和张开二人 两位道友这次来所谓何事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这次没有任务 只是听说你们发财了 过来看看 二人一脸不好意思地看向王宝林 王宝林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 旋即开口说道 稍等 这多亏了道友提供的消息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说吧 王宝林递给二人四百零十 张开和张伟每个人分二百零十 哈哈 我们就不打扰道友了 说吧 二人朝着李新华的洞府走去 王宝林好奇地看向李新华的洞府方向 片刻之后只见张开和张伟满脸失望地走出洞府 我去 李新华还真是翻脸不认人 压根不给他们一点好处啊 想到这王宝林释放出神时 查看二人接下来的行动 果不其然 二人都是面带失望地走出其他人的洞府 大哥 这群人也太现实了 听说他们得到了助击单 一百零十都不给我们 太不够意思了 张开满脸愤怒地说道 哼 这群白眼狼 翻脸比翻书都快 张伟满脸阴沉地说道 也就那个王宝林和王林二人比较好点 他们修为最低 估计这次助击单没有他们的份 不过他们可不小气 张开一本正经地说道 以后有好任务 直接告诉王林和王宝林 其他人就不要找了 养不熟的白眼狼 二人离开之后 王宝林走到李新华洞府前 好奇地问道 李师叔 你没给他们临时吧 李新华看了一眼王宝林 淡淡地问道 没 你给了吗 我给了呀 每个人二百零十 王宝林笑着说道 糊涂 你坏的规矩啊 这个任务是他们介绍的不错 但过程是我们完成的 我们该给的 已经给了 李新华略带责怪地说道 面对李新华的指责 王宝林心中闪过一丝不爽 不过并没有表露出来 王宝林点了点头 玄机开口说道 话是这样讲 但这不是考虑以后的任务吗 如果他们再给我们一个好任务 不可能 这次是 我们运气好 不是每次都能遇见这种好事情 年轻人不要想那么多 李新华面带笑意的教育道 王宝林也不想和李新华废话 连忙装作一副受教的姿态道 是 前辈教训的是 我还是经验不足 还是要多多学习才行 如此可教掩 回去好好修炼吧 李新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王宝林抱拳行礼告退 回到洞府后 发现二叔的房间 还是没有一丝动静 看样子一时半会 不可能出关了 王宝林直接朝着自己的房间内走去 拿出从王丹阳身上 找到的藏宝图 中英 这个地方听都没听过 王宝林满脸疑惑之色 看样子 不在我们西域大陆 似乎在北面 哎 不管了 等二叔出关再说 想到这王宝林 把目光投向 王丹阳的飞剑身上 王丹阳这个穷鬼 居然把福转全部用光了 就剩下一柄顶接法器了 这家伙也够穷的 打量着手中 散发着无尽寒光的飞剑 王宝林眼中 闪过一丝喜悦之色 好剑 可惜我修位太低了 现在还不能用 时间日复一日地度过 眼见着又到摘收灵药的时候 王宝林看见二叔还是没有出关 脸上有些复杂 难不成出现什么意外了 转眼又过了几天 见到二叔还是没有出关的意思 王宝林立刻背着小篓子 朝着灵田走去 过几天就有真人来收灵药 王宝林只能亲自动手了 等王宝林把灵田内所有灵药全部收起来 二叔依然没有出关 这日张本才来到灵园内收灵药 见到王宝林把灵药全部收拾好 满脸笑意地说道 王林倒是有一个好侄子 是啊 这个小家伙可以单独打理一些灵田了 李星华笑着说道 张本才看了一眼王宝林上交的灵药 大致算了一下 开口说道 两千四百零食 说吧 张本才递给王宝林一包零食 多谢真人 王宝林疲惫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接下来 廖正寅 李星华 罗长林 江大海等人也分到了零食 差不多都是两千四百零食上下 这是五份零宴 你们收好 估计明年的收成还要降一成 你们要早做准备 张本才笑着说道 张真人 我要闭关注击 明年的灵田可能没法打理了 廖正寅开口说道 张本才神情一愣 玄机开口说道 好 既然如此 我也不能阻拦你住击 只是你打理的灵田 交给谁代管啊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立刻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 我 我不行吧 王宝林满脸猛逼地说道 男人不能说不行 我说你行 你就一定行 廖正寅满脸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脸上闪过一阵黑线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那么大一片灵田 我一个人肯定玩不转 王宝林面带委婉地拒绝道 助击真人那么现实 如果自己把灵田搞砸了 弄不好自己小命都要搭进去 你放心搞 尽力就行了 眼见就要重新播种了 还要打理剩下的灵根 我到那里去找一个现成的灵钥匙 张本才一锤定音道 宝林答应吧 有我帮你 就在这时候 二叔王林面带笑意地走了出来 面带纠结的王宝林 顿时露出笑意道 二叔 你终于出关了 哈哈 辛苦你了 旋即二叔抱拳对着张本才说道 张真人 廖兄的灵田交给我们了 好 就那么说定了 话音刚刚落下 张本才不给拒绝的机会 直接带着灵耀离开了灵园 目送张真人离开之后 廖正寅也连忙说道 灵田暂时交给你打理了 说吧 廖正寅也静止朝着自己洞府走去 王宝林看着远处无边无际的五万亩灵田 突然有种想吐血的冲动 别怕 这是一个好机会 普通的灵药师 一辈子都没打理过那么大的灵田 二叔面带笑意的安慰道 是啊 这是一个锻炼你的机会 你要好好珍惜啊 李星华开口附和道 好 我试试吧 王宝林满脸勉强之色道 众人点了点头 转身返回各自洞府 王宝林和二叔也回到洞府内 二叔你突破了 不错 这次时间用的有些长 如果还不突破 我都准备使用养灵丹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顺利突破炼器十层了 王宁面带笑意的说道 二叔 开春的播种和培养灵种的事情交给你了 我要准备突破炼器五层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好 赶紧去闭关吧 剩下的交给二叔吧 对了 二叔 这是刚刚张本才真人给的灵石 一共2400灵石 王林并没有收递过来的灵石 而是笑着说道 你先拿着吧 我身上还有5000灵石 足够用了 以后使用灵石的地方太多了 炼器十层突破十一层 需要一枚养灵丹 突破十二层 需要两枚养灵丹 突破十三层 需要三枚养灵丹 一枚养灵丹 需要2000灵石 也就是说 从炼器十层 突破到炼器巅峰 需要灵石 王宝林开口算道 你收着吧 我已经收你一枚助击丹了 怎么可能还要你的灵石 这不成 你养我了吗 二叔满脸倔强地说道 好吧 如果二叔需要灵石的时候 可以随时让我付款 王宝林笑着说道 赶紧去修炼吧 王林摆了摆手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朝着自己房间走去 坐下之后 敬念三遍尽心诀 王宝林把五颗开灵丹 放在自己面前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开始运转先天助击诀 先是一个小周天 然后又是一个大周天 日复一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感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 玄妙的状态 就在这时候 一口吞下一枚开灵丹 感受到丹药灵力之时 立刻运转先天助击诀 消化灵力 如此重复四遍之后 突然感到 自己体内的灵力增加了数倍 感受到体内磅礴的灵力 王宝林缓缓睁开眼睛 自言自语道 这次居然使用四枚开灵丹 就突破了 王宝林起身走出房间 正巧遇见 刚刚从灵田里回来的二叔 你那么快就突破了 王林神情诧异地问道 突破了 而且只用了四枚开灵丹 王宝林面带笑一道 王林笑着说道 不错 不错 应该是先天助击 绝起到作用了 亏我得到先天助击法的时候 还自信满满 没想到你的悟性比我好 对了 廖正寅那边有没有反应 他突破了吗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没有任何消息 不过他的灵田我已经打理好了 你不用操心 二叔笑着说道 顿了顿二叔接着说道 对了 张本才邀请我们去参观 天异宗举行的灵丹大会 我们跟着一起去掌掌见识吧 灵丹大会 天异先宗 是不是麦陵园给原阳老祖的宗门 王宝林面带诧异地问道 是的 就是他们 他们的宗主 是青阳城五大金丹老祖之一 二叔笑着解释道 其他三大金丹老祖是谁 海兰老祖不也是金丹七吗 为什么他不是青阳城五大金丹老祖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原阳老祖 天异老祖皆是五大金丹老祖之一 其他不清楚 不过天异老祖和原阳老祖都是金丹巅峰 距离原阴七也只有一步之遥 想必海兰老祖不是五大金丹老祖之一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哦 原来如此 王宝林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那个临丹大会是干什么的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天异宗城出炼丹师 这是他们宗门内部的鄙视 邀请城内各方势力参观 也有宣传的意思 王林笑着解释道 原来如此 王宝林点了点头 道友在不在家 门外传来了李星华的声音 叔侄二人立刻走出洞府 发现众人都在 走吧 刚刚张本才让我们去承熙呼云客栈集合 应该是去天异宗观看灵丹大会 罗长林开口说道 好 走吧 正巧宝林刚刚出关 王林笑着说道 稍后 王宝林跟着众人来到承熙呼云客栈 众人刚刚来到客栈门口 只见张伟和张开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们终于来了 跟我来 身后众人见到二人如此冷漠的姿态 脸上闪过一丝怪异之色 很快 二人带着众人来到一座静谧的庭院之中 见到了正在会客的张本才 见过张真人 众人连忙行礼道 张本才看了众人一眼 旋即把眼前的客人送走 然后对着众人说道 明天 天意宗的灵丹大会就要开始了 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 李兴华面带忐忑地问道 张本才美好气地撇了一眼李兴华说道 让你们去观赛 又不是 让你们上去练丹 不要出声就行了 李兴华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旋即闭上嘴巴 沉默不语 对了 廖正寅怎么样了 有没有助击成功 张本才好奇地问道 没有动静 一时半会不可能助击成功的 罗长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明天一早在这里会合 张伟你带着他们下去休息吧 张本才对着身后的张伟吩咐道 各位道友跟着我走吧 张伟领着众人来到一处偏院内 你们就在这里将就一晚上吧 张伟对着众人说道 感受到这里稀薄的灵气 抬头一看 原来是聚灵阵没有启动 能不能把聚灵阵打开 李兴华皱着眉头说道 张伟瞥了众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救助一个晚上 将就一下 说吧 张伟直接离开了 只留下满脸愤怒的众人 一个童子都那么嚣张 该死 李兴华眼中 闪过一丝寒光道 王宝林心中无奈地摇摇头 李兴华等人 还是眼皮子浅 不明白阎王好剑 小鬼难缠的道理 没必要和他们生气 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去参观 林丹大会呢 王林无奈地说道 众人只能愤愤不平地 催了一口 立刻返回洞府内休息 第二天一早 众人提前来到 前院会合 张本才也不废话 只见衣袖之中 飞出一艘巨大的非洲 上船 众人点了点头 立刻跳上非洲 不过张本才并没有 第一时间催动非洲 就在众人不知道等什么的时候 只见天边飞来一艘灵舟 悬浮众人眼前 这是呼云客栈的炼丹师 张本才主动对着疑惑的众人解释道 说话间 旁边非洲跳下来五位炼丹师 其中还有一位女性修士 走吧 张本才开口说道 很快 一行人来到一座环境优美的小湖中心 很快 非洲降临在湖中一处小岛上 看着美如画的小岛 王林满脸诧异地说道 青阳城内 居然还有如此风景优美的地方 天舟湖 是天异宗自己挖的 不是天然形成的 不过这里的灵力非常浓郁 张本才开口说道 王宝林则是满脸震撼地说道 这个天异宗 还真是富有啊 先是城内的陵园 现在又是一大片陵湖 果然非常富有啊 众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非常认同王宝林的话 欢迎张本才道友 大驾光临 高长野带着两位白发老者 主动迎接道 见过道友 张本才也是面带笑意的 抱拳环礼道 里面请 说吧 在高长野的带领下 来到一座巨大的山峰下面 王宝林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抬头默然看见前方三座巨大的山峰 三座山峰仿佛从湖面上拔地而起一般 加上半山腰的云雾 有点蓬莱先锋的感觉 看着众人诧异的神情 高长野心中闪过一抹得意的笑容 玄机满脸谦虚地说道 我们天一宗比较简陋 各位倒有见谅 哈哈 天一宗要是简陋 我们呼云客栈就是猪窝了 张本才笑道 交谈间众人来到山峰脚下 放眼望去 山峰脚下是一片片错落有致的洞府 看样子应该是外门弟子居住地 虽然是外门弟子居住地 可是这里的灵力好浓郁 再加上巨灵镇 恐怕比一般宗门的灵力都要浓郁 高长野看着众人好奇的神情 指着面前大片洞府解释道 这里是天一宗外门弟子修炼的地方 灵力好浓郁啊 就算没有灵丹 在这里修炼 三年也可以突破一层 王宝林满脸自信地说道 哈哈 我们天一宗门 可不受五行灵根的弟子 高长野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 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王宝林也只是善善陪笑 只是一旁的二叔王林 脸上闪过一丝严肃的表情 王宝林看着面呆不爽的二叔 连忙笑道 是啊 天一宗我可高攀不起 众人被王宝林的话逗笑 说话间众人来到半山腰 映入众人眼帘的是一座座精美别致的院落 而且这里的灵力也非常浓郁 不用高长野介绍 大家也知道 这里是内门弟子居住的地方 高长野并没有继续介绍 而是带着众人朝着山顶走去 片刻之后 众人终于来到山顶 感受到周围仿佛凝成临时的灵气 众人都忍不住狠狠地大口呼吸 前面就是比赛会场 各位道友自己进去吧 我还要迎接其他客人 高长野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道友你去忙吧 张本才笑着说道 老元你接待一下各位道友 告辞 说吧 高长野朝着山下走去 老元非常客气地把众人带到一座巨大的擂台旁边 抬头看去 擂台上面有12个巨大的单炉 单炉上面还冒着熊熊烈火 而擂台四周有很多观战座位 老元带着众人来到比较靠后的位置说道 这里就是你们的位置 张本才道友的位置在前面 众人点了点头 旋即分头坐了下来 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看 好好学 不要太多废话 张本才不放心地嘱托道 好的真人 你就放心吧 见到众人答应下来 张本才点了点头朝着前排走去 片刻之后 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 还有众人认识的老熟人 吴子少真人 众人无聊地等待半天之后 只见树道强势的气息 快速飞了过来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助击强者 一开始 王宝林以为这些人 是天异宗的执事长老 可看他们跃跃欲试的模样 而后旁边山峰内 又飞出数十位助击后期的真人 天异宗居然有几十位助击真人 这也太强了吧 不仅王宝林暗暗心惊 来观赛者 无不暗暗感叹 天异宗的强大 刷 一道强大的气息 快速降临在擂台之上 众人顿时低下了头颅 不敢知是擂台上的人 这是天异老祖的大弟子 宗吴卿 也是少宗主 前些年刚刚突破金丹七 有悄悄地解释道 王宝林等人面露恍然之色 原来如此 天异宗有两位金丹老祖 刷 就在这时候 擂台上又出现一道美丽的身影 正是一位女性修士 王宝林见此情形暗暗道 不会又是一位金丹七修士吧 传闻陈灵朵突破金丹七了 本以为是谣言 没想到是真的 前排的筑基真人 满脸诧异地说道 天异宗有三位金丹修士 这青阳城的天要变了 一位筑基真人 满脸感慨地说道 变个屁 天异宗一直是我们青阳城 实力最强的势力 另外一位筑基真人 满脸不屑地说道 宗吴卿和陈灵朵对视一眼 旋即开口说道 我们天异宗的临丹大会 十年举行一次 今年再次邀请大家过来观赛 感谢各位道友的捧场 台下众人纷纷表示无妨 下面我废话不多说 正式宣布比试开始 陈灵朵上前一步开口说道 请十二位选手走向丹炉 十二位参赛选手 朝着擂台走去 第一关 用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时间内 炼制开临丹 谁炼出的丹药多谁获胜 谁炼制的丹药品质好 谁获胜 宗吴卿简单地把规则说了一遍 参赛的众人和台下的观战者 都明白地点了点头 宗吴卿见状宣布道 开始 话音刚刚落下 十二位弟子开始炼丹 远处的王宝林等人 也是目不转睛地 看向擂台处 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第一位弟子已经炼丹成功 旁边几人见状不急不慢地 继续制作丹药 过了片刻 宗吴卿开口说道 时间到 停止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立刻远离丹炉 宗吴卿和陈灵朵 走到用时最短的弟子身边 二人把丹炉打开 里面有三枚冒着浓郁药香的灵丹 品质没得说 而且有三枚 不错 不错 宗吴卿和陈灵朵 开口赞赏道 接着 二人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第二人身上 陈灵朵打开丹炉 发现里面有四枚灵丹 但是品质都很一般 重归重举吧 陈灵朵失望地说道 接着第三个人 宗吴卿把丹炉打开 发现里面有三枚灵丹 品质非常不错 重归重举吧 宗吴卿皱着眉头说道 但是下面观赛的助击真人 都是满脸苦笑 大家扪心自问 也最多达到这个水平 没想到在这群人面前 只能算重归重举 接着第四个人 打开丹炉里面 也有四枚灵丹 只是品质 比第二个还要差劲 二人失望地摇摇头 并没有给出点评 接着第五个人 打开丹炉里面 居然有五枚灵丹 不过都是半成品 显然还没炼制成功时间就到了 哎 你好好炼丹不行吗 第一炉就玩花样 你被淘汰了 宗吴卿皱着眉头说道 这位弟子满脸失落地点了点头 失魂落魄地走下擂台 下面观赞的众人 丝毫不敢小觑这位弟子 他一次性能炼制成五枚灵丹 要不是有时间限制 他肯定可以成功 接着第六个人 打开丹炉 里面飘散出浓郁的药箱 可是只有两枚灵丹 效率太慢了 有提升的空间 宗吴卿和陈领朵 开口点评道 半天之后 十二位弟子的比试结果终于出来 第一轮直接淘汰一半 能参加第二轮比试的弟子 只有六个人 宗吴卿看着被淘汰的六位弟子说道 要牢记我给你们的点评 回去好好改进 遵命 被淘汰的六位弟子 面带不甘地点了点头 目送六位淘汰者离开之后 宗吴卿和陈领朵 把目光头像观战席上 下面第二轮比试 随机抽取灵药炼制灵丹 由我和师妹 以及各位助级长老 鉴定胜负 宗吴卿开口说道 明白 六人点了点头 陈领朵拿出六个 一模一样的黑色盲盒 开始选吧 六人相互对视一眼 随机各自选好一个盒子 宗吴卿开口说道 确定了吗 六人点了点头 表示确定 打开自己的盒子 里面有不同的灵药和灵财 六人打开盒子 有人面露狂喜之色 有人则是满脸凝重 一炷香的时间 现在开始 宗吴卿开口说道 六人对视一眼 立刻开始利用丹炉炼丹 这六位弟子 并没有像第一轮那样 急急忙忙地炼制丹药 而是根据灵药和灵财 敲定炼制什么灵丹 然后才动手开始炼丹 转眼间 一炷香时间度过 还没等陈灵朵宣布时间到 他们六人主动退后一步 远离了丹炉 宗吴卿和陈灵朵 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位弟子身边 打开丹炉 刷 一阵浓郁药香飘来 台下的众人满脸惊讶地说道 助击丹 二转顶接临丹 不错 丹药非常好 一炉出现三枚助击丹 放在整个西域大陆也是非常成熟的炼丹师了 宗吴卿面带笑意地说道 接着 宗吴卿和陈灵朵立刻来到第二位弟子面前 刷 灵云丹 三转下接灵丹 王宝林不知道 三转下接灵丹是什么意思 但是前排的各位助击真人 则是被惊到了 三转下接灵丹 这群人也太厉害了吧 王宝林看着前排的骚动助击真人 有些不解地看向二叔 这时 旁边护云客栈的女炼丹师说道 灵云丹是助击中期后期使用的灵丹 这位大师 也就是助击中期修为 也就是说 他可以自己炼丹 供自己修炼 天才 天才啊 旁边其他四位护云客栈的炼丹师 满脸敬佩地说道 陈灵朵和宗吴卿脸上 闪过一丝欣慰之色 不错 不错 接着 二人来到第三位弟子身边 打开丹炉 十枚养灵丹 不错 不错 厉害啊 宗吴卿和陈灵多 都忍不住发出赞叹之色 王宝林满脸不解地问道 养灵丹只是一转高阶灵丹 这有什么奇特的 旁边女炼丹师胡文笑着说道 你有所不知 这位弟子得到的这点灵药和灵财 最多炼制十枚养灵丹 就是金丹七的炼丹师也只能炼制出十枚养灵丹 王宝林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道 也就是说 他已经做到最好了 没错 胡文点了点头笑道 接下来 二人来到第四位弟子面前 打开丹炉 里面躺着八枚巨灵丹 宗吴卿皱了皱眉头说道 重归重举 片刻之后 六位弟子的成绩也分了出来 宗吴卿 陈灵多和各位助击长老相互商量片刻 玄机对外公布道 徐熙峰 张俊 康恩惠 晋级 另外 被淘汰的三人满脸无奈之色 没办法 这三个人的炼丹水平太厉害了 自己压根不是对手 输得心服口服 徐熙峰 张俊 康恩惠 接下来是最后一轮比试 你们炼出的丹药 会给在座的所有助击真人品鉴 最后由各位助击道友评断出第一名 第二名 宗吴卿开口说道 好 三人点了点头 宗吴卿对着台下众人说道 有劳各位道友了 哈哈 不胜荣幸啊 台下观战的众人面带笑意地回复道 旁边的陈灵朵 抬手 把擂台上的丹炉 全部收了起来 玄机开口说道 最后一轮比试 炼制三转下接临丹 用自己的丹炉 灵药和灵彩 记住 你们只有一个时辰 开始 话音刚刚落下 康恩惠从自己的衣袖之中 飞出一枚精致的丹炉 同时指尖燃起一道火焰 瞬间点燃了丹炉 旁边的张俊 徐熙峰同样祭出丹炉 开始炼丹 张俊双手凝聚法爵 一团忧虑的火焰 瞬间点燃了丹炉 灵火 张俊居然掌控了灵火 台下观战的众人面带 不可思议之色 就在众人诧异之时 台上三人已经开始炼丹 各自按照顺序 朝着丹炉内 投入灵药和灵财 台下众人 都是聚精会神地盯着 台上三人的动作 丝毫不敢怠慢 生怕错过细节 王宝林也是瞪大了眼睛 虽然什么也看不懂 时间结束 随着话音刚刚落下 三人立刻远离丹炉 自己打开丹炉介绍灵丹 宗吴清开口说道 最左边的康恩惠 上前一步开口说道 我炼制的是灵源丹 说吧 一枚完美无瑕的灵源丹 出现在众人眼前 好好好 非常不错 宗吴清满脸欣赏地说道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陈灵朵 也忍不住开口赞赏道 非常不错 这一下王宝林有些疑惑地对着胡闻问道 前辈 刚刚第二轮徐熙峰 不是已经炼制灵源丹了吗 康恩惠 为什么能得到金丹老祖的赞赏 王宝林话音刚刚落下 所有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王宝林撇了众人一眼 很显然 大家也都非常好奇 这时候 前排的张本才真人开口说道 康恩惠这枚灵源丹 品质非常好 更重要是他就投入了一枚丹药的灵药量 百分百的成功率 百分百的良品率 听见张本才的解释 众人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旁边徐熙峰无奈地摇摇头 直接打开了丹炉 这是四转高阶春风丹 宗吴清也是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是也不是 我得到了半张春风丹的丹方 改进了一下 徐熙峰开口说道 听见徐熙峰的话 宗吴清和陈灵朵 立刻接过高防板春风丹 二人仔仔细细观察片刻 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陈灵朵开口说道 虽然有春风丹七成效果 总体来说 算是一个不错的疗伤灵丹 宗吴清把丹药 递给下方的筑机真人观看 前排的筑机真人围在一起 争相观看 这枚高防板春风丹 宗吴清看了众人一眼 玄机开口问道 各位真人看清楚了吗 张本才开口说道 宗吴清老祖 我觉得这枚丹药的品质 属于三转低阶临丹 不错 此丹疗伤效果 应该能达到 正品春风丹七成 吴子少面带严肃地说道 宗吴清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好 我们看看徐熙峰的丹药 我炼制的是回春丹 徐熙峰把一枚 同体晶莹剔透地 展示给众人观看 三转中阶临丹 而且还是恢复灵力的临丹 台下众人又是一阵惊讶 不仅观赛的众人惊讶 天意宗的各位筑基长老 也是面露诧异之色 不错 不错 非常不错 宗吴清和陈朵临面 带狂喜之色 可是我们三个人 谁是第一名 徐熙峰满脸疑惑地问道 这 宗吴清和陈朵临也愣住了 顿时把目光投向观战的 筑基真人们 康恩惠道友炼丹稳定 张军道友对炼丹的领悟 已经达到一定境界 徐熙峰的炼丹天赋让人折舌 我们也分不出谁是第一名 张本才一脸纠结地说道 是啊 是啊 我们也没办法 旁边众人开口附和道 这道不是众人不想参与 而是真的难分胜负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So 一道强大的威压 快速降临在擂台之上 众人神情一阵 知道是天一老祖亲至 宗吴清和陈灵朵 连忙行礼道 见过师尊 起来吧 不用跪在这里 天一老祖面带笑意地说道 说吧 天一老祖把目光投向康恩惠 张军 徐熙峰身上 张军第一名 可谓我三弟子 张军先是一愣 玄疾面露狂喜之色 拜见师尊 天一老祖抬手虚空 托起跪在地上的张军 开口说道 不用多礼 起来吧 旁边的康恩惠和徐熙峰 都是面露羡慕之色 不过他们知道 张军掌控灵火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被老祖收入弟子 也是情理之中 他们并没有不服气 徐熙峰第二名 可谓我第四位弟子 天一老祖淡淡地说道 啊 在场众人 都是露出惊讶之色 多谢师尊 徐熙峰立刻跪在了地上道谢 天一老祖看着惊讶的众人 开口解释道 徐熙峰的炼丹天赋 是三人之中最强的 听闻天一老祖的解释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徐熙峰能炼制三转中阶灵丹 确实是三人之中最强的 众人下意识 立刻把目光投向康恩惠身上 康恩惠第三名 康恩惠并没有气馁 反而露出一抹笑意 能看出来是真笑 而不是勉强的笑意 康恩惠亦可谓我第五名弟子 正在憨笑的康恩惠 顿时一将 玄机脸上的笑意更浓 多谢老祖厚爱 我一定好好修炼 好好炼丹报答宗门 听见康恩惠的话 天一老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他收下康恩惠 就是看他的单纯和稳重 好了 本次我们的灵丹大会到此结束 各位小友 还有什么 要指教的吗 天一老子 把目光投向观战的 各位助击真人身上 众人都是摇摇头 开什么玩笑 自己这个水平 怎么可能指教台上 这三位天才炼丹师 恭喜天一老祖 喜获三位天才弟子 众人只能抱拳恭喜道 哈哈哈哈 同喜 同喜 天一老祖面带笑意地说道 天一老祖 我们海浪老祖 正式开宗立派 下个月举行建宗仪式 还请各位道友捧场 五子少开口说道 好 我知道了 到时候 我一定亲自前往 天一老祖开口承诺道 五子少面带狂喜之色 连忙道谢 多谢天一老祖 多谢 这时候 五子少面带笑意地 走到张本才的身边 还请各位道友捧场 以前我们之间是有些小误会 还请道友 不要往心里去 道友多虑 我们没有往心里去 我到时候 我们一定会去参加 你们的建宗仪式 张本才笑着说道 多谢 多谢 五子少面带喜悦的道谢 上次因为王丹阳的事情 导致张冲和五子少 发生过冲突 不过眼下开宗立派在即 海兰老祖要求五子少 和护云客栈的人搞好关系 虽然原阳老祖比较佛系 没有弟子 也没有开宗立派 但是手底下 也有十几位助击真人呢 更重要的是 原阳老祖可是金丹巅峰期 道吕木子一 也是金丹七修士 这种势力 就是天一宗也只能拉拢 他们更加惹不起了 这次能把误会消除 五子少自然是开心不已 而张本才 也不想得罪一个 冉冉升起的势力 更何况护云客栈 准备扩展业务 以后也离不开海澜方式 时间就在下个月 大家都可以来 灵茶 灵国管购 五子少面带笑意地 对着众人说道 一 好 我们一定捧场 前排观战的助击真人们 纷纷点头答应道 另一边 后排观赛的众人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离开 高长野对着后排的观赛者说道 我就不送大家下山了 多谢各位的捧场 王宝林乘坐张本才真人的非洲 直接离开了天异宗 片刻之后 返回西城呼云客栈 你们怎么看待 这次灵丹大会 张本才对着胡文等人面带好奇地问道 胡文开口说道 收获匪浅 你们好好努力 不求你们能炼制助击丹 但是聚灵丹 养灵丹 开灵丹 聚气丹这些丹药 你们一定要会单独炼制 张本才满脸严肃地说道 张真人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努力 黄阳面带笑意地说道 老黄你当然没问题 可我们有些困难啊 胡文满脸无奈地说道 张本才无奈地摇了摇头 把目光投向王宝林等人身上 你们之中有人会炼丹吗 王林 江大海 李新华 包括王宝林 都齐齐摇头 表示不会炼丹 张本才眼前一亮 立刻把目光投向没有出生的罗长林身上 罗长林你会炼丹 罗长林摇摇头 开口说道 廖正迎是一位炼丹师 他可以炼制养灵丹 不过不能炼制聚灵丹 听完罗长林的描述 张本才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他会炼丹 这家伙藏得够深的 旁边的王林 有些疑惑地问道 既然他能炼制养灵丹 为什么要 还要购买养灵丹 是啊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李新华同样面带疑惑地问道 罗长林善善说道 成功率不高呗 张本才无奈地看了一眼罗长林 旋即把目光投向众人身上 你们有认识的炼丹师吗 只要你们介绍来一位炼丹师 我给你们一枚养灵丹 张本才开口说道 不认识 众人摇了摇头 王林低头说道 我认识一个炼丹师 就是不知道他来不来 他在哪里 什么水平 张本才满脸好奇地问道 当初他炼起八层 就能和别人合力炼制巨灵丹 水平应该不低 王林开口说道 旁边的王宝林 顿时知道 二叔说的人是谁了 二叔 谢云都准备在青州养老了 估计不会来吧 王宝林有些不确定地反问道 你们去试试 明天一早 我叫一艘灵舟 送你们去青州 张本才开口说道 他不一定会来 算算时间 他孩子应该三四岁了 可能离不开 王宝林面带愁色地说道 让他带着道旅和孩子一起来 一个月二百零食 外加炼丹奖励 综合算下一年不会低于三千零食 张本才开口说道 听见张本才给出的待遇 王林心中顿时多了几分底气 开口说道 好 我去试试吧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张本才面带笑意地说道 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 还在打坐的王宝林和二叔就被吵醒 你们二人赶紧行动吧 张本才满脸严肃地对着二人吩咐道 张真人放心 我们叔侄二人一定尽力而为 速去速回 好 张冲 有劳你带着他们二人去一趟青州 速去速回 张本才对着身后的张冲吩咐道 两位小友上船吧 王宝林和二叔坐上飞舟 快速朝着青州方向飞去 路上王宝林面带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我们偌大的青阳城 找不出几位合格的炼丹师 王林沉默半天 开口说道 这我还真不知道 操控非洲的张冲 忍不住开口说道 因为天意宗拜 外来的炼丹师在青阳城 压根没有生存空间 本就不多的炼丹师 一部分成为当地势力的座上宾 剩下的人都去黑水城和万里城了 听见张冲真人的解释 王宝林和王林认同地点了点头 正是因为天意宗太强势 太厉害 导致其他势力的炼丹师 不会在青阳城发展 原来如此 书职二人面露诧异之色 数日之后 张冲带着书职二人来到谢云洞府门前 什么人 谢云手持法器 警觉地走出洞府 老谢 一别五年 别来无恙啊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老王 你怎么回来了 是不是在青阳城混不下去了 谢云面带笑意地问道 滚滚滚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呼云客栈的直视长老张冲真人 王林面带笑意地介绍 见过张冲真人 谢云连忙行礼道 道友无需多礼 听王林说 道友非常擅长练丹 不知道有能不能给我露一手 张冲开门见山地说道 谢云也是满脸诧异 第一次见面就让自己练丹 这难道是青阳城新的打招呼方式 前辈是要找我练丹吗 谢云不确定地问道 没错 你能不能练制聚灵丹 张冲满脸兴奋地问道 以我现在练气十层的修为 只要给我足够的灵药和灵彩 以及上好的丹炉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谢云面带自信地说道 你有没有练制好的丹药 拿出来给我看看 张冲接着问道 这 谢云满脸迟疑地看了一眼张冲 老谢你拿出来给他看看 王林开口说道 谢云点了点头 拿出练制的聚齐丹 递给了张冲真人 张冲真人仔细看了一眼聚齐丹 缓缓开口说道 品质还可以 谢云看了一眼张冲真人 面带笑意地说道 我的练丹炉不行 如果有好的练丹炉 品质肯定还可以提升一个阶段 好好好 你愿意跟着我一起去青阳城吗 张冲面带笑意地问道 爹爹 你去哪里 谢云的洞府内 走出一位白白净净 粉粉嫩嫩的女孩 这是你的孩子吧 王林对着谢云问道 谢云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的 她是我的孩子谢书忧 孩子母亲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了 现在就剩我们也俩相依为命了 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 她是五行灵根 虽然不是特别好的资质 但是可以修炼 看着面带悲伤的谢云 王林连忙插开话题道 你的其他女人呢 悲伤的谢云顿时被二叔的话整得无语 满脸无奈地说道 你当我是一个沉迷女色的人吗 我那是为了传宗接代 是是是 带着小侄女 我们一起去青阳城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书游年纪太小了 我就不去了 谢云有些犹豫地说道 你看看我们叔侄俩 这才短短五年不到的时间 宝林都已经是炼器五层修士了 当初我离开青州的时候 才是炼器八层修为 现在我都已经是炼器十层修为了 如果当时你和我一起去青阳城 你现在已经是炼器大圆满境界了 王林没好气地说道 是啊 青阳城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青州和城区的平台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小妹考虑啊 王宝林开口附和道 听见王林和王宝林的话 谢云面露一丝心动之色 加入我们护云客栈 每个月二百零食外加炼丹奖励 一年不会低于三千零食 张冲笑着说道 谢云低头沉默片刻 看了一眼满脸懵懂的女儿 玄机点头道 好 我答应了 不为别的 为了孩子我也要拼一把 容我收拾一下 这就和你们走 好 你慢慢收拾 不接 不接 王林和王宝林笑着说道 等待谢云期间 王宝林对着张冲真人说道 张冲前辈 谢云不仅擅长炼丹 对阵法也颇有理解 看看他洞府内的阵法 都是他自己布置的 嗯 我看见了 确实比较粗糙 可他毕竟只是炼器失曾修饰 能布置出这样的阵法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张冲面带严肃地说道 宝林你有所不知 张冲真人就是阵法大家 谢云这点水平确实不够看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倒也是 王宝林哈哈一笑道 片刻之后 谢云收拾好一切 手里抱着谢书忧 对着众人说道 我们走吧 不着急 道友还认识其他炼丹师吗 张冲继续开口询问道 对对对 你还认识其他炼丹师吗 王宝林输职二人都是一脸笑意地问道 认识是认识 只是他们都和其他势力合作的 不会轻易离开青州府 不像我在青州没有产业 随时可以走 谢云满脸无奈地说道 张冲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好吧 我们走 说吧 一道巨大的非洲浮现在众人眼前 众人跳上非洲 张冲加速带着众人离开了青州府 对了 你和陈家不是有合作吗 需要说一声吗 王宁不放心地问道 我又没加入陈家 随时可以离开 谢云洒脱地说道 说吧 王宁把目光投向熟睡的谢书忧身上 希望小书忧好好成长 不要不他哥哥的后尘 谢云点了点头 玄机笑道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希望他能助击成功 哈哈哈哈 一定可以的 王宁笑着说道 几天之后 一艘巨大的非洲降临在青阳城门口 好高的城墙啊 谢云看着雄伟壮阔的青阳城 忍不住感叹道 哈哈哈哈 先交入城废 入城废 多少零食 谢云满脸诧异地问道 一块零食就行了 说吧 张冲替谢云和谢书忧给了零食 立刻放出马车 带着众人 朝着西城呼云客栈奔去 车厢内 王宝林看着微微紧张的谢云 面带笑意地开解道 前辈不要紧张 没事 没事 谢云强装镇定地说道 半天之后 众人来到西城呼云客栈 张伟 张开出来迎接几位道友 我要赶紧回海岚方式了 张冲对着店内喊道 很快 张伟和张开 屁颠屁颠地走了过来 张冲对着云林等人说道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下次见 有劳真人 多谢 众人抱拳道谢道 张冲点了点头 转身遇见 朝着城外飞去 这位道友 就是炼丹师吧 看起来果然不一样 张伟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哈哈 道友过奖了 谢云开口笑道 王宝林快速递给二人二百零食 笑着问道 张真人 是不是要考核一下谢云 张伟和张开眼前一亮 顺势把零食收入自己衣袖之中 这怎么好意思啊 没错 是要考核一下炼丹师 不过只要能炼制聚零丹就行了 其他不考核 你放心 听见二人的话 谢云连忙问道 炼丹炉可以自己选择吗 张伟笑着说道 可以 我们店铺里 就有上好的炼丹炉 都是顶接法器 随便用 多谢小友为我解惑 一番了解之后 谢云脸上录一抹自信的笑容 片刻之后 众人跟着两位童子 来到张本才面前 见过张真人 谢云立刻行礼道 张本才也好奇地 打亮着眼前的谢云 能不能炼制零丹丹 张本才好奇地问道 可以啊 谢云微微一惊道 谢云本以为张真人 会让自己炼制聚零丹 没想到让自己炼制零丹 聚零丹 可是突破筑机的辅助零丹 和筑机丹是一个级别的 远远比养灵丹要难练 好 给我原料和丹炉 谢云满脸自信地说道 好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说吧 众人朝着后院的一处 偏院走去 看着眼前精美的丹药炉 以及充满灵气的丹药 谢云忍不住开口感叹道 好奢侈啊 哈哈 你要能炼制成功 炼制零丹丹 我就把这个炼丹炉 赠送给你 张本才笑着说道 当真 谢云面带不可思议之色地反问道 这时候胡文 黄阳几位炼丹师走了过来 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 这要看你的本事了 几位道友身上 带着浓郁的丹药味道 想必也是炼丹师吧 谢云开口询问道 胡文和黄阳等人 相互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谢云也不废话 直接点燃炼丹炉 谢云并没有第一时间 把灵药放入丹炉之中 而是等火候达到自己想要的温度 才进行下一步 旁边观看的黄阳和胡文等人 都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So 就在这时候 谢云先把灵财投入丹炉内 同时释放出神识 观察灵财融化程度 接着又把灵药全部投入丹炉之中 旋即催动灵力 加大炼丹炉的火候 片刻之后 谢云把丹炉打开 里面飘来阵阵药箱 从里面取出两枚 精润的灵丹 张本才观看了一眼养灵丹 旋即开口说道 这些灵药和灵财 能炼制出三枚养灵丹 你能炼成两枚 还真不错 通过了 多谢真人 我一定好好为客栈炼丹 谢云立刻拍着胸脯保证道 张本才非常受用地 点了点头说道 一个月二百零食外加炼丹奖励 一年大约三千零食 如果你能炼制助鸡丹 一枚额外奖励一千零食 好 我知道了 多谢真人 谢云点了点头道 张本才对着旁边的 黄阳和胡文等人说道 你们也一样 随着你们的炼丹水平提升 我们会相应给你们 提高待遇的 多谢真人 几位炼丹师 都是面带喜悦之色道 王宝林和二叔 则是面带羡慕之色 不过羡慕也没用 炼丹需要天赋 也需要资源 张本才对着面带艳羡的 王宝林和王林说道 这次辛苦你们俩了 谢云炼制的两枚养灵丹 归你们疏值了 王宝林和二叔 顿时面带狂喜之色 连忙抱拳道 多谢真人 多谢 看着面带喜悦之色的 王林和王宝林 张本才忍住开口说道 你们俩也要早做打算 临天最多还能收两茶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可以转型炼丹室 王宝林和王林 都是神情一致 接着面露一丝心动之色 张真人 难道我们护云客栈 只有那一片陵园吗 以后开了商号 只会需要很多的陵药 那陵药和陵财 从哪里来 黄阳面带忧虑地问道 你放心吧 老祖已经在整个 青阳城范围内 搜索灵田了 张本才开口说道 王宝林和王林 也是眼前一亮 如果有灵田 自己就不会失业 不说这些了 你们是不是还没地方做 张本才对着这群炼丹师问道 是的 没地方做 黄阳和谢云等人 点了点头 你们就暂住在陵园内吧 那里灵力充沛 等灵田完全枯萎了之后 我就在那里开发一批洞府 到时候送你们一趟 张本才开口说道 多谢张真人 众人面带狂喜之色 旁边王宝林心中 则是非常差一道 果然修真戒的尽头 也是房地产开发呀 张本才对着张伟和张开说道 你带着他们去挑选洞府 谢云满脸疑惑地 跟着王宝林等人 离开了承西呼吟客栈 谢云小声地问道 挑选什么洞府 法器洞府 林园内没有现成的洞府 只能购买法器洞府 王宝林保开口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谢云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片刻之后 张伟和张开 带着众人来到顾明阁 各位道友里面请 老顾依然非常热情地出门迎接道 六个洞府法器 和上次王宁他们一样的款式 张伟开口说道 顾明看了谢云 胡闻一眼 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的 稍等 说吧顾明从自己的储存袋中 拿出六个洞府模型 递给了谢云等人 后面有空地 我可以展示一下 给你们瞧瞧 老顾非常热情地说道 这就不用了 都差不多 不麻烦你了 黄阳开口说道 好 各位道友 还有什么想要的吗 老顾面带笑意地问道 众人摇了摇头 顾明笑着说道 好 一共四千八百零食 张伟直接递给老顾一包零食 接着转过头 对着王林和王宝林说道 我的任务完成了 等一下有劳王林道友 带着他们返回陵园 王林和王宝林点了点头 齐声说道 好 有劳两位小友了 张伟和张开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顾明阁 这时候 顾明面带笑意地说道 各位道友多多来我们顾明阁 一律按照团购优惠 黄阳 胡文等人重重点了点头 表示道 一定 一定 走吧 老谢 我带你们去陵园 王林笑着说道 好 走吧 半天之后 一行人来到呼云陵园 哇 这片陵园比大鼠陵园气派多了 谢云面带诧异地说道 接着谢云接着问道 不对 这里怎么没有人看护 不怕有人偷药吗 啊 众人都是一阵无语 能住在这个地方的修士 都不是傻子 谁敢惹圆阳老祖 真以为圆阳老祖是尼捏的 黄阳满脸笑意地说道 是啊 青阳城内 没人想得罪圆阳老祖 王宝林笑着说道 圆阳老祖 是呼云客栈的靠山吗 谢云面带好奇地问道 是的 不仅是呼云客栈的创始人 还是一位金丹巅峰老祖 现在是轮值城主 王林笑着解释道 说话间 众人来到陵园内 这里就是我的洞府 前面是李新华 廖正寅等人的地盘 王宝林笑着介绍道 我叫你在旁边吧 说吧 谢云直接洞府在了旁边 老谢 我们以后又是邻居了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 兜兜一圈 我们哥俩又可以一起奋斗了 谢云也是 满脸感慨地说道 你们别煽情了 我们也要在这旁边住下 说吧 胡文 黄阳等人也把洞府放在了旁边 听见这边的动静 罗长林 李新华 将大海走了过来 张真人把你们安排在这里了 李新华面带好奇地问道 是的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黄阳面带笑意地说道 接着 众人开始自我介绍 半天之后 大家相互之间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黄兄 我有一个疑问 还请黄兄解惑 罗长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罗道友请说 我置无不言 黄阳笑着说道 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 你们连筑基丹都无法单独炼制 我们呼云商号能不能开起来啊 罗长林满脸疑惑地问道 一旁王林和王宝林 也是认同点了点头 光靠眼前这六位炼丹师 很难称起一个商号 我听张本才真人说 袁阳老祖去隔壁万里城 邀请到了炼丹师 据说有三位筑基炼丹师 不过 我们也没见过面 黄阳如实说道 三位筑基炼丹师 这应该差不多了 众人面露恍然之色 聊天期间 突然一阵恐怖的威压 从远处洞府传来 众人立刻把目光 投向廖正营的洞府方向 廖兄突破成功了吗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黄阳等人 也是满脸诧异地问道 你们陵园内 有人突破筑基 是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说吧 罗长林朝着前方洞府走去 刷 还没等众人到来 只见留点 张本才快速遇见 来到众人面前 还没等众人开口询问 两位真人反而急忙询问道 怎么样了 廖正营突破了吗 不知道啊 我们也刚刚来 罗长林满脸担忧地说道 等一会吧 突破筑基的时候 不能受到一点影响 我们安静等一会 张本才开口说道 众人点点头立刻沉默 可是半天过了 洞府内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张本才脸色突然一变 连忙开口说道 不好 赶紧进去 说吧 旁边的留点暴力一击 准备拆开洞府防御阵 哼 一声巨响 洞府外的防御阵法 纹丝不动 很显然 廖正营闭关之前下了大功夫 留点见到自己一击不成 旋即抬手又是一击 朝着洞府的阵法打去 哼 一声巨响 可是洞府外的阵法 依然没有破除 一旁张本才眼中 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我来 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蓝色飞剑 砸向洞府 哼 一声巨响 洞府大门变成粉末 众人见状 立刻冲进了洞府内 只见廖正营嘴角带血地 倒在地上 气息异常虚弱 突破失败了 罗长林有些确定 又带着些许疑惑的问道 看着地上的筑机单瓶子 和聚灵单的瓶子 流点无奈地说道 失败得很彻底 你的废话真多 赶紧救人 说吧 张本才给受伤的廖正营 服用了一枚回春丹 昏迷的廖正营 渐渐苏醒了过来 只是脸色惨白 好似风中惨一般 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 哎 我失败了 廖正营神情异常颓废道 罗长林开口安稳道 廖大哥 你一定会没事的 大不了再次助击 是啊 是啊 有人再次助击 成功过 不碍事的 王林等人 开口附和道 就在大家宽慰 廖正营之时 一道刺耳的话音 传入众人耳朵里 你时间不多了 早做准备吧 流点满脸严肃地说道 众人 张本才也是满脸无奈地说道 流点你少说两句 说吧又对着廖正营说道 没事 还能活半年呢 众人 廖正营面带严肃地说道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要不是张真人的回春丹 我可能已经陨落了 一枚注击丹 两枚巨丹还是失败了 先到哪儿啊 说吧 廖正营把目光投向张本才身上 艰难地说道 我要离开陵园 回到我自己的家乡 张本才无奈地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 我答应了 这种情况下 张本才也不好拒绝 只能放廖正营离开 多谢 多谢 廖正营满脸虚弱地说道 我送你回去吧 罗长林开口说道 不用了 说吧 廖正营强行起身 一脸狼狈地离开陵园 目送落寞离场的廖正营 众人都是一阵唏嘘 谁能想到半年前 意气风发的廖正营 准备突破住击 而现在只能落寞而终 罗长林满脸苦涩地说道 先到艰难 廖大哥还准备了两枚巨临丹 到最后 还是失败了 旁边的王林 脸色有些难看 本以为一枚住击丹 外加一枚巨临丹 自己住击 肯定十拿九稳了 可看见失败的廖正营 心中顿时忐忑了起来 好了 廖正营的林田 交给王宝林打理吧 还有几个月就成熟了 明年还中最后一茶就结束了 张本才开口说道 好 我尽力为之 王宝林点了点头 张本才和刘典相互对视一眼 直接离开了陵园 带二人走远之后 谢云满脸惊讶地看向王宝林 被谢云打量的心中发毛 有些忐忑地问道 谢师叔 你这是干什么 我脸上有花吗 你小子居然能单独打理林田了 谢云满脸诧异地看向王宝林 这不很正常吗 王宝林嘴角扬起一道笑意 一番唏嘘之后 众人各自返回自己的洞府内 返回洞府王宝林 立刻就把养灵单递给了二叔 这是干什么 你自己留着吧 我身上还有两枚养灵没用吗 王林直接开口拒绝道 好吧 等二叔需要的时候 我再给你吧 王宝林神情有些低落地说道 看着垂头丧气的王宝林 王林笑着说道 怎么了 看见廖正音突破失败 你倒心不稳 这倒不是 而是突破助击太难了 我再想要不要给二叔再搞一枚助击单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哈哈 那是助击单 不是鸡蛋 一枚助击单都异常珍贵 去哪里找其他的助击单 王林没好气地说道 总归要试试 必须要准备两枚助击单 王宝林满脸坚定地说道 王林看着满脸坚毅的侄子 心中闪过一丝暖流 旋即开口说道 其实廖正音准备得非常充分了 有的时候 助击也要靠运气的 更重要的是 廖正音已经一百多岁了 虽然说练气巅峰 可以活到一百三十岁 那也只是极限 不是人人都可以活到那么久的 从凡人到练气巅峰 这一路上肯定是血雨腥风 不可能不受伤 廖正音如果不突破助击 也最多再活十年 当年我的老师 也是因为年纪太大了 所以才会突破失败 听完二叔的描述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原来如此 看来突破助击的时候 也要看运气 更要早点助击 是的 需要一点运气 如果我突破失败了 请你不要失落 努力向助击器迈进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的 二叔请你放心 王宝林点了点头 这时候 王宝林已经开始做打算了 万一二叔突破失败 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破助击器 这样才能服用那枚 剔除灵脉的丹药 提起那枚剔除费灵根的丹药 王宝林心中就是一阵郁闷 找了很久也没搞清楚 这个丹药叫什么 唉 说来也倒霉 廖正音连一个后代和弟子都没有 他的传承就要没落了 王宝林面带唏嘘地说道 哈哈 你当时应该拜他为师啊 他所有的灵石都归你了 二叔面带笑意地打趣道 对了 他都陨落了 身上的功法和法器 难不成一起陪葬了吗 王宝林面带好的问道 王林嘴角扬起一道不屑的笑意说道 他的好兄弟罗长林早就等着他呢 不会吧 他们关系那么好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说道 他刚刚要送廖正音离开 被他拒绝了 要是让罗长林送他回去 估计半路他就完蛋了 王宝林面带玩味神情说道 王宝林低头努力回忆刚刚发生的场景 玄机满脸诧异地说道 怪不得廖正音走得那么急呢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罗长林倒是打了一个好算盘 廖正音突破助击 他多了一个好大哥 廖正音突破失败 他继承好大哥的一切资源 听完二叔的解释 王宝林也是非常认同地点了点头 看着若有所思的王宝林 二叔笑着说道 你要是不信 你可以去罗长林的洞府内看看 他肯定不在洞府内 听见二叔的话 本来不敢兴趣的王宝林 瞬间来了兴趣 立刻释放出神识 朝着罗长林的洞府看去 不过罗长林的洞府外有 阵法和禁止 压根无法看到洞府内的情况 不过可以肯定 洞府内没有罗长林的气息 怎么样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说道 确实不在洞府内 看来他去找廖正音去了 王林笑着了笑 对着王宝林说道 我要去给林药施肥 你自己在家好好修炼吧 说吧 二叔转身朝着林田走去 王宝林静止朝着方氏走去 准备买点开林丹 为下一次突破做准备 王宝林慢慢悠悠地 朝着顾明阁走去 自己身上还有九千二百零食 可以多买点林丹和林根 王宝林小友 这次你需要点什么 顾明满脸热情地迎接道 五枚开林丹 王宝林笑着说道 好 稍等 说吧顾明递过来一个小词评 王宝林看了一眼林丹 确定没有问题 立刻递给了顾明一千零食 对了 你这里有没有二转零根 王宝林开口询问道 没有 我这里有法器 丹药 服转 就是没有林根 顾明满脸无奈地说道 好吧 王宝林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只能去一趟千零阁 顿了顿 顾明笑着问道 道友还需要什么 王宝林摇摇头 说道 暂时没有需求 反正离得近 有需要再来 是是是 有空再来 顾明面带严肃地说道 告辞 王宝林走出顾明阁之后 准备朝着千零阁走去 穿过几条街道之后 王宝林来到一片方式 突然一道熟悉的身影 在眼前闪过 好熟悉的身影 不对 这是廖正英 他不是离开了吗 王宝林满脸疑惑之色 王宝林虽然感到疑惑 但是并没有追上去 在危机四伏的修真界 最要紧的就是 不要好奇心中 接着 王宝林直接来到千零阁 上次长相甜美的侍女 静止走了过来 王要是您好 这次又来买灵灯吗 小桃笑意应地问道 你还记得我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公子是年轻的灵药师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您 哈哈 带我去见曹卫东 王宝林笑着说道 好 公子请和我来客房 说吧 带着王宝林来到房间内 片刻之后 曹卫东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王老弟久等了 我不着急 没事的 王宝林连忙起身还礼道 坐坐坐 这次道友需要些什么灵根 曹卫东面带好奇地问道 上次的三转低接灵根 能不能拿给我看看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稍等 灵根没入土之前 都是用特殊方法保存的 我这就去去 曹卫东开口解释道 好 我在这里等你 王宝林笑着说道 曹卫东朝着后院走去 一边对着侍女说道 小桃 给小友上灵茶 要上好的灵茶 多谢曹真人了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感谢道 片刻之后 小桃侍女奉上茶水 公子请喝茶 多谢 片刻之后 曹卫东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立刻递过来 一株光秃秃 冒着无尽灵力的灵根 这是天竺灵根 三转中阶灵根 一千灵石一株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接过天竺 开口说道 这是灵财灵根 一株一千灵石太贵了 而且据我所知 这个东西很难养活吧 需要长时间 曹卫东呵呵一笑道 哈哈 这可是三转中阶灵根 而且天竺可以炼制顶阶法器 也是炼制法宝的主要材料之一 一千灵石真不贵 好事挺好的 但就是难培育 如果灵根无法发芽 我要它也没用啊 这样吧 一株六百灵石 你有几根我全要了 王宝林满脸勉强地说道 六百太便宜了 这好歹是三转中阶灵根啊 你再加点钱 曹卫东讨价还价道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这毕竟是灵财不是灵药 灵药可以重复结果 但是灵财是一次性用品 很难再生 顿了顿 王宝林接着说道 这样吧 七百灵石一株 你看如何 曹卫东心中已经乐开了花 天竺根非常难培养 这五株天竺根 已经放在手中很久了 本来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王宝林还真买了 好吧 大家都是老相识了 这五株天竺都给你了 曹卫东满脸肉痛地说道 见到他这副模样 王宝林心中也是一阵冷笑 真把自己当冤大头了 你没想到 我有三亩神奇的灵田吧 一共五株 一共三千五百灵石 曹卫东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 说吧 王宝林递给曹卫东 三千五百灵石 曹卫东也立刻把五株天竺 递给了过来 接过天竺灵根 王宝林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离开 道友还有点其他东西吗 曹卫东满脸笑意地问道 暂时没有 以后有需要再找你 说吧 王宝林离开了了千灵格 道友慢走 下次再来啊 曹卫东满脸客气地欢送道 王宝林心中也非常无语 逛了一趟街 自己身上的九千二百灵石 现在还剩下四千七百灵石 灵石和前世 工资差不多 看着蛮多的 就是不经花啊 片刻之后 王宝林返回自己的洞府 发现二叔在灵田里打理灵药 忍不住感叹道 等一下我要去帮帮二叔 当务之急 还是把天竺放入自己的三亩灵田内 想到这王宝林释放出神时 查看了一下体内灵田的情况 九曲花生和起螺草 已经快要达到百年灵药的年份 看到这王宝林满意点了点头 立刻把五株天竺栽种在灵田里 有了五株天竺的衬托 九曲花生和起螺草 显得没有那么单调和枯燥 不过整体来看 这七株 灵根占地都不到半亩 显得还是非常空旷 王宝林看着体内的三亩灵田 自言自语道 以后能不能注击 就看你们给不给力了 打理好体内的灵田之后 王宝林起身 朝着洞府外走去 二叔我来帮你 正在埋头给灵药上 营养灵液的王林抬头说道 你去一趟呼云客栈 王宝林满脸疑惑地问道 去干什么 王林满脸不爽地说道 营养灵液压根不够 廖正英把营养灵液地也带走了 是啊 上次廖正英闭关的时候 只给我一瓶营养灵液 这次他走之前 一瓶营养灵液也没给我 王宝林满脸正色地说道 对啊 这瓶营养灵液肯定是张真人出 不可能是我们出吧 王林面带不爽地说道 是的 我这就去找张真人 只是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要不要和你说 王宝林有些犹豫地说道 王林看着有些犹豫的侄子 面带好奇地问道 什么事情 我刚刚外出购买灵丹的时候 发现了廖正英的身影 王宝林开口解释道 什么 你看清楚了吗 确定不确定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确定 我亲眼所见 王宝林笃定地说道 哈哈 我知道了 这家伙是要玩一个灯下黑啊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脸色微微一变道 二叔你的意思是 王林嘴角不屑地说道 不错 廖正英肯定察觉到了什么呗 又是一出好戏啊 廖正英可是老江湖 不是那么容易被坑的 王宝林点了点头 看来廖正英也不傻 知道自己好兄弟罗长林 图谋不轨 就在这时候 罗长林气冲冲地返回陵园 见到这一幕 王宝林和二叔相互对视一眼 同时露出一丝不屑之色 看来罗长林是无功而返 不过话说回来 累死他也想不到廖正英 就在青阳城内 而且还是在最繁华的街道上出现 果然最危险的地方 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好了 这件事情我们装作不知道就行了 你做得非常好 修真界第一生存法则 就是不要多管闲事 你赶紧去找张真人 要营养灵业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西城呼云客栈走去 西城呼云客栈 王宝林刚刚走入客栈 就迎面遇见了张伟 王宝林 我刚刚准备去找你呢 张伟开口说道 哦 张伟倒有找我何事 难不成又有好任务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没有好任务 而是师尊让我告诉你们 后天你们来呼云客栈 到时候跟着师尊一起去参加 海兰老祖的开宗立派仪式 张伟开口说道 啊 让我们去干什么 王宝林微微有些诧意道 你不愿意 张伟开口问道 那倒不是 我们只是练器修饰 有资格去吗 王宝林善善说道 呃 呃 我们呼云客栈的助击修饰 基本都外出了 其他人都走不开 只有你们有时间 到时候一起去就行了 对了 是你们一起 包括那六个炼丹师 张伟补充道 好的 但我还有一件事情 汇报给张真人 王宝林开口说道 什么事情 张伟开口问道 廖正寅的灵天归我达里了 但是他把营养灵液都带走了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原来如此 我去和师尊汇报一声 你在这里坐一会吧 说吧 张伟一阵小跑朝着后院走去 没过多久 张伟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这是师尊给你的营养灵液 你收好 老实让你好好打理灵天 说吧 张伟面带笑意地递过来两瓶营养灵液 王宝林眼前一亮 早就准备好的二百灵石顺势塞入张伟的衣袖之中 张伟也是默契一笑 满脸笑意地点了点头 大家都是兄弟 下次不用那么客气 张伟面带笑意地说道 小意思 小意思 王宝林笑着说道 其实不是王宝林愿意当散财童子 而是本来自己只要一瓶营养灵液 而张伟从张真人那里 搞到了两瓶营养灵液 不能不给啊 再说一瓶营养灵液最少也要一千灵石 给他二百灵石并不亏 你回去吧 我就不耽搁你了 别忘了 后天要去参加海兰宗的开宗仪式啊 张伟不放心地嘱托道 好 告辞 说吧 王宝林离开了呼云客栈返回洞府 此时坐在田间的王林 正在和谢云聊着天 突然看见王宝林回来 忍不住问道 怎么样 王宝林递给二叔两瓶营养灵液 笑着说道 不仅给了 还给了两瓶 足够了 哈哈 好好好 今天我们把这五万亩灵液全部施肥 二叔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后天我们去呼云客栈会合 张真人要带着我们 去参加海兰老祖的开宗立派仪式 王宝林开口说道 王宝林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 你赶紧去告诉其他人 免得耽误了 王林开口说道 王宝林对着旁边的谢云说道 谢说 你们炼丹师也要去 你去通知炼丹师 我去通知灵药师 啊 我们也可以去现场吗 谢云满脸好奇地问道 当然可以了 还特地嘱咐 我要带着炼丹师 王宝林解释道 嘿嘿嘿 我还没真没见过 金丹老祖的开宗立派仪式 这种事情 可以吹一辈子啊 谢云满脸激动地说道 看着谢云没出息的样子 王宝林满脸无语地说道 亏你当初还不愿意来 现在知道 这里机会多了吧 来青阳城 是我最明智的决定 认识你 也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谢云满脸严肃地说道 王宝林打了一个寒战 神情嫌弃地说道 老谢 你怎么突然那么肉麻起来 谢云 兵分两头 王宝林把这个重要的消息 告知了李新华 罗长林 将大海三人 告诉众人这个消息之后 王宝林又返回田间 帮助二叔把五万亩林田施肥 城内一处陌生的商铺之中 廖正寅附了八百零食 坐上了筑基真人的非洲 看着非洲驶离青阳城 廖正寅苍老的脸上 露出一丝放松之色 罗长林啊 你还是太嫩了 本来我还想把传承留给你 可惜你太心急了 说吧 廖正寅把目光投向远处 自言自语道 不知道族内有没有人 可以继承我的一波 老天保佑啊 众人一大早 来到西城呼云客栈 你们来得挺早啊 张本才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 开宗立派的场景 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 必须要重视起来 谢云满脸欢喜地说道 嗖 说话间留点 旁之中两位助击真人走了过来 张师兄 我们走吧 留点笑着说道 张本才看了一眼众人 开口说道 其他人都没时间 我们走吧 说吧 衣袖之中 飞出一道非洲 非洲迎风渐长 众人立刻跳上非洲 旋即驶离了城区 坐在非洲之上的罗长林 若有所思 突然想到了什么 廖正迎是乘坐非洲走的 亏我把目光投向城外 还是让他跑了 真是可惜啊 罗长林心中暗暗思索道 没过多久 众人就来到距离海浪方式不远的一片山脉内 看着绵延起伏的山脉之中 屹立着各种华丽建筑 张本才有些无奈地说道 怪不得他们赖在城外开方式呢 看来他们早就谋划开宗立派了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哈哈 几位道友里面请 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五子少面带笑意地出门 迎接道 张本才看着热情的五子少 也非常给面子地走下非洲 抱拳还礼道 道友太客气了 五子少见到张本才主动走下非洲 准备步行进入宗门 心中也是微微一松 青阳城现任轮值城主 是原阳老祖 如果能得到呼云客栈的认可 这次的开宗大典不会受到太多刁难 我来送你们 说吧 五子少亲自带着众人走入宗门内部 看着周围掀气飘飘的山峰和洞府 张本才忍不住宫围道 好好好 确实非常好 听见张本才的宫围 五子少面带笑意道 这不是我们的功劳 是老祖的功劳 为了建设宗门 老祖准备了一百多年 不过能得到道友的认可 也算是值得了 大家互相吹捧间 来到一座安静的别院内 道友们暂时在这里住下 大会明天开始 今天大家先吃吃喝 灵酒 灵宴管够 等一下我就让人送来 五子少面带笑意地说道 众人眼前一亮道 多谢道友 不碍事的 大家不用客气 我还要去照顾其他来宾 恕我不能亲自招待 五子少面带笑意地说道 哈哈 道友太客气了 请便 张本才笑着说道 告辞 目送五子少离开的背景 张本才面带笑意地说道 五子少不是挺好说话的吗 为什么张冲说他不是好东西 哈哈 老师 你可不能在背后说我话话啊 未见其人 只听见一道细血的声音传来 张冲 你离得那么近 怎么来得那么晚 张本才插开话题道 其实我是不想来的 可是老祖传音给我 让我非来不可 张冲满脸无奈地说道 看着第二郎当张冲 张本才满脸严肃地说道 我知道你和五子少有恩怨 但是冤家已解不已解 他当众给你台阶了 你就不要耿耿于怀了 明天圣典不要废话 见到自己老师动怒 张冲连忙严肃地说道 我一定听老师的话 张本才点了点头 对张冲的态度非常满意 就在这时 数十位身穿素色服饰的侍女 手中拖着盒子走了过来 王宝林等人眼前一亮 灵酒 灵察和灵艳来了 终于可以大快躲移了 几位仙师 现在有空用餐吗 领头的侍女 玩耳一笑地问道 好 你们去准备吧 张本才点了点头 片刻之后 这群侍女在别院内 布置好了灵艳 看着琳琅满目 品种丰富的灵菜 再看看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灵果 灵酒 灵茶 此时此刻 别说王宝林等人 如同土包子一般流着口水 就是旁边的流点 旁至中都咽了咽口水 张冲见到这个阵仗 也是微微感叹道 这些东西加起来 最起码要十万零食了 真是男人手短 吃人嘴软 这一刻 我心中的不爽都没了 看来 明天我们只能支持 还真不能捣乱啊 听见众人张冲的话 众人都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开席 开席 张本才面带笑意地说道 听见张本才的号令 众人立刻开始大快躲移起来 半天之后 众人撑着圆鼓鼓的肚皮 抬头看向天空 张本才捂住胀痛的肚子开口说道 还有灵茶呢 大家别忘记了 众人起身 又喝了几杯灵茶束束口 旋即对着旁边的侍女说道 我们吃饱了 撤了吧 侍女们立刻开口说道 好的 我们这就打扫干净 我要回去消化一下灵力 我也是 吃饱喝足的众人返回房间内 消化肚子里的灵力 一夜无雨 运转了几个大周天之后 王宝灵消化了体内的部分灵力 不行 圣典结束之后 我就要回去突破 这些灵酒 灵菜蕴含的灵力太充沛了 王宝灵心中暗喜道 咚咚咚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音 早就苏醒的众人立刻来到院子内 只听见门外的侍女说道 各位先师 我们来照顾你们洗漱 众人打开大门 对着众侍女说道 不用了 带我们去会场吧 盛典应该快开始了 好 片刻之后 侍女带着众人来到山顶 王宝灵好奇地打量着 前方巨大且豪华的白玉擂台 另外旁边还有很多座位 不一会 很多势力的人走了过来 王宝灵等人沾了张本才的光 很幸运地坐在了右前排 最中央的是 天忆老祖刚刚收下的三位弟子 左边前排是另外一方势力的人 不过王宝灵并不认识 想必也是顶级势力 So 一道流光快速降落在前方的白玉擂台之上 嘈杂的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见到来人是天忆老祖 有人诧异道 天忆老祖居然亲智 看来海澜宗可以在青阳城站稳脚跟了 是啊 就是不知道海澜先宗还收不收弟子 你看山下来了 好多要拜师的散修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加入海澜先宗 哈哈 天忆道兄大奖光临 我们海澜宗蓬壁升辉 不胜荣幸啊 话音刚刚落下 只见一位身穿蓝色道袍 双鬓微白的中年男子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天忆老祖满脸 严肃地说道 今日是道友开宗立派的大事 我必须要来捧场啊 多谢道兄 海澜老祖面带恭敬的抱拳行礼道 天忆老祖同样面带笑意地说道 我就不在上面打扰你了 你继续 说吧 天忆老祖走下擂台 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 台上的海澜老祖刚刚准备开口 突然三道亮光如同流星一般降临在擂台之上 乔治风 岳阳刚 柳云龙 他们可是我们青阳城有名的金丹散修 是啊 没想到他们也来捧场了 看着旁边满脸不可思议的众人 王宝林心中暗暗道 这不像来捧场的吧 看样子 海澜老祖也很惊讶 果不其然 三人面带不善地说道 想要开宗立派 先过我们这一关 听见三人的话 众人脸色微微一变 金丹老祖之间打起来 再做众人都跑不掉啊 海澜老祖满脸疑惑地说道 我和你们之间没有恩怨 何苦为难我 乔治峰开口说道 是啊 我们之间没有恩怨啊 海澜老祖脸色一黑道 那你们就是单纯找我的麻烦 这倒不是啊 柳云龙开口说道 这一下不仅海澜老祖满脸疑惑 就是台下众人也是面露疑惑之色 海澜老祖开口说道 我们西域大陆有规定 门内有十位铸鸡真人 可以开宗立派 有金丹老祖也可以开宗立派 我们海澜宗有十二位铸鸡修士 还有我这一位金丹老祖 为什么不能开宗立派呢 岳阳刚开口说道 不错 这是西域大陆的规定 你要是在青阳五府内开宗立派 我们当然无法找你们的麻烦 可是在青阳城区开宗立派 必须要接受三位金丹老祖的攻击 这是当初为了防止城区宗门太多立下的规定 这个规矩已经存在几千年了 不能因为你就改变规定吧 听见岳阳刚的话 海澜老祖立刻把目光投向天一老祖身上 天一老祖点了点头 表示三人所言不假 海澜老祖脸色微微发怒道 好 我接受你们的挑战 三招分胜负 准备开宗立派之前 海澜老祖就知道 不可能一帆风顺 早就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脚下的白玉擂台 就是特地准备的战场 白玉擂台是用四转顶接临才练制的 可以承受金丹七的攻击 不过也最多能坚持十几招 所以海澜老祖与他们约定了三招之约 岳阳刚满脸严肃地说道 你能分别接下 我们三人全力一击 我们就认可你了 海澜老祖点了点头 旋即催动了白玉擂台 刷 只见白玉擂台周围 升起一道白色屏障 隔绝了外界 你们谁先来 海澜老祖目光如剑般地 头向三人身上 我先来说吧 岳阳刚跳上擂台 岳阳刚抬手就是全力一击 周围顿时变得灼热起来 九阳要是 九团黑色的火团 如同天外陨石一般 快速轰炸而来 海澜老祖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不敢怠慢 掌中飞出一面铜镜 只见铜镜迎风渐长 悬浮在空中光芒乍现 煞时间出现一道透明的光芒护体 哼 九团黑色的火团 狠狠打在铜镜释放出的灵照之上 一道耀眼的光芒 把整个擂台笼罩 台下观战的众人 都是下意识抬手遮挡耀眼的火光 过了片刻 带火光散去 众人再次把目光投向擂台 岳阳刚满脸淡然地说道 你赢了 海澜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其他两人身上 呵呵 我来领教一下道友神通 说吧 柳云龙飞入擂台 看着脚下有些微微裂痕的玉石擂台 柳云龙担心地说道 这个擂台不会坍塌吧 这要看你的本事了 海澜老祖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之色 柳云龙眼中也闪过一丝怒火 自己也是担心擂台崩坏 怕伤到擂台下的人 狂妄 我成全你 说吧 柳云龙手中的飞剑 激荡在空中 一道灵力注入 飞剑化作一道长蛇一般 快速朝着海澜老祖袭击去 海澜老祖顾忌重施 再次寄出铜镜护体 哄 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 海澜老祖身形猛然震动 后退半步才稳住身体 海澜老祖脸色一白 看着手中暗淡无光的铜镜 眼中闪过一丝肉痛之色 你赢了 柳云龙面带笑意地走下擂台 乔治峰立刻跳上擂台 对着脸色苍白的海澜老祖说道 道友是否需要休息片刻 不需要 放马过来吧 海澜老祖满脸严肃地说道 成全你 只见乔治峰身体化作一道黑影 狠狠冲着海澜老祖砸去 这一拳天崩地裂 石方俱灭 海澜老祖脸色异常凝重 立刻运转铜镜护体 哄 一声响彻天地的巨响 释放出灵照的铜镜顿时跌落在地上 而海澜老祖脸色一红 嘴角露出一丝血迹 台下观战的众人满脸诧异地说道 海澜老祖受伤了 这个乔治峰居然是金丹中期修士 虽然海澜老祖也是金丹中期修士 可是职守不公 而且又被两位金丹初期的老者全力一击 不受伤才奇怪呢 刘本才面带严肃地说道 哄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面前的白玉擂台突然炸裂开来 吓了众人一大跳 乔治峰心有余悸地说道 还好是现在炸裂 要是刚刚动手的时候炸裂了 碎片乱飞 在座所有人都要受伤 海澜老祖 你这是怎么搞的 这样也太危险了 这时候 坐在左边前排苍青宗的一位弟子 起身责怪道 是啊 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 其他苍青宗弟子也开口附和道 海澜老祖脸色微微一变 没想苍青宗会突然发难 而且还是毫不留情地针对 抱歉 这事情是我考虑不周 海澜老祖立刻低头道歉 呵呵 那么大的披露道歉就可以了吗 一道嚣张且不懈的声音 突然在众人耳边响起 听见如此嚣张的声音 众人都是非常好奇地朝着声援方向看去 还没等海澜老祖开口 一旁的天一老祖开口问道 徐公益 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是海澜道友开宗立派的大事 你不要捣乱 哼 这个家伙明显不把在座的生命当回事 前面柳云龙都已经提醒过他 如果战斗之中 玉石擂台炸裂 先不说擂台碎石 就是金丹七产生的余波 都能消灭在座九成火口 徐公益满脸严肃地说道 海澜老祖看着满脸正义的徐公益 胸腔燃起一道熊熊木火 So 就在这时候 又是一道流光降临在现场 定眼一瞧 来人正是呼云客栈的穆紫一 这不是没出事吗 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吧 穆紫一对着徐公益说道 徐公益刚刚准备开口反驳 突然耳边响起一道隐秘的声音 接着徐公益如同变脸一般地说道 我没有故意为难海澜道友 只是让他小心点 别误伤了参加大会的无辜修士 他开宗立派我没意见 看见徐公益突然改变口风 在座众人都是摸不到头脑的 看向天一老祖 天一老祖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知道沧风老祖发话了 要不然徐公益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乔治风 柳云龙 岳阳刚三人 更是满脸疑惑 他们三人出手 也是受到徐公益的委托 怎么现在就突然变脸了 徐公益没有理会众人疑惑和诧异的表情 对着海澜老祖说道 你们要给观战的众人一点补偿 是是是 这没问题 今天大家再吃一顿灵宴再走 海澜老祖面带喜色地说道 台下众人面带狂喜之色 纷纷表示玉石擂台炸裂 只是一个意外 大家都没事 乔治风开口对着海澜老祖说道 你赢了 恭喜你们海澜宗 刚刚还恨不得弄死对方的海澜老祖 满脸热情地说道 三位道友一定要留下来喝杯零酒啊 好好好 一定 一定 乔治风 柳云龙 岳阳刚重重点了点头 台下看热闹的王宝林心中更是无奈 这群人都是好演员啊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什么是翻脸比翻书都快 吴子少非常有眼色地把白玉擂台的碎片全部打扫干净 片刻之后 海澜老祖满脸笑意地说道 今日我海澜老祖正式创立海澜宗 凡是四林根的散修都可败入我们海澜宗 恭贺海澜老祖 众人齐声恭贺道 各位在我们海澜宗住上一天 再吃一顿灵宴再走 海澜老祖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好好 多谢海澜老祖 众人连忙道谢 接着 王宝林等人又吃了一顿灵宴 肚子圆滚滚地互相搀扶着坐上非洲 离开了海澜宗 海澜老祖看着陆续离开的各方势力 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老祖 这一下花了我们百万灵石 伍子少满脸肉痛地说道 海澜老祖面带笑意地说道 没事 最起码我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站稳了脚跟 下一步就是发展宗门实力 记住 城内有名的散修都可以挖过来 不要心疼灵石 格局和眼界放大一些 遵命 说吧 吴子少兴冲冲地朝着山下走去 那里还有一群要拜师的散修等着他呢 另一边众人返回城西呼云客栈 张本才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赶紧回去消化一下灵力吧 算算时间 灵田内的灵药又要成熟了 一定要细心打理 好 众人点了点头 玄机一起返回了灵园内 返回洞府的众人立刻开始闭关 其他几人还好 因为都是炼气大员满进境界 可是只有炼气五层的王宝灵 如果还不消化体内的灵力 要有暴体的风险 这次王宝灵打算利用灵果 灵九的灵力突破炼气六层 闭关之前 王宝灵先服用了一枚开灵丹 旋即开始运转先天助击绝 丹田里磅礴的灵力 伴随着大周天洗涤体内每一寸经脉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王宝灵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又增加了两倍 海兰宗的开宗立派仪式 没白参加 吃了那么多灵果 灵九 服用了一枚开灵丹就突破了 想到这王宝灵 立刻把目光投向丹田三亩灵田之上 只见种下的五株天竹灵根 刚刚开始发芽 看来三转灵根催熟的速度 确实慢了一点 不过天竹灵根出名难种 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芽 实属不易啊 王宝灵满脸感叹地说道 室外的二叔突然开口说道 宝灵你终于出关了 这几天我都累死了 赶紧来帮忙收灵药 听见二叔的呼喊 王宝灵立刻走出洞府 看见满脸疲惫的二叔 你突破了 二叔一扫疲惫 满脸笑意地问道 侥幸突破练气六层 王宝灵面带得意地说道 看着满脸得意的王宝灵 王宝灵连忙说道 炼气六层也只是炼气中期 可是炼气七层属于炼气后期了 突破的难度比炼气六层大很多 王宝灵点了点头 满脸认同地说道 是的 丹田变宽大了 想要突破 就需要更多灵力填满 确实非常难 见到侄子有自知之明 不骄不奶 王宝灵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走吧二叔 我来帮你采摘灵药 说吧 王宝灵背着小药篓 朝着田间走去 低头采摘灵药的王宝灵 好奇地对着二叔问道 为什么苍清宗的徐公义 突然改口 难不成是怕木子一老祖吗 二叔摇了摇头说道 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苍清宗的 苍丰老祖的命令 要不然 徐老祖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些不是我们炼气 修饰关心的事情 我们还是 赶紧把灵药采摘好吧 顿了顿二叔面 带愁色地说道 今年的灵药 又减产两成多 远远超过我去年的估算 按照这个速度 明年的产量 只有第一年的一半都不到 去掉营养灵液和灵根成本 压根就没意义 王宝灵还施了一圈灵田 都已经采摘了一大半的灵田 可是小药楼里面 没有多少灵药 跟去年比差远了 叔侄二人 采摘好灵药 坐在田头休息 就在这时 张本才带着两位童子 出现在灵园内 王林 你们的灵药收好了吗 张本才面带苦涩地走了过来 刚刚摘好 说吧 王宝灵把一包存储袋 递给了张本才 嗯 不错 不错 你们的产量比李星华 罗长林 江大海多一些 张本才忧虑地脸上 露出一丝笑意 我们多了一瓶营养灵液 效果当然好一些 王林面带笑意地解释道 张本才点了点头 递过来一包灵石 发现里面有四千灵石 你们打理五万亩灵田 才给四千灵石 确实有些少 不过产量在这里摆着呢 你们再坚持一年 张本才略带不好意地说道 忙好了 多谢张真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张本才点了点头 立刻又递过来 一个存储袋 这里面是灵根和营养灵液 做好最后一次播种 张真人你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打脸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 我不打扰你们了 说吧 张本才带着童子 离开了陵园 目送张本才离开之后 王林叹了一口气 悠悠说道 好日子真的要结束了 好日子 结束了就转型啊 谢云突然出现在 叔侄二人身边 王林看了一眼谢云 无奈地说道 我来不及转型了 只能让宝林 跟着你好好学习了 没问题 这孩子性格沉稳 学习的速度肯定很快 谢云笑着说道 那是当然 宝林除了灵脉不好 其他都是顶级资质 王林满脸骄傲地说道 就在这时候 远处的李星华 江大海 罗长林三人一起走了过来 正在聊天的王林和谢云 顿时把目光投向三人身上 你们这是 王林不解地问道 李星华看了一眼谢云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王林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 旋即笑着说道 谢云是自己人 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说 李星华和江大海 罗长林对视一眼 见到二人点头 李星华这才开口说道 海澜东的人邀请我们加入 可以让我们直接进入外门修炼 啊 王宝林疏直二人 满脸诧异之色 旁边谢云也是眼中闪过一丝亮光 王宝林内心闪过一丝心动 不过想到和五子少真人之间的冲突 顿时冷静了三分 王林不动声色地问道 各位道友准备去海澜宗吗 三人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说道 机会难得 以我们的资质 很难进入宗门修炼 道友要考虑清楚啊 王林点了点头说道 好的 我会慎重考虑 不过也要等明年了 林园还有最后一年时间 我们要做好收尾工作 是的 我们和他说好了 明年林园彻底结束 我们就加入海澜宗 三人面带激动地说道 好 给我点时间 我要和宝林商量一下 王林笑着说道 不急 不急 明年给我们答复也行 说吧 三人抱拳告辞 目送三人离开之后 谢云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老王 你是要准备加入海澜宗 王林看了一眼谢云 淡淡地反问道 海澜宗可是金丹老祖创立的宗门 我们现在去 就是第一批开宗外门弟子 你不心动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心动 但是我非常满意现在的日子 谢云开口笑道 哦 你有什么高见 王林面带好奇之色 海澜宗和呼云客栈比起来 孰强孰弱 谢云笑着问道 高端站立 呼云客栈完胜海澜宗 王林开口说道 谢云点了点头分析道 是啊 毕竟原阳老祖 可是金丹巅峰期修饰 差一步就是原因老怪了 而且其道理木子一 也是金丹初期修饰 高端站立呼云客栈完胜 中端站立呼云客栈 也比海澜宗厉害 足足有28位筑基真人 对比下来 呼云客栈都比海澜宗好 而且海澜宗底层修饰太多了 竞争太激烈了 他们本来就有灵要师 你们去了 也没有太好的待遇 听完谢云的分析 王林认同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可是明年 林渊结束之后 我们就不是呼云客栈的人 顿了顿 王林接着问道 离开之后 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看情况定 如果张本才真人 找到了其他地方的灵田 你们书职二人就留下来 谢云开口解释道 哈哈 我们想到 一块去了 这也是我 没有立刻答应他们的原因 王林眼中 闪过一丝得意之色 看着得意的二叔 王宝林无奈地开口说道 我们和五子少有恩怨啊 而且那群绿藤仙宗的弟子 也加入了海兰宗 他们的资质比我们好 想必会成为那门弟子 你猜猜 他们会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本来还面带笑意的王林 听见王宝林的分析 顿时愣住了 也对啊 忘记这回事了 王林有些唏嘘地说道 谢云也是满脸笑意地说道 看来加入海兰宗 不是一个好选择 算了 暂时不要和李兴华他们说 等明年灵渊结束之后 我们再做打算 王林无奈地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 王宝林一边打理灵田 一边开始和谢云学习炼丹术 这日王宝林正在和谢云学习炼丹 刘典突然来访 谢云你收拾一下 炼丹大师要见见你们 刘典开口说道 是那三位住基期的炼丹师吗 谢云面带好奇地问道 刘典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你去通知胡文和黄阳等人 我在这里等你 好 稍等 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说吧 谢云转头朝着其他人的洞府走去 刘典把目光投向王林书直二人身上 刚刚准备开口说话 旁边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陵园内的所有人都被爆炸声音吸引 立刻把目光投向远处黄阳炼丹师的洞府 刘典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慌忙朝着黄阳的洞府内跑去 众人也连忙走了过去 进入洞府内 只见到一片狼藉 地上残留着大片药渣 这是丹炉爆炸了吧 谢云有些不确定 看向胡文 刘典指着地上昏迷过去的黄阳 满脸无奈地说道 不用怀疑 就是丹炉爆炸了 刘典立刻走到昏迷的黄阳身边 简单查看了一下 一道灵力打入黄阳体内 片刻之后 黄阳苏醒了过来 留点满脸好奇地问道 你练的什么丹药 居然丹炉都炸了 是啊 练的什么丹药 众人都是满脸好奇地看向黄阳 黄阳眼中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起身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尘土 我准备练制一批聚灵丹 没想到出现意外了 黄阳满脸尴尬之色 众人满脸无语地摇摇头 留点脸色一黑道 炼制一批聚灵丹 你的野心不小啊 可惜高估自己能力了 看着尴尬的黄阳 谢云连忙转移话题道 对了 这些灵药 你从哪里弄来的 是啊 以你的身家 不可能有那么多灵药 炼制聚灵丹 胡文也满脸诧异地问道 我是给别人炼制的 只赚点手工费 黄阳满脸肉痛地说道 现在丹炉爆炸 不仅手工费没了 还要赔偿灵药 最主要的是 自己丹炉也爆炸了 想到这黄阳 内心一阵肉痛之色 恨不得给自己 两个大嘴巴子 走吧 炼丹大师要见现你们 留点开口说道 好 容我换身衣服 黄阳满脸尴尬地说道 看着全身躯黑的黄阳 留点嫌弃地摆了摆手说道 赶紧去 众人见到黄阳没事 也纷纷离去 片刻之后 六位炼丹师跟着留点离开 目送谢云等人离开之后 李星华面带笑意地问道 道友想好了吗 要不要加入海澜宗 王林笑着说道 再等等 容我好好考虑一番 李星华三人点了点头 并没有过多询问 静止转身离开 宝灵 你怎么看 我们要不要加入海澜宗 王林把目光投向王宝灵身上 不去 王宝灵非常干脆地说道 啊 王林微微有些诧异 没想到王宝灵拒绝得如此果断 修真界一步走错 步不错 也许加入海澜宗之后 我们就可以助击了 二叔开口说道 是的 也许十年之后 他们助击成功 我们还在练气期苦苦挣扎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王宝灵委婉地劝说道 好了 暂时不说此事 该给灵药上营养灵液了 你去吧 王林开口说道 王宝灵点了点头 朝着田间走去 这日王宝灵正在林田内施肥 张伟和张开突然走了过来 两位道友 找我所为何事 王宝灵面带笑意地说道 张伟和张开对视一笑 开口说道 这次有好事情来找你 王宝灵眼前一亮 开口问道 有好任务 哈哈 不错 这次是有好任务 而且非常简单 张伟笑着说道 什么任务 王宝灵面带好奇地问道 这个 张伟欲言又止的模样 王宝灵见状 立刻递给二人二百零食 没想到 张伟和张开推开送来的二百零食 一本正经地说道 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要一半奖励 听见二人狮子大开口 王宝灵并没有动怒 而是开口问道 能不能先说说任务和奖励 张伟和张开对视一眼 笑着说道 其实这个任务很简单 去心态镇铲除阴魂 阴魂 王宝灵皱了皱眉头 你不用担心 阴魂非常弱小 如果不是我们离不开 我们就亲自前往了 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你能得到一千零食 我们兄弟二人 只要四百零食 张伟开口解释道 好吧 先说好 如果情报不对 我会立刻走人 王宝灵开口说道 没事 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随时走人 张伟和张开面带笑意地说道 说吧 二人递来一枚玉桶 接着说道 这是任务信息 心态镇距离城区不远 那里有好几位助击真人镇守 如果真有什么强大鬼修 轮不到咱们这群练器修饰出手 张开笑着说道 王宝灵接过玉桶 认同点了点头 阴魂连鬼修都算不上 没有太大危险 好 这个任务我接下来 哈哈 道友不要紧张 没有危险的 你可是我们的财神爷 我们不会让你冒险的 张伟对着表情严肃的王宝灵笑道 哈哈 王宝灵哈哈大笑起来 送走二人之后 王宝灵立刻把这个任务的事情 告诉了二叔 我和你一起去 你先别拒绝 我跟在你后面 你不遇见危险 我绝不会出手 王宝灵面带严肃地说道 王宝灵健壮 也没有拒绝二叔的好意 开口说道 好 有劳二叔了 处理好灵天之后 王宝灵和二叔朝着城外走去 看着玉桶上的地址 二叔笑着说道 新泰镇距离不远啊 一天时间就能到 接着 二叔释放出马车 驾驶着马车 朝着目的地快速奔去 早晨出发 傍晚时分 王宝灵和二叔到达新泰镇 望着灯火通明的繁华小镇 王宝灵有些诧异地说道 这比青州府都繁华 这种镇子 会有阴魂作乱吗 不知道 去看看就知道 玉桶上面说是 梁府有阴魂作乱 又没说镇上有阴魂作乱 我们去梁府瞧瞧 王宝灵笑着说道 王宝灵点了点头 穿过热闹的夜市 根据玉桶上的指示 来到一处偏僻的宅院前 望着高墙珠门 王宝灵释放出神识 查看一番 突然王宝灵脸色微微一变道 二叔里面有修饰的气息 奇怪 既然梁家有修饰 为什么还让我们来 王灵也是满脸诧异之色 你先进去 我躲在暗处 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王宝灵点了点头 旋即上前一步 敲响了大门 动 动 动 连续三次急促的敲门声音 大门才被打开 只见一位白发老者 满脸疑惑地 看向王宝灵道 那么晚了 这位仙师来我们梁家干什么 完成任务 听说你们梁家有阴魂作乱 我这就来了 王宝灵面带笑意地说道 白发管家面露恍然之色 连忙开口说道 哦 仙师快快请进 王宝灵也不客套 直接大步朝着府内走去 只是踏入梁府那一刻起 就感到了一阵阴冷 王宝灵心中一沉道 那么重的阴气 搞不好里面有鬼羞啊 察觉到不对的王宝灵 真的很想直接转身离开此地 可是转念一想 二叔就在门外 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旁边白发管家 看见王宝灵驻步 连忙问道 仙师 没事 你带路 王宝灵回过神来 很快 白发管家带着王宝灵 来到梁府会客厅 只见一位气质干练的男子 连忙上前迎接道 道友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王宝灵略带警惕地看了梁元一眼 面带严肃地问道 梁家的阴魂在哪里 在后院花园内 梁元满脸苦涩地说道 梁老爷也有修为 为什么不直接动手 非要让城主府发布任务 王宝灵面带不解地问道 梁元满脸无奈地说道 阴魂是我的女儿 哪有父母亲手消灭女儿的 王宝灵面露诧意之色 阴魂是梁老爷的女儿 贵千金是不是有什么冤屈啊 死后不甘 所以变成阴魂不散 此时王宝灵脑中 已经挠不出很多狗血案例 比如说 大户小姐爱上穷酸书生 然后梁老爷棒打鸳鸯 最后梁家小姐为爱殉情 亦或者是梁家小姐未婚先孕 最后被炮猪笼 看着神情不断变化的王宝灵 梁元面带愁色地说道 没有冤屈 她是自己自杀的 什么 自己自杀的 王宝灵忍不住 声音都提高了三分 难不成 梁元慌忙解释道 我女儿从小就立志修仙 可惜没有灵根 连五行灵根都不是 没有灵根就自杀 王宝灵还是满脸疑惑之色 她那个倒霉叔叔 离开西域大陆之前 给他们一本秘书 说是不用灵根 也可以修炼 梁元开口解释道 鬼修 王宝灵脱口而出 没错 得到秘书之后 她第二天就自杀了 然后就在后院花园内修炼起来 梁元满脸惆怅地说道 王宝灵 王宝灵忍不住心中暗暗吐槽道 这个梁小姐还是真彪悍 向道之心比自己都坚定啊 鬼修总归是歪门邪道 我梁家祖上 好歹出现过住基修士 绝不能出现一位鬼修 梁元满脸严肃地说道 啊 你们梁家祖上出现过住基修士 王宝灵满脸惊奇地问道 是的 我那个倒霉的弟弟也是住基修士 梁元开口说道 失敬 失敬啊 梁元摆了摆手 接着开口说道 我祖上和张本才是顾交 这件事情你必须保密 好 我会保密的王宝灵点了点头 任务完成之后 我会给你一份保密费 我梁家在心态镇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不能有丑闻 梁元满脸纠结地说道 王宝灵神情振奋 没想到还有保密费 立刻开口说道 好 我答应了 这个事情除了你和张本才真人知道外 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梁元接着补充道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乱说话 王宝灵开口保证道 得到王宝灵的保证之后 梁元转过头对着白发管家说道 让所有人离开后院花园 不得有外人靠近 如有靠近者 格杀勿论 白发管家点了点头 立刻行动起来 道友 我带你去后院 梁元开口说道 王宝灵点了点头 跟着梁元穿过长廊 来到后院花园 释放神识查看了一番 发现这里阴气弥漫 一看就是鬼修喜欢的地方 阴气斩 还没等王宝灵弄清楚什么状况 便感到一阵恐怖的阴风 快速朝着自己袭来 王宝灵来不及多想 抬手就是一剑 只见前方朦朦胧胧的阴体 顿时化作一道白烟消散 刚刚消灭前方的阴魂 就听见梁元嚎啕大哭道 女儿 女儿啊 不要怪爹心狠 鬼修害人害己 绝不能让你祸害苍生啊 看着悲伤的梁元 王宝灵打心里敬佩道 这位梁老爷 真是以天下苍生为重 为了大义 能把自己女儿消灭 梁老爷不用悲伤 你还年轻 以后还能生 正在嚎啕大哭的梁元 顿时也鱼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王宝灵的安慰 过了片刻 梁元擦干眼泪 满脸歉意地说道 我失态了 让道友见笑了 不见笑 不见笑 人之常情 道友能以天下苍生为重 大义灭青 是我等散修学习的榜样 王宝灵满脸正色地说道 道友过誉了 鬼修祸害苍生 先是用阴气修炼 后用人命修炼 再者吸收修仙者的本源修炼 人人得而诸之 他要不是我亲女儿 我一定亲自动手 梁元满脸正色地说道 王宝灵点了点头 不禁被梁元的气质所折服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一本功法 练气修士也可修炼 你拿去就当保密费了 切记要保密啊 梁元满脸苦涩地说道 王宝灵大喜 连忙接过御统 指尖上面写玄铁练骨绝 最高可以修炼到筑基中期 炼到大成者可以徒手捏碎法器 是一门不错的功法 这是一门练体功法 道友可以放心修炼 梁元笑着说道 多谢梁前辈的功法 为了梁家的声誉 我绝对不会泄密的 王宝灵郑重地说道 好好好 有劳道友回去复命吧 我就不留你了 梁元神情疲惫地说道 前辈客气了 吉爱 说吧 王宝灵美滋滋地走出梁家大院 躲在暗处的王灵 见到王宝灵这幅轻松神情 也不再隐藏直接现身 面带好奇地问道 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张伟和张开没有骗我 还真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就是一个炼气二层的阴魂 被我一箭杀了 王宝灵面带笑意地说道 真那么简单 梁家内部有修饰 不可能出零时 发布这种简单任务啊 王灵有些疑惑地说道 接着 王宝灵把梁家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二叔听完之后 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一时之间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好吧 任务完成就好 我们回去吧 好的二叔 说吧 王宝灵坐上二叔的马车 直接离开了心态镇 只是二人都没发现 暗中有一道隐藏的神石 目送二人离去 梁家后院花园内 刚刚被消灭的阴魂 再次浮现在梁元的身边 爹 我们这样能骗过城主府吗 梁荣荣满脸担忧地问道 你能不能别在心态镇残害百姓 可以走远一点吗 梁元满脸怒涩地说道 哼哼 大哥 你还真是心系苍生啊 梁道面带讥讽地说道 此道阴魂就是梁元的亲弟弟梁道 梁家对外宣称梁道离开西域大陆 前往其他大陆寻找机缘 其实他只是走捷径 转变成鬼羞了 对面弟弟的嘲讽 梁元满脸怒涩地说道 要不是我故意发布 这个任务掩人耳目 你们早就被青阳城的 五大金丹老祖消灭了 不要吵了 刚刚那个小鬼 转头把消息告诉了他的叔叔 要不要把他们杀了 一位气息强大的老者 面带阴沉地说道 如果张本才在这里 一定可以认出 这位老者 正是陨落许久的梁家先祖梁帝 太爷千万不能动手啊 我已经打点好了张本才 此事翻篇了 算是对新太阵死去的凡人 有了一个交代 你们下次去其他地方修炼 这事情就过去了 梁元连忙开口劝说道 梁帝低头沉思片刻 认同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等梁道突破金丹凝聚实体 我们梁家就可以重现辉煌了 是啊 到时候我突破金丹 荣荣突破助击 在我们三人的支持下 大哥一定也能助击成功的 梁道开口说道 梁元点了点头 只是脸上的担忧之色 并没有减少 另一边王宝林 跟着二叔返回洞府 王宝林把刚刚得到的 玄铁链鼓诀递给二叔 王林看了一眼玉筒 神情有些淡定地说道 这是炼体功法 非常难修炼 如果出售的话 也能值两千零十 哦 那赚了 不知道这门功法 是不是真的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先不说功法真假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 非常反常吗 王林满脸诧异地问道 哪里反常 他们梁家就良缘一个修炼者 自己女儿成为鬼修了 下不去手就让其他人出手消灭女儿 这是大义凛然 心系苍生的壮举啊 王宝林开口解释道 王林满脸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接着开口说道 我越想越不对劲 你回忆回忆当时消灭阴魂的场景 王宝林点了点头 把梁府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这是太顺利了 你就像走了一个过场 王林面带愁色地说道 不行 我要把此事汇报给张真人 我想起来了 前些日子李星华说 城外有邪修用活人修炼 应该就是心态症吧 王林突然开口说道 可是阴魂已经被消灭了 凶手已经解决了呀 王宝林开口解释道 不对 不对 说吧 王林直接拉着王宝林 朝着隔壁李星华的洞府走去 李星华见到王林到来 还以为他是想通了 连忙笑道道友准备和我们一起加入海澜宗了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道友 前些日子你说城外有邪修利用凡人修炼 那个地方是不是叫心态镇 李星华也是一愣道 是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死了多少人 王林接着问道 一千多人吧 不过都是凡人 李星华开口说道 一千多人足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阴魂 成为炼器二层的鬼修 可是梁家小姐有功法有传承 绝对不只是一个炼器二层的鬼修 王林对着王宝林开口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任务我就赚一千零十 还要分给张开和张伟四百零十 难道让我拯救苍生吗 王林 二说 你早就和我说过 修真戒多管闲是会死人的 王宝林面无表情地说道 王林愣神半天 悠悠说道 你说得对 不过这个消息 还是告诉张本才真人 免得这群鬼修做大 说吧 王林朝着西城呼云客栈走去 旁边李星华满脸疑惑地 看向王宝林开口说道 什么鬼修 难不成新太阵作乱的邪道 就是鬼修 没错 二叔多管闲事 最后倒霉的还是我 梁家怒火 只会宣泄在我身上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说吧 王宝林连忙追了上去 另一边张本才听了王林 和王宝林的汇报 立刻重视起来 前些日子 新太阵的几位住基修士 和他提过鬼修的事情 后来梁元和他说清了此事 所以张本才 就让自己童子 去处理这件事情 毕竟 这也是梁家的丑事 如果爆出残害百姓的鬼修 是梁家的小姐 以后梁家压根 无法在新太阵生存 当时张本才念及梁家旧情 就压下去了 可现在听完王林的详细汇报 张本才顿时觉得不对劲 梁元这是演一场戏给我看啊 张本才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就在这时候 一道流光突然降临在张本才的面前 王宝林顿时感到 自己呼吸都阻塞了三分 来人正是金丹老祖穆子一 拜见老祖 三人立刻行礼道 不用多礼 青州府传来消息 一夜之间死了数万凡人 可以肯定就是鬼修作乱 我看了任务堂发布的任务 前些日子 我们青阳城外 也出现阴魂的踪影 我过来问问 穆子一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 听见死了数万凡人 王宝林心中也是一徒 立刻把目光投向二叔身上 王林仿佛看出了侄子的担忧 立刻给其一个安慰的眼神 那个任务是王宝林完成的 他们也发现了问题 便立刻跟我汇报了 张本才开口解释道 穆子一开口说道 好 我们去一趟梁家 没有我们的事情了吧 说吧 王宝林就要撤退 穆子一神情诧异地 看向欲要离开的王宝林 反问道 你说呢 看见金丹老祖的态度 王宝林心中暗暗发苦 自己只是一个弱小的炼器修士 没必要卷入这种拯救苍生的大事之中啊 王宝林无奈跟着金丹老祖 来到了梁家 刚刚来到梁府门前 穆子一脸色顿时微微一变道 这里的阴气还是那么重 绝对不是炼器二层的阴魂那么简单 哄 话音刚刚落下 穆子一老祖也不敲门 直接拆了梁府大门 梁府大门直接被踹开 白发管家慌忙走了过来 你们是什么人 梁元呢 张本才面无表情地看向白发管家 我们老爷在后院花园 白发管家话音刚刚落下 梁元急冲冲地走了过来 张真人大驾光临 我有失远迎 失礼失礼 梁元满脸严肃地迎接到 本来准备动怒的张本 才看见梁元头上的白布 顿时火消了三分 你在准备女儿的葬礼 是我们打扰你了 张本才面带歉意地说道 见到略带歉意的张本才 梁元心中闪过一丝得意 他就怕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故意举行了一场葬礼 木子一冷冷开口说道 你太装了 你们梁府有鬼秀的气息 而且非常强大 梁元心中顿时一图 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位道友是 刷 木子一瞬间释放出金丹威压 梁元膝盖一软 顿时跪在了地上 把鬼秀的踪迹说出来 我可以算你戴罪立功 饶你不死 木子一淡淡地说道 老祖饶命啊 我梁家没有鬼秀啊 你要是不信 可以找啊 梁元脸色苍白地说道 同时 内心也在暗暗庆幸 让太爷爷他们走得及时 要不然 今天肯定暴露了 木子一冷笑一声 突然笑道 你不会以为让他们走了 我就找不到踪迹吧 老祖要是一口咬定 我们梁家和鬼秀有关系 我也只能承认 梁元满脸愤恨地说道 看着面带委屈和不愤的梁元 王宝林嘴角露出一丝不屑之色 这家伙演戏演上瘾了 木子一冷笑一声 缓缓走到跪在地上的梁元身边 抬手把掌心放在梁元的脑袋上 玄机闭上了眼睛 给你机会了 你自己不把握住 别怪我心狠了 一旁张本才咽了咽口水 知道金丹老祖要搜魂 搜魂术是一种狠毒的神通 被搜魂者重则当场死亡 轻则变成白痴 而施展搜魂术者 可以获得被搜魂者的全部记忆 这门神通虽然厉害 必须要金丹老祖才能施展 啊 梁元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玄机没有生机地倒在了地上 片刻之后 木子一睁开眼 对着张本才说道 梁家先祖 你认识吗 认识 不过梁帝已经陨落了很多年了 张本才开口解释道 没有死 不仅没有死 反而成为鬼修 已经到达金丹出七了 木子一开口说道 什么 梁帝成为金丹修士了 张本才面带惊讶之色 旁边王宝林则是脸色一白 自己这个任务真是够倒霉的 不知不觉得罪了一位金丹修士 木子一看了一眼张本才 接着说道 梁道也快凝聚鬼丹了 什么 此话一出 王宝林 王林 张本才三人 皆是面露惊恐之色 梁荣荣也快助击成功了 这一家子不好对付啊 木子一皱着眉头说道 张本才率先反应过来 连忙开口问道 他们现在在哪 昨天王宝林和王林离开之后 他们就去青州了 怪不得青州府 出现鬼修杀人的事情 这两件事情都是他们梁家所为 木子一开口说道 老祖 他们会不会报复我 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啊 王宝林开口求救道 这时候 王宝林也顾不得金丹老祖的威严 直接开口求救 哈哈 只要你不离开青阳城 没人能动你们 还有 这次你们汇报如此重要的信息 有功劳 王林可以领取一枚助鸡丹 你小子可以领取一万零食当作奖励 木子一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林立刻拉着神情苦涩的王宝林 一起感恩道谢 我先走一步 把此事汇报给夫君 说吧 木子一直接离开了梁府 老祖离开之后 张本才把目光投向白发管家身上 杀了吧 梁家所有东西都归你们了 张本才开口对着王林说道 这 二叔有些犹豫 王宝林看见迟疑的二叔 开玩笑道 二叔现在担心梁家报复了 晚了 说吧 王宝林直接一剑杀了白发管家 不过并没有为难梁府其他下人 他们也只是苦命打工人 对修真界的事情一窍不通 接着 王宝林又把整个梁家上下搜刮了一遍 看着王宝林拿着飞剑当铁锹使用 把梁家地下密室都找到的时候 旁边的张本才嘴角一阵抽搐 一旁二叔忍住开口说道 宝林 你这样会不会有些过分了 二叔 我们已经破坏了梁家的计划 已经把他们得罪死了 现在对他们客气 也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一番搜刮之后 王宝林得到两万零食 别说 梁家还真富有啊 王宝林感叹道 看着发财的王宝林 张本才一点也不羡慕地回答道 是啊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毕竟 你可能要面临两位金丹七鬼羞的追杀 王宝林哈哈一笑道 无非是一死 不错 你小子 看起来挺怕事的 但是我能看出来 你比王林看得开 张本才开口欣赏道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张本才开口说道 好 就在众人想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出现两位助击 拦住了去路 张老哥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陆海不解地问道 张本才看了二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没事 已经解决了 你们好好看守新太阵 混入了金丹七鬼羞 你们都不知道 什么 金丹七鬼羞 陆海 蔡开元二人都是面露惊讶之色 反应过来的二人 连忙开口说道 我们和鬼羞没关系 我们已到新起事 再者说我们这群助击修士 很难察觉到金丹七的鬼羞啊 这不能怪我们不负责 你们不用担心了 此事金丹老祖接手了 你们要好好排查一下新太阵 有没有鬼羞的踪迹 张本才开口说道 好 我们一定好好排查一下 二人面带凝重地点了点头 说吧 张本才带着王宝林 输职二人离开了新太阵 张本才非常贴心地 把王宝林和王林送到洞府门口 多谢张真人送我们回来 王林抱拳道谢道 张本才点了点头 看着面带愁色的王林说道 等凌渊结束之后 你就留在我们呼应客栈 不要去海澜宗 王林顿时满脸诧异地看向张本才 连忙解释道 张真人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 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在其他屋府买了大量灵田 到时候 需要很多灵药师打理灵田 你也可以劝劝李兴华等人 最后是去世留 我们也不会抢求 张本才笑着解释道 好 我尽量让他们留下来 王林点头说道 哈哈 你不用那么紧张 他们不愿留下来也没事 我们呼应客栈的助击真人 这几年培养了十几位灵药师 他们留不留下来都没影响 张本才笑着说道 一旁王宝林心中 则是掀起一阵涟漪 不过转念一想 呼应客栈有二十八位助击真人 这群人随便培养一下弟子 呼应客栈就能多出十几位灵药师 好 二叔点了点头 对了 这是慕老祖让我给你们的奖励 一万零食和一枚助击单 说吧 张本才递过来一个储存袋 多谢老祖 多谢张真人 王宝林面带喜悦感谢道 不用客气 这是你们应得的 你们最近尽量不要出城 一番嘱托之后 张本才也不废话 转身离开了林园 送走张本才之后 王林满脸歉意地对着王宝林说道 哎 宝林 对不起 我错得离谱啊 没想到这件事情的水那么深 望着一路上都不怎么开心的二叔 王宝林笑着说道 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只能好好想想怎么面对吧 二叔还是面带愁色地点了点头 如果顺利的话 梁家一个人也逃不掉 王宝林笑着安慰道 王林无奈地摇摇头 本以为只是鬼修害人 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 二叔 你不会以为 我是真不知道梁家有问题吧 我也知道梁家有问题 如果当场指出来 我都走不出梁家 二叔既然选择了心系苍生 就不要换得换尸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你说得对 无非一死 不把这群鬼修铲除 就会有更多的无辜百姓 惨遭毒手 王林神情坚定地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并没有反驳二叔的话 二叔 我手里现在有三万六千五百零石 实在不行 我们就赶紧跑吧 去其他地方避避风头 王宝林开口说道 唉 万万不可 此时 我们留在青阳城内 才是最安全的 王林连忙开口说道 王宝林低头仔细想想 发现是这个道理 顿了顿王宝林开口说道 不过 我们也不能 把希望都寄托在 各位金丹老祖身上 王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想要干什么 买一点福转防身 王宝林开口说道 望着手里闪闪发光的零石 王宝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大街上随便选择一位 炼气漆的散修 给他三万零石 让他面临金丹七鬼修的追杀 对方只会催你一脸 好 你去买些零符护身也好 我这就去闭关 我需要尽快突破助机器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林田就交给你打理了 吩咐好一切之后 王林便开始立刻闭关 王宝林前往田间查看了一眼 发现林药正常发芽 旋即朝着顾明阁走去 顾明阁 见到王宝林到来 顾明非常热情地迎接道 这才多久 道友又突破了 恭喜恭喜啊 前辈 这次我是挨买福转的 王宝林开门见山地说道 福转 有有有 顾明笑着说道 我要能抵抗金丹七修士的福转 王宝林开口说道 顾明也是一愣 不过良好的职业素养 让他没有多嘴询问 我们去雅间聊聊 外面人多眼砸 不好 顾明笑着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跟着顾明来到一处房间内 实不相瞒 我手里确实有一枚终极顶阶福转 顾明面带笑意地说道 哦 是防御 还是攻击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是防御 这张灵符我准备留着 给自己保命用的 虽然我不知道 道友惹上了什么麻烦 想必此时此刻 非常需要这枚终极顶阶福转 顾明开口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连忙起身抱拳道谢道 多谢前辈 不用谢 一万五千零食 顾明开口说道 好 这个价格很公道 王宝林并没有还价 直接开口答应下来 像这种级别的福转 一般都是卖家市场 不是买家市场 你有零食 也不一定能买到 所以顾明 愿意把终极顶阶福转 拿出来出售 王宝林除了感激 不能还价 见到王宝林 没有讨价还价 顾明面带笑意地说 你放心 这枚福转没有任何纠纷 是我在万福宗买的 青州府的万福宗吗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是的 顾明笑着说道 说吧 递过来一枚布置福转 王宝林接过福转 发现此福转手感柔软丝滑 似乎用特殊的布匹绸缎制作 忍不住嘖嘖称奇 面露诧异之色 飞蛇流顿福 终极顶阶灵福 是用蛮荒飞蛇的最柔软的七寸肌肤链制 可以抵抗金丹初期的权力一击 顾明开口介绍道 这是蛇皮 我还以为是特制的布匹绸缎呢 王宝林满脸惊讶地说道 蛮荒飞蛇 可是四级妖兽 同级别的金丹老祖都要绕着他走 顾明笑着说道 好 我要了 说吧 王宝林直接递给老顾一袋零食 顾明看了一眼零食数量 旋极开口说道 好 合作愉快 不过你要小心点 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大顾客 王宝林哈哈一笑道 放心 还死不了 过些日子 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见王宝林的话 顾明面露一丝好奇之色 不过他依然没有开口询问 不问顾客的隐私 这是最基础的职业素养 好 只要我能帮上忙的 你不用客气 尽管开口 顾明笑着说道 看着如此认真的顾明 王宝林面露一丝微笑 真得很想说一句 能不能把金丹七的鬼秀搞定 王宝林走出顾明阁 静止来到千灵阁 侍女小桃见到王宝林到来 立刻主动迎接到 王药师这次 也是来购买零根吗 不是 我准备买两张 王宝林严肃地说道 好 你需要什么福传 我来帮你取 小桃面带笑意地说道 你 王宝林有些迟疑地看向小桃 只要你给零食 我都能做主 你别小看我 小桃满脸得意地说道 我需要终极顶阶福传 王宝林淡淡地说道 好 我这就去 什么 终极顶阶福传 侍女小桃面露诧异地问答 看着满脸诧异的小桃 王宝林解释道 没错 就是终极顶阶福传 哦 我带你去见曹长老 小桃连忙开口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跟着小桃来到二楼雅间 王宝林坐下 刚刚端起茶杯 曹卫东走了过来 面带笑意地说道 道友需要终极顶阶福传 是啊 什么价格 王宝林喝了一口茶 满脸平静地问道 一万八千零食 曹卫东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实不相瞒 我刚刚从其他店铺出来 购买了一张终极顶阶福传 才一万五千零福 而且还是万福宗出品 王宝林淡淡地笑道 曹卫东眼中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他本想着黑王宝林一笔 没想到被直接点破了 哈哈 终极顶阶福传不同 价格也不同 曹卫东面带尴尬地解释道 我需要一张防御中阶顶阶福传 大约多少钱 王宝林笑着说道 光明金顿福 中阶顶阶福传 纯防御福传 曹卫东拿出一枚预制福传 可以给我看看吗 王宝林笑着说道 曹卫东有些迟疑地说道 好吧 王宝林接过光明金顿福 仔细观察了一下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御福传 多少零食 给一个真实价格 王宝林严肃地说道 一万六千零食 你看如何 曹卫东面带试探性地问道 我也不多还价 一万五千五百零食 如果你愿意 我立刻付你零食 如果你不愿意 但我什么也没说过 说吧 王宝林准备起身离开 道友别走啊 我答应了 曹卫东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也不客气 直接递给了曹卫东一袋零食 见到早就准备好的零食 曹卫东心中再也不敢轻视王宝林 乖乖把光明金顿福递给了王宝林 道友还需要些什么吗 曹卫东接着问道 看着自己口袋里还只剩下六千零食 三万多零食也不经花呀 没钱了 王宝林无奈地看向曹卫东 曹卫东点了点头 好奇地问道 道友买了两张终极顶阶福传 是你师父让你买的吗 看着面带好奇的曹卫东 王宝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曹卫东顿时意识到了王宝林的不满 连忙改口道 不好意思 道友不想回答 可以不回答 王宝林并没有理会他 直接转身离开了千零格 看着一言不发离开的王宝林 曹卫东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嘴巴子 多嘴 多嘴啊 怎么能问这种话 返回洞府的王宝林看着手中两枚终极顶阶福传 总算是露出一丝安全感 青州府郊外 太极仙门的老祖魏一南正在和一道黑色鬼影熬战 聂处 青阳城那么大 五府之中偏偏选择了我们青州府 当真觉得我们青州府没有人了吗 魏一南老祖满脸怒火地说道 魏一南收到了城主府传来的消息 这才知道原来杀人鬼修之中居然有金丹七鬼修 一开始这群鬼修利用凡人修炼 魏一南并没有当回事 只是下令门下弟子去调查 可是鬼修居然开始吸收散修的精气修炼 搞得青州府修真戒人心惶惶 这让以青州府霸主自居的魏一南非常愤怒 当即派出门下所有助级长老出去猎杀鬼修 可是几次下来 鬼修不仅没有被消灭 他们还陨落了一位助级长老 也就是在昨天 魏一南收到了原杨老祖的消息 得知事情的严重性 他立刻设下圈套埋伏梁帝 正在和魏一南交战的梁帝 也是满脸厌恶之色 你废话真多 柿子当然挑软的念 说吧梁帝加大了攻击力度 对面的魏一南也是脸色一黑 提起法宝和其敖战在一起 So 就在这时候树道强横气息快速出现在战圈内 来人正是宗吴清 海澜道人 徐灵朵 徐公义 以及穆子一 你们终于来了 再不来 我就顶不住了 魏一南满脸喜悦地说道 有埋伏 梁帝满脸惊恐地看向众人 不用看了 你们梁家现在就剩下你们三个野鬼了 穆子一面戴不屑地说道 什么 梁帝满脸愤怒地看向穆子一 不搜魂 我怎么知道你的踪迹啊 穆子一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啊 我要杀了你 那是我梁家唯一的血脉 还没等梁帝动手 旁边梁蓉蓉和梁道 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旋即被万福宗的铸鸡长老们 彻底消灭 柔儿 道 梁帝满脸痛苦之色 不用叫了 你很快 也会这样的 徐公义满脸不屑地说道 说吧 众人运转飞溅 数道颜色不同的光芒 斜着震天汉帝的威能 朝着梁帝打去 梁帝全身释放出一道黑气护体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恐怖的火光 瞬间把梁帝包裹 不过众人来不及开心 因为大家都察觉到 刚刚火光包裹梁帝的瞬间 他居然使用万里瞬移服跑了 他身上还有高级顶阶福转 众人都是满脸不可置信地 看向木子依 你们看我也没用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他受伤那么严重 不死也脱一层皮 木子依开口说道 不错 他是受伤之后逃跑的 如此重伤 可能会跌落回住机器 徐公义满脸严肃地说道 问题也算解决了 大家小心点 切记不可放松搜索 继续在吴府内巡逻 一定要斩草除根 宗吴卿满脸严肃地说道 听见宗吴卿的话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必须要斩草除根 就怕他去其他四府残害无辜 魏依南满脸正色地说道 残害无辜是小事 如果他的鬼修功法泄露 到时候人人都用人命修炼 我们青阳城还不乱套了 徐公义满脸担忧地说道 正常修炼的鬼修 大家不会喊打喊杀 鬼修虽然不靠灵根修炼 但是需要大量资源 没有资源 就只能用人命提速 如果能吸收散修精气 修炼的速度会更加快 要是人人都修炼鬼修 整个青阳城都会变成一片鬼欲 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顿了顿徐公义对着魏依南说道 青州府就交给道友了 好 没问题 魏依南满脸严肃地答应了下来 徐州府交交给我吧 徐灵朵开口说道 青州府交给我吧 海澜道人开口说道 严州府交给我吧 徐公义说道 宗无亲开口说道 剩下的沙州府交给我吧 安排好之后 众人对着木子依说道 有劳道有回去 跟城主如实汇报 好 你们小心便 说吧 木子依转身离开 青阳城外一处不知名的小镇之中 梁帝看着地上 已经变成皮包骨的三具尸体 脸色稍微恢复一点生机 眼下青阳城武府内 到处是搜索我的金丹修士 我还能往哪里走 不行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那个炼气漆的小辈 一个炼气漆的修士居然敢多管闲事 我动不了那群宗门和金丹修士 我还杀不了你们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我会返回青阳城 想到这梁帝掏出一件灰色长袍 披在自己身上 只见梁帝本来的面貌瞬间变样 顿时变成一位面容枯瘦的老者 另一边王宝林见到二叔还没有出关 可是外面的灵药已经成熟 便开始准备采摘灵药 宝林 在不在 门外的李兴华再次登门拜访 王宝林无奈地走出洞府迎接 你二叔出关了吗 李兴华迫不及待地问道 还没 炼气十一层可没那么容易突破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李兴华开口说道 眼见着最后一波灵药就要成熟了 你们决定好了吗 李氏说 我就不瞒着你们了 其实你们要投靠海澜宗的消息 张本才真人早就知道了 王宝林开口说道 啊 李兴华先是一愣 旋即稳住心神说道 我们是等灵渊结束才走的 应该没事吧 其实呼应客栈已经在青阳城无府 买了大量灵田 你们可以选择留下来 王宝林淡淡地开口解释道 听到这个消息 李兴华满脸岔一道 什么 你们可以继续留下来 王宝林笑着说道 可以 只是我们的待遇能不能提高一些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唉 呼应客栈现在压根不缺灵药师 这几年 他们培养了很多位灵药师 就是我们全部滚蛋 他们依然可以正常运转 王宝林立刻打断了李兴华的美梦 啊 李兴华再次露出惊讶的神情 护云客栈虽然不是仙门 也不是家族 可它是青阳城的顶尖势力之一 放在整个西域大陆 也是一方霸主 以他们的实力 几年之内肯定可以培养一匹灵药师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王宝林开口解释道 李兴华沉默片刻 开口说道 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 没事 不着急 你和罗长林 将大海说一声 自愿去留 绝不强留 王宝林开口说道 李兴华面带疑惑地问道 那你们叔侄二人 决定留下来吗 王宝林点了点头说道 留下来 眼下这种情况 只能待在青阳城内 这样才不会被报复 好 我知道了 说吧 李兴华匆忙离开 转眼一个月过去 整个青阳城 吴府没有放弃追击 梁帝的下落 而梁帝一番伪装之后 已经成功混入青阳城内 打探清楚 王宝林的下落之后 他便开始在呼应陵园外 蹲守王宝林的身影 等了那么多天 见到王宝林 压根没有走出过陵园 这都让梁帝 有些怀疑鬼声了 真的有人可以 几个月不出门吗 我就不信了 不把你这个小辈杀了 我就不走了 这日 王宝林来到田间 查看灵药 眼见着灵药 都要成熟了 二叔的房间内 依然是没有任何动静 望着外面 一望无际的林田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看来今年的灵药 要我自己单独采摘了 就在这时候 二叔的房间内 传来一阵恐怖的威压 哈哈 宝林 这些天没发生什么事情吧 王林面带笑意地 走出自己闭关室 没有 恭喜二叔突破成功 王宝林笑着说道 没事就好 算算时间 可以采摘灵药了吧 王林开口询问道 是的 可以采摘灵药了 王宝林点了点头 好 我们现在开始行动吧 先把成熟的灵药采摘了 要不然 时间来不及 王林开口说道 好的 王宝林背起药篓 跟着二叔 朝着灵田走去 转眼三个月过去 王宝林疏直二人 满脸疲惫地站在田间 以后这片灵田 就要变成洞府了 王林有些不舍地说道 我们来青阳城满打满算 也有五年多了 真是一眨眼的时间啊 王宝林满脸感慨之色 是啊 我们闭关一次 少则一个月 长则半年 五年时光真不算什么 就在二人感慨的时候 张本才带着张伟和张开 来到灵园内 见到张伟和张开 王宝林突然想起来 自己还没给他们 四百灵石好处费 只是二人下意识地 回避王宝林的眼神 非常畏惧和王宝林对视 其实张伟和张开 本来准备前来要好处费的 可是听到张本才讲 王宝林面临 金丹初期的鬼羞追杀 而且还是因为 他们给的任务导致的 二人现在不仅不敢来要灵石 反而害怕王宝林 找他们要说法 张本才看了一眼 前方的光秃秃的灵田 开口笑道 哈哈 你们灵药采摘好了 速度还真够快的 这次灵药产量 又比去年减少二成 我们已经尽力了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没事 反正也是最后一年了 张本才笑着说道 宝林 把灵药给张真人 王宝林立刻把灵药 递给了张本才 张真人 我们的灵药也摘好了 只见李新华 罗长林 将大海三人面带笑意地走了过来 哈哈 来得正好 我刚刚准备去找你们呢 张本才笑着说道 这是灵药 你查寿一下 三人递过来三个储存袋 张本才简单看了一眼储存袋 玄机笑着问道 你们决定好去留了吗 我愿意留下来 李新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我也愿意留下来 江大海同样开口附和道 哈哈 这就对了 我们以后还能在一起共事 王林面带喜色地说道 我就不追随各位了 我想加入海澜宗 罗长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李新华和江大海 顿时面露诧异之色 不明白罗长林 为什么突然反悔 看着惊讶的二人 罗长林心中暗暗得意道 我一个人加入海澜宗 他们肯定会重用我的 看着面无表情的罗长林 张本才笑着说道 好 我们呼云客栈 又不是黑风寨 不强求 接着 张本才拿出一包零食 递给罗长林 这四千零食 是你这些年的辛苦费 多余的零食 是你本次打理林田的奖励 罗长林满脸笑意地接过零食 玄机抱拳对着众人说道 我们后会有期 说吧 罗长林直接一阵小跑 离开了林园 望着离开的罗长林 众人都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张本才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暂时在这里住下吧 这次收成差 按照原有分红 你们得不到多少零食 我统一给你们每个人 两千零食的奖励 多谢张真人 众人立刻报全道谢 一旁张伟和张开二人 立刻递给每人两千零食 王宝林顺势拿出四百零食 递给了张开和张伟二人 二人顿时面露诧异之色 悄悄说道 我们兄弟二人 害得你被金丹七鬼修追杀 这四百零食 我们没脸要啊 听见侄子和两位同主的悄悄话 王林好奇地问道 张真人 梁家那群鬼修找到了吗 找到了 梁蓉蓉 梁道都已经被诛杀 但是梁帝逃了 张本才开口说道 听见梁帝逃跑了 王林满脸慌张地说道 啊 这怎么办 他不会找宝林报仇吧 不用担心 他正在被一群金丹老祖追杀 跑不掉的 张本才笑着安抚道 王宝林有些担忧地问道 他会不会来青阳城区杀我 你在开什么玩笑 张本才满脸错愕地看向王宝林 我也是害怕呀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这个你放心 文华老祖和原阳老祖已经想到这一点 他们的神识不停在城内搜索 只要是发现鬼修踪迹 瞬间就可以来到现场 张本才开口保证道 这就好 这就好 王林心有余悸地说道 只要你们不离开青阳城区 就没有任何危险 这一点你们放心 张本才满脸自信地说道 既然如此我们就放心了 王宝林舒直松了一口气 你们就放心吧 我还要忙 过些日子会给你们安排灵天打理 张本才笑着说道 王宝林顺势把四百灵石递给了张伟和张开 二人脸上闪过一丝惊喜之色 心中不禁感叹道 王宝林道友真是一个好人啊 目送张本才走后 李星华将大海面带好奇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 我们怎么什么也听不懂 王林满脸苦涩地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听完王林的解释之后 李星华和江大海都是一脸怜悯地看向王宝林 不要怕 金丹老祖们一定能消灭良地的 希望吧 王宝林笑了笑 我请你们叔侄二人出去吃一顿灵宴压压压惊 李星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的 我们走吧 王林笑着答应下来 王宝林则是皱了皱眉头 他并不想出去 二说 我还是留在灵园内吧 我不想出去 王宝林面带担忧地说道 李星华笑着说道 不用担心 良帝不敢来青阳城 是啊 没事的 我们又不出城 走吧 江大海也开口劝说道 见到众人的劝说 王宝林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接着 众人一起走出灵园 准备去方石大吃一顿 此时在外面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良地 见到王宝林身影 二话不说 直接全力一击朝着前方打来 所有人都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 愣在原地动弹不得 王宝林立刻捏碎藏着衣袖之中的光明金顿服 王宝林只觉得一道金色屏障 瞬间把自己团团包裹住 哼 一声巨响 王宝林感觉到 只见仿佛被卡车撞飞一般 失去平衡的王宝林 在空中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 应该是光明金顿服起到作用了 碰 王宝林重重摔在地上 不过并没有受伤 见到王宝林没事 良帝也是满脸错愕之色 没想到王宝林身上有终极顶接服转 受死 良帝再次运转全部力量朝着王宝林打去 王宝林没有丝毫犹豫 一边催动飞蛇流顿服 一边狂喊道 救命 各位老祖救命啊 不是说好 只要城内有鬼修动手 原阳老祖和文华老祖 就会立刻出手救援吗 这都已经蓄力第二招了 还是没见到 这群金丹老祖的影子 太不靠谱 太不靠谱了 灵符捏碎的瞬间 只见一道巨大的蛮荒蛇影 把王宝林护住 哄 又是一阵响彻天地巨响 蛮荒飞蛇虚影烟消云散 可是王宝林 还是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什么 又挡下了我的攻击 小小炼气修士 居然有两枚终极顶接服转 见到王宝林 再次挡下攻击 良帝显得非常惊讶和暴怒 不对 这可能是一个圈套 想到这良帝面露凶光之色 此时远处没有符状护体的王宝林 只能闭眼等死 王宝林用完两张灵符之后 只能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 本以为会感到剧烈地痛疼 可是睁开眼睛的时候 面前的良帝突然不见了 这 王宝林面露不解地 看向远处二叔等人身上 此时王林 李星华 将大海慢慢回过神 他走了 走了 王宝林满脸疑惑之色 不明白良帝为什么要放弃 击杀自己的好机会 嗖 一道流光闪过 只见一位风度翩翩淡淡青年 出现在众人眼前 见过远央老祖 将大海反应最快 立刻抱拳行礼 拜见远央老祖 反应过来的众人 纷纷慌忙行礼 不用多脸 你小子没事吧 远央满脸 好奇地看向王宝林 还好我用全部身价 买了两枚终极顶阶福转 要不然 我必死无疑 顿了顿王宝林不解地问道 梁帝只插最后一击 便可杀了我 为什么突然跑了 应该是 察觉到我的气息 远央老祖淡淡地说道 不对 梁帝跑了 会不会再回来 找宝林复仇啊 王林满脸担忧地问道 远央老祖并没有理会王林 而是把目光投向梁帝逃跑的方向 另一边梁帝 很快逃出青阳城 还好我跑得快 晚一步 就要被原阳老祖追上了 梁帝本来打算躲在青阳城内 顺手杀了王宝林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 悄悄地离开 一切计划的都很完美 毕竟杀一个炼器修士 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宝林身上有两枚终极顶阶福转 而且巨大的动静 引起了城内金丹老祖的注意力 小贝 等我伤势好了 我一定把你抽破练魂 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梁帝满脸阴沉地怒喝道 哈哈啊 你看看 自己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等你伤势好了 我青阳城不知道 还要死多少人啊 一道讥讽的声音 突然在梁帝耳边响起 看清来人面孔 梁帝满脸惊恐地说道 文华老祖 我明白了 你们故意把我放出城区的 你们要在城外解决我 文华道人脸上 闪过一丝不屑地笑一道 看来你只是呃 倒是不蠢 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黑影快速朝着梁帝袭来 梁帝来不及反应 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摔倒在地上 刷 文华道人的飞剑 如同蛟龙出海一般 快速朝着梁帝袭来 梁帝顾不得伤势 立刻催动一枚黑色番旗 番旗通体漆黑 旗面上隐约还能看见 猙獰的冤魂面孔 刹那间 黑旗释放出一道 黑色光芒护体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梁帝脸色一黑 旋即重重飞了出去 此时 梁帝满脸虚弱地倒在地上 身上的皮肤出现均烈迹象 俨然一副随时魂飞破散的模样 梁帝来不及多想 张口就把黑色番旗 吞入了肚子里面 万魂帆内的各种冤魂 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只见本来重伤的梁帝 似乎在一点点恢复伤势 刷 文华道友 抬手凝聚一道火焰 轻轻朝着梁帝打去 哈 崇然希望的梁帝瞬间被火光吞没 只能发出一阵哀嚎 片刻之后 梁帝彻底变成一堆灰烬 本来可以速战速决的 为什么和他浪费时间 苍蜂老祖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前方 试探一下这家伙的来历 文华开口说道 哦 看出什么了吗 苍蜂老祖好奇地问道 文华道人看了一眼 苍蜂说道 没有 苍蜂老祖满脸无语地 看向文华道人 文华道人 没有理会忧怨的苍蜂 而是把目光投向地上的 储存戒指 这件斗篷有些意思 梁帝就是依靠这件法宝 才躲过我们的神石 是啊 这件宝贝 能不能给我看看 苍蜂面带好奇地问道 文华道人 非常不给面子地 把黑色斗篷 收入自己的储存戒指内 这东西归我了 苍蜂 此时另一边 看见袁阳老祖 站在原地闭目养神 旁边亡灵等人 都是一脸疑惑 不明白老祖在等什么 So 瞬间 天边两道流光 出现在众人眼前 王宝林健壮 反而松了一口气 知道问题解决了 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意 梁帝已经化成灰烬了 问题解决了 让宗吴亲他们回来吧 文华道人 一脸笑意地说道 旁边的二叔脸上 露出一丝狂喜之色 这一下 宝林终于安全了 袁阳老祖点了点头 旋即开口问道 他的鬼修功法呢 在储存戒指里面 先说好 除了鬼修功法之外 其他所有东西都归我 文华道人满脸严肃地说道 梁帝被你所杀 理应归你 这很合理 元阳老祖俊朗的脸上 闪过一丝笑意道 好 说吧 文华道人把储存戒指 扔给了元阳老祖 很快 元阳老祖从储存戒指内 拿出三枚玉筒 苍峰道友 文华道友 你们看看这三枚玉筒 如果没有疑问 我现场销毁他 元阳对着二人说道 二人扫了一眼三枚玉筒 旋即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没问题 元阳老祖点了点头 抬手直接把三枚玉筒毁掉 so 刚刚毁掉鬼修功法 宗无卿 海澜等人陆续到来 徐公义连忙开口说道 梁帝死了吗 死了 我亲手所杀 文华老祖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个家伙来灯下黑 我们在其他五府 就是再找一百年 也找不到他的宗介啊 海澜道人 也是面带诧异之色 换位考虑 海澜道人 不敢返回青阳城区 他是怎么逃过 你们的神识搜索的 宗无卿满脸好奇地问道 苍峰道人面带笑意地说道 他有一件一宝 可以隐藏气息 改变面容 这才隐瞒过我们的神识 那件宝贝呢 徐公义面带好奇地问道 在我这里 你要干什么 文华道人 面无表情地 看向徐公义 徐公义看着文华道人 冷漠的眼神 也是心中一凸 连忙开口说道 老祖别误会了 我只是单纯地好奇 一旁圆阳老祖 见到气氛不对 连忙扯开话题说道 好了 事情结束了 各位去任务堂 领取奖励吧 众人点了点头 纷纷转身离开 圆阳老祖送走众人之后 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 你去任务堂 领取一万零食压压惊 王宝林满脸喜悦地抱拳道 多谢老祖 虽然一万零食 比不上两枚终极顶阶福转 可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不用客气 这是你应得的 圆阳老祖面带笑意地说道 顿了顿圆阳老祖对着李星华 将大海 王林说道 好好干 过两天 我们呼云灵阁就正式开业了 众人眼前一亮 七七抱拳道 我们一定好好干 圆阳见到众人的态度 非常满意点了点头 旋即转身离开 王宝林看着神情 激动的二叔等人 也是满脸无语 这群人不知道什么是画饼吗 你们去吃饭吧 我累了 我想回洞府休息休息 王宝林满脸疲惫地说道 好 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说吧 王林转过头 对着李星华和江大海说道 走吧 宝林死里逃生 这顿必须我请客 哈哈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王宝林返回洞府 这些天紧绷的神经得到缓解 旋即一阵困意袭来 立刻倒头就睡 当王宝林再次苏醒的时候 发现外面已经是黑夜 你终于醒了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看着外面皎洁的月光 忍不住开口说道 我居然一觉睡到天黑 这几天太累了 王林看了一眼侄子 笑着说道 你都睡了三天了 我差点以为你受伤了 都三天了 哎 可能是我太累了吧 王宝林微微诧一道 你要是还不醒 我都准备叫你起床了 明天忽云林阁正式上线 听说整个青阳城 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来 王林开口说道 呃 至于那么大阵仗吗 王宝林满是无奈地吐槽道 这是一个多好的宣传机会啊 元阳老祖没有开宗立派 这忽云林阁就是他创立的势力 王林开口解释道 好吧 明天我和二叔一起去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返回房间的王宝林 没有丝毫困意 立刻释放出神识 查看自己体内的三亩灵田 九屈花生和起罗草 已经达到百年要历的年份 但天竹根还是老样子 生长的速度并不是特别明显 九屈花生可以取出来了 起罗草也可以拿出来卖掉 想到这王宝林 直接把九屈花生和起罗草拿出来 放入自己的储存袋之中 好在九屈花生和起罗草 都是属于灵药 剩下的根部还能发芽几次 暂时不用购买九屈花生 和起罗草的灵根 转眼到了第二天一早 王宝林跟着王林 李兴华 将大海来到承西呼吟客栈 今天你们什么也不用做 站在外面迎客就好了 张本才对着四人说道 好 王宝林一行人点了点头 很快 四人如同门神一般在外面迎接进来的顾客 这时王宝林才注意到 原来呼吟客栈改成呼吟林阁了 本来空旷的大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灵丹和法器 呼吟林阁里面的灵药品种还蛮齐全的 近来的散修顾客都是忍不住感叹道 用不了多久 呼吟林阁就是我们青阳城大商号之一了 另一位顾客开口附和道 其实这种商号越多越好 我们想要的东西可以随时随地买到 看看隔壁万里城 所有东西都被河家垄断 想买点灵丹都要加钱 一位筑基修饰满联吐槽之色 转眼一天过去 王宝林感觉自己像个棒锤一般站在原地 欢迎各位顾客 说好各位金丹老祖都会来捧场 可到现在为止 一位金丹老祖的身影都没见到过 So 就在王宝林以为开业仪式结束的时候 突然数十道身影如同流星一般降临在眼前 见过各位金丹老祖 王宝林一行人连忙低头行李道 这家伙就是挨了两地两招 还没死得练气修饰吧 天翼老祖饶有兴趣地看向王宝林 旁边其他金丹老祖也纷纷面露好奇之色地看向王宝林 五行灵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如果他是四灵根 我考虑收他为记名弟子 其中一位金丹老祖上下打亮道 听见这位金丹老祖的话 王宝林心中狂吼道 赶紧收下我 我服下那枚神秘灵丹 踢出费灵根 我就可以升级四灵根了 一旁二叔开口解释道 其实王宝林是四灵根 只是有一条费灵根 哦 原来如此 不过基本也是费了 想要踢出费灵根 需要很多资源的 有这些资源 我都能培养出好几位筑记弟子了 这位要收徒的金丹老祖 画风一遍道 王宝林 不说这个了 我们进去看看 说吧 袁阳老祖带着众人进入参观 张本和刘典出来 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这两天我们忙完 我们给你们安排灵田 好 告辞 说吧 四人直接返回了洞府 第二天早 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 王宝林立刻释放出神石 发现洞府外没有人 声音是从灵园外面传来的 王宝林立刻来到灵园门口 只见一位破破烂烂的小乞丐 被李兴华拦在灵园外 这里是呼应灵园 外人不可进来 更何况你一个乞丐 赶紧走 李兴华满脸不耐烦地说道 我太爷让我来的 小乞丐懦怒地说道 李叔且慢 王宝林拦住了准备驱赶小乞丐李兴华 李兴华无奈看一眼王宝林 开口说道 我问了他太爷爷是谁 他也不知道 王宝林也是一阵无语 旋即开口说道 有没有你太爷爷的物品 小乞丐点了点头 拿出一个令牌 递给王宝林 看着熟悉的令牌上面 刻着一个银字 王宝林和李兴华一口同声道 廖正迎 小乞丐眼前一亮 猛然点头 小声道 廖正迎就是我的太爷爷 他让我来这里拜师的 拜师 王宝林和李兴华 满脸诧异之色 你们怎么了 大清早就那么吵闹 是谁要拜师 王宝林和江大海面带好奇地走了过来 看着神情窃窃的小乞丐 二叔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你是来拜师的 是 小乞丐小声点头道 你太爷爷是廖正迎 江大海开口询问道 是 小乞丐懦懦地回答道 听见小乞丐的回答 众人面露疑惑之色 齐声问道 你要拜谁为师 罗长林 小乞丐没有说话 从怀中拿出一封皱巴巴的心风 众人立刻接过书信查看 各位道友 见性如见人 还请各位道友 照顾我的重孙女 切记勿让罗长林靠近他 看见这短短的一行字 众人明白了过来 你们俩谁要收拖 王林对着李星华和江大海问道 按道理来说 罗长林和廖正迎关系不错 理应让罗长林收为弟子 可是最后一行字交代得很清楚 不能让罗长林靠近他 众人也知道 罗长林心术不正 也非常不喜欢他 所以他要离开护云客栈之时 大家压根没有挽留 呃 先看看他是什么灵根 江大海开口说道 说吧 众人 把小乞丐带入洞府 你叫什么名字 王林好奇地问道 见到众人没有恶意 小乞丐大胆地回答道 我叫廖白香 廖白香 好名字 过来我帮你测试一下灵根 说着 王林拿出测试灵根的罗盘 对着廖白香说道 把手放在上罗盘上 廖白香把手放在罗盘上 只见一阵强光闪过 似灵根 众人都是一脸惊讶之色 我没弟子 廖白香理应当我弟子 李兴华反应最快地说道 还是让我来吧 我前些日子 刚刚突破练气十二层 教弟子这种事情 我有经验 江大海满脸笑意地说道 李兴华满脸不乐意地说道 谁不是练气十二层 白香和我有缘 江大海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玄机满脸失落地说道 老李 我突破助击无望 你就给我留一个弟子吧 李兴华看了一眼江大海 满脸不屑地说道 少跟我打感情牌 是我第一个发现 廖白香的 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 见到自己的小计谋被识破 江大海满脸尴尬地说道 你刚刚还要赶他走呢 你 且慢 大家不要再争吵了 我有一个办法 王宝林拦住了争吵的二人 你有什么办法 二人一脸好奇地 看向王宝林 一人一半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一人一半 这怎么分 难不成把它劈成两半 李兴华满脸诧异之色 是啊 江大海也是满脸疑惑之色 李师说 你能保证白香突破助击吗 王宝林笑着问道 不能 李兴华摇摇头 王宝林转过头 对着江大海说道 江师叔也无法保证 让廖白香突破助击吧 江大海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我懂了 你的意思 是让我们俩一起收图 一起辅导廖白香 对 没错 王宝林点了点头 李兴华和江大海对视一眼 玄机开口说道 说实话 以廖白香四灵根天赋 去仙门 也是内门弟子的水平 让他们单独败事 我们其中一位 确实非常屈才了 说到这二人 齐声开口说道 我们答应了 见到二人答应下来 二叔王林对着廖白香问道 你愿意拜他们俩为师吗 愿意 见过二位师傅 说吧 廖白香跪在地上磕头行礼 好徒儿 以后我是你大师傅 这是你小师傅 李兴华率先开口说道 江大海 恭喜两位道友喜的爱徒 这枚开灵丹 就到我们给他的礼物 王宝林拿出一枚开灵丹 递给了廖白香 乖徒儿 赶紧收下吧 李兴华满脸笑意地说道 是啊 别客气 江大海也笑着说道 廖白香接过王宝林 递过来的开灵丹 小声道 多谢哥哥 王宝林和二叔点了点头 旋即对着李兴华和江大海说道 赶紧回去给他换一身衣服 收拾干净一些 赶紧收到于他 好 二人一脸笑意地 带着廖白香 返回自己洞府 这时候王宝林突然开口问道 二叔 谢师叔去哪了 这都快半年没见到他了 三位炼丹大师 传授他们炼丹技术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王林解释道 原来如此 小书妖呢 跟着他一起去听炼丹课了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是啊 王林点了点头 转眼数天过去 这日张本才和离开许久的胡闻 谢云 黄阳等人一起来到呼云陵园 王林和二叔立刻走出洞府迎接道 见过张真人 不用客气 今天我来是给你们布置灵天工作的 张本才面带笑意地解释道 好好好 王宝林和二叔面带喜悦之色 李新华和江大海呢 张本才好奇地问道 他们刚刚说了一个弟子 应该正在教导弟子呢 王宝林笑着回答道 弟子 张本才面露好奇之色 对 他们俩共同收了一位弟子 王宝林接着补充道 哈哈 那个弟子的天赋肯定很好吧 张本才同样面带笑意地说道 是的 四灵根 哈哈 我就说他天赋不错 张本才笑道 顿了顿张本才接着说道 别去打扰他们了 回头转告给他们就行了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王林 王宝林 你们是青州人吧 张本才突然开口问道 是的 王宝林输职二人点了点头 我们在青州府搞到了四万亩林田 让李新华 江大海 以及你们书职二人一起去打理 你们有没有信心 哟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二叔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老规矩 你们能得到零田百分之一的零药产出 另外 每年一千零十的补贴 张本才接着开口说道 王宝林和二叔立刻抱拳道 多谢 哈哈 我们又要回青州府了 谢云满脸笑意地说道 老谢你也要回去青州府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是啊 不仅我去 黄阳 胡文 王子豪 厚金 朱星他们都一起去 谢云笑着解释道 听见大家都要一起去青州府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我们都去青州府 其他四府怎么办 哈哈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们呼云林阁不缺人 这次不仅你们去青州府 而且还会派两位住基真人 跟着你们一起去 张本才笑着说道 两位住基真人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你们认识 刘典和庞志忠两位真人 和你们一起去 张本才笑着说道 好 什么时候出发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张本才看了一眼 李星华和江大海的洞府 开口说道 等他们出关 就让刘典和庞志忠 带着你们前往青州府 好 众人点了点头 我还要配合炼丹大师们 培养其他炼丹师 我就先走了 张真人慢走 众人欢送道 待张本才离开之后 谢云笑着说道 未来我们就在青州府 一起共事了 对对对 大家互相关照 黄阳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是自然 王林满脸正色地说道 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等李道友和江道友出关 我们就立刻前往青州府 胡文笑着说道 好 各位道友先去忙吧 王林笑着说道 转眼数日过去 正在打坐的众人 被李星华和江大海 得意地笑声吵醒 不用看我都知道 肯定是廖白香突破炼气一层了 正是踏入修行了 王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走吧 出去看看 王宝林笑着说道 见到众人走过来 李星华满脸得意地说道 这才几天 白香就能突破炼气一层 未来可期啊 毕竟是四灵根 天赋不容置疑 王宝林笑着说道 白香 出来跟各位前辈行礼 江大海开口说道 只见从洞府内 走出一位皮肤白皙 眉宇间满是阴气的美丽少女 与之前乞丐形象天差地别 廖白香见过各位前辈 廖白香满脸自信地行礼道 好好好 众人忍不住发出赞叹之色 对了 前些日子 张本才真人 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李星华面带好奇地问道 我们一起去青州府打理林田 奖励不变 每年外加一千零十的补贴费 王林解释道 好好好 什么时候出发 李星华问道 等你们出关 我们就走 谢云笑着说道 原来是在等我们 好 我们走吧 反正也是法器洞府 直接把洞府带走 谢云笑着说道 也对 说吧 众人把法器洞府收拾好 立刻朝着承熙呼云林阁走去 众人刚刚来到呼云林阁 正巧迎面遇见 准备外出的张本才真人 还没等张本才开口 李星华笑着说道 我们准备好了 现在就可以出发 张本才点了点头 转身过头 对着两位童子说道 张伟 张开 你们去请刘典和庞志忠 好的 片刻之后 刘典 庞志忠 匆匆忙忙到来 道兄你去忙吧 由我们带着他们去青州府 刘典满脸严肃地说道 好 交给你们了 说吧 张本才急急忙忙地 朝着城外飞去 刘典转过头 对着众人说道 走吧 众人点了点头 跟着刘典和庞志忠 一起朝着城外走去 走出青阳城 刘典衣袖之中 飞出一艘灵州 众人健壮 纷纷跳上灵州 坐稳了 灵州迅速升空 旋即加速离开 转眼三天之后 众人的飞州 来到青州府上空 王宝林看着脸色苍白的料白香 和谢疏忧 心中满是无奈 这一路上速度太快 本来要飞行十天的时间 现在一共才用了三天 速度比平时要快了三倍有余 王宝林一行人 最低修为都是 炼气六层 可是这两个小家伙 只是炼气一层的修饰 一路运船呕吐 没事了 没事了 到了 王宝林对着脸色苍白的两个小家伙 安慰道 话音刚刚落下 流点加速朝着青州府 呼云林阁飞去 片刻之后 众人来到青州府 呼云林阁 青州府的呼云林阁负责人 张冲面带笑意地走来 见过两位真人 见过各位道友 众人也抱拳还礼道 道友太客气了 林阁那么忙 还亲自来迎接 一旁流点满脸无语地说道 店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改成林阁第一天 店里所有东西 都被别人买光了 张冲满脸无奈地说道 你放心 这次我们带来很多灵药 等一下让黄阳 谢云他们立刻开始炼丹 庞志忠开口说道 好好好 我在后院准备了灵验 大家还是先来吃饭吧 张冲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 先去吃饭 然后再去看看林田吧 刘点对着众人说道 全凭真人吩咐 众人点头说道 刘点满意地点了点头 旋即对着张冲说道 走吧 众人跟着张冲来到后院 只见数位面容交好的侍女 正在款款等候众人的到来 上菜 张冲开口吩咐道 很快 几位侍女把丰盛的灵验送上餐桌 王宝林和廖白香 谢书忧三人吃得挺香 可是旁边刘点 庞志忠觉得不可口 并没有多吃 不过二人也没怪张冲 毕竟张冲只是炼器十三层修士 能准备如此丰厚的灵验 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了 这个态度就让刘点和庞志忠很满意 吃完灵验之后 庞志忠开口说道 过些年你也要准备助击了吧 是的 等这里一切步入正轨 我就返回青阳城区 冲击助击器 张冲满脸激动地说道 你一定可以突破成功的 回头我给你多搞几枚巨灵丹 刘点笑着说道 巨灵丹那么珍贵 我能有一枚就知足了 不敢奢求几枚 张冲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你还别不谢 谢云 黄阳他们都可以单独炼制巨灵丹 刘点笑着说道 谢云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我们六个人都能单独炼制巨灵丹 啊 好好 这一下我们一定可以脱颖而出 张冲满脸激动地说道 我听说你们之间有鄙视 谁销售额度高 负责人能获得一枚助击丹 刘点笑着问道 是的 不过我们青州府贫穷 不像沙州府和严州府那么富裕 我们肯定做不过他们 张冲满脸无奈地说道 众人看着满脸示弱的张冲 云林开口安慰道 不要让他置气 灭自己威风 青州府确实比不过严州府和沙州府 刘点一盆冷水泼了下来 众人 刘点看着满脸无奈的众人 开口说道 不要说这些缥缈的话 第一名和第二名没有希望 但第三名还是有机会的 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张冲满脸笑意地说道 听见刘点的话 一旁王宝林对刘点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刘点虽然爱占便宜 但是人还是蛮务实的 刘点对着王宝林等人说道 吃好了 我们去看看林田吧 好 刘点对着谢云等人说道 你们留下来炼丹吧 我带他们去看看就好 我们住哪里 黄阳满脸疑惑地问道 一起去吧 你们把洞服法器 就放在林园里面 这样还省得我们照看林园了 庞志忠开口说道 刘点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好吧 说吧 一行人朝着林园方向走去 不对 这是去如意方式的路啊 王林和谢云面带诧异地说道 不错 就是万福宗给我们的林田 庞志忠笑着说道 啊 众人面露一丝诧异之色 庞志忠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一旁的刘点直接开口说道 他们用林田和原阳老祖 交换到一枚金元丹 金元丹那么值钱吗 众人都是满脸疑惑地看向二人 不仅几位林药师不解 就是一旁几位炼丹师 也是满脸疑惑 虽然金元丹听起来比较珍贵 但是他们真不知道 金元丹是急转灵丹 庞志忠和刘点翻了翻白眼 刘点淡淡地说道 不值钱突破金丹期的灵丹而已 啊 这也太珍贵了吧 这种灵丹也拿出来交换 黄阳满脸震惊问道 是啊 这属于非卖品 有金元丹就是相当于多出一位金丹七修士 众人也是满脸震惊地说道 不知道 这是原阳老祖和魏一南达成的交易 不是我们这群助击修士可以揣测的 留点神情严肃地说道 也对 众人点了点头 纷纷闭嘴 很快 来到一片山清水秀的灵园前 众人还没来得及扫视周围的场景 只见三位助击修士连忙走来 各位道友终于来了 宗主让我们在这里恭候你们 相光满脸笑意地说道 让几位道友久等了 带我们进去看看灵田吧 好 几位道友里面请 相光笑着把众人迎接进去 进入灵园内 见到一大片片生机盎然的灵田 虽然面积没有呼应灵园大 可是质量一点也不差 不错 不错 留点和庞志忠忍不住点头赞叹道 这片灵园可是我们万福宗的核心资产 靠近如意方式 灵气浓郁 土壤灵力充沛 是非常优质的灵田 相光开口介绍道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留点笑着说道 好好好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打理这片灵田 绝对不会浪费这片好地方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挨万福宗找我们 好 有劳各位道友了 留点和庞志忠抱拳道谢 说吧 相光三人面带不舍地离开了灵园 带三人远走之后 留点开口说道 既然这里换主人了 就不能再叫如意灵园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名字 青州灵园 二叔王林脱口出道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纷纷赞同道 好 这个名字好 留点和庞志忠点了点头说道 就叫青州灵园 说吧 庞志忠把如意灵园的牌子 改成青州灵园 好了 以后这里就是青州灵园了 说吧 留点扫视了周围一圈 淡淡地笑道 这群人还真是够现实的 把灵田里面的灵根 全部都拿走了 对了 灵根和营养灵液带来了吗 李兴华把目光投向刘典身上 旁边王宝灵心中也是一图 按照刘典真人的德性 营养灵液肯定会被他撕吞一部分 刘典把目光投向庞志忠身上 庞志忠点了点头 递给李兴华一个储存带 灵根都在里面 大部分是二转顶接灵根 还有一些三转低接灵根 庞志忠对着众人说道 九曲花生 起螺草 橘果根 绿玉树 橘果根和绿玉树 都是三转低接灵根 江大海面带诧异地说道 接着 江大海毛遂自荐道 达李三转低接灵根 我有经验 交给我吧 王宝灵书职二人 以及李兴华 都是有些诧异地 看向江大海 不用这样看着我 我有种植三转低接灵根的经验 江大海满脸得意地说道 好吧 播出五百亩灵田 给老江单独种植三转低接灵根 李兴华开口说道 江大海点点头 对着身后的料白香说道 乖徒儿好好学习 这是营养灵液 你们自己分分 庞志忠递过来二十瓶营养灵液 这是一年的分量 别一次性用光了 庞志忠面带严肃地吩咐道 庞志忠放心 我们心中有数 王林同样神情严肃地保证道 这里交给你们了 我们先回店里了 说吧 刘典和庞志忠转身离开了陵园 带二人离开之后 众人找到一片空地 纷纷把洞府法器放出来 片刻之后 数作洞府映入眼帘 王宝林满意地环视一圈 旋即开口说道 这里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聚灵阵 而且也没有防御大阵 要是遇见不长眼的进来偷药 那就麻烦了 刘典和庞志忠 应该会来布置阵法的 这个不用 我们操心 况且 这里靠近如意方式 周围有万福宗的助击 真人巡视 应该没有不长眼的修饰 谢云开口解释道 聚灵阵不用担心 呼云林格有聚灵阵出售 胡文笑着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玄机开口说道 我们赶紧拨中灵根吧 李星华 二叔 将大海等人点了点头 我们也要回店里练丹了 黄阳满脸无奈地说道 熟悉好一切之后 众人立刻步入正轨 开启打工人的状态 青州府太极先门 上号老祖 对着各位助击长老说道 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 魏一南已经闭关冲击金丹七 必须要破坏他突破的节奏 王浩月满脸严肃地说道 不错 我赞同王长老的话 李长空开口附和道 哈哈 谈何容易 万福宗的实力不俗 毕竟祖上出现过多位金丹老祖 肯定有手段抗衡我们 不能强来 苏丹满脸严肃地说道 上号老祖点了点头说道 苏丹长老说得对 有消息说 万福宗和原阳老祖攀上了关系 原阳老祖 是现在的轮值城主吗 苏丹面带好奇地问道 对 呼云林格的幕后老祖 上号老祖解释道 我们还真惹不起他们啊 苏丹满脸无奈地说道 在青州府 我们太极先门才是第一 是绝对的霸主 苏锦成不服气地说道 是啊 我们才是青州府的霸主 马长波开口附和道 苏丹无奈地解释道 哎 原阳老祖虽然没有开宗立派 也没有创立家族 但是他麾下有28位铸鸡修士 原阳老祖距离原因期 也就一步之遥 原阳老祖的道理 也是精丹修士 听完父亲的解释 苏锦成立刻闭上嘴巴 不再说话 你们也不用担心 虽然原阳老祖支持万福宗 可也没办法代替魏义男突破 上号老祖笑着说道 是啊 精丹七没那么容易突破 苏丹面带苦涩地说道 苏丹卡在筑基巅峰已经几十年了 可还是突破无望 其实万福宗多一位精丹老祖 也不是坏事 我们太极仙门 没有在万福宗虚弱的时候 落井下石 如果魏义男突破了 我们青州府的实力会得到提升 上号老祖开口笑道 是啊 隔壁庆州府有三位精丹老祖 严州府和沙州府更不用说了 我们和徐州府只有一位精丹老祖 我们青州府的实力太弱 好多灵况都被隔壁庆州府的人拿走了 如果我们青州府再多出一位精丹老祖 我们随时可以和庆州府开战 苏丹满脸严肃地说道 听完苏丹的话 上号老祖也是满脸诧异之色 他从来没想到要和庆州府开战 不就多开采点灵矿 至于要和他们开战吗 可嗨嗨 苏丹长老不要激动 有城主在 庆州府不敢乱来 上号老祖连忙开口解释道 轰隆 万里晴空突然一道惊雷乍响 只见如同巨龙般粗壮的雷结 在云中翻滚 恐怖的威压让人不寒而栗 上号老祖脸色微微变道 雷结 苏丹望着空中乌云密布 有些疑惑地问道 是有炼制灵丹 还是有人炼制法宝 炼制高级别灵丹和高级别法宝 都要遭遇雷结的洗礼 都不是 这是突破金丹的雷结 与我当初突破金丹的雷结一样 上号老祖神情微微变化道 何人突破 难不成是为一男突破了 众人开口询问道 因为雷结的缘故 大家也不敢释放神识 查看发生了什么 要是神识被雷劈了 那就变成白痴了 走 去看看 说吧 上号老祖的身影消失不见 青州陵园内 正在埋头种植灵根的 王宝林等人 也被上空的雷结吸引 王宝林第一次见到 如此恐怖的雷结 满脸诧异地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众人都是心有余悸地 看向空中暴虐的雷结 so 刘点和庞志忠 带着谢云等人 匆匆忙忙赶来 你们不用担心 这是突破金丹期的雷结 只针对突破者 不靠近 雷结就没事 刘点对着满脸 惊恐的王宝林等人解释道 雷结 突破金丹 还要雷结 二叔王林不解地问道 没错 除了练气期不渡结 其他境界都要渡结 突破助击期 也要渡结 只不过是心结 金丹期之后 都要渡雷结 刘点开口解释道 众人点了点头说道 渡心结 我们是知道的 但雷结 我们是第一件 庞志忠突然开口说道 应该是位一难突破了 轰隆 上空的雷结 化作一道巨龙 快速朝着万福宗轰炸去 轰轰轰轰 一连串恐怖的雷光 在万福宗上空响起 刘点和庞志忠 见此情形 神情都麻木了 相互惊讶地 对视一眼道 魏一难居然在自己 宗门上空迎接雷结 他是不是疯了 宗门都不要了 走走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庞志忠对着众人说道 千万不要释放神识 查看雷结 要不然 会被批成白痴的 说吧 二人快速朝着万福宗飞去 众人立刻把目光 投向王林和谢云身上 大家刚刚来青州府 只有他们认识万福宗的路 我们还是不要凑热闹了 雷结可不长眼睛啊 王宝林开口劝说道 本来好奇的众人 听见王林林宝的话 躁动的心顿时安静下来 是啊 安全第一 小命只有一条 李星华对着众人劝说道 对对对 安全第一 不要去凑热闹 黄阳认同地点了点头 我刚刚被这一道 雷结吓了一跳 一如丹药差点报废 谢云满脸无奈地说道 我也是 胡文无奈地摇了摇头 众人在陵园内看热闹 刘点和庞志忠来到万福宗前 看着地上的巨坑 以及倒在地上哀嚎地修饰 刘点和庞志忠满是诧异之色 这群人真不怕死 连我都躲在远处观看 他们居然离得那么近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上号老祖面带笑意地走来 见过上号前辈 刘点和庞志忠连忙行礼道 不用多礼 上号老祖摆了摆手 上号前辈 雷结结束了 为前辈宁丹成功了吗 刘点和庞志忠好奇地问道 上号老祖摇了摇头 突然相光带七八位筑基真人 走出万福宗 见过各位道友 见到相光露面 上号老祖连忙问道 未到有结单 成功了吗 成功了 需要时间稳固境界 过些十日 我们会举办金丹盛会 老祖会亲自接见各位道友 相光面带喜悦地说道 恭喜 恭喜 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说吧 上号老祖带着众人转身离开 刘点和庞志忠 看见太极仙门一行人 离开得如此果断 开口对着相光问道 你们和太极仙门关系 很不好吗 相光和身后几位 筑基真人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说道 有一点小恩怨 总体来说还好 小恩怨 刘点和庞志忠 满脸诧异之色 不过并没有盘根问底 恭喜 恭喜 我们就先走了 等金丹大会的时候 我们再来 说吧 刘点和庞志忠 抱拳离开 片刻之后 刘点和庞志忠 返回青州陵园 众人见状 立刻围了过来 连忙开口询问道 怎么样 是不是为一男突破了 看着众人疑惑的神情 刘点满脸严肃地说道 以后要叫为一男老祖 不能直呼其名 为一男老祖突破了 众人微微惊讶道 好了 你们继续种植林根吧 该炼丹的回去炼丹 刘点开口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 旋即开始忙碌起来 忙碌碌一个多月 众人终于把四万亩林田 种上林根 太累了 我要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李兴华满脸疲惫地说道 就在众人抱怨非常累的时候 将大海悠闲地从旁边路过 老江 你的三转地界林根种植好了 二叔王林好奇地问道 好了 要不是我教导廖白湘 和谢树优这两个小家伙 早就结束了 江大海满脸笑意地说道 树优也在学习种植之术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谢云开口相求 我也不好拒绝 况且他答应 教导白湘炼丹术 江大海笑着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满脸诧异道 原来如此 众人闲聊几句 便返回各自洞府 二叔 我要闭关尝试 突破炼气七层 王宝林对二叔说道 好 你小心点 有足够的灵丹吗 王林担忧地问道 还有五枚开灵丹 突破炼气七层没有问题 王宝林面带笑意道 好 切记要小心 王林满脸严肃地吩咐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朝着自己房间走去 坐在蒲团上放松思绪 默念鼠变静心咒之后 便开始运转 先天助激绝 周围的灵力 不断朝着体内涌入 伴随着大周天 汇聚在丹田之中 按照这个速度 不使用丹药 四年应该就能突破炼气七层 王宝林直接把面前磁瓶内的五枚开灵丹 全部吞入腹中 炼气七层和炼气六层有所不同 需要更多的灵力扩充丹田 不能害怕暴体 所以一次性服用了五枚开灵丹 煞世间 体内的灵力仿佛要撑暴丹田 王宝林也不敢怠慢 全力催动先天助激绝 运转大周天 消化磅礴的灵力 运转数十个大周天之后 体内的那股爆炸感觉 渐渐消失 不知过了多久 王宝林骤然睁开了眼睛 感受到体内庞大的灵力 王宝林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体内的灵力增加三倍有余 不错 不错 想到这王宝林释放出神时 查看了一下体内的灵田 天竹根已经开花 刚刚被采摘的九屈花生和起锣 也已经发芽 更重要的是 王宝林能清楚感受到 灵田里面的灵力 似乎得到微弱增加 难道随着我修为的提高 灵田的灵力也会提高 虽然有这个猜测 但是也没法得到验证 只有修为继续突破 才能验证这个猜想 算了 不想那么多 还有一株百年九屈花生 和一株百年起锣草没有出售 正巧去如意方式看看 想到这王宝林起身走出房间 刚刚走出房间 就听见二叔的声音 不错 不错 恭喜你顺利突破炼气七层 王宝林笑着说道 只是突破炼气七层 没有什么好恭喜的 又不是突破助机器 你不懂 很多人卡在炼气六层 一辈子也突破不了 炼气六层和炼气七层 看似只差一层 但分云迷之别 突破炼气七层 意味着后面炼气八层 炼气九层 没有瓶颈器 王林开口解释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次闭关之前 二叔那么担心我 王宝林笑着说道 没事就好 田里灵药已经上好营养灵液 你去买一套聚灵阵 别指望留点给我们安排聚灵阵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正巧自己也准备去一趟如意方式 给 这是两千零食说罢 二叔递过来一包零食 不用 我身上有零食 王宝林拒绝道 我知道你身上有零食 聚灵阵的钱你来出 我是让你帮我带一枚养灵丹 王林开口说道 王宝林眼前一亮道 二叔你要准备突破炼气十二层 不错 手里还有一枚养灵丹 你再去买一枚 一共两枚养灵丹 应该可以突破炼气十二层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 我这就去买灵丹 王宝林笑着转身离开 王林看着离开的侄子 自言自语道 只有我突破住击七 你才能服用那枚 剔除费灵根的灵丹 现在王林为了让自己侄子 能早点服用那枚 剔除费灵脉的灵丹 心中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另一边王宝林走出灵园 没走几步便来到如意方 只见方式内人头传动 人来人往 比大数方式的人气还要旺 厉害啊 灵服宗不愧是西域大陆有名的制服宗门 这里的人气丝毫不弱于青阳城区的方式 王宝林也是第一次来如意方式 好奇打量着周围 半天之后 王宝林选择万福灵阁 毕竟是万福宗的商号 里面物品比较齐全 很快 一位长相清纯的侍女走来 开口问道 这位道友好 您是来买灵服吗 不是 我来买聚灵阵和丹药 王宝林满脸笑意地说道 好 道友需要什么级别的聚灵阵 青春侍女面带好奇地问道 终极聚灵阵多少灵石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五千灵石 王宝林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是不是看我眼神 故意黑我 哈哈 道友说笑了 我们万福宗同手无期 不会垫大七克 一位胖子带着四位练器修士 大步朝着王宝林走来 看着来势汹汹的众人 王宝林也是背后一两道 你们这是要抢买抢卖 胡说 我们明码标价 何来抢买抢卖 胖子小眼之中闪过一丝寒芒 我不买了 王宝林释放出炼器七层的气势 胖子几人见到 王宝林释放出的威压 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哼 今天你必须要买这套巨灵阵 王宝林嘴角扬起一道 不屑地笑一道 笑话 万福宗什么时候有这种规定 我现在怀疑 万福林格是不是万福宗的伤号 难不成是魏老祖突破金丹七 让你们有底气到处宰客 我不相信 魏老祖和相光长老 会让你们这样瞎搞 万福宗上千年的招牌 怎么会让你们这种废物抹黑 胖子和纯情侍女 听见王宝林的话 顿时有些犹豫地看向王宝林 似乎想看出些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时 一位女性注击真人 从门外走了进来 见过吴学兰长老 胖子和青春侍女 连忙行礼道 吴学兰立刻把目光 投向王宝林身上 你是呼云林格的灵药师 我们在灵园见过面 道友来我们这里买什么 我亲自给你介绍 吴学兰面带笑意地说道 胖子和青春侍女 脸色微微一变 知道王宝林背景不简单 王宝林强忍住怒火 面带笑意地说道 我想要买一套 终极巨灵阵 哦 有啊 小蝶赶紧去给道友 拿一套终极巨灵阵 吴学兰转过头 对青春侍女说道 好好好 小蝶立刻反应过来 且慢 多少零食 王宝林面带玩味地 看向小蝶 三千零食 小蝶满脸尴尬地说道 两千六百零食 大家都是老熟人 吴学兰主动开口说道 稍等 我这就去取聚灵阵 小蝶匆匆忙忙朝着后院走去 道友还需要些什么 吴学兰面带笑意地说道 一枚养灵丹 两千零食 吴学兰笑着说道 这是四千六百零食 无真人收好 王宝林递过来一包零食 道友还需要什么吗 吴学兰笑着问道 没有了 王宝林摇摇头 要不是 看在吴学兰的面子上 终极聚灵阵和养灵丹 都不会在万福灵阁购买 至于两株百年灵药 王宝林肯定不会出售给他们 以后再也不会来万福灵阁 购买任何东西 很快 小蝶拿着一个精美的预制盘走来 这是终极聚灵阵 道友收好 吴学兰面带笑意地说道 多谢真人 拿到东西之后 王宝林直接离开了万福灵阁 吴学兰对着胖子说道 以后你不是万福宗弟子 也不用打着我们的旗号招摇撞骗 下一次让我遇见 后果自负 吴长老 你不能赶我走啊 我为万福灵阁立下汉马功劳 胖子满脸哀求地说道 呵呵 万福灵阁里面 哪样东西 是你炼制的 只要你能说出一个 我就让你留下 吴学兰满脸阴沉地反问道 哼 你不能开除我 我是里长老的人 你没资格逐我出门 滚 再不走 我就杀了你 吴学兰满脸阴沉地说道 你没资格 碰 话音还没落下 吴学兰一掌打死了胖子 旋即抬起飞剑 又把一旁四位炼器修饰一起杀掉 吵闹的万福灵阁顿时安静下来 顾客们见此情形满脸诧异之色 纷纷面露惊恐地看向吴学兰 大家不用惊慌 最近有些人打着我们万福宗的招牌 到处涨价宰客 其实多余的零食都进入他们腰包里了 当然了 这也是我们万福宗管理不当 让这群有裙带关系的人获取了海量利益 容我代替万福宗给各位道友道歉 吴学兰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响起热烈的掌声 旁边侍女小蝶则是眼中闪过一抹的惊恐之色 因为涨价的零食全部收归宗门 他们一分也没获得 王宝林并不知道吴学兰整顿万福灵阁的事情 旋即来到另外一家 有很多顾客排队的永泰灵阁 这里既然有那么多人排队 应该不会像万福灵阁一样傲慢 想到这王宝林 直接站在众人后面排队 准备返回宗门的吴学兰 正巧看见正在排队的王宝林 见此情形 吴学兰脸上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旋即自言自语道 老祖突破金丹之后 大家心态都飘在天上 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 说吧 吴学兰快速返回宗门 半天之后 王宝林终于进入店铺里面 道友想要买些什么东西 一位娃娃脸长相的 侍女面带笑意的问道 我要出售两株百年灵药 都是二专顶接灵药 王宝林开口说道 好好 我们去雅间戏说 王宝林点了点头 跟着他来到一间安静的房屋 剑壁小染 不知道兄如何称呼 王药师 王宝林笑着说道 谁买东西留真名啊 王道兄 你可否把灵药拿出来 给我瞧瞧 小染笑着问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从自己储存袋 拿出酒屈花生和起螺草 小染眼前一亮开口说道 好药 好药 道兄想要什么价格 两千零十亿株 这是最低价格 如果你要开口 还价就算了 我不会答应 王宝林严肃地说道 好 成交 道友应该是一位灵药师吧 小染笑着说道 是的 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王宝林面带微笑之色 哈哈 看来我没猜错 道友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非常好闻 小染满脸笑意地说道 哈哈 看着小染火热的目光 王宝林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道兄有道理吗 小染面带好奇地问道 其实道兄有道理也没事 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我不介意当小妾的 小染满脸认真地说道 对面小染的多次示好 王宝林本能戒备道 道友说笑了 顿了顿 王宝林连忙岔开话题说道 对了 为什么永泰灵格 比万富灵格的顾客还多 他们最近疯狂涨价 可能是为一男突破金单七 给了他们涨价的底气吧 小染面带讥讽地说道 交易完成之后 王宝林拿着四千零食 走出永泰灵格 王阁下次继续来玩啊 小染满脸笑意地欢送道 王宝林背后一凉 加快速度离开永泰灵格 另一边 吴学兰返回宗门 立刻敲响宗门剧中 万福宗所有住击长老 全部汇聚在大殿内 怎么是你 还以为是老祖召集我们呢 李慧明满脸失望地说道 吴学兰瞥一眼李慧明 毫不给面子质问道 我们万福灵格到处涨价宰客 你是怎么管理的商号 哼 我们 你不用解释 你的好弟子已经被我击毙 吴学兰打断李慧明的话 什么 你找死 李慧明面带暴怒之色 你的好弟子 宰客宰到呼云林格的人身上了 吴学兰面色平静地说道 呼云林格 在场众人都是神情微微一变 这不是你能杀我弟子的理由 李慧明满脸怒涩地说道 废话少说 我不介意代替宗主教训你 吴学兰非常强硬地说道 李慧明怒急而笑道 哈哈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 谁教训谁 刷 一道恐怖的威压 快速朝着准备动手的两人袭去 在场众人都是脸色一白 身体不受控制 愣在原地动弹不得 拜见宗主 众人连忙行礼道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魏一南满脸严肃地 看向吴学兰和李慧明 吴学兰强忍威压 艰难地把事情解释一遍 魏一南撤去金丹威压 把目光投向李慧明身上 李慧明心中一突 顿时低下头 沉默不语 我给你三天时间 把那群狗杖人士的弟子 乱长家的弟子 全部赶走宗门 无论是谁的弟子 三天之后 这件事情没解决 你自动离开万福宗 说吧 魏一南直接消失在众人眼前 请老祖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李慧明满头大汗地保证道 另一边王宝林 刚刚走出如意方式 突然迎面遇见一位老熟人苏云 你是王宝林 苏云突然转身 拦住了去路 有何指交 王宝林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不是已经离开青州府了吗 苏云满脸疑惑之色 刚刚回来 王宝林回答道 你当初不辞而别 害得我被老爹臭骂 大鼠陵园损失一大笔零食 你该当何罪 苏云满脸怒涩道 王宝林看着满脸愤怒的苏云 也是感到一阵莫名其妙 自己离开大鼠陵园好久了 而且自己也没得罪过苏云 是不是以前自己对他太客气了 滚开 王宝林直接开口骂道 找死 我成全你 苏云满脸猙獰地朝着王宝林扑来 王宝林也不客气 手中的飞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寒光 朝着苏云打去 碰 碰 碰 苏云满脸紧张诧异地说道 你居然突破炼气七层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是修炼邪门功法 修炼速度才会那么快 白痴 我都离开大鼠陵园那么久了 你还来找我麻烦 你是不是白痴 说吧 王宝林手中飞剑速度增快三分 苏云顿时感到压力倍增 对着身后狗腿子说道 愣着干什么 赶紧动手啊 身后的几位狗腿子 快速加入战圈 几位狗腿子修为 都在炼气九层左右 王宝林见状 立刻朝着如意方式里面跑去 见到王宝林 逃入如意方里面 几位狗腿子 立刻停下脚步 苏云皱着眉头骂道 愣着干什么 赶紧追啊 我要亲手打死他 公子 前面就是如意方式 我们不能在里面动手 万福宗算什么东西 赶紧进去 苏云不依不饶地说道 公子 万福宗也有金丹老祖 这件事情不能下来 我们在这里等他便可 是啊 我们在外面等着他就行了 几位狗腿子 满脸严肃地说道 任凭苏云如何威胁利诱 这群狗腿子 就是不进去 滚 你们这群废物 你们不敢动手 我来 说吧 苏云追上王宝林 继续攻击 王宝林见到方式外的狗腿子 不敢进来 只有苏云一个人追来 运转飞箭和气敖 站在一起 王宝林既要防御 又不敢伤到苏云 倒不是害怕苏锦成 和苏丹两位助击真人 而是还害怕狗鸡跳墙的苏云 掏出一张符传给自己一下 到时候 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在二人僵持不下之时 李慧鸣气势 冲冲赶了过来 何人敢在我们如意方式动手 不要命了 苏云和王宝林立刻分开 把目光投向李慧鸣身上 你是呼云林阁的灵钥匙 李慧鸣并没有理会苏云 直接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 是的 我在灵园里面见过前辈 王宝林抱拳行李道 旁边苏云脸色微微一变 没想到眼前这个 穷鬼棒上大势力了 哼 这次就当给你一个教训 我们之间两清了 苏云画风一转道 听见苏云的话 王宝林内心感到一阵好笑 又感到一阵无奈 这家伙以为是过家家 现在筹已经结下 你说结束就结束 不过王宝林并没有开口废话 只是把这个筹记在心里 李慧鸣笑着对着王宝林说道 道友如果没事 就请离开吧 王宝林见到李慧鸣 也偏向苏云 当即觉得此地不太安全 立刻抱拳离开 方氏门口的几位狗腿子 见到王宝林离去 并没有敢吭声 苏云见到王宝林离开 满脸笑意地对着李慧鸣说道 我给李长老面子 放过这个白痴 李慧鸣嘴角一阵抽搐 真想扒开苏云的脑袋 看看里面是不是装的都是狗屎 你和他之间的恩怨我管不到 现在算算我们之间的恩怨 李慧鸣满脸阴沉地说道 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苏云满脸戒备地看向李慧鸣 你前些年兼务 我们万福宗一位内门女弟子 不会以为我们不知道吧 李慧鸣满脸不屑地反问道 苏云脸色猛变道 我没有 你胡说 呵呵呵 你不会以为自己做得很隐地吧 李慧鸣讥讽道 一派胡言 你们万福宗 就是想要和我们太极先门开战 苏云满脸惊恐地说道 看着满脸慌张 准备离开的苏云 李慧鸣示意寻接侍卫 把其抓起来 本来就神经紧绷 苏云抬手一道福转 朝着寻接侍卫打去 哄 一道猙獰的火龙 迅速吞没 几位寻接侍卫 啊 侍卫们发出一阵惨叫 旋即倒在地上 没有了生机 李慧鸣见状 满脸愤怒道 你居然还敢反抗 说吧 李慧鸣抬手一掌 把苏云拍飞了出去 可在苏云飞出去一瞬间 身上出现淡淡的绿芒护体 苏云身上的护身符转 起到作用 倒地的苏云不敢怠慢 一枚神形符转贴在自己身上 苏云的速度陡然提升数倍 一边埋头狂奔 一边回头对狗腿子们说道 拦住李慧鸣 我给你们一枚助鸡丹 狗腿子们眼中闪过一丝异动 当看见手持飞溅的李慧鸣 头脑瞬间清醒过来 开什么玩笑 有助鸡丹 也要有命用才行啊 碰 埋头狂奔的苏云 迎面撞在李慧鸣身上 你你你 李真人你要干什么 我和你没仇啊 苏云满脸哀求之色 不要反抗 我不会杀你 让你爷爷来万福宗赎人 苏云见到李慧鸣 不是要当场弄死自己 紧绷的心顿时放松不少 碰 眼前一黑 苏云失去了意识 李慧鸣拖着苏云 走回如意方式门口 对着愣在原地的狗腿子们说道 回去给苏丹带个话 他亲自来万福宗领人 狗腿子们立刻朝着太极掀门狂奔去 另一边王宝林返回青州陵园 见到气冲冲的侄子 王林好奇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起来很生气啊 王宝林把一路上遭遇的事情讲一遍 啊啊啊 早知道青州府那么烦 就去其他地方了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王林目标很简单就是打理灵药 安心修炼突破助击 然后帮助侄子服用剔除费灵根的灵丹 二叔 这是你要的养灵丹 以后万福灵阁不能去了 这群人太黑了 王宝林满不愤之色 等我们呼应灵阁步入正轨 需要什么东西 直接去店里买 王林开口说道 我也这样想的 王宝林点了点头道 我要去闭关 你自己好好打理灵田 二叔不放心地嘱托道 二叔 我房间里面有初级距灵阵 这套中级距灵阵你拿去用吗 说着 王宝林把玉制罗盘递给二叔 你小子还真够舍得的 中级距灵阵虽然便宜 但很少有人使用 知道为什么吗 王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也是脸色一致 中级距灵阵才2600时 就算吴学兰没给自己便宜 也最多3000零时 只能说不便宜 但真谈不上贵 既然如此 大家为什么不使用中级距灵阵 看着疑惑的王宝林 二叔笑着解释道 因为中级距灵阵非常消耗零时 初级距灵阵半年也就消耗500零时 中级距灵阵一个月就要500零时 一年最少也要6000零时 低于这个数 阵法启动不了 原来如此 我知道中级零时消耗零时 没想到那么消耗量那么大 王宝林面露恍然之色 不过来得正好 我需要中级距灵阵 王林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好 二叔需要就好 接着 王林把中级距灵阵 布置在自己房间里面 然后相入一千零时启动阵法 王宝林瞬间感受到 二叔房间里面浓郁的灵气 王林也非常满意点了点头 我闭关后 灵天交给你了 对了 万福宗金丹大会你代替 我去就行了 不用叫出关 王宝林笑着说道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二叔闭关之后 王宝林也返回自己房间 身上还有一万九千零时 这一大笔零时不能闲着 想办法再去买点零根 再弄件防御法器 王宝林心中暗暗思索道 此时 太极先门上下 已经得知 苏云被扣留下来的消息 老祖 我们和万福宗也没有仇啊 为什么要扣下 我的孙子 苏丹满脸诧异之色 最近万福宗的人都太飘了 万福林格的物品天天涨价 搞得我们大数方式 天天忙不过来 马长波满脸笑意地说道 老祖 你可要为我儿子做主啊 不能因为为一男老祖突破金丹七 就能随意扣下我们太极先门的人 今天他们可要扣下我的儿子 下次就能扣下你们的弟子 苏锦诚满脸愤怒地说道 众人听见苏锦诚的话 脸上皆是露出一丝担忧之色 老祖 我们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是不是万福宗要给我们一个下马位 李浩月面带严肃地说道 一直沉默地上号老祖开口道 我们和你们一起去看看 好 苏丹和苏锦诚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很快 太极先门所有助级长老 在上号老祖的带领下 朝着万福宗走去 此时刚刚出关 准备自己金丹大会的魏一南 察觉到清朝而出的太极先门 魏一南正在疑惑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突然发现路线是冲着万福宗来的 咚咚咚 魏一南疯狂敲响宗门童钟 万福宗各位助级长老听见钟声 还以为又是吴学兰敲响的童钟 看着慢慢吞吞的众人还不来 魏一南释放出一道神识 是宗主 众人立刻反应过来 快速来到大殿会合 来不及多讲 准备好作战 魏一南满脸严肃地说道 万福宗各位长老满脸诧异和疑惑神情 作战 和谁作战 众人神情更加迷茫 只有李慧明心中闪过滔天巨浪 旋即开口说道 应该是太极先门 没错 你是怎么知道的 魏一南目光如剑般看向李慧明 我抓了苏云这个废物 没想到太极先宗的反应那么剧烈 李慧明满脸惊讶之色 你抓苏云干什么 众人不解地问道 哼 他玷污李小夕 而且还在如意方式动手 更是打死几位寻接侍卫 李慧明神情不愤地说道 听见李慧明的话 旁边的吴学兰开口说道 宗主 您现在已经突破金丹期了 是时候给小夕讨回公道了 没错 李小夕就是吴学兰的弟子之一 魏一南面对吴学兰的逼宫 并没有生气 也没法生气 现在别人都打到自己家门口了 自己再不表态 人心就散了 走 出去看看 魏一南开口说道 接着 魏一南带着众人来到万福宗门前 恭喜道友突破金丹期 离得老远上号老祖 就提前热情地打招呼 道友太客气了 上号道兄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魏一南同样面带笑意地回李道 乍一看二人 仿佛是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 一番寒暄之后 上号老祖笑着说道 我们太极仙门 一向和万福宗关系不错 刚刚苏丹还说 道友突破金丹期 对我们青州府不算是坏事 这样我们青州府 就能和青州府对抗了 听见上号老祖的话 魏一南瞥了一眼苏丹 笑着说道 苏云前些年玷污我万福宗一位女弟子 而且还是内门弟子 啊 太极仙门各位筑姬长老面露一丝诧异之色 把目光投向苏家父子身上 苏丹心中也是掀起滔天巨浪 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孙子干过这种好事情 有何凭证 苏锦成面带严肃地说道 闭嘴 上号老祖呵斥道 既然别人都把这种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 你还在这里死不承认 只会让自己显得非常无赖 苏锦成立刻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道友 你说怎么处置苏云 上号老祖朝着魏一南问道 魏一南非常满意上号老祖的态度 笑着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成婚 也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好好 这个方法好 我没意见 上号老祖眼前一亮道 苏丹连忙开口说道 好 好 我们苏家一定好好对他 说吧 苏丹把目光投向苏锦成身上 苏锦成知道自己无法再装死 不过转念一想 被玷污的弟子是万福宗内门弟子 资质肯定不会差 我没意见 非常赞同 一定让他风光嫁入我们苏家 苏锦成满脸笑意地说道 魏一南把目光投向吴学兰身上 吴学兰虽然看不上苏云这个顽固子弟 但是眼下真没有其他办法 我没意见 但是要问问小夕的意见 吴学兰无奈地说道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 赶紧把苏云和小夕带过来 魏一南对着李慧明和吴学兰说道 李慧明和吴学兰对视一眼 转身分头找人 李慧明返回自己府邸 突然脸色一变 因为自己洞府大门被打开了 不好 李慧明快速进入洞府内 发现地上躺着两个身影 一位是面露猙獰 活活疼死的苏云 旁边还有紧闭双眼的李小夕 而且地上到处是血迹 都是从苏云胯下流出的 这 见此情形 李慧明脑中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候 吴学兰的声音突然响起 李师爹 小夕不见了 李慧明缓慢走出洞府 指着洞府里面 迟迟没有说话 吴学兰脸色一变 立刻来到洞府里面 同样发现了李小夕 和苏云的尸体 李师爹 他们同归于尽了 吴学兰脸色 有些苍白地说道 唉 没想到小夕性格如此刚烈 李慧明满脸唏嘘地说道 苏云都快成小夕的心魔了 也算他解脱了 吴学兰满脸心疼地说道 吴师姐 怎么和太极仙宗的人解释 李慧明满脸担忧地说道 哼 为什么要给他们解释 谁来给我们万福宗解释 吴学兰满脸阴沉地说道 正在和上号老祖交谈的魏一南 见到二人满脸阴沉走来 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心中生起 怎么了 魏一南连忙问道 死了 小夕和苏云同归于尽了 李慧明直接开口说道 什么 在场众人都是面露诧异之色 我儿为什么会死 你们陪我儿子性命 苏锦诚暴怒道 啪 苏丹抬头就是巴掌 你自己教不好儿子 就不要怪别人 苏锦诚见到暴怒的父亲 顿时低下了头 魏一南对着李慧明说道 快点把他们的遗体带过来 李慧明点了点头 立刻返回洞府 把二人的尸体带到众人面前 看着胯下流血不停的苏云 在场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再也不怀疑苏云玷污李小夕的真实性 没有大仇 不会痛下如此毒手 这个李小夕 确实是吴学兰的弟子 王浩月长老低声说道 太极先门众人愤怒的心情 顿时冷静下来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上号老祖开口说道 善 魏一南点了点头 双方助击真人 都是松了一口气 真怕打起来 可是我儿子死了 苏锦诚不依不饶地说道 吴学兰被气得双手发抖道 我弟子也死了 二人同归于尽 你还想要干什么 看见发飙的吴学兰 苏锦诚也有些惊恐地 看向自己父亲苏丹 苏丹对着众人说道 本愿意了 说吧 苏丹带着苏锦诚 离开了万福宗 众人见状 也离开万福宗 很快 太极先门和万福宗 发生冲突的事情 传遍整个青州府 正在陵园内 达里林田的王宝林 也听到这个传闻 没想到苏云这个恶少 终于死了 我还打算慢慢报复他呢 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死了 也太便宜他了 王宝林满脸唏嘘地说道 谢云笑着说道 听说死相非常惨 苏云不缺女人 还偷偷玷污女生清白 该死 胡文满脸气愤地说道 真是不知道 以苏云这种智商 他为什么能活到现在 黄阳也是满脸诧异之色 王宝林笑着说道 他本身背靠太极先门 亲爹苏锦诚是住击修士 爷爷苏丹是住击巅峰修士 胡文 黄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候 刘典和庞治中 突然来到青州陵园 王宝林 苏云死之前 和你见过面 庞治中满脸诧异地问道 见过面 王宝林点了点头 好吧 你当心点 刚当苏锦诚找过我们 不过被我们打发走了 刘典开口说道 王宝林脸上的笑意 顿时消失不见 满脸不解地问道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杀了苏云 苏家 这群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为什么他们的逻辑那么奇怪 脑壳里装的都是屎 刘典和庞治中 看见暴怒的王宝林 开口解释道 苏锦诚说 如果不和你在如意方内动手 他儿子就不会被李慧明带走 如果苏云不被李慧明带走 就不会死在万福宗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听完这套神逻辑 王宝林有理由怀疑 苏家人可能有精神病 而且还是遗传的那种 是我让苏云在如意方式里面动手的 还是我拦住苏云 不让他走的 都不是 这个白痴拦住我不让我走 说我离开大鼠陵园 造成他们来年收成不好 没错 是第二年收成不好 这也能赖在我头上 这种人是不是脑子不好 我怀疑他们苏家有神经病 王宝林毫不避讳地说道 听完王宝林的话 刘典和庞志忠也是被惊到了 觉得世界观貌似被颠覆了 旁边黄阳满脸阴沉地说道 两位真人 我觉得苏锦成 是不是对我们呼应林阁有什么不满 才故意刁难宝林的 没错 他就是看我们不爽 故意找茬 谢云等人开口复合道 王宝林面带感激之色地看向大家 知道他们这是给两位真人施压 你们别着急 苏锦成已经被我打发走了 从现在开始 王宝林在青州府内 就算喝水被呛死了 他苏锦成都要赔命 庞志忠开口安抚说道 大家放心 既然你们帮我们呼应林阁做事 那就是自己人 一定保护你们的安全 刘典也开口复合道 大家的心情 刘典非常能理解 自己帮原阳老祖办事 如果安全都得不到满足 换位思考 就算自己也要溜走 此时 王宝林也渐渐恢复冷静 抱全道谢 多谢两位真人 不用客气 都是自己人 林阁已经步入正轨了 你们去万福宗拿批福传 刘典开口吩咐道 看着众人疑惑的神情 不等大家开口 刘典接着解释道 这是原阳老祖 提前和魏一南说好的 估计也是交易金元丹的筹码之一 我们出原材料 他们帮忙制作福传 众人点了点头 旋即开口说道 好的 知道了 让他们直接送来 不是最好吗 王宝林接着开口问道 第一次当然要看看 他们制作的福传品质如何 以后让他们直接送到你们这里来 刘典接着补充道 王宝林一阵无语 这两位助击真人 可真会偷懒啊 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送到店里去 何必多此一举 送到陵园来 胡文面带不解地问道 当然不能让顾客知道 万福宗帮我们炼制福传 到时候 顾客肯定直接去万福灵格购买 还会来我们这里买福传吗 刘典满脸无奈地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无论是凡人还是修真者 都有一种源头价格更便宜的错觉 其实价格都一样 对了 后天是万福宗的金丹大会 你们明天就去把福传拿回来 避免耽误时间 刘典吩咐道 真人 金丹大会 我们可以去吗 黄阳面带好奇地问道 当然可以了 你们直接来就行了 又能混一顿灵验 刘典满脸笑意地说道 大家也是面带笑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清单 你们收到福传之后 要当场清点 离开万福灵格之后 一切损失自己承担 庞之中面带严肃地吩咐道 请庞真人放心 众人点头 刘典和庞之中点了点头 直接转身离开灵园 哎 宝灵 你还是待在灵园里面 尽量不要离开青州府城区 反正我们在城内也能挣到灵石 没必要出城 不怕万一就怕一万 谢云面带担忧地说道 对对对 还是等苏锦城怒火消散之后再外出 众人开口嘱托道 王宝灵点了点头 这都不用提醒 没有人比我更稳健 第二天一早 王宝灵跟着众人来到万福灵格 侍女小蝶 见到王宝灵热情地迎接道 王先生 这次要买些什么 王宝灵脸上也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前几天刚刚吐槽 再也不来万福灵格 没想到 现在又来了 不是买东西 是来拿东西的 让筑基真人出来吧 李星华开口说道 这 小蝶有些犹豫 他们都是呼应灵格的人 你不用担心 不是爱找麻烦的 王宝灵笑着解释道 好 稍等 侍女小蝶立刻去汇报 片刻之后 李慧明面带笑意地走来 见过各位道友 你们是爱取灵符的吧 是的 众人点了点头 跟我来二楼 李慧明面带笑意地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 跟着李慧明来到二楼一间 私密性很好的房间里面 空旷的房间里面 只有一个巨大的红木茶桌 房间内的灵气很浓郁 正前方 还有一套巨大透明柜子 李慧明拿出令牌 从柜子里面取出一个储存袋 把储存袋交给众人之前 李慧明还查看一番 生怕拿错了 李星华接过储存袋 仔细查看一番 又拿出清单 仔细比对一下 你们看看 我觉得没有问题 李星华把储存袋 递给江大海 接下来 每个人都仔细查看一遍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李星华对着李慧明说道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好 丑话说在前面 离开店内有任何问题 我们该不负责 李慧明神情严肃地说道 嗯 我们知道 就不打扰李真人了 说吧 众人抱拳告辞 离开了万福灵阁 走出万福灵阁之后 众人静止朝着大鼠方式走去 片刻之后 众人来到呼云灵阁 张冲满脸笑意地说道 你们终于来了 其实让他们直接送来就好了 有点真人说的有道理 让顾客知道 万福宗帮我们炼制福传 以后我们呼云灵阁的福传销量 就别想上去了 王宝灵笑着说道 张冲点了点头 立刻把存放福传的存储带打开 好好 这福传质量真好 张冲满脸笑意地说道 这张初级顶接福传 多少零食 王宝灵好奇地问道 张冲眼前一亮道 热情地介绍道 这是防御福传 可以抵挡助击初期全力一击 只需2800零食 看着卖力推销的张冲 王宝灵开口道 2800零食也不便宜啊 是啊 你便宜点 我们也买一张 谢云笑着说道 张冲满脸肉痛地说道 好吧 初级顶接零福 2500零食一张 仅此一次啊 李星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给我一张 我们也是 江大海 胡文 黄阳 谢云 王子豪 后金 朱星每个人都买了一张 初级顶接福传 有人选择了防御福传 也有人选择了攻击福传 张冲一会时间 出售了八张初级顶接零福 旋即把目光投向王宝灵身上 我要一张防御福传 一张攻击福传 说着 王宝灵递给张冲五千零食 张冲连忙接过零食 抽出两张福传介绍道 这是火鸟福和水盾福 一攻一守 王宝灵点了点头 把两张福传 放入自己的储存袋之中 毕竟见过中级顶接福传 这种初级福传 并不值得稀奇 王宝灵对着张冲问道 对了 还有没有高阶防御法器 张冲收起手中的零食 笑着说道 有 只是价格有些贵 一旁黄阳笑着说道 这点你放心 宝灵身上的零食 不比我们少 张冲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如同发现宝藏一般 看向王宝灵 价格不是问题 我要看待现货 王宝灵严肃地说道 好好 稍等 张冲满脸笑意地 朝着后院走去 谢云和胡文等人对视眼 知道王宝灵这是未雨绸缪 害怕被苏锦成报复 不过想到金丹七鬼修 都没能杀了王宝灵 众人不认为小小苏锦成 能伤害到王宝灵 嗯 怎么说呢 王宝灵给大家的感觉就俩字 稳健 来了 张冲匆忙走来 这是乌金软甲 高阶防御法器 防御无双 而且不太消耗灵力 王宝灵打亮着乌金软甲 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不错 不错 多少零食 张冲面露一丝微笑道 不贵 三千八百零食 原本这件乌金软甲 要四千零食 已经给你便宜二百零食了 三千五百零食 成交 张冲面带笑意地答应下来 看见如此爽快答应下来的张冲 王宝灵嘴角也是一阵抽搐 自己是不是给多了 王宝灵看着面带笑意的张冲 只能把三千五百零食递给了他 零食到手之后 张冲把乌金软甲递给王宝灵 王林直接把乌金软甲穿在道袍里面 还挺合身的 合身就好 我们回去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参加万福宗金丹大会呢 李星华笑着说道 说吧 一行人回到青州陵园 转眼第二天清晨 一行人早早来到万福总门前 我们是不是来早了 他们还在准备灵验呢 谢云神情尴尬地说道 先进入再说 黄阳满脸笑意地说道 动动 黄阳直接敲响万福宗的大门 片刻 李慧明和乌学兰打开大门 欢迎 欢迎 李慧明和乌学兰满脸热情之色 觉得王宝灵一行人重视金丹大会 才会早早到来 几位道友快快里面请 接着 乌学兰亲自把众人带到大殿内 各位道友先休息一下 你们先喝灵茶 说吧 乌学兰转身离开 片刻之后一位女弟子端着灵茶走来 请各位道友享用灵茶 多谢 众人谢道 半天之后 莱克渐渐多了起来 大殿里面显得非常热闹 哟 你们呼云灵阁来得够早啊 陈兰满脸笑意地说道 你们陈家来得也不晚啊 谢云笑着说道 老谢 你上次不辞而别 让我伤心好久啊 陈兰面带笑意地说道 陈家主说笑了 你不让我娶你妹子 也不让我加入陈家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不能算不辞而别 谢云面带笑意地说道 一旁王宝林面露惊讶之色 没想到谢云和陈兰妹妹有瓜葛 对对对 我们是合作关系 希望我们有机会 还能继续合作 陈兰面带笑意地说道 一定 毕竟都是老熟人 合作起来也比较放心 谢云笑道 一番寒暄之后 大殿里面已经坐满来客 片刻之后 刘典和庞志忠 坐在王宝林等人旁边 唉 张冲怎么没来 李星华好奇地问道 他要看守林哥 没空来 刘典解释道 众人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就在这时候 一道恐怖的威压快速袭来 为一男面带 笑意盈盈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多谢各位道友 参加老朽的金丹大会 众人齐齐起身行礼道 恭喜金丹老祖 见到众人恭贺 为一男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笑容 万福宗其他人也面露自豪之色 就在万福宗弟子沉浸在喜悦中之时 大殿大门突然被踹开 众人立刻把目光投向门外 只见苏锦成带着几位筑基真人 慢慢悠悠地走来 万福宗也太没礼貌了 没等我们太极先门 就开始金丹大会 魏一男也是神情一愣 他本以为出现苏云事件 太极先门的人肯定不会来参加金丹大会 所以就没等他们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啊 苏锦成 这里是万福宗 不是太极先门 容不得你放肆 相光满脸暴怒之色 我们太极先门参加金丹大会 你们不接待也就算了 还威胁我们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苏锦成满脸不懈地反问道 魏一男拦住准备动手的相光等人 面带微笑地说道 我们万福宗招待不周 还请道友见谅 见到魏一男如此低姿态 苏锦成满意地点了点头 毫不客气地来到上座坐下 本来准备高谈扩论的魏一男 生怕苏锦成等人在搞事情 立刻对着众人说道 我也不废话 多谢各位的捧场 奉上灵宴 大家吃好喝好 多谢老左 众人立刻抱拳谢道 魏一男点了点头 直接离开了大殿 虽然大殿内气氛非常压抑 但王宝林等人没有多想 直接大快躲移起来 其他人则是胆战心惊 生怕双方耐不住火气 直接动手打起来 金丹大会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之中 落下帷幕 王宝林九足饭饱之后 重新返回青州陵园 我要给小叔优梳理一下灵力 他吃得有些多 谢云满脸无奈地说道 唉 白香也是 他也吃得太多了 李兴华同样面带无奈之色 王宝林笑着说道 不用钱就能摄取到灵力 多吃点也是正常现象 两个小家伙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王宝林哥哥的观点 闲聊片刻之后 众人各自返回洞府修炼 王宝林见到二叔房间 还是没有一丝动静 叹了一口气 等田里灵药成熟 二叔都不一定能出关 今年采摘灵药的工作 又要落在自己身上了 接着 王宝林来到田间 发现周围灵药已经初步成型 最多三个月就成熟了 望着田间长世喜人的灵药 王宝林突然想到自己身体里面的灵田 灵田里面的天竹根已经成型 只需要一些时间就可成熟 不错 不错 这五竹天竹根成熟之后 我能大赚一笔 可惜天竹根是灵财 不能再生 不行 我要去买些灵根 把自己的灵田填满 想到这王宝林 朝着如意方式走去 永泰灵格 小冉见到王宝林再次到来 娇滴滴地说道 王哥 好好说话 今天我有一场大买卖和你做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听见大买卖 小冉满脸激动地说道 好 我们去楼上悄悄地谈 跟着小冉来到二楼之后 王宝林开门见山地说道 开灵丹多少钱一枚 王哥是老熟人 给二百灵石就行了 小冉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给我十枚开灵丹 好好 稍等 说吧 小冉从自己储存袋中 拿出十枚开灵丹 王宝林接过开灵丹 仔细查看鼠便 确定没有问题 立刻递给小冉2000灵石 王哥还要些什么 小冉满脸期待地 看向王宝林 你们永泰灵格有灵根吗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有 你要急转灵根 小冉笑着问道 最好是二转顶尖灵根 王宝林笑着问道 起罗草和酒驱花生可以吗 小冉试探性地问道 可以 什么价格 王宝林笑着问道 1200灵石一株 小冉笑着报价道 太贵了 以前我在青州府其他地方买过 才1000灵石一株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看向小冉 我知道 但是他们的灵根最多可以结果三次 我的灵根保证你结果四次 而且还有成为百年灵药的前例 顿了顿小冉接着补充道 你是灵药师 很清楚能多结果一次意味着什么 王宝林则是满脸肉痛 自己上次买的酒驱花生灵根和起罗草灵根 确实只能结果三次 但是因为体内灵田的缘故 这两株灵根也长成了百年灵药 太贵了 能不能便宜点 王宝林肉痛地说道 最低价格了 这种能结果四次的灵根 流通价格最少要1300-1400零食 我已经给你便宜了 小冉满脸无奈地说道 唉 我想要购买四株酒驱花生 四株起罗草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灵食啊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晨音片刻 小冉开口问道 你身上有多少灵食 还剩下8500 王宝林如此回答道 这样吧 你退给我五枚开灵蛋 再加上你身上的灵食 这八株灵跟你带走 小冉开口说道 王宝林脸上露出一丝不悦之色 搞了半天就给自己便宜一百灵食 仿佛察觉到了王宝林不满情绪 小冉接着补充道 王哥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再送你八颗三转低接灵种 你觉得我能培养出灵种吗 王宝林满脸无奈之色 灵根就是灵种培养出来 灵种发芽之后就变成了灵根 只是这种难度远不是自己和二术能玩转的 灵药师之中有一句话 非助击七灵药师就别想着把灵种变成灵根 而且就是助击七灵药师培养灵种的成功率都不足五成 所以这八颗三转低接灵种非常积累 王宝林心中暗暗道 不知道体内的灵田能不能把灵种培养成灵根 想到这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好吧 成交 王宝林还给他五枚开灵单 又把身上所有灵食全部递给他 小软榨干王宝林身上所有灵食之后 满面春风地把王宝林送出永泰阁 王哥 记得下次再来 王宝林无奈地摇摇头 转身朝着自己洞府走去 王宝林返回自己房间之后 把四株起螺草灵根和四株九曲花生灵根 移植到自己体内灵田里面 一亩灵田按照标准可以种植五十株起螺草 如果拥挤点可以种植六十杠七十株灵根 可现在灵田内一共就十五株灵根 连半亩灵田都没用光 还是显得非常空旷 不是自己不愿意使用空闲的灵田 而是实力不允许啊 一株起螺草需要一千杠一千二百灵石 五十株就要五万灵石 三亩灵田全部填满 需要十五万灵石 能拿出那么多灵石的修饰 肯定都是金丹七老祖 普通筑基修饰也拿不出那么多灵石 慢慢来 一步步充实灵田 想到这王宝灵 把小冉送的八枚三转低阶灵种 埋在灵田之中 能不能生根 完全看运气了 转眼两个月时间飞逝 天气也渐渐变冷 这日二叔的房间内 突然传来一阵强大的威压 正在田里 给灵药施肥的王宝灵 立刻朝着洞府走去 恭喜二叔 突破练气十二层 突破筑基 指日可待啊 王宝灵满脸笑意地恭贺道 唉 这次差点翻车 两枚仰灵丹 差点都没让我突破 王灵心有余悸地说道 啊 不会吧 王宝灵面带诧异之色 说白了 还是资质不好 但要产生的灵力 只有很少一部分留在体内 转换率太低了 王灵面带严肃地说道 王宝灵心中暗暗道 我需要再稳健一点 下次突破前 多准备点丹药 想要突破练气巅峰 光靠仰灵丹肯定不行 需要三枚练气丹 王灵面带严肃地说道 看出二叔眼中的忧虑之色 王宝灵笑着说道 田里灵药已经快成熟了 我们又能获得2000灵石 练气丹需要3000灵石 也就比仰灵丹贵1000灵石 三枚练气丹需要9000灵石 这对于我们来说不难 二叔脸上闪过一丝忧虑之色 明年我一定要突破练气13层 王宝灵对着二叔劝说道 二叔 你不用那么着急 欲速则不达 我知道 对了 我闭关这段时间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王灵好奇地问道 苏云死了 王宝灵开口说道 苏云 哦 就是那个仙二代 死就死了 王灵不以为然地说道 王宝灵面带苦涩地 把事情详细经过解释一遍 苏景成欺人太甚 二叔满脸愤怒之色 二叔不用担心 刘典和庞之中两位真人 已经警告过苏景成 只要我们不单独出城 苏景成不敢乱来 王宝灵开口解释道 王灵对着王宝灵安慰道 哼 苏家这群人脑子都不正常 你不用担心 好好修炼就行了 王宝灵笑着说道 二叔放心 我已经购买初级顶阶福转护体了 而且我基本不出城外 更加不会单独外出 王灵一阵野余 突然觉得自己的担忧有些多余了 老王你终于突破练气12层了 修炼速度真快啊 谢云满脸羡慕地走来 王灵转过头 看向满脸笑意的谢云 开口说道 你也快突破练气11层了 谢云点了点头说道 我这次来 就是为闭关做准备 我闭关之后 小叔优有劳王兄帮忙照料 小事一装 你就放心闭关吧 王灵笑着说道 麻烦王兄了 谢云满脸笑意地谢道 我们之间不必如此客气 王灵满脸笑意地说道 谢云点了点头 转过头对着身后的女儿说道 书佑 这几天 你跟着王叔叔和王哥哥一起修炼 好 小叔优虽然年纪小 但非常懂事 对王宝灵和王灵不陌生 并没有抗拒 宝灵 小叔优叫给你了 田里的事情交给我来做 二叔开口吩咐道 好的二叔 王宝灵点了点头 谢云突然对着王宝灵说道 上次我给你的炼丹心得 你看了吗 看了 可是没有丹炉 也没有低阶灵药练手啊 王宝灵无奈地说道 没事 你先用我的炼丹炉试试手 先炼制一转低阶丹药 说吧 谢云把自己的炼丹炉递过来 承蒙谢师叔厚爱 王宝灵面露狂喜之色 立刻接过丹炉 接着 谢云又递过来一枚玉桶 这是指血丹 驱毒丹的丹方 都是一转低阶丹方 你拿去试试 王灵满脸笑意地说道 老谢 你这也太客气了 都是自己人 不用客气 谢云面带笑意道 趁着你闭关这段时间 我来教导小叔优种植之术 王灵开口说道 好好好 叔优能得到三位灵药师教导 以后在修真界 也有立足之本了 谢云喜出望外道 一番闲聊之后 谢云返回洞府开始闭关 王宝灵带着小叔优 返回自己房间里面 谢叔优看着把玩炼丹炉的王宝灵 开口说道 宝灵哥哥 你是不是没炼过丹药 是啊 王宝灵如实回答道 我教你啊 谢叔优满脸笑意地说道 呃呃 就你 王宝灵面带一丝怀疑之色 你别小看人 我可以独立炼丹 你要是想学 我可以教你啊 谢叔优满脸得意地说道 本来想拒绝的王宝灵 看着眼前表情得意的小叔优 开口说道 好啊 你来教我炼丹 谢叔优露出一副如此可教的态度 故作严肃地说道 先生活点燃丹炉 王宝灵也非常配合把丹炉点燃 望着丹炉里面熊熊烈火 王宝灵把目光投向小叔优身上 你要炼着什么丹药 谢叔优满脸严肃地问道 止血丹 王宝灵开口回复道 谢叔优人小鬼大的说道 不错 你倒是挺务实的 王宝灵满脸笑意地说道 快点把灵药放进去 你没有灵药吗 我教你炼丹 你还让我出灵药 谢叔优皱着眉头说道 你是我的炼丹老师 当然是你出灵药 教我炼丹了 王宝灵一本正经地说道 听见王宝灵承认自己是炼丹老师 谢叔优露出月牙般的笑容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说吧 谢叔优拿出自己的储存袋 玄机递来两株灵药 王宝灵不客气地把灵药接过来 把雾身 血体子放入炼丹炉里面 谢叔优皱着眉头说道 王宝灵观看了一眼火后 旋即按照谢叔优要求 把两株灵药放入其中 释放出神石 查看丹炉里面的情况 等灵药变成灵液之后 就立刻熄灭炉火 小叔优满脸严肃道 王宝灵不敢怠慢 立刻释放出神石盯着 丹炉里面的一举一动 不一会 见到两株灵药 变成液体融为一体 王宝灵抬手把丹炉火焰熄灭 待丹炉余热结束之后 王宝灵打开丹炉 从里面取出两枚止血丹 不错 不错 不过 比起我还是差了点 谢叔优满脸淡定地说道 呃 你只是练七二层 能成功练丹 就算是非常幸运了 怎么可能比我厉害 王宝灵有些诧异地说道 哼 同量灵药 我第一次成功练制出三枚止血丹 谢叔优满脸傲涩地说道 不会吧 王宝灵脸露诧异之色 谢叔优没有理会王宝灵的质疑 直接把丹炉点燃 重新拿出一株乌生和一株血蹄子 投入丹炉之中 片刻之后 谢叔优自信地打开丹炉 从里面取出三枚止血丹 王宝灵看着自己手中黯淡无光的止血丹 再看看谢叔优手中充满光泽的止血丹 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貌似都是自己输了 更重要的是 小叔优炼丹过程行云流水 比自己用时还短 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宝灵满脸震惊地询问道 很简单 没有难度 谢叔优满脸傲娇地说道 是是是 谢师傅天赋一柄 我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王宝灵非常谦虚地请教道 看着虚心请教的王宝灵 谢叔优背过小手 满脸认真的说道 先把你手里的止血丹还给我 只能给你一枚 虽然是你出的灵药 但这是我辛苦练止的 王宝灵只还给谢叔优 一枚止血丹 合理 小叔优淡淡地说道 接过一枚止血之后 谢叔优接着说道 我教你练丹之术 是不是也要给我一枚止血丹做报酬 王宝灵面带无语之色 开口说道 好好好 这枚止血也给你 见到两枚止血丹都到手了 谢叔优满脸得意地说道 谢谢宝灵哥哥 王宝灵满脸无奈地说道 你开心就好 谢叔优收起脸上的笑意 神情严肃地说道 其实宝灵哥哥 你的炼丹术很不错 没有亮点 也没有太大的失误 不要以为我说的是废话 炼丹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出错 你可以产量低 但是绝不能有太多失误 听见谢叔优的解释 王宝灵认同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 在谢叔优的帮助下 王宝灵已经可以熟练炼制 一转低阶灵丹 也能勉强炼制 一转中阶灵丹 要不是小叔优 没有炼制 一转高阶灵丹的灵药 王宝灵都想尝试 炼制一转高阶灵丹 小叔优看着自己手中的灵丹 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意 宝灵哥哥 我想把这些灵丹卖掉 你陪着我一起去摆摊吧 小叔优满眼期待地问道 摆摊 太浪费时间了 王宝灵淡淡地说道 宝灵哥哥 你有销售渠道 谢叔优眼前一亮道 嗯 我带你去 王宝灵汉手道 多谢宝灵哥哥 谢叔优双眼放光 活脱脱一副小财迷模样 王宝灵带着小叔优 来到永泰林阁 叶小冉见到王宝灵身后的小叔优 满脸诧异地问道 你女儿都那么大了 还没等王宝灵解释 叶小冉满脸悲伤地说道 你孩子都那么大了 怪不得会拒绝我 王宝灵没有理会她 故意看着叶小冉的表演 姐姐 我是宝灵哥哥的妹妹 谢叔优开口提醒道 原来是妹妹啊 快点进来 叶小冉立刻变了一副嘴脸 热情招呼二人进来 王哥这次来买些什么东西 叶小冉面带笑意地问道 不是买东西 是卖东西 我妹妹手中有一批灵丹 你要不要 一批灵丹 要要要 叶小冉疯狂点头道 王宝灵给谢叔优一个眼神 小叔优立刻把储存里面的 一转低阶灵丹 一转中阶灵丹 全部拿了出来 满心期待的叶小冉 看着面前面前几十枚低阶灵丹 嘴角一阵抽搐 这 这不值钱啊 王宝灵仿佛早就知道 他会这样讲 开口说道 能给多少是多少 一转低阶灵丹二十零十 一转中阶灵丹三十零十 叶小冉打断要发言的王宝灵 接着开口解释道 一转低阶 灵丹基本没有人回收 只能自己拿到方式和散修交易 我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回收这些低阶灵丹 王宝灵点了点头 把目光头向小舒优身上 开口问道 舒优 你觉得如何 好 谢舒优点了点头 见到小舒优点头 叶小冉点了点灵丹数量 玄机开口说道 一共四百三十零十 说吧 递给小舒优四百三十零十 谢舒优满脸兴奋地 把零十放进自己储存袋内 对了 天竺这种零才你们要不要 王宝灵好奇地问道 叶小冉眼前一亮道 要要要 你有多少根 一根什么价格 一根三千零十 叶小冉报价道 王宝灵皱了皱眉头道 太少了 如果天竺品质非常好 我可以给你三千二百零十 叶小冉开口说道 好 我知道了 过些日子来找你 王宝灵开口说道 可以随时来找我 叶小冉眉眼带笑道 王宝灵点了点头 带着小舒优 离开了永泰林阁 就在二人返回青州陵园之时 突然发现 门口跪着两个少年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跪在这里 王宝灵面带不解地问道 个子稍高一些的少年 开口说道 我们是来拜师的 拜师 你要拜谁为师 王宝灵面带诧异地问道 旁边另外一个少年 开口说道 青州陵园里面 住着好多位灵药师和炼丹师 随便拜师 哪一个都行 你们是什么资质 王宝灵好奇地问道 五行灵根 二人如实说道 五行灵根 不好拜师啊 赶紧走吧 王宝灵劝说道 听见王宝灵的话 二人不服气地说道 你是何人 凭什么 让我们走 看着满脸不愤的二人 王宝灵面露一丝不屑之色 无论是灵药师 炼丹师 还是高阶修士收徒 都不会收外人为徒 更加不会收资质不好的外人 比如说 二叔和自己是血脉关系 小淑幽和谢云是妇女关系 廖白香天赋不错 而且也是故人之后 更重要的是 年纪还小 容易培养感情 眼前这两货资质不好 而且岁数较大 有自己想法 现在拜师也是为了 能爬得更高 能在修真界活下来的人 都不是傻子 不会成为你们的垫脚石 呵呵呵 那你们继续跪着吧 王宝灵直接领着小淑幽 进入灵园里面 你们也是灵园的人 凭什么你们能拜师 我们不能拜师 二人满脸愿毒地说道 王宝灵转过头 面带笑意地说道 说实话 我也是五行灵根 听见王宝灵的话 二人更加面露 极度和羡慕之色 王宝灵指着谢书忧说道 他也是五行灵根 你们能拜师 我们也能拜师 说吧 二人更加虔诚地 跪在地上磕头 你们就是把头磕碎 也不会受你们为徒的 赶紧走吧 王宝灵皱着眉头说道 一旁谢书忧开口说道 我爹是炼丹师 宝灵哥哥二叔 是炼器十二层的灵药师 除非你们是四灵根 要不然 不会受你们为徒的 听闻谢书忧的解释之后 二人面露死灰之色 失魂落魄地摊在地上 听到二人如此不堪模样 王宝灵面露一丝不屑之色 都想着到处抱大腿 可惜大腿不是那么好抱的 看着继续跪在地上的二人 王宝灵摇了摇头 带着小书忧朝着洞府走去 迎面走来的后金 满脸好奇地问道 宝灵 门口那两个人是什么情况 他们是来拜师的 王宝灵如实说道 拜师 谁要收徒啊 后金满脸疑惑地问道 他们来试试运气 拜谁为师都行 王宝灵解释道 又是一群想要一步登天的人 让他们跪着吧 后金满脸不屑道 转眼又到采摘灵药的时间 在小书忧强烈的请求下 王宝灵和王灵 只能带着她一起夏天采摘灵药 王灵语重心长地对着谢书忧说道 你跟在我们身后看着 不要用手触摸灵药 我会告诉你采摘灵药的诀窍 最后会给你采摘灵药的机会 谢书璐乖乖地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接下来 王灵和王宝灵一边采摘灵药 一边和小书忧讲解采摘灵药的技巧 时光飞逝 转眼一个月过去 终于把灵药采摘完毕 只剩下眼前最后一亩灵田 王灵把目光投向谢书忧 开口笑道 小书忧 最后一亩灵药交给你来采摘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说吧 谢书忧小心翼翼地采摘了第一株灵药 我成功了 谢书忧满脸喜悦地说道 王宝灵开口提醒道 不用激动 赶紧把其他灵药全部采摘了 动作幅度小一点 当心伤到灵根 谢书忧点点头 继续开始采摘灵药 半天之后 最后一亩灵药也采摘完毕 这也不太难啊 谢书忧看着手中收获满满的药篓 满脸得意地说道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主要是有没有人愿意交给你真本事 王灵笑着说道 谢书忧认同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候 刘典和庞志忠走来 灵药采摘好了吗 刘典开口询问道 好了 李兴华和江大海面带笑意地从旁边走来 见到众人送来的灵药 刘典和庞志忠忍不住点了点头 不错 不错 产量确实不错 庞志忠清点灵药之后开口说道 算好了 你们每人能分1500零食 加上1000零食补贴费 一共2500零食 说吧 庞志忠把零食直接分给大家 看着面带喜色的众人 刘典笑着说道 再接再厉 加油 我们一定不会让真人失望的 众人抱拳保证道 刘典和庞志忠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过头把黄阳 胡闻几位炼丹师找来 黄阳等人满脸疑惑地抱拳问道 不知道两位真人有何吩咐 怎么不见谢书 他人呢 刘典好奇地问道 我爹闭关 还没出来 谢书忧连忙解释道 刘典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庞志忠把刚刚采摘的灵药 全部递给黄阳胡闻等人 把这些灵药 全部炼制成灵丹 啊 几位炼丹师 都是满脸苦涩之色 你们不愿意 庞志忠满脸疑惑地问道 不是 有些激动而已 黄阳满脸苦笑之色 炼丹师 还是不够用 忙不过来 你们辛苦点 炼丹越多 奖励越多 留点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 我们会努力的 黄阳等人 郑重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直接在灵园里面炼丹 不用每天去店里 我们会在这里布置一个火站 方便你们炼丹 庞志忠开口说道 多谢 多谢 终于不用天天去灵阁了 胡文满脸笑一道 炼好一批丹药 就直接送店里 现在店里非常缺灵丹 留点嘱咐道 好 还请两位真人赶紧布置火阵 黄阳开口催促道 留点和庞志忠点了点头 开始在几位炼丹师的洞府周围布置火阵 火阵是用来点燃丹炉的火源 因为黄阳等人要不停歇的炼丹 如果用自己的灵力生活 用不了多久就会历劫 所以大规模炼丹都要建造火阵 这样利于提升炼丹师的效率 半天之后 火阵布置完毕 庞志忠和留点笑着说道 好了 你们开始炼丹吧 有劳两位真人 几位炼丹师抱拳谢道 留点和庞志忠点点头 转身离开陵园 目送两位真人离开之后 黄阳伸着懒腰说道 又开始忙了 都一样 我们也要给灵天施肥了 李星华面带无奈地说道 寒暄几句之后 众人又开始忙碌起来 返回房间的王宝林 查看自己体内灵天情况 发现天竺已经快要成熟 王宝林觉得 还是等天竺完全成熟 然后再把天竺取出来 这样能卖一个好价钱 突然灵园内 传来一阵恐怖的气息 谢师叔突破了 王宝林满脸笑一道 老王 我来接我女儿 谢云爽朗的笑声 在洞府外响起 谢师说 小树幽不在洞府 王宝林笑着说道 啊 谢云满脸疑惑地 看向王宝林 二叔在田里教导小树幽 使用营养灵液 王宝林解释道 这时 二叔带着小树幽走来 笑着说道 恭喜 恭喜 爹爹 小树幽扑进谢云的怀里 谢云抱起 谢树幽满脸 宠溺之色 谢师说 这是你的炼丹炉 王宝林 把炼丹炉地还给谢云 谢云收起丹炉 笑着说道 丹树上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主动来问我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一番吹捧 闲聊之后 王宝林跟着二叔返回洞府 宝林 你去给我买三枚炼气弹 说吧 王二叔递来九千灵石 王宝林接过灵石 神情诧异地说道 那么着急 准备一下 就算有三枚炼气弹 最快也要两年时间 才能突破炼气十三层 二叔面带严肃地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说道 好 我这就去购买炼气弹 顿了顿王林解释道 不用去护云阁 我去问过了 炼气弹都被买光了 只有养灵丹 啊 炼气弹那么好卖吗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王林面带无奈地解释道 店里的炼气弹都被李星华 将大海 黄阳 胡文 后金买光了 哦 原来如此 王宝林面露恍然之色 他们都是炼气十二层 差一步就是炼气巅峰 都不想突破之时出现差错 纷纷抢购炼气单 而且还加钱购买 二叔满脸不愤地说道 看着面带不愤的二叔 王宝林忍不住笑道 二叔放心 我一定帮你取得炼气单 没事 买不到也没事 现在炼气单很贵 二叔身上就九千零十了 下次不及你 二叔笑着说道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们叔侄二人 不用这样客套 王宝林严肃地说道 好 你小心便 二叔不放心地嘱托道 王宝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永泰阁走去 刚刚来到永泰阁 王宝林并没有发现 叶小冉的身影 就在这时候 王宝林突然感觉到 有人拍打自己的肩膀 王宝林转过头 发现捉弄自己的人 正是叶小冉 王哥 你来买什么东西 叶小冉满脸堆笑地问道 买铃单 去楼上说吧 王宝林主动开口说道 好 走吧 说吧 二人来到二楼 一处雅间 王哥 你要买什么啊 叶小冉面带笑意地问道 炼气单 王宝林直接开口询问道 叶小冉面露一丝诧异之色道 怎么最近炼气单的销量 陡然提升啊 王宝林无奈地撇了撇嘴 估计是李星华等人造成的 其他人不说 江大海一个人就购买 四枚炼气单 加点钱都能购买一枚助机单了 看着面带惊讶的叶小冉 王宝林开口问道 有问题吗 店里没有炼气单了 就算有也要加钱 现在青州府内的炼气单非常紧缺 叶小冉解释道 王宝林脸上露出一抹无奈之色 自己愿意 加钱也买不到 这也没办法 看着失落的王宝林 叶小冉突然笑道 虽然店里没有 可是我身上有啊 你身上有 王宝林面露一丝诧异之色 叶小冉满脸得意地说道 你运气好 我才从外面收购三枚炼气单 如果你需要 给一万零食就行了 接着叶小冉补充道 别觉得贵 这三枚炼气单 就是一万零食收来的 好 成交 王宝林点了点头 正巧自己身上分红得到两千五百零食 要不然还真不够 付给叶小冉一万零食之后 王宝林顺利得到三枚炼气单 查看炼气单没有问题之后 王宝林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叶小冉只是炼气八层修饰 而且只是普通修饰 为什么一下 可以拿出一万零食购买炼气单 不是王宝林看不起他 而是换位思考 要是自己有一万零食 绝对不会买炼气单 毕竟现阶段用不到啊 仿佛看出王宝林的疑惑 叶小冉开口说道 这一万零食是店里 给我收购炼气单的 我就说卖主不愿意降价 没有收购成功 把一万零食退回去就行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感动 如果你特别感动的话 你可以娶我当道理啊 看着满脸傲娇的叶小冉 王宝林很感动地说道 我只是五行零根 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助击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 但是我知道你比我有前途 我不敢高攀仙子 看着满脸严肃的王宝林 叶小冉无奈地说道 本以为你是一个有趣的人 没想到也那么古板 王宝林没有废话 只是开口说道 告辞 过些天 我会出手一批天竺灵彩 好 欢迎随时光临 叶小冉满脸笑一道 王宝林收拾好心情之后 返回陵园 发现二叔不在洞府 旋即朝着田里走去 果然在田间见到正在修剪树枝的二叔 二叔 炼气丹买到了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好好 王宝林面带狂喜之色 宝林 炼气丹在哪里购买的 谢云满脸激动地问道 是啊 能否告知在哪里购买的炼气丹 一旁王子豪和朱星 也是满脸期待地问道 最后三枚 我也是加钱购买的 他们说 最近炼气丹非常紧缺 王宝林并没有说是在哪里买的炼气丹 如果他们都去永泰阁购买炼气丹 那叶小冉跳过店里 直接卖给自己炼气丹的事情就暴露了 叶小冉如此够义气 自己也不能给他惹麻烦 听见王宝林的话 谢云几人还不死心 接着想要开口询问 王宝林连忙岔开话题道 几位师叔不用担心 整个青州府的商号都开始炼制炼气丹了 而且还有散修从外地购买炼气丹 最多半年 炼气丹的价格就会回落 我购买三枚炼气丹 多花一万零食呢 这还是给我优惠的情况下 不着急突破炼气巅峰 可以再等等 听见王宝林的劝说 王子豪和朱星点了点头 觉得有道理 谢云笑着对王子豪和朱星说道 我刚刚突破炼气十一层 我不着急 二人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见到王子豪和朱星离开 王宝林竟然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接着 王宝林跟二叔返回洞府 王林看着手中的炼气丹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道 不错 不错 看见二叔又要闭关 王宝林抢先一步说道 二叔 我想闭关突破炼气八层 听见侄子也要闭关 王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好吧 你先闭关吧 见到二叔妥协 王宝林松一口气 这段时间 二叔修炼的状态明显不对 虽然修为突破很快 但是心境明显跟不上 二叔突破助击的时候 需要面临心结历练 就怕成功突破助击 没有渡过心结 到头一场空 想到这 王宝林打算 下次去永泰阁 问问叶小冉 有没有帮助突破心结的 灵丹和法宝 愣着干什么 赶紧闭关啊 二叔催促道 好的二叔 林田就交给你了 王宝林笑着说道 没事 你放心吧 听见二叔答应 王宝林转身朝着 自己房间走去 来到自己房间 王宝林并没有直接 闭关修炼 而是拿出一枚玉筒 查看起来 这枚玉筒 正是梁家给自己的 炼体功法 反正现在也没事 不着急突破 慢慢查看 玄铁炼骨绝 半天之后 王宝林回过神 喃喃自语道 这门功法唯一难点 就是需要灵药辅助 要不然 那种炼骨疼痛 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王宝林把玄铁炼骨绝 收起来 喃喃自语道 这门功法什么都好 就是需要大量灵药辅助 玄铁炼骨绝 不像其他炼体功法 外部没有灵丹辅助 一辈子也突破不了 看着功法后面附带的 两张单方 就知道 修炼玄铁炼骨绝 需要大量资源 王宝林坐在铺团之上 默念鼠变 尽心诀 接着开始运转大周天 待体内灵力流畅之后 王宝林立刻把五枚开灵丹 全部服用下去 瞬间赶到 体内有一股灵力翻江倒海 剧烈疼痛 传遍五脏六腑 王宝林也不敢怠慢 一遍遍运转功法 消化体内磅礴的灵力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宝林只觉得 体内那股汹涌肆虐的灵力 缓慢融入丹田 王宝林深深呼出一口浊气 攥紧拳头 感受到体内磅礴的灵力 忍不住开口说道 终于突破炼气八层了 王宝林起身走出房间 发现二叔不在洞府里面 旋即释放出 神识朝着洞府外面看去 只见外面春意盎然 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 而二叔正在田间 给林药施肥 王宝林则是有些诧异 自己出东闭关 再次闭关都已经是春天了 宝林你终于闭关 你都闭关五个月了 二叔面带笑意地走来 虽然时间长 但是没有白费 我顺利突破炼气八层了 王宝林笑道 不错 不错 既然你闭关 我就可以闭关了 王林满脸迫不及待之色 二叔不要急 一年突破一个境界我都嫌快 就怕心境跟不上 二叔不用着急 来日方长啊 王宝林开口劝说道 这次闭关不为突破 炼气十三层 只是巩固境界 你放心吧 我心中有数 王林笑着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我已经给林药施肥了 还剩下一瓶营养灵液 过几个月再施肥一次 说话间 二叔递来一个玉瓶 二叔你就放心吧 王宝林收下营养灵液 满脸笑意地说道 吩咐好一切之后 二叔迫不及待 返回自己房间闭关 王宝林也返回自己房间 闲来无视开启神石 查看体内灵田情况 九曲花生和起螺草 已经完全成熟 不过王宝林并不着急 等他们成为百年灵药 再来采摘 百年灵药和普通灵药 相差五六倍的价格 没必要提前采摘 不过天竹完全成熟 已经是百年灵财 王宝林没有犹豫 直接把天竹取出来 看着手中散发光芒的天竹 喜悦之情溢于眼表 观赏片刻之后 王宝林小心翼翼地 把天竹放入储存袋内 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片刻之后 王宝林来到永泰阁内 见到王宝林的身影 叶小冉满脸喜悦地说道 好几个月没见你了 我还以为你离开青州府了 没有 我在闭关修炼 王宝林笑着说道 叶小冉仔细打量王宝林一眼 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真是五行灵根吗 为什么突破速度那么快 我就是五行灵根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王宝林面露一丝诧异 五行灵根是最差的灵根 又不是天灵根 这有什么好冒充的 叶小冉无奈地说道 饿饿了 你修炼的速度真快 不说这些 这根天灵你要不要 说吧 王宝林从储存袋里面 取出一根天灵 要 这根天灵 已经有百年年份 给你3310亿根 叶小冉试探性地问道 3500 百年天灵可以炼制顶阶法器 一柄高阶飞剑能卖3000零石 这一根天灵 可以炼制一柄顶阶飞剑 和一柄高阶飞剑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顿了顿王宝林接着说道 我还有四根天灵 如果你愿意3500零石收购 五根天灵全部归你 什么 你有五根天灵 都是百年年份吗 叶小冉满脸诧异地问道 是的 都是百年年份 话音刚刚落下 王宝林从存储带内 又取出四根天灵 哇塞 都是百年零财 不错 不错 叶小冉忍不住感叹道 好 我做主了 成交 叶小冉笑着答应下来 说吧 叶小冉递过来 一万七千五百零石 王宝林并没有接过零石 而是开口说道 这五根天竹 最起码 能炼制出四柄顶阶飞剑 四柄高阶飞剑 所以能不能给我留一柄 高阶飞剑 叶小冉点了点头说道 可以 不过要扣3000零石 没问题 再给我来十枚开零丹 王宝林开口说道 好的 说吧 叶小冉递过来一个精美的词评 王宝林接过词评查看一眼 确定没有问题 点了点头 还剩下一万两千五百零石 你收好 王宝林收下零石之后 开口问道 对了 有没有杜新杰的零丹 叶小冉面露一丝疑惑之色 好奇地问道 谁走火入魔了 没人走火入魔 住击时 怕心结来袭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叶小冉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冰心丹可以帮助度过心结 不过价格很贵 叶小冉面带严肃地说道 价格不是问题 王宝林连忙说道 叶小冉撇了撇嘴巴 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 同样面带严肃地说道 冰心丹是三转高阶零丹 同时也是突破金丹 必备零丹之一 最便宜 也要三万零石 王宝林满脸诧意之色道 三万零石 这都能买两枚助击丹了 我只知道 我爷爷突破金丹期的时候 一共服用三枚冰心丹 叶小冉满脸认真的说道 你爷爷是金丹大佬 王宝林更加面带诧意之色 下巴都快脱臼了 是啊 永泰阁就是我们叶家的 叶小冉淡淡地说道 叶家 黑水城叶家 王宝林惊讶地问道 不错 好吧 原来你是叶家大小姐 怎么来永泰阁当侍女 王宝林满脸不解地问道 说来话长 叶小冉满脸无奈之色 叶小冉不想在自己身份上 过多解释 连忙插开话题道 你还要其他东西吗 灵根 二转顶尖灵根 或者是三转灵根 王宝林开口说道 听见王宝林又要购买灵根 叶小冉面带不解地问道 灵根 你不是刚刚才买过八株灵根吗 王宝林笑着说道 我是灵药师 当然需要大量灵根啊 也对 叶小冉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只有起罗草和酒去花生的灵根 要不要 叶小冉问道 要 王宝林立刻答应下来 起罗草和酒去花生是炼制聚气丹 开灵丹 养灵丹 炼气丹的主要材料 而这些灵丹都是炼气修饰必备丹药 修真戒毕竟是炼气修饰多 所以对起罗草和酒去花生的需求量非常大 你要几株灵药 叶小冉接着问道 给我五株酒去花生灵根 再丢五株起罗草灵根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叶小冉点了点头 从自己储存袋里面拿出十株灵根地来 王宝林接过灵根仔细查看一番 确定没有问题 把灵根收入储存袋内 玄机递过去一万两千零食 王哥还要些什么吗 叶小冉继续问道 没有了 不过有一件事情 想让道友帮忙 说吧 王宝林把目光投向叶小冉身上 你不会真得想要冰心丹吧 叶小冉满脸诧异地问道 怎么可能 买不起 王宝林摇摇头 接着 王宝林递给叶小冉两篇单方 这是什么东西 叶小冉好奇地接过单方 单方 王宝林解释道 叶小冉把目光投向单方上 点了点头说道 这两张单方没有问题 主要是提升肉身筋骨的单药 第一张单方是 炼器器服用 后面一张单方 则是给助击器使用的 听完叶小冉的解释 王宝林笑着问道 第一张单方上面的炼金单 需要多少钱 贵倒是不贵 一枚一百零食吧 但是不知道 炼制的成功率高不高 叶小冉有些犹豫地说道 接着叶小冉说道 炼金单 只是一转顶阶灵单 你可以回去尝试一下自己炼单 这些灵药我都有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见到王宝林答应下来 叶小冉笑着说道 给我一千零食吧 大概能炼制出十枚炼金单 没问题 王宝林立刻递给叶小冉一千零食 叶小冉收起零食 对着王宝林说道 你稍等一会 我去帮你配一下灵药 好 我等你 王宝林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 叶小冉手中拿着一包灵药走来 炼制炼金单的灵药都找齐了 王宝林接过灵药 面带感激地说道 多谢 多谢 不用客气 一个月后来拿高阶飞溅 叶小冉笑着道 好 王宝林点了点头 旋即转身离开永泰阁 返回灵园之后 王宝林把灵根放入体内灵田之中 此时体内灵田已经有十株九居花生 十株起螺草 勉勉强强把半亩灵田种满 只是角落里面的八枚灵种没有一点点反应 其实王宝林还不知道这些灵种发芽之后能长出什么灵根 叶小冉只说八颗灵种是三转低阶灵根 至于是什么灵根 他也没说 种好灵根之后 王宝林收回神石 老王 老王 只听见洞府外传来李新华的声音 王宝林起身来到洞府外 开口解释道 二叔在闭关 老王又闭关了 这也太勤奋了 一旁谢云满脸唏嘘地说道 这时候王宝林才注意到 众人都在 各位师叔找二叔有事情吗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接到一个小任务 想和王林道友一起去完成 江大海笑着说道 二叔刚刚闭关 没多几天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 立刻把目光投向王宝林身上道 你有没有兴趣啊 没兴趣 我不出青州府城区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开什么玩笑 鬼知道苏锦成会不会趁机报复自己 好吧 那我们自己去 你们留下来看守陵园吧 王子豪笑着说道 王宝林点点头说道 各位师叔放心 我一定好好看守陵园 白香和小树佑也交给你照看了 谢云和李星华笑着说道 好的 王宝林一口答应下来 众人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目送众人离开之后 王宝林也是满脸疑惑之色 朝着廖白香问道 什么任务 全让各位师叔一起去完成 廖白香看一眼王宝林 开口解释道 呼云林阁也在青州府开业了 让师父他们过去帮忙 这也能算是任务 王宝林满脸诧异之色 这是元阳老祖发布的任务 每个人能得到一千零食 廖白香解释道 原来如此 王宝林点了点头 后悔了吧 廖白香面带笑意地问道 不后悔 二叔不突破筑机 我不走出青州府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廖白香略带鄙视神情 看了一眼王宝林 王宝林没有理会廖白香 而是对着二人说道 不要走出陵园 安安心心在家修炼 好 廖白香点头答应下来 看见满口答应下来的廖白香 王宝林还是有些不放心 白香 树佑 我们来练丹吧 正在琢磨着 怎么溜出去玩耍的廖白香 也是头来好奇目光 我还没独立练过丹呢 廖白香满脸好奇地说道 我和树佑单独练过丹 你跟着一起学习 王宝林笑着说道 你们可以单独练丹 廖白香满脸诧异之色 谢树佑满脸傲娇地说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宝林哥哥的炼丹术 就是我教他的 什么 廖白香满脸不可置信地 看向王宝林 看着满脸诧异的廖白香 王宝林点点头 表示小树佑说的都是真话 我也要炼丹 廖白香满脸激动地说道 你有灵药吗 谢树佑好奇地问道 有啊 我有灵药 说吧 廖白香从自己储存袋里面 取出很多一转高阶灵药 我教你炼丹 但是你炼制成功的灵药 一半归我 谢树佑奶里奶气地说道 旁边王宝林目瞪口呆 直呼好家伙 王宝林本以为小树佑 开出这种过分要求 廖白香会拒绝 好 一言为定 廖白香屁颠屁颠地答应下来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撇了撇嘴 说到底二人还是年轻 心智不成熟 谢树佑面带笑意地说道 你放心 我教导别人 炼丹很有天赋的 一旁王宝林强忍住笑意 忍不住捂住自己的额头偷笑 只见谢树佑一本正经地 把廖白香面前的灵药 全部落走 你们先等等 树佑 看看这个炼金丹 该怎么炼制 王宝林把炼金丹方 递给谢树佑 谢树佑接过丹方 神情认真地查看起来 不难 虽然是一转顶阶灵丹 但此丹粗糙不堪 真实难度 也就在一转高阶灵丹水平吧 小树佑故作老成地说道 虽然听不懂谢树佑说的对不对 但是并不妨碍廖白香 一脸崇拜地看向谢树佑 去谢树房间里面拿丹炉 王宝林开口说道 好 爹爹洞府里面还有火镇 我们可以利用火镇炼丹 谢树佑开口说道 说吧 三人来到谢云的洞府里面 谢树佑轻车熟路地打开 谢云炼丹时的大门 接着把丹炉放好位置 看见旁边那个石球了吗 谢树佑转过头 对着王宝林和廖白香问道 看到了 王宝林和廖白香点了点头 回答道 把石球移开 小心冒出来的火焰 谢树佑开口说道 王宝林拦住准备 移动石球的廖白香 让我来 说吧 王宝林把石球轻轻移开 只见一道火焰 迅速从小孔中窜出来 火镇的火焰 从这个小孔中冒出来 其他几位炼丹师洞府内 也有这个火孔 谢树佑开口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王宝林和廖白香 都是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把丹炉点燃 谢树佑有条不稳的指挥道 王宝林点点头 立刻把丹炉点燃 直接把灵药放在丹炉里面 谢树佑直接开口说道 王宝林满脸惊愕道 丹炉还没烧热呀 谢树佑神情淡定地解释道 这些都是难以炼化的灵药 必须先投入丹炉之中 原来如此 王宝林点了点头 旋即按照小树佑的要求 把灵药投入丹炉之中 接着 王宝林释放出神识 仔细查看丹炉里面情况 只见灵药缓慢融化成一片液体 王宝林健壮 把目光投向谢树佑身上 没事 加大火焰 然后快速熄灭丹炉 谢树佑满脸自信地说道 王宝林点点头 立刻加大火焰 然后把丹炉熄灭 不一会 待温度下降之后 王宝林不急不慢地打开丹炉 里面飘来一阵淡淡的药箱 王宝林伸手从里面拿出八枚 黑不溜秋的炼金丹 呃 这是失败了吗 王宝林不确定地问道 谢树佑接过炼金丹 旋即轻轻一捏 外面的黑皮掉落 露出晶莹透亮的炼金丹 成功了 只是外面有一层保护壳 谢树佑嬉笑道 你是怎么知道 外面有一层保护壳的 王宝林好奇地看向谢树佑 不仅王宝林好奇 旁边的廖白香 更是满脸崇拜地看向谢树佑 炼丹不能只是炼丹 要熟悉灵药药性 这样才能成为顶尖炼丹室 谢树佑满脸严肃地说道 王宝林和廖白香 一脸认同地点了点头 特别是廖白香 亲眼看见小树佑 指导王宝林炼丹的过程 此时此刻 心中对谢树佑的敬佩之心 溢于言表 树佑 我可以炼丹了吗 廖白香满脸激动地问道 先炼制止血丹 谢树佑对着廖白香说道 好 就从止血丹开始 廖白香点头答应下来 王宝林退到旁边 给廖白香最佳的炼丹位置 谢树佑也把炼制止血丹的灵药 准备完毕 点燃丹炉 谢树佑开口吩咐道 廖白香立刻把丹炉点燃 旋即把目光投向谢树佑身上 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看着丹炉别盯着我 谢树佑出声提醒道 廖白香点了点头 旋即目光聚集在丹炉上 把灵药放入丹炉之中 谢树佑开口说道 廖白香点点头 立刻把灵药投放在丹炉之中 别走神 释放出神石 仔细盯着丹炉里面灵药的情况 只要灵药变成液体 就马上熄灭丹炉 谢树佑嘱托道 廖白香释放出神石 仔细观察丹炉里面的一举一动 见到火候差不多了 廖白香立刻把丹炉熄灭 片刻之后 从丹炉里面取出一枚止血丹 我成功了 廖白香满脸激动地说道 嗯啊啊 成功了 就是产量有些少 不过对于你来说 非常不错了 王宝灵安慰道 这也不难啊 我要尝试炉之一转中阶灵丹 廖白香满脸自信地说道 谢树佑摇摇头说道 刚刚那些灵药 可以炉之出四枚止血丹 一直产出一枚止血丹 效率太低了 最起码要一次性产出三枚止血丹 才算合格 王宝灵也开口附和道 好 我再来一次 廖白香略微思考一下 立刻决定再来一次 接下来 在谢树佑的指挥下 廖白香再一次成功炼制止血丹 成功了 这次有两枚止血丹 廖白香满脸激动地说道 再来一次 这次我不出声 你独立完成炼丹 谢树佑开口说道 好 廖白香点了点头 开始尝试自己独立炼丹 片刻之后 廖白香成功炼制出两枚止血丹 怎么又是两枚止血丹 廖白香垂头丧气地说道 不用气馁 再来 谢无忧接着鼓励道 转眼两个月 时光飞逝 廖白香已经可以单独炼制一转中阶灵丹 而王宝灵的炼丹数也得到提升 单独炼制一转高阶灵丹不成问题 要不是廖白香的灵药全部用完了 二人都还不愿意走出洞府 从现在开始 我也算是一名合格的炼丹师学徒了 廖白香满脸得意地说道 一旁谢书忧看着手中的灵丹 也是露出一副小财迷的模样 谢书忧转过头说道 王宝灵哥哥 你带着我们去永泰阁出售灵丹吧 对对 我也要把这些低阶灵丹全部出售 谢书忧面带笑意地说道 王宝灵点了点头 旋即带着二人朝着永泰阁走去 永泰灵哥 叶小冉看着王宝灵身后的廖白香 面带好奇地问道 这个姑娘也是你妹妹 王宝灵开口解释道 是师妹 哦 原来是师妹 叶小冉脸上闪过一抹明雾之色 王哥这次来干嘛 叶小冉好奇地问道 出售灵丹给你 王宝灵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叶小冉满脸狐疑地问道 不会又是一转低阶灵丹吧 对 谢书忧开口说道 嗯嗯 好吧 叶小冉满脸不情愿的表情 听见叶小冉答应下来 二人立刻递过来很多灵丹 叶小冉轻点了一下 递给谢书忧八百零十 同时也递给叶小冉八百零十 还要什么东西 叶小冉朝着王宝灵问道 没有了 王宝灵摆了摆手 话音刚刚落下 一旁叶小冉和廖白香 同时开口说道 哟 我们要灵药 叶小冉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开口问道 两位小妹妹要买什么灵药啊 廖白香拿出一份清单 谢书忧同样拿出一份清单 叶小冉接过清单查看一番 开口说道 好 稍等 说吧 叶小冉从储存袋里面 拿出两包灵药 这是你们需要的一转顶级灵药 一共一千五百零十 你们收好哦 二人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连忙感谢道 多谢叶姐姐 说吧 二人 把一千五百零十 递给叶小冉 叶小冉点了点头 面带愁色地 对着王宝灵说道 你听说 隔壁庆州府 发生的大事情吗 王宝灵有些疑惑地说道 庆州府发生什么事情了 呼云林阁和何家商号 发生冲动 据说死了好几位炼丹师 和灵药师 何家 何家在青阳城也有商号 王宝灵面带不解地问道 有啊 据说是庆州府杜金老祖 邀请他们何家 来庆州府开的商号 叶小冉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样也行 王宝灵满脸错愕之色 叶小冉笑着解释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们叶家就是受到魏一南邀请 才来庆州府开商号的 黑水城距离庆州府那么远 如果不是受到魏一南邀请 我们叶家肯定不会来的 宝灵哥哥 爹爹和师父们 会不会有事情啊 廖白湘和谢淑悠 满脸担忧地问道 不知道 应该不会有危险 算算时间也快回来了 这都离开两个月了 王宝灵皱着眉头道 两位小妹妹别担心 这毕竟是青阳城 不是万里城 何家那群人在自己地盘上 横行霸道习惯了 这次元阳老祖 不会善罢甘休的 叶小冉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态度 好 多谢叶小姐告知我这个消息 说吧 王宝灵带着二女 匆忙离开永泰阁 刚刚走出永泰阁 廖白湘和谢淑悠连忙说道 王宝灵哥哥 你带我们去青州府一趟吧 开什么玩笑 你们去能干什么 只是说 有几位灵要失死了 又不一定是师叔们陨落了 王宝灵果断拒绝道 两个小家伙点了点头 虽然知道王宝灵说的有些道理 但他们还是担心 说话间 众人回到青州陵园 远远便看见 全身负伤的谢云 李兴华等人 爹爹 师父 谢淑悠和廖白湘 快速扑向众人 谢云见到自己女儿平安无事 疲倦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道 刚刚我还担心 你们怎么不在家呢 爹爹 你没事吧 听说你们和何家发生冲突 我好担心 谢淑悠满脸害怕地说道 师父 你们为什么和何家发生冲突 廖白湘也是满脸疑惑之色 李兴华和江大海对视一眼道 不是我们和他们发生冲突 是人家单方面殴打我们 不会吧 这里是青阳城 不是万里城 何家的人敢那么猖狂 王宝灵面路不可思议之色 他们何家的老祖要突破原因了 所以才会那么猖狂 江大海满脸无奈地说道 怪不得 王宝灵面路恍然之色 不过我们双方互有伤亡 毕竟青州府当地一些势力帮助我们了 李兴华开口说道 是啊 还好是我们的地盘 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彻底凉了 黄阳心有余悸地说道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何家那群人的战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袁阳老祖怎么说 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二叔王林突然从洞府里面走出来 老王你终于出关了 还好这次你没去 当时真的好混乱 我们稀里糊涂地就和何家的人打起来了 谢云满脸无奈地说道 王林继续问道 袁阳老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不知道 我们回来的时候 何农正在和木子一老祖对峙 胡文开口解释道 何农还敢对峙 这是青阳城 不是万里城 王林皱着眉头道 估计最后又是不了了之 王宝林面带无奈地说道 对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谢云等人同样面带无奈地说道 顿了顿王宝林问道 太霸道了 难不成就因为我们去庆州府开商号 就被和家人围剿 这也太儿戏了吧 看着不可置信的王宝林 黄阳叹气道 别说你不理解 我们也以为打不起来 没想到和家那群人真敢动手 一句废话都不多说 对 这些事情不是我们练器修饰可以插手的 我们还是安心练丹 安心打理好林田 其他的事情不用我们操心 王宝林满脸淡然地说道 你说得对 这种事情自然由注击真人和金丹老祖来解决 只是我们白白和他们打了一架 搞得全身都是皮外伤 谢云满脸赞同地说道 嗖 说话间两道身影快速降临在林园之中 众人见状连忙行礼道 见过刘真人和庞真人 刘点和庞之中开口说道 不用多脸 我们是来给你们零食的 说吧 每个人得到了一千零食 看着到手的零食 众人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何家和杜金联手突然给我们难看 原阳老祖已经知道了 我们呼云灵格的面子不会白丢的 刘点满脸愤怒地说道 对于刘点的狠话 众人只是点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仅王宝林不感兴趣 其他众人看起来也不感兴趣 这是呼云灵格和何家的事情 跟我们这群恋气修饰没有关系 见到众人漠不关心的态度 刘点和庞之中拿出一枚储存件 李星华等人满脸疑惑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是灵药 你们现在开始全力炼制疗伤丹药 和恢复丹药 庞之中解释道 众人释放出神识 查看储存界内琳琅满目的灵药 面露诧异之色 那么多灵药 这要炼出多少灵丹啊 谢云满脸惊愕地说道 整个青阳城各方势力 都已经开始全力炼丹了 刘点补充道 庞之中看了一眼刘点 似乎不满刘点给众人透露这个消息 众人立刻认真起来 七嘴八舌地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是不是要开战了 庞之中笑着安抚道 不是开战 只是备战 现在何家那么张狂 一家三位金丹 还有一位快要突破原因期的老祖 万里城已经满足不了何家的胃口 这一次一定要打击他们嚣张气焰 众人点了点头道 好 我们知道了 一定全力以赴地炼丹备战 庞之中立刻递过来两张丹方 开口说道 这是回灵丹和回春丹 都是二转中阶灵丹 试炼气漆必备地恢复灵丹和疗伤灵丹 这次你们只炼制这两种灵丹 两位真人放心 这两种丹药我以前炼过 一定不会出错的 黄阳满脸严肃地说道 正好 省得我们亲自教你们了 对这两种灵丹不熟悉的炼丹师 可以直接去问问黄阳 刘点开口道 好 众人点头答应下来 吩咐好一切之后 刘点和庞之中立刻离开 目送两位真人走远之后 众人开始议论起来 应该不会打起来 双方都有很多位金丹真人 后经开口猜测道 不好说 整个青阳城都动起来了 不像是空穴来风 黄阳开口反驳道 我们还是赶紧去炼丹吧 反正西域大陆要不太平了 谢云悠悠开口道 众人都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旋即返回洞府 开始炼丹 王林 李兴华 将大海三人则是一脸茫然 怎么没有我们林药师的事情 我们回去吧 好好养精蓄锐 我估计翻不起什么风浪 王林神情淡然地说道 王宝林则是面露一丝忧虑之色 恐怕情况没有二叔他们想得那么好 主要是刘典和庞之中并没有说实话 王宝林转念想到了叶小冉 她是叶家的小姐 知道的消息肯定比自己多 想到这王宝林找了一个借口 匆忙来到永泰林阁 见到王宝林到来 叶小冉满脸严肃地说道 我正准备找你呢 王宝林从没见到叶小冉 如此神情严肃 玄机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河农和杜金被原阳老祖斩杀了 叶小冉皱着眉头说道 什么 那可是金丹老祖啊 而且一次还陨落两位 不可能吧 王宝林满脸错愕地问道 叶小冉满脸笃定地说道 这个消息刚刚传来 是爷爷和父亲亲自传来的 不会有错 原阳老祖怎么会那么大怒火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说道 他见过原阳老祖几面 没看出来原阳老祖是一个鲁莽 如果河农不死 本来还有斡旋余地 现在是不死不休啊 叶小冉无奈地解释道 河农和杜金 联手打伤原阳老祖的道吕穆子依 你说原阳老祖气不气 王宝林面露恍然之色 喃喃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原阳老祖会动怒呢 那个杜金我也见过 当年他和河农还差点动手 这才短短几年时间 他们的关系变得如此亲密 叶小冉也是微微差一道 你还见过杜金和河农 王宝林点了点头 把自己前往青阳城区 路上遇见的倒霉事情 讲了一遍 哈哈 你们运气真好 河家的人出名霸道 明月杀错一个人 也不放过一个人 叶小冉笑着说道 顿了顿叶小冉突然有些失落地说道 我爷爷让我回家 你回去吗 王宝林开口问道 你不希望我走吗 叶小冉有些期待地问道 王宝林点点头说道 能不能带我和二叔一起走 滚 叶小冉满脸怒涩道 嘿嘿 开个玩笑 你那么精明 是一个咽过拔毛的人 眼下这种局势 正是发财的好机会 你不可能现在离开 王宝林淡淡地说道 叶小冉眼前一亮道 还是王哥了解我 现在把黑水城的灵药 灵丹 灵符 法器 运到青阳城贩卖 肯定会发财 听完叶小冉的计划 王宝林忍不住提醒道 注意分寸 免得被何家和青阳城一起围攻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只在青州府范围 出售灵药和灵丹 如果何家能打到青州府 我们永泰阁照样出售灵丹给他们 叶小冉满脸得意地说道 好好 我知道了 不耽误你发财了 叶小冉连忙开口说道 先别走 我还有事情和你说 准备走离开的王宝林 立刻驻足停下脚步 满脸疑惑地看向叶小冉 你是呼应灵阁的人 我怕你有危险 万一你死了 我就失去一个长期顾客了 叶小冉面带忧虑地说道 这不用你担心 我和二叔都是灵药师 只需要负责培育灵药 轮不到我们动手 王宝林面带微笑地解释道 其实 现在王宝林也感到非常烦躁 自己只想安心修炼 可总是身不由己 对于叶小冉的关心 王宝林心中闪过一抹温暖 还没等开口线 只听见叶小冉满脸笑意地说道 王哥买两张福状护体吧 王宝林一阵无语 叶小冉当真是想尽一切办法 掏进自己身上的灵石 没灵石 全身上下就一千灵石 还要留着启动聚灵阵呢 没事 可以先欠着 叶小冉笑着说道 啊 这样也可以吗 王宝林眼前一亮道 王宝林接着说道 先说好 有没有什么要求 有利息免谈 当然没有利息 你是灵药师 如果还不起灵石 就来给我们叶家当灵药师吧 叶小冉满脸笑意地说道 多谢 多谢 快点告诉我 有什么福状 王宝林迫不及待地问道 片刻之后 王宝林怀揣着 终极高阶 福转满脸喜悦地 走出永泰阁 终极高阶福转 堪比驻击巅峰一击 这可是好东西 望着兴高采烈离开的王宝林 叶小冉满脸不开心地说道 没礼貌 连一句谢谢都不说 王宝林别忘记 你还欠着我七千灵石呢 走远的王宝林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知道了 青州陵园 王宝林刚刚返回洞府 二叔好奇地问道 你去永泰阁干什么 打探消息 王宝林满脸愁色地说道 有什么消息吗 二叔好奇地问道 杜金和和农 被原羊老祖杀了 王宝林悠悠地说道 什么 王林顿时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顿了顿二叔接着问道 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真的 这个消息绝对不会出错 因为杜金和和农 联手打伤木子伊 所以 原羊老祖才会暴怒 王宝林解释道 王林恍然大悟 一切都清晰了 怪不得原羊老祖会暴怒 可是杜金为什么要帮和农 想不明白 想攀高支呗 如果何家老祖突破原因期 杜金有机会更进一步 现在万里城都可以改成何家城了 足以看出何家的强大 王宝林面带不屑地说道 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是何家故意挑事 我推测何家老祖已经突破原因期 要不然不会如此猖狂 王林开口推测道 王宝林点点头 觉得二叔的猜测非常有道理 王宝林越想越害怕 旋即开口说道 二叔我们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们先走吧 难啊 难啊 二叔失望地摇了摇头 我们走不掉的 现在脱离护云林阁 刘点和庞之中会直接杀了我们的 王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好吧 我准备两张初级顶阶浮传 一张终极高阶浮传 王宝林面带严肃地说道 二叔嘴角一阵抽搐道 你还真是稳健 顿了顿二叔安抚道 你放心 这和我们没关系 安心培养灵药就可以了 王宝林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些什么 自己已经做好准备 其他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庆州府 青阳城区的五大金丹老祖 全部齐聚一堂 何明龙正在闭关 我们需要打断他突破的节奏 元阳面带淡然地说道 万一何明龙已经突破了 我们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文华老祖面带忧虑地说道 何明龙交给我来对付 何家其他金丹长老交给你们了 元阳老祖说道 苍丰老祖刚刚准备开口反驳 只听见天一老祖说道 出发吧 不要废话了 在耽误时间 何明龙都快出关了 看见众人还是担心 元阳老祖再次说道 各位放心 就算何明龙突破元阴七 我也有手段制衡他 你确定? 其他四位老祖满脸狐疑地看向元阳 我不是开玩笑 对战元阴七老怪 一个不小心就会陨落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元阳神情严肃地说道 见到如此自信的元阳老祖 其他四人点了点头 可是神情之中依然有些犹豫 元阳接着说道 他还没突破 就开始对我们青阳城指手画脚 如果让他突破元阴七 何家肯定会一统西域大陆的 你不用说了 走吧 四人立刻答应下来 说罢文华 元阳 天一 苍丰 趋向波五位 金丹老祖 快速朝着万里城飞去 万里城何家 老祖 奴儿的命牌 已经破碎了 何建松满脸悲伤地 对着何明龙闭关的洞府门前 哭诉道 我知道了 先把万里城所有反对 何家的势力全部消灭 不把大本营稳定住 怎么一统西域大陆 只见一位身材微胖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男子 从洞府里面走出来 还没等何建松开口 只见何明龙把目光投向空中 来了 我没找他们 他们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何建松满脸惊讶地说道 老祖 他们来万里城啊 你去解决万里城范围 不服何家的势力 说吧 何明龙朝着空中飞去 何建松立刻带着族内 其他三位金丹长老 开始在万里城范围内行动起来 万里城郊外 一处空旷的地方 何明龙和五大金丹长老对峙 你突破原因期了 天一老祖满脸惊讶道 什么 旁边其他三位老祖也是满脸惊恐之色 我们今天来是和你们商量何农的事情 你别误会 文华老祖满脸堆笑地说道 是啊 有什么误会直接解开就行了 趋向拨面带笑意地附和道 元阳老祖不懈看了二人一眼 手中的飞剑化作一道彩虹朝着何明龙打去 见到如此刚猛的元阳老祖 众人眼皮猛跳 没想到元阳老祖如此刚猛 何明龙抬手轻轻挡住元阳老祖的飞剑 金丹巅峰和原因初期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何明龙满脸不屑地说道 话语刚刚落下 何明龙只觉得自己手掌传来巨疼 定眼看去只见掌心出现一道白痕 你居然能伤到我 何明龙满脸错愕之色 你们赶紧去何家 把他交给我 元阳满脸淡定地说道 好 你保重 说吧去向拨转身就要离开 慢着 去何家 不是让你返回青阳城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跑路 天一老祖骤没道 是啊 消灭何家 说吧苍峰老祖朝着何家方向飞去 何明龙见状 刚刚准备出手阻拦 却被元阳阻拦 找死 我成全你 何明龙单手凝聚灵力 一道巨大的拳影凌空而起 猛然朝着元阳老祖轰去 元阳老祖知道自己躲不过攻击 索性站在原地 掌心飞出一面盾牌 只见盾牌迎风渐长 释放出一道巨大的虚影护体 哄 一声响彻天地的巨响 元老祖飞出数十米 身体才稳定下来 这件灵器不知道能扛我几招 何明龙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赶紧去消灭何家 我来拖住何明龙 元阳对着其他四位老祖说道 天一老祖点了点头说道 好 你保重 说吧 四人快速朝着何家飞去 何明龙见状神情着急 刚刚准备上前拦截 元阳老祖又挡在他面前 何明龙看着又拦在面前的元阳老祖 脸上露出一丝狠辣之色 好好好 今天就让你看看元阴之威 何明龙身体缓慢升空 同时双手凝结神秘法咒 灵力铭具成一条面目猙獰的巨大蛟龙 下一刻蛟龙腾空而起 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元阳老祖袭击 元阳老祖看着巨大的蛟龙虚影 身体快速后退 旋即从背后飞出五柄飞剑 五柄飞剑在空中合为一体 化作一道巨剑 释放出催枯拉朽之力 朝着蛟龙虚影刺去 轰隆 一声巨响 飞剑和蛟龙虚影在整个上空碰撞 恐怖的余波发出阵阵狂风 元阳老祖身体如同抛物线一般 重重摔在地上 似不亮丽 何明龙画音刚刚落下 突然发现自己被五柄飞剑笼罩 可嗨嗨 你就是我突破元阴七最大的助力 元阳老祖从地上缓慢站了起来 接着元阳老祖脸色苍白道 其实何农和杜金并没有袭击我的娘子 我做的一切就是想用元阴七的力量突破元阴七 何明龙脸上的笑意顿时收敛起来 有些气氛和差异地说道 你比天一 苍风厉害 可是把我当磨刀石的下场 只有死 嗖 一道黑影快速闪过 何明龙全身力量汇聚一拳之中 这一拳镇压十方天地 翻江倒海 哄 一声巨响 剑阵发出悲鸣声音 元阳老祖脸色一白 口中吐出大片精血 何明龙也把刺痛的拳头回收衣袖之中 你能拖我那么久时间 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受死吧 说吧 何明龙手中的飞剑化作一道黑影 如同厉鬼索命一般朝着元阳老祖打去 元阳老祖强忍住伤势 抬手祭奠出盾牌护体 碰 一道沉闷的巨响 元阳老祖狠狠摔在地上 同时盾牌暗淡无光地掉落在面前 何明龙也没有废话 抬手就要取元阳性命 多谢 多谢 我终于领悟元阴七的奥秘了 说吧 元阳老祖的身体 突然变成一片尘埃 消失在眼前 见此情形 何明龙脸色阴沉道 灵符 哼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呼云灵格的人都要死 说吧 何明龙匆匆朝着何家飞去 再晚一会 何家都不存在了 青州灵格 王宝林本以为又是无聊的一天 突然一位练弃十层的修士 送来一封书信 王宝林满脸疑惑和不解 自己远方没有故人和朋友啊 王宝林怀着疑惑的心情 查看书信内容 看完书信内容之后 王宝林脸色巨变 这份书信是张开和张伟写给自己的 大概意思是 元阳老祖带着穆子一 以及二十八位助击修士 离开西域大陆 同时让自己赶紧想办法 离开青阳城和万里城 王宝林心中一沉 知道出事了 立刻把书信递给田间打理灵药的二叔 二叔 你看看这封书信 王林接过书信 仔细查看片刻 旋即开口说道 不可能吧 灵田里面的灵药还没收走 而且 护云林阁在青阳五府都有商号 那么多资源 不是说放就能放弃的 看着面带质疑的二叔 王宝林知道事情紧急 开口说道 我们赶紧去护云林阁看看 王宝林没给二叔质疑的机会 立刻朝着护云林阁走去 王林见状 也跟了上去 很快 叔侄二人来到护云林阁 张冲满脸好奇地问道 你们要买东西吗 不是买东西 刘典和庞志忠真人呢 王宝林不动声色地问道 不知道 前些天他们 把林阁所有东西全部拿走 说是要备战 我好几天都没见他了 张冲如实说道 王林皱着眉头问道 你是说 现在店里没有任何东西 都被刘典和庞志忠拿走了 是的 都被拿走了 毕竟要备战嘛 张冲笑着说道 见到二叔要开口说话 王宝林打断了二叔 旋即对着张冲说道 好 告辞 走出呼云林阁之后 王宝林开口说道 赶紧收拾一下 只能去黑水城 信上说 不能留在青阳城 也不能前往万里城 可是我们怎么离开啊 二叔面带愁色地说道 我有办法 说吧 王宝林带着二叔 匆匆忙忙 朝着永泰林阁走去 不一会 叔侄二人来到永泰林阁 叶小冉满脸好奇地问道 这是二叔吗 这位是 王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他是青州府永泰阁的负责人 王宝林简单介绍道 仿佛察觉到王宝林的着急 叶小冉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王宝林面带苦笑道 这次真的要跑路了 能不能带我们去黑水城 去黑水城干什么 叶小冉好奇地问道 王宝林面带愁色说道 来不及解释 再不走我和二叔都要死 好 但是你把事情详细经过说一遍 我也好应对突发情况 叶小冉开口说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把事情简单解释一遍 元阳老祖为什么撤退 不至于如此畏惧何家吧 叶小冉满脸诧异地说道 不知道 不过呼应林格的助击真人 已经全部离开了 而且林格里面的东西 全部被带走了 王宝林开口补充道 叶小冉突然脸色聚变道 今天晚上乘坐我们叶家的商船 前往黑水城 你收到了什么消息 王宝林有些好奇地问道 和明龙突破原因期 元阳老祖下落不明 天翼老祖等人 把何家上下全部杀光 愤怒的何明龙 把青阳城其他四位金丹老祖打伤 不过最后关头 被另外一位原因期修饰阻拦 叶小冉开口解释道 听完这个消息 王宝林和王林二人的脑袋 一片空白 信息量太大了 元阳老祖还真跑了 留下我们当炮灰 他早就知道 何明龙突破原因期了 王宝林脸色苍白地说道 王林满脸不解地问道 元阳老祖既然知道 何明龙突破原因期 为什么还和他动手 元阳老祖想要借助 何明龙之手突破原因期 叶小冉满脸唏嘘地说道 王宝林眼中闪过一丝呆滞之色 元阳老祖下了一盘好大的棋 可惜我们连棋子都不是 只是一堆棋子 叶小冉看着情绪低落的叔侄二人 开口说道 晚上就走 不用担心 二叔开口说道 我要回去一趟 把谢云他们都叫着 让他们一起走 何家被灭 元阳老祖夫妇 和住击真人都跑光了 何明龙又不能杀其他四位 金丹老祖谢粉 最后这一刀 只会落在我们这群灵药师 和炼丹师头上 王宝林点点头开口说道 除了谢云妇女之外 其他人都不要通知 王林立刻把目光投 向叶小冉身上 开口说道 他们是灵药师和炼丹师 都可以加入永泰灵阁 一旁王宝林又是一阵无语 二叔心中那股正义之心 又开始泛滥了 叶小冉满脸苦笑地说道 只能带你和阿宝走 其他人不行 把他们都带走了 何家还是会追来的 就算你们到黑水城也不安全 抱歉 是我唐突了 能不能把谢云和谢书优带上 王林开口请求道 可以 我会想办法消除你们的踪迹 就算何明龙发现你们 也不会为了四个炼器修饰 和我们叶家翻脸 叶小冉开口说道 多谢叶仙子 二叔面带感激之色 不用谢 赶紧去把他们接过来 何明龙随时会来清周府 叶小冉开口提醒道 王宝林和二叔点了点头 立刻返回陵园 书指二人刚刚返回洞府 正面遇见李星华和江大海 唉 整个呼云林阁里面 什么都没有啊 江大海满脸吐槽之色 王宝林强装镇定地说道 是啊 我们也是去大鼠方式 购买的灵符 你们去那边看看 好 那我们先去大鼠方式看看 说吧 二人转身朝着大鼠方式走去 见到二人离开 王宝林和王林松了一口气 旋即来到谢云洞府前 老县 我有事情找你 王林开口说道 谢师叔开门 王宝林开口催促道 片刻之后 大门被打开 只看见谢书忧和廖白乡二人 王宝林和二叔 直接进入洞府内 旋即转身把洞府大门关上 你爹呢 王宝林对着小书忧问道 我爹在里面炼丹呢 小书忧指了指里面的炼丹室 老谢赶紧出来 王林催促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云从炼丹室内走出来 没事 来不及解释 不要惊动其他人 带上贵重东西 赶紧和我走 不要多问 王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看着王林惊恐和紧张的神情 谢云还是处于呆猛状态 这是怎么了 赶紧走 不要废话 跟着我们聚用太阁 王宝林催促道 眼下这种情况 何家老祖随时会降临 到时候 叶小冉也就不了自己 王宝林没空 和谢云多废话 谢云脸色也微微一变 知道 能让王宝林如此激动的事情 肯定关乎到性命 好 我跟你们走 只是白香怎么办 谢云把目光投向 室外的撩白香身上 王宝林走出炼丹室 对着满脸疑惑的二小说道 白香 树幽 我们一起去见上次那个漂亮姐姐 好不好 听见要见叶小冉 二小没多想 立刻点头道 好好好 宝林 要不要把田里灵药都带走 王林满脸好奇地问道 不行 太招摇了 赶紧走吧 王宝林开口说道 王林也意识到 现在灵药还没成熟 就被采摘 肯定会引起黄阳 李新华等人的注意 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 一行人很快走出陵园 正巧遇见 从外面回来的后金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后金好奇地问道 王宝林强装镇定道 哎 护云林阁里面 什么都没有 我们去其他店里 买些灵符护体 听见王宝林的话 后金开口说道 是啊 我也刚刚从张冲那里回来 店里什么都没有 他还催促我们赶紧练丹 前几天练的丹药 全部被留点拿走了 真是把我们当生过使唤 我要好好休息一下 后金吐槽道 我们不耽误到有休息了 还要去买东西 王林笑着说道 说吧 一行人匆匆忙忙离开 后金并没有察觉到异常 觉得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 离开青州陵园之后 王宝林背后都已经汗湿透了 现在护云林阁和青州陵园 是最危险的地方 很快 一行人来到永泰陵阁 见到王宝林等人到来 叶小冉松了一口气说道 马上就走 青州陵园已经被张本才 抵押给万福宗 万福宗也知道 原阳老祖跑路的消息 现在已经派人前往陵园 只能进 不能出来 听见叶小冉的话 王宝林松了一口气 只有谢云满脸不解地朝着王林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一下上灵州再说吧 现在就走 叶小冉催促道 察觉到不妙的廖白香 开口说道 我不走 我要去找两位师傅 碰 王宝林抬手打晕 准备逃跑的廖白香 把她抬上非洲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叶小冉领着众人来到永泰陵阁的后院 无真人 一定要把我这几位朋友平安送到黑水城 叶小冉开口嘱托道 只见身材高大的无真人满脸恭敬地说道 六小姐放心 我一定把他们平安送到黑水城 有劳了 王宝林和王林抱拳谢道 不客气 说吧 一行人上了灵州 叶小冉对着王宝林说道 这次你欠我一个大人情 日后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宝林满脸坚定地说道 好 记住你的话 别忘了 你还欠我七千零食呢 叶小冉提醒道 没有忘记 放心吧 王宝林笑道 等着我回黑水城 叶小冉满脸略带悲伤地说道 好 王宝林汉手答应道 无真人等二人告别完毕 催动灵州 加速离开青州府城区 看着身后越来越远的青州府 王宝林紧绷的神情终于放松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云满脸急躁地问道 王林和王宝林对视一眼 旋即大笑起来 再不说清事情经过 估计谢云都快急死了 就在这时候 呼云林格的位置 突然发生一阵巨大的爆炸 巨大的火光直耸云霄 望着身后冲天火光 谢云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那个爆炸的位置 是不是呼云林格 王宝林和王林 也是满脸震惊之色 喃喃自语道 我们走得真及时 这是何人出手 这股恐怖的威压 比金丹老祖的气息 都要强好多呗 一旁吴双阳也是满脸惊讶地说道 原因老怪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你们怎么会得罪 原因期休士 吴双阳面带好奇地问道 王宝林面带苦涩地说道 不是得罪 我们只是练气休士 怎么可能会得罪原因期休士 见都见不到一面 我们也是被殃及驰鱼啊 是啊 殃及驰鱼 太倒霉了 二叔开口附和道 顿了顿二叔王林 把事情详细经过 跟众人解释一遍 青州陵园 此时李星华 将大海等人已经察觉到 呼云林格出事了 在那种威力攻击之下 张冲和殿里的人不可能活命 他们很想去现场看看 但是眼下万福宗的人 已经把陵园团团围住 压根就出不去 更加别说逃命了 现在我们万福宗接手陵园 里面所有的灵药都不许动 张本才 已经把陵园抵押给我们万福宗了 相光满脸严肃地说道 你们万福宗 要和我们呼云林格开战 黄阳满脸怒涩地说道 相光神情冷漠地看一眼黄阳 不屑道 哼 原阳老祖带着筑基真人们 都离开西域大陆了 你们就是一群弃子 等着何家老祖来处理你们吧 什么 不可能 在场几人都是面带惊慌失措之色 So 话音刚刚落下 何明龙带着何剑松 出现在灵州灵园内 见过两位前辈 相光立刻跪在地上行礼 起来吧 我们只为了呼云林格的人 不会为难你们 何明龙淡淡地说道 紧张的万福宗众人 长出一口气 碰 一声巨响 何剑松抬手 把究竟的后金 王子豪击杀 望着如同西瓜一般炸裂的二人 一旁黄阳 胡文 李新华等人 都是满脸惊恐之色 白香 白香呢 李新华对着江大海问道 被王宝林带走了 不对 谢云妇女也走了 江大海开口说道 白香没事就好 我们二人的传承 也不算没落 李新华满脸笑意之色 说吧 二人对视一眼 运转全部力量 朝着何剑松冲去 蝼蚁还敢反抗 哼 一拳如同炮弹一般袭来 李新华和江大海 瞬间化作一片尘埃 消散在天地间 见到魂飞魄散的二人 何剑松满脸阴沉道 哼 便宜你们了 说吧 何剑松把目光投向胡文 黄阳几位炼丹师身上 你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要把你们炼成魂帆 让你们永世不能超脱 黄阳和胡文慌张地说道 我们举报 有人提前跑了 暴怒的何剑松 懒得和他们废话 掌心飞出一面黑色旗帜 黑旗释放出一阵黑烟 黑烟化作一道 面目猙獰的骷髅头 把惊恐的几人吞没 做好一切之后 何剑松伸手 把旗帜收回掌中 看着旗面上痛苦 挣扎的黄阳胡文等人 何剑松面露一抹畅爽之意 接着 何剑松仿佛想到了什么 开口朝着相光说道 他们刚刚说 有人逃跑了 什么人逃跑了 相光连忙开口说道 没有听说有人逃跑 可能在呼云林阁 不过都被前辈一起消灭了 好 我们去下 一个地方 何明龙突然开口说道 说吧 何家父子转身离开了青州府 目送残暴的二人离开 万福宗众人 也是松了一口气 李慧明不解地问道 我记得王宝林叔侄二人 还有谢云妇女二人都跑了 为什么不告知何老祖 吴学兰满脸无语地说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相光认同地点了点头说道 吴长老说得不错 他们要是留在青州府不走 我们和太极仙门 还能好好发展吗 顿了顿相光接着解释道 更重要的是 宗主亲眼见到 他们被永泰灵阁的人送出城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们攀上叶家这棵大树了 叶家又如何 如果告知何家还有漏网之鱼 说不定能改善我们和何家的关系 李慧明眼前一亮道 你别乱来 这次出手阻拦何明龙的人 就来自我们青阳城 我们是两个阵营 你可别站错队啊 魏一南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们青阳城也有原鹰老怪 众人满脸诧异地问道 是的 是我们青阳城第一位原鹰老祖 本以为他陨落了 没想到还活着 而且修为更进一步 这次要不是他出手 我们青阳城五大金丹长老 就要全军覆没了 魏一南开口解释道 众人恍然点了点头 另一边谢云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 满脸唏嘘地说道 看来老李 老江他们已经惨遭毒手了 王宝林点了点头 并没有开口说话 吴双阳也是满脸同情地 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还真是够倒霉的 转眼来到第二天一早 昏迷的廖白香 缓缓苏醒过来 这是哪里 你醒啊 王宝林的声音 在其耳边响起 见到王宝林的面孔 廖白香满脸着急说道 师父 我师父呢 你记住了 杀你师父是 原鹰老怪何明龙 但幕后真凶是原羊老祖夫妇 希望你永远记住 有朝一日可以复仇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说道 廖白香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吵大闹 只是宁重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 多谢宝林哥哥相救 要不然 我也遭遇不测了 廖白香收拾心情之后 满脸认真的谢道 好好修炼 努力帮你师父报仇 王宝林开口说道 廖白香点点头 脸上露出一丝很勉强的笑意 还有几天就到黑水城了 刚刚六小姐传来消息 李新华 张冲 黄阳全部被杀了 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 何家父子不会再追究你们 前提你们不要返回青阳城和万里城 吴双阳开口解释道 王宝林彻底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安全了 你们到黑水城之后 有没有什么打算 吴双阳好奇地问道 众人立刻把目光投向吴双阳身上 王宁还以为吴双阳要招揽自己 连忙开口说道 我们准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修炼 等突破 筑机再做打算 吴双阳有些诧异地说道 你们不准备帮六小姐 我们都是练气修饰 等我突破筑机器 随时听从六小姐的吩咐 王宁满脸严肃地保证道 王宁心里是真得怕了 现在只想好好修炼 赶紧突破筑机修饰 王宝林也理解二叔的心情 不突破筑机 连蝼蚁都不是 这次要不是张冲和张伟提前通知 自己和二叔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吴双阳点了点头 并没有继续开口说话 其实他也不想招揽王宝林等人 毕竟都是些练气修饰 见到气氛不对 谢云岔开话题道 这次多亏了张冲和张伟 他们是什么身份 居然能提前好几天 就把书信传出来 要知道 从青阳城区到青州府 最快也需要一个星期 那个时候 刘点和庞志忠都还没走呢 王宝林认同地点点头开口说道 他们觉得 上次梁家鬼修的事情坑了我 而我还分给他们四百零食 心里觉得过不起 这才通风报信的 顿了顿王宝林接着开口解释道 他们二人修为那么低 还能逃过一劫 我猜测 他们是张本才的亲戚 远远不是记名童子那么简单 二叔和谢云都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转眼十天过去 众人终于来到了黑水城 吴真人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黑水城的情况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心情不错的吴双阳笑着说道 当然可以 黑水城靠近海边 可以通过海陆前往其他大陆 黑水城一共有三个地方组成 分别是离兴岛 黑水城区 空州港组成 离兴岛身处外海 靠近黑水城 是散修的大本营 有三位金丹老祖坐镇 以及上百位住击修士 黑水城区 就是我们叶家的地盘 也是黑水城最大的势力 我们叶家有三位金丹老祖 还有一位金丹七克青长老 住击真人 大概有三十位 最后就是空州港 这是顾家的地盘 顾家背靠西域大陆唯一港口 族内有三位金丹老祖 有二十位住击真人 不过他们很有钱 隐藏了十例 我们叶家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听完吴双阳的描述 众人对黑水城有一个大致了解 虽然黑水城没有五位金丹巅峰的老祖 可是金丹老祖的数量一点也不少 前面就是黑水城 我在城外给你们找一处洞府 你们先在那里住着 吴双阳开口说道 好 多谢吴真人 王宝林满脸感激道 大家刚刚来到黑水城 人生地不熟的 吴双阳也算是给大家安排一个落脚点 不用谢我 我也是 看在六小姐的面子上 要谢就谢六小姐 吴双阳笑着说道 说话间 带着众人来到一片山清水秀之地 吴双阳非常熟络地打开外门阵法屏障 只见一大片错落有致的别院出现在众人眼前 离原洞府区是叶家分给我们这群住基真人居住的地方 我现在不住这里 你们就暂时住在这里吧 吴双阳一边走一边对着众人介绍道 离原洞府 名字倒是很好听的 王宝林开口说道 这里灵力也很充沛啊 谢云非常满意地说道 很快 众人来到一处趋近通幽的别院门前 这就是我的洞府 里面有两个个炼丹室 三间闭关室 还有三个房间 足够你们居住了 说吧 吴双阳抬手把院前的禁止和阵法撤去 众人点点头走入别院里面 一年一千零时 吴双阳开口说道 好 多谢吴真人照顾我们 王宝林满脸感激之色 毕竟那么大的洞府 一年才一千零时 确实非常划算 老谢 你先付这次租金 明年我来付 王林有些尴尬地说道 没事 你我之间还那么客气干什么 说吧 谢云递给吴双阳一千零时 好 我先走了 你们好好休息吧 这是黑水城的地图 你们拿去看看 说吧 吴双阳留下一份地图 转身离开了梨园洞府 王宝林接过地图好奇地查看起来 片刻后把地图递给二叔和谢云 查看地区之后 众人都已经清楚黑水城的基本区域 我要好好休息一下 有什么事情 等我睡醒再说 说吧 王宝林随便走进一个房间 极致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放松 巨大的疲惫感袭来 王宝林也不想那么多 倒头就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 待王宝林再次苏醒的时候 发现二叔和谢云正在院子里 给谢书忧和廖白相讲道 宝林 你终于醒了 你都睡三四天了 二叔面带笑意地说道 哦 二叔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我准备闭关突破炼器十三层 王林面带激动地说道 好 二叔你要小心点 王宝林不放心地说道 没事 你放吧 王林脸上闪过一丝自信之色 老王你就安心闭关吧 我看着周围到处是住击真人 没有人敢来这里捣乱 谢云笑着说道 王林认同地点了点头 黎原洞府里面 确实住着很多住击休市 一般势力不敢来闹市 看见二叔闭关 王宝林对着谢云说道 谢师说 我们要想办法搞点收入 坐吃山空不行啊 况且我身上一点灵丹都没有了 呃呃 后院有半亩灵田 你可以种植灵根 谢云开口说道 后院还有灵田 这个洞府也太豪华了吧 王宝林面带一丝诧异之色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好 说吧 谢云带着 王宝林和二小朝着后院走去 很快来到一片荒芜的灵田面前 这连半亩地都没有 最多能种植二十株灵根 王宝林有些失望地说道 你就满足吧 二十株灵根你能买得起吗 谢云反问道 王宝林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道 这不是有谢师叔吗 呵呵呵 你可真看得起我 我可买不起二十株灵根 谢云满脸无奈地说道 看着满脸写着贫穷的谢云 王宝林开口问道 我出灵药 谢师叔能帮我练丹吗 你要练着什么灵丹 谢云满脸好奇地问道 开灵丹 谢师叔会吗 王宝林笑着问道 没问题 谢云自信地说道 王宝林从体内灵田 取出两株九曲花生 和两株起螺草 百年灵药 谢云满脸诧异之色 呃 难道百年灵药 不能炼制开灵丹吗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百年灵药炼制开灵丹 你疯了 炼制养灵丹都可以了 开灵丹只是二转出阶灵药 你用的药材再好 也就只能卖二百多灵食 谢云满脸激动地说道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谢师叔 你会炼制养灵丹吗 我有丹方 但是能不能不成功 不好说 谢云有些犹豫地说道 拿出一株九曲花生 和起螺草试试 王宝林试探性地问道 好 试试 谢云立刻答应下来 反正是王宝林提供灵药 成功与不成 他都增加经验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谢云拿出自己的丹炉 一旁的料白香和谢叔忧 都是满脸好奇地围在旁边 灵药 谢云开口道 王宝林立刻把九曲花生 和起螺草递给谢云 谢云见到丹炉火势变大 立刻把丹炉灵药 投入丹炉之中 与此同时 王宝林也释放出神识 查看丹炉里面的情况 谢云催动灵力 加大火焰力度 见到灵药化为液体 立刻从储存袋内 取出两株一转高阶灵药 投进丹炉内 在王宝林疑惑的目光之中 谢云对着丹炉 再次加大火焰 待温度下降之后 谢云再次投入另外一株 一转高阶灵药 接着运转灵力加大火焰 此时谢云额角留下阵阵汗水 显得非常吃力 谢云如此又重复一次 玄机对着王宝林说道 刚刚后面加入的灵药 是为了塑形 提高承担率 养灵药是二转高阶灵药 属于比较难炼制的灵药 需要重复淬炼三次 听完谢云的补充 王宝林认同点了点头 谢云接着补充道 其实后面的灵药可以不投进去 我是没有信心 才会出此下策 如果熟练了 可以不用如此麻烦 这样做会提升炼丹成本 说吧 谢云递过来一枚玉桶 这是养灵丹方 里面还有我刚刚提升 养灵丹成功率的秘方 王宝林脸上露出一丝笑道 多谢师叔 谢云摆了摆手 平住呼吸 把目光投向炼丹炉上 王宝林也是满脸紧张之色 毕竟刚刚那两株灵药 最起码值4000灵石 要是失败了 自己损失非常大 咔 谢云直接打开丹炉 丹炉内立刻传来一阵药香 王宝林眼前一亮 知道成功了 只有三枚 正常应该可以炼制出四枚养灵丹 谢云满脸示弱地说道 不错 非常不错 三枚养灵丹价值6000灵石 我们早就回本了 王宝林满脸笑意之色 谢云点了点头 把三枚养灵丹都递还给王宝林 你看看品质如何 王宝林看向掌中 散发着浓郁灵药的养灵丹 忍不住开口说道 一颗养灵丹的灵力 比十枚养灵丹都要浓郁 谢云忍不住笑道 一颗养灵丹的价格 同样可以买十枚开灵丹 王宝林拿出一枚养灵丹 递给谢云 这是谢师叔的报酬 王宝林笑着说道 不要 你给我机会练手 我不能要这枚养灵丹 谢云果断拒绝道 谢师叔自己也消耗了几株灵药 这枚养灵丹一定要收下 王宝林开口说道 谢云沉思片刻开口说道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王宝林面带愁色地说道 谢师叔 我现在练七八层 又不能使用养灵丹 还是要买开灵丹 我要找个方式出售灵药 好 我陪你去一趟附近的方式 谢云笑着说道 好好好 可以出去玩了 谢淑忧满脸激动之色 谢云无奈地摇摇头 对着王宝林说道 我们距离黑水城区非常近 我们直接进城看看 好 正巧我有永泰灵格的令牌 不知道有没有优惠 王宝林开口说道 对了 我有一个疑问 你和那个叶小冉是什么关系 谢云满脸八卦地问道 看着谢云满是笑意的眼神 王宝林淡淡笑道 我欠他一笔灵石 他怕我死了 灵石就没人还了 那么简单 谢云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 对啊 能有多复杂 王宝林无奈地回答道 可是他 为什么要借灵石给你 谢云有些诧异地问道 不知道 如果非要说理由 可能是看我长得帅吧 王宝林淡淡地说道 谢云和二小都是停下脚步 嘴角一阵抽搐 神情极为不屑 走吧 快进城 王宝林无奈地催促道 半天之后 众人来到黑水城门前 望着高大 斑驳的城墙 众人并没有感到稀奇 说实话 黑水城还真没青阳城高大 不过让王宝林感到惊讶的是 黑水城没有入城废 众人直接走入城区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热闹的街道 街道两旁都是各式各样的商铺 商铺内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 一行人转了一圈 终于找到黑水城永泰林阁 望着眼前十层独立的建筑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说道 这也太豪华了 走吧 进去看看 就当几人准备进去的时候 突然被两位侍女拦住 几位有预约吗 我们买东西 还要预约 王宝林满脸疑惑地问道 不需要 如果有你认识的侍女 这样能更好地服务你 两位侍女笑着说道 王宝林笑道 还挺有服务精神 没有认识的侍女 更加没有预约 接着 王宝林从腰间取出玉牌 递给二人 二女眼前一亮道 您是贵客 请上二楼 接着 两位身材高挑的侍女 把众人引领到二楼一处雅间 道友叫我小倩就好 这是我妹妹小青 王宝林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我要出售两株零药 说吧 拿出一株九曲花生 和一株起螺草 递给二女 二女看着 王宝林递来的两株零根 脸上 闪过一抹笑意道 都是百年零药 一株两千零食 两株一共四千零食 听见二人的报价 王宝林点了点头 好 成交 见到王宝林答应下来 侍女小倩 立刻递过来四千零食 王宝林接过零食 对着小倩说道 给我六枚开零丹 好 一共一千二百零食 说吧 旁边小青立刻拿出六枚开零丹 递给王宝林 王宝林本想继续购买几株零根 但是考虑到谢云等人都在旁边 购买二转零根回去 不可能种在后院破地里面 放在体内又怕零田暴露 好 需要什么东西 我下次再来吧 说着王宝林递给二女一千二百零食 二女面带笑意地说道 好的 下次还可以直接找我们就行了 这时 旁边谢云突然问道 养铃丹多少零食一枚 二女立刻把目光投向谢云身上 柔声说道 两千零食 好 给我一枚 说吧 谢云递给小倩两千零食 小倩也递过来一个精美的词评 谢云查看丹药没有问题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好好好 没问题 我们就走吧 王宝林朝着谢云问道 没了 谢云一脸笑意之色 加上王宝林给的零食 谢云现在有两枚养铃丹 可以顺利突破练器十二层了 告辞 有需要 我下次再来找你们 王宝林笑着对着二女说道 好 道友慢走 说吧 二女亲自送走王宝林一行人 半天之后 众人顺利返回梨园洞府 宝林 我要闭关 这两个小家伙交给你了 谢云迫不及待地说道 王宝林满脸无奈地说道 好吧 二叔最快也要两年才能突破 我一个人不一定能看住他们二人 我这次闭关最慢一年时间 最快半年时间 你不用担心 说吧 谢云转过头 对着谢淑优和廖白湘说道 你们好好修炼 不许乱跑 好 廖白湘非常乖巧地说道 爹爹你把丹炉留给我 我可以练习一下丹术 谢淑优开口说道 好 说吧 谢云把丹炉递给谢淑优 得到丹炉的谢淑优和廖白湘对视一眼 偷偷露出一抹笑意 谢云转身迫不及待地返回闭关室 看见二叔和谢云都在闭关 王宝林也是一阵心累 宝林哥哥 我们继续炼丹吧 谢淑优满脸喜悦地说道 呃呃 这里没有火镇 以你们的水平 很难炼丹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有火源 炼丹室内有火源 谢淑优开口说道 啊 炼丹室里面 居然还有火源 王宝林满脸诧异之色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洞府 不仅有中级聚灵阵 还有火阵 确实非常高级 毕竟是住基真人居住的地方 谢淑优满脸认真地解释道 很快 一行人来到炼丹室 二小拿出从叶小冉那里购买的灵药 刚刚进入炼丹室 谢淑优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 一副老师的姿态问道 白湘 你打算炼制什么丹药 我准备炼制一转中阶灵丹 只腾丹 廖白湘满脸恭敬地说道 王宝林则是满脸无聊地 坐在旁边看着老师教学生 经过一次失败之后 廖白湘居然能熟练 炼制一转中阶灵丹 接着 廖白湘在谢淑优的指导下 又成功炼制出 其他几种一转中阶灵丹 转眼两个月过去 二小在炼丹室疯狂炼丹 不仅廖白湘的丹数得到了提升 就是旁边观看的王宝林 对丹数又有了一个新理解 同时 随着丹数的提升 王宝林对谢淑优的炼丹水平 越发感到佩服 谢淑优的炼丹水平非常高 如果不是修为低 她的炼丹水平肯定比谢云厉害 小淑优 你现在还是炼气二层 虽然你是五行灵根 但你不能自暴自弃啊 我没有资源 没法突破 谢淑优一副摆烂的姿态 王宝林满脸严肃地呵斥道 你身上最起码有一千多灵石 比一般炼气中期修饰都要富有 这还算没资源吗 你要知道 一个炼气六层散修给别人跑腿 当打手 一个月才30-50灵石 一年也才600灵石 你现在把灵石换成聚气单 赶紧突破炼气三层 廖白湘也开口复合道 虽然我年纪比你大 但是你比我先修炼 却和我一样修为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把这些一转丹药出售之后 我也要购买灵丹用来突破 听见王宝林和廖白湘的劝说 小淑优点了点头说道 好 我一定努力 王宝林点了点头说道 我要再去一趟永泰阁 你们去不去 好 一起去 正巧把灵丹卖给他们 谢淑优满眼冒光道 王宝林对着一副财迷模样的谢淑优说道 一转中阶灵丹 泰灵格不一定要 但是一转高阶灵丹 他们肯定会收的 要是叶姐姐在这里就好了 她肯定会全部收下的 小淑优满脸忧伤地说道 呃呃呃 你还真是占便宜没够啊 王宝林忍不住吐槽道 哈哈 一旁撂白湘忍不住大笑起来 谢淑优气鼓鼓地看了一眼王宝林 一路欢声笑语之中 一行人再次来到永泰灵格 请问有预约吗 两位陌生侍女面带笑容地问道 小倩和小青 王宝林开口说道 好 稍等 只见这两位侍女催动通讯玉牌 很快小倩和小青 一阵急促小跑过来 王药师 我们去二楼详谈 好 王宝林跟着二女 来到二楼雅间 我两位师妹 有些灵药出售给你们 你们看着出价 说吧 王宝林是一小树优和白箱 把灵丹拿出来 二人立刻一会 拿出瓶瓶罐罐 递给二女 小倩和小青 看着面前的低阶灵丹 并没有失望 而是开口说道 这些都是低阶灵丹 本来我们永泰灵格 是不会收的 但是考虑到您是贵宾 所以这些灵丹 我们收下了 但是价格不高 没事 你看着给吧 王宝林点头道 永泰灵格 小倩和小青 轻点片刻之后 对着廖白箱说道 大部分都是一转 中阶灵丹 一共一千灵石 接着又对着谢书优说道 你的灵药 也值一千灵石 好 二小面带喜悦的 点了点头 这时候 王宝林开口说道 有劳小青道友 带着我的两位妹妹 去一楼逛逛 他们还要购买一些 修行灵丹 小青点了点头 知道王宝林有事情 要和小倩姐姐单独谈 两位小妹妹 跟我去楼下选购灵丹吧 小青笑着说道 廖白箱和谢书优点了点头 兴高采烈地跟着小青 朝着楼下走去 待三人离开之后 王宝林趁机 从自己灵田内 取出三株曲酒花生 和三株起螺草 现在体内灵田里面 除了第三批种植的灵根 没有成为百年灵药 第一批和第二批种植的曲酒花生 和起螺草 都已经是百年灵药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 第三批五株起螺草 和五株曲酒花生 也快成为百年灵药 王宝林决定 王宝林决定把灵石换成灵根 这样获得资源的速度快一点 前期辛苦一点而已 小倩眼前一亮道 都是百年二转顶阶灵药 好好好 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两千灵石一株 你看行不行 小倩满脸紧张地问道 王宝林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好 小倩立刻递过来一万两千灵石 生怕王宝林反悔 酒区花生灵根 和起螺草灵根 多少钱一株 王宝林开口问道 都是一千二百灵石一株 可以结果四次 小倩面带笑意地解释道 五株酒区花生灵根 五株起螺草灵根 王宝林淡淡地说道 好的 稍等 说吧 小倩从储存袋内 拿出十株灵根 递给王宝林 王宝林接过灵根 仔细查看片刻 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把刚刚到手 还没误热的一万两千灵石 递给小倩 刚刚好 小倩满脸笑意地收下灵石 王宝林点了点头 接着开口问道 有没有炼丹炉 有的 你要什么级别的炼丹炉 小倩满脸笑意地问道 高阶炼丹炉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高阶丹炉属于高阶法器 需要三千八百灵石 小倩开口说道 你猜得好准啊 我身上就剩下三千八百灵了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说吧 王宝林把全身灵石 递给了小倩 小倩也立刻拿出一个精美的丹炉 递给王宝林 王宝林望着精美的丹炉 旋即朝着丹炉 输入一道灵力 丹炉瞬间变大 再输入一道灵力 丹炉再次变小 不错 不错 王宝林面露一丝满意之色 倒有满意就好 小倩面带笑意地附和道 有需要下次再来找你 说吧 王宝林转身朝着一楼走去 此时 廖白香和谢淑悠 已经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 丝毫没有察觉到 王宝林出现在他们身后 你们买好东西了吗 王宝林开口问道 买好了 我们走吧 二人有些恋恋不舍地说道 赶紧回去好好修炼 努力挣灵食肯定能买得起这些东西 王宝林给二人来了一套心灵鸡汤 接着 一行人返回洞府 宝林哥哥 我要闭关 我也要闭关修炼 听见二小的话 王宝林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小心点 注意安全 有问题立刻向我求救 好 说吧 廖白香和谢淑悠 转身朝着闭关室内走去 王宝林也返回自己房间 坐下来之后 王宝林把刚刚购买的 五株九曲花生林根 和五株起螺草林根 放在林田里面 加上这次种植的林根 林田里面一共有三十株林根 分别是十五株曲九花生林根 十五株起螺草林根 原本空旷的三亩林田 终于变得充实起来 种好林根之后 王宝林的余光突然发现 八颗林种居然长出了稚嫩白芽 见此情形 王宝林也是松了一口气 要是林种再不发芽 他都准备把林种挖出来了 毕竟林种也会抢占土壤林立 这样会导致其他林根发育的慢 不过现在林田发芽了 王宝林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打理好林田之后 王宝林把目光投向炼丹炉上 把玩着精美丹炉 王宝林很想 现在就开始炼丹 可是身上没有林药释手 就这样 王宝林百无聊赖地度过三个月 宝林哥哥 我突破了 谢书游一蹦一跳地走出闭关市 我也突破了 廖白湘也从后面走了出来 因为院子里面只有三个闭关市 二叔和谢云站了两个 所以这次闭关 廖白湘和谢书游同住在一间闭关市 恭喜你们突破炼气三层 王宝林面带笑一道 爹爹应该快出关了 这都快半年了 谢书游把目光投向身后闭关市 还是宝贝女儿担心我啊 谢云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爹爹你终于出关了 谢书游满脸笑意地扑向谢云 恭喜谢师叔突破炼气十二层 王宝林笑着恭贺道 你二叔还没出关吗 谢云开口问道 早呢 最快也要一年时间 王宝林无奈地说道 老王确实非常勤奋 当初他修为还没有我高 现在已经把我圆圆甩在身后了 谢云满脸感慨之色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遇 无需过多比较 王宝林说道 你说得对 哎 小淑優你居然突破了 谢云略带惊讶地看向女儿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可是未来的炼丹大师 谢淑優满脸得意之色 谢云满脸感激地看向王宝林 这半年辛苦你了 照顾这两个小家伙 非常累的 谢师叔不用客气 是他们自己努力 而且他们很乖巧懂事 王宝林谦虚道 顿了顿王宝林开口说道 既然谢师叔出关了 我也准备闭关了 好 你赶紧去闭关吧 我来教导他们 谢云点头道 你们乖乖听话 我要去闭关了 王宝林对着廖白香和谢淑優说道 快去吧 小心点 二小面带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 说吧 王宝林转身朝着闭关室走去 王宝林进入闭关室之后 拿出蒲团放在面前 旋即坐了下来 从储存袋内取出六枚开灵丹 默念几遍静心绝之后 王宝林开始运转先天助击绝 运转几个大周天之后 王宝林立刻把面前六枚开灵丹 全部服用下去 体内一道庞大的灵力 冲击全身经脉 王宝林全力运转 先天助击绝消化体内磅礴的灵力 转眼三个月飞逝 当王宝林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 又增加了数倍 虽然突破了炼气九层 但王宝林心中 也是感到一阵后怕 六枚开灵丹 差点没能让自己突破 不行 开灵丹对我的作用越来越小 必须搞点炼气丹才行 王宝林心中暗暗思索道 想到这王宝林释放出神识 查看体内灵田的情况 只见第三批石柱灵根 已经长出娇艳的灵药 不过看样子 还需要两个月时间 才能完全成为百年灵药 看来随着灵根的增加 灵田催熟速度会减慢 王宝林神情严肃地自言自语道 不过这也符合自己的猜想 田里灵根多了 肯定会争抢土壤里面的灵力 本来想准备起身走出闭关室 看见瓷瓶旁边的炼金丹 王宝林拿出玄铁炼骨绝 准备尝试修炼一下 王宝林按照功法 刚刚运转一个周天 突然感到一阵钻骨的疼痛 王宝林立刻服用两枚炼金丹 旋即继运转玄铁炼骨绝 几个周天之后 王宝林已经炼成玄铁炼骨绝第一层 同时肉身强度已经达到炼体一层 王宝林看着变强壮的身体 自言自语道 这也不难啊 想到这王宝林 接着又服用了两枚炼金丹 运转几个周天之后 体内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不行不行 这太疼了 说吧 又服用一枚炼金丹 接着运转大周天 片刻之后 王宝林面带不可思议之色 又突破了 想到这王宝林继续运转功法 把剩下的三枚炼金丹全部服用 几天之后 王宝林缓缓睁开了眼睛 炼体三层 这样也太简单了 几乎没有瓶颈 是不是只要有炼金丹 就可以一直突破 王宝林暗暗猜测道 算了 现在身上没有零食 等零要成熟 再炼制一批炼金丹 想到这王宝林伸了伸懒腰 起身朝着室外走去 宝林你终于出来了 你都闭关快四个月了 谢云见到王宝林走出闭关室 面带笑意地打招呼道 是啊 不过还好顺利突破炼器九层 不过 我感觉开灵丹对我的作用越来越小 王宝林满脸忧虑地说道 这是正常现象 如果服用太多灵丹 会产生耐药性 我们炼丹师称其为单独 服用同样的灵药 效果会大打折扣 谢云开口解释道 那二叔体内也有单独 所以突破炼器十三层 需要服用破灵丹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是的 老王对聚灵丹都免疫了 说明体内的单独非常重 谢云开口解释道 那怎么办 王宝林满脸担忧地问道 没有危险 尽量自然突破 少使用灵丹 或者炼制洗除单独的灵丹 不过对于你们来说 没太大影响 一般凝结金丹前 需要逼出体内单独 谢云解释道 哦 没有危险就好 金丹七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王宝林无奈地笑道 对了 小树优和白箱呢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他们在房间里修炼呢 自从白箱努力修炼 也带动了懒惰的小树优 谢云嘖嘖称其道 小孩子之间互相影响 这是正常情况 王宝林面带笑意地说道 我准备去一趟黑水城去 谢云说道 啊 谢师叔去黑水城去干什么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我准备买点灵根 后院的灵田不能荒废啊 谢云笑着说道 你有那么多灵石吗 你不是说 买不起二转灵根吗 如果种植一转灵根 半亩灵田很难回本啊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说道 去借灵石 谢云解释道 呃呃 谁会把灵石借给你 这不是冤大头吗 王宝林满脸诧异地问道 这就不用你管了 你帮我安心打理半亩灵田 一个月给你五十灵石 一年给你六百灵石 谢云满脸自信地看王宝林 好吧 王宝林点了点头 你在洞府等着 我去一趟城区 我怕谢叔优和廖白香突然出关 如果下午他们出来 有劳你照看一下 谢云吩咐道 好 谢师叔就放心吧 王宝林保证道 转眼日落西山 谢云满脸笑意地返回洞府 看着脸上藏不住笑意的谢云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谢师叔借到灵石了 灵根都购买好了 说吧 谢云拿出五株九蛆花生灵根 五株起螺草的灵根 十株二转顶阶灵根 一共花费我一万三千灵石 谢云满脸得意地说道 好吧 谢师叔可以告诉我 这些灵石哪里借到的 王宝林满脸好奇之色 永泰格借给我的 因为我炼丹师的身份 他们最高愿意借给我一万三千灵石 不仅炼丹师可以借到灵石 灵药师 炼器师 正法师 灵厨 都可以凭借身份获得借款 像我的炼丹水平最高 可以借到一万三千灵石 如果水平再高些 还能借到更多灵石 谢云开口解释道 有没有利息 王宝林好奇地问道 有 借一万三千还一万五千 不过如果还不上 就只能投靠业家 打工还债 谢云回答道 他们不怕你跑了 王宝林接着问道 所以他们只借炼器修饰 不借筑机修饰 因为筑机修饰跑了 他们也追不回来 谢云大笑道 王宝林算是涨了眼界 这和钱是一些银行放贷比较像 不过 这也是 叶家自信的表现 钱是银行不怕收不回来钱 可是残酷的修真戒 大家都有强大力量 不服就干 经常出现凭本世界的钱 凭什么要还 叶家为了控制风险 只借给炼器修饰 而且只借给有技能的炼器修饰 还是不敢借给筑机修饰 万一筑机真人借钱不还 叶家总不能天天派金单长老出面要钱吧 派出筑机真人去催债 大家都是筑机器 打不过 你还跑不过你吗 时间长了 又是一笔烂账 王宝林听完谢云的解释 点了点头 旋即结果拾出零根 仔细查看一番 不错 可以结果四次 走吧 赶紧把零根种在地里 爹爹 你们要去干什么 我也要去 谢淑悠和廖白香走出闭关市 去后院开垦林田 既然你们出关了 就一起去吧 谢云无奈地说道 好的 二人脸上一抹笑意 来到后院 王宝林从储存袋内 取出两个小锄头 递给廖白香和谢淑悠 干什么 二小满脸疑惑之色 教你们开垦林田 跟着我一起做 王宝林开口说道 说吧 王宝林抡起锄头 开始刨地 谢淑悠和廖白香点了点头 跟着一起开始刨地 一刻钟之后 半亩林田已经开垦完毕 这也没什么特殊的难度 谢淑悠满脸好奇地说道 是啊 没有难度 只是想让你们帮忙而已 王宝林淡淡地说道 谢淑悠和廖白香 满脸忧怨之色 王宝林并没有理会 二人的忧怨神情 直接把灵根栽下去 好了 如果再有一瓶营养灵液 就更好了 王宝林开口对着谢云说道 哟 我身上还真有一瓶营养灵液 谢云连忙递过来 一个黑色瓷瓶 王宝林接过营养灵液 直接给地里的灵根施肥 半天之后 所有东西全部搞好 谢云有些忐忑地问道 确定没有问题吗 如果灵根不发芽 我就亏大了 王宝林看了一眼谢云 淡淡地说道 放心 没问题 看着满脸自信的王宝林 谢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春去秋来 转眼半年时光飞逝 这日在房间里面打坐的王宝林 突然赶到旁边闭关室 传来一阵恐怖的威压 二叔突破了 恭喜老王 谢云爽朗的笑声响彻院内 王林含笑走出洞府 对着谢云说道 同血 同血 你也突破练器十二层了 也没闲着呀 二叔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王宝林面带好奇地问道 给我五年时间应该可以助击 王林满脸自信地说道 这五年我们都不出去吗 王宝林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想去哪里 二叔面带严肃地反问道 呃呃 好吧 王宝林无奈叹了一口气 看来二叔是要狗到底了 老王 突破练器十三层 需要注意什么 谢云满脸好奇地问道 需要大量灵力 记住突破练器十三层的时候 多准备点锯灵丹 最好准备两枚破灵丹 二叔严肃地说道 好吧 谢云满脸无奈之色 你别以为我在敷衍你 炼器十三层 需要大量灵力 洗涤全身经脉 这是为助击打基础 王林笑着解释道 可是大量灵力会暴体啊 谢云满脸愁色地说道 这是自然 这就要看你对灵力的转化速度 如果你不能快速炼化灵力 只能暴体而亡 如果你能快速炼化灵丹药力 而且还能快速利用灵力 洗涤全身经脉 那你就能成功突破炼器巅峰 二叔笑着说道 谢云低头沉思片刻 开口说道 好吧 我知道了 多谢告知 说吧 谢云禁止返回自己的闭关室 看样子收获肥浅 回到自己房间后 王林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宝玲 我知道你非常枯燥 但是修仙之路就是这样枯燥 希望你能耐住无聊 我没有突破助击 你没有踢出费卖之前 千万不要外出冒险 二叔放心 我理解你的苦心 您不突破助击 我是不会接任务 更加不会外出的 王宝玲保证道 王林点了点头说道 你能理解 我就能放心闭关了 等等二叔 我再去给你搞一枚助击单 王宝玲开口说道 王林满脸无奈地 看了一眼王宝玲 无奈道 你以为助击单是大白菜 再者说 你有零食吗 一枚助击单 需要一万五千零食 不便宜啊 二叔我能搞到两枚助击单 都是祖上冒清烟了 王宝玲解释开口解释道 二叔 你休息几天 不要立刻闭关 适当放松一下 好 我就放松一个月再闭关 王林笑着说道 对了 后院的灵根 是谁播种的 王林好奇地 对着王宝玲问道 谢云 我帮他播种的 他购买的灵根 王宝玲解释道 好吧 你也突破炼器九成了 王林把目光 再次投向王宝玲身上 嗯 但开灵单 对我的效果越来越差 我想办法买些炼器单 我准备去一趟永泰阁 王宝玲说道 好 你小心便 王林点点头 王宝玲也没废话 直接朝着城区走去 永泰城总部 王宝玲跟着小倩和小青 来到二楼雅间 道友 这次要买些什么 小倩和小青面带热情地问道 王宝玲直接从灵田里面 取出第三批十株百年灵药 五株取酒花生 五株起螺草 王宝玲满脸笑意地说道 哇 这些百年灵药也太新鲜了 价格还是两千零食一株 一共两万零食 二女满脸激动地说道 先别给我零食 我要一枚猪鸡蛋 王宝玲接着说道 好 小青你去取猪鸡蛋 小倩对着一旁小青说道 好的姐姐 说吧 小青朝着楼下走去 片刻之后 小青立刻走了过来 旋即递给王宝玲 一个精美的盒子 这枚筑机单 一万五千零食 王宝玲打开精美盒子 发现里面的筑机单非常完美 旋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剩下五千零食 道友还买些什么 二女好奇地问道 五枚练气单 王宝玲笑着说道 四百零食一枚 一共两千零食 小千报价道 王宝玲点了点头 表示没有问题 旋即又递给二女一张清单 一千零食能配齐这个清单吗 王宝玲淡淡地问道 二女飞快计算了一下 旋即点了点头 没问题 都是一转顶接零药 不是特别值钱 二女笑着说道 见二女答应下来 王宝玲笑着说道 给我配三份 没问题 稍等 二女娃尔一笑道 老百零食能乐 来楼下来